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景焕宇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三十三集 兰采姨之所以这么说呀 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工作 各自负责一块 交集不多 有什么事也在会议室 就解决了 很少这样直接的 跑到对方的办公室里去 你是老板娘 我这个小员工 得空来拍拍老板娘马屁 有什么问题吗 宁宇婷一本正经地说着 并且在兰采姨对面坐了下来 行 那你拍吧 我好好听着 兰采姨放下手头的工作 一脸认真的说着 宁宇婷自己先是扑吃一声笑出来了 兰采姨也没忍住 嘴角轻眼 好了 说正经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 被兰采姨这么一问呢 宁宇婷又有些犹豫了 有事直说 跟我还犹犹豫豫的 宁宇婷听到这话呀 想到之前女儿的反应 和东老师今天的电话 鼓起勇气 我想让你做我女儿的干妈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兰采姨有些诧异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 我想让你做瑶瑶的干妈 宁宇婷再次重复 既然这话已经说出来了 宁宇婷反倒是平静了 为什么 你怎么忽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兰采姨觉得有些奇怪 瑶瑶又不是缺妈 宁宇婷对她也很好 说她缺爸爸自己倒是相信 哦 等等 兰采姨也是个聪明人 转念一想就明白了 行 瑶瑶那么可爱 那么乖 我也挺喜欢的 其实今天 等等 你答应我 你宁宇婷还想再解释一下 忽然就直接听到兰采姨答应了 自己都感觉有些意外 怎么 你想我不答应 兰采姨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不是 我还在想应该怎么说服你呢 那你是想准备怎么说服我的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兰采姨听到这话也很诧异 这不是宁宇婷做事的风格 她做事情 向来都是谋定而后动的 你是不是知道我的目的了 看着兰采姨似笑非笑的眼神 宁宇婷也知道自己的小心思 被对方察觉了 兰采姨闻言伸了一下身子 靠在后面的椅背上 兰采姨她可不缺妈 她缺的是一个爸 就知道瞒不过你 宁宇婷顾笑 把董老师刚才打电话说的事情 原原本本又告诉了兰采姨 兰采姨闻言有些恍然啊 她就说宁宇婷怎么会没有做好 说服自己的准备 就冒冒失失地跑过来 你当初怎么想到 以你的条件 找个男人结婚不难吧 兰采姨很好奇 之前是关系浅 不方便问 现在没这些顾虑了 以宁宇婷的条件 找个男人结婚呢 太容易了呀 哪有你想得那么容易啊 我从大学开始 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 哪个男人喜欢这样的女人 虽然工作中也遇上不少条件比较好的 但怎么说呢 这种有能力的男人 哪个不是极为自信的性格 说白了就是自大 掌控与极强 跟我的性格不合 而且这样的男人 通常也是喜欢小鸟依人形的女人 现实不是电视剧 哪有那种对外能力强 对内温柔又体贴的男人 反正我是没遇到过 不是 我觉得方圆就是这样的 而且也很好找 我没费什么力气 兰采姨得意呀 她是没费什么力气 因为是方圆追的她呀 唉 有时候我真羡慕你 你怎么就看上方圆的 难道过去 你就看到了方圆的潜力 过去方圆什么样子 宁宇婷是了解的 换为思考一下 要她是蓝彩一 还真不一定看得上方圆呢 人呢 有时候缘分来了 挡都挡不住 蓝彩一闻烟也是一身感慨啊 说实在的 当时追蓝彩一的人很多 而且大部分都比方圆优秀 但蓝彩一呢 唯独就看上方圆了 其实还真就是因为 方圆的性格 蓝彩一其实本身是一个 性格非常的强势 而且很独立的女性 所以她的潜意识里 肯定不会找一个 也很强势的人 而方圆这种 性格温吞吞的 不争不强的性格 对她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 虽然这样的男人在事业上 不一定有多大的成就 但是蓝彩一也不需要 自己的伴侣给她提供事业上的助力 当然两个人从小就认识 也给方圆加分不少 让蓝彩一心里不自觉的 对她有些偏向 蓝彩一也没有想到 方圆会一飞冲天 飞到她都想象不出来的高度 即使这样 这个男人对她依旧是一心一意 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 那哪个女人不爱呢 为此她甚至愿意为了方圆 去改变和控制自己的性格 当然方圆却完全不需要她改变 因为方圆现在的事业做得太大 有足够的空间给蓝彩一施展她的才华和抱负 实际上上面说了这半天 总结起来就三句话 男人要么有钱 要么有事业 不然你就好好狗着 不然没有女人看得上你 方圆就属于那种先狗 然后有钱有事业的男人 所以啊 月老一定把我给忘记了 没给我安排另一半 要不然怎么到现在也没来 宁宇婷叹了口气啊 这样啊 那你饿了怎么解决 蓝彩衣忽然挑着眉毛问她 宁宇婷先是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脸一红 要死了 怎么问这种话 大家都是成年人 饮食男女 有什么好害羞的 你真的想知道 对啊 你跟我说说 我跟你说 这女司机要是飙去撤了 一般人是跟不上啊 两个人一路狂飙 聊了半天 到下班 宁宇婷回到家的时候 宁宝琪已经收拾好东西 正准备要去接她外孙女儿呢 见到女儿这么早就回来有些诧异 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今天事情少我就提前回来了 实际上是因为东老师那个电话 所以他想提前回来接女儿放学 到他这个级别呢 又不会死死恩在那儿做班 只要工作进度没有问题 他天天在家里待着都没事 哦 我正要接瑶瑶放学呢 你去 还是我去啊 我去吧 我也好些天没接她了 宁宇婷赶紧说着 宁光起笑了笑 把手里的东西 递到宁宇婷的手里 小水壶 遮阳帽 汗金 几个小零食 东西特别齐全 主要是因为啊 好几次小家伙们放学以后 直接就留在广场上玩 家长们也都有经验了 接孩子的时候都准备好 即使没用上 带回来就行了 路不远又不住 宁宇婷顺手接过来 转身就准备出去了 等一会儿吧 时间还早呢 宁光起她察觉 女儿还是有事 但她也没开口问 我妈呢 宁宇婷想了想 把手上的东西放在桌上 给自己倒了杯水喝起来 厨房里做晚饭呢 这时间也太早吧 先准备好菜嘛 烧起来方便些 宁光起在女儿身边坐下 要我说啊 请个保姆回来 你们就不用这么累了 不需要 家里多个外人 你妈跟我都不习惯 而且你 弄了个大白回来 家里卫生也不需要我们搞了 就烧个饭 菜不自己弄啊 我跟你妈得憋出个病来 在家觉得闷得慌 就找方叔他们下下棋 打打麻将 或者去周边转一转 知道了 你别操心我们两个的事 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我一直都很好啊 你呀 就是太强势了 太有主见了 当初我跟你妈 想你长大了 能独立点 也没想着你这么独立 宁光起 哀声叹气 她呀 拿这个能力强 又有主见的女儿 也是没有丝毫办法 我这样不是挺好吗 好什么好啊 好好个什么好 我早就跟你说了 眼光别那么高 找个好男人嫁了 你现在年轻是不在乎 等老了怎么办 啊 我跟你妈不在了 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 我不是有杨阳吗 杨阳是个女孩 迟早要嫁人的 还能把你给带上啊 为什么不行啊 再说了 儿子就好了 你儿子呢 宁光起 被女儿对得哑口无言 她其实还真有个儿子 叫宁文轩 也就是宁雨婷的哥哥 宁信尧的舅舅 不过姚耀这舅舅呀 常年在国外 很少回来 她跟宁雨婷的关系呢 只能算是一般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 宁雨婷太过优秀 而宁文轩呢 普普通通 宁文轩觉得呀 这妹妹给她的压力太大了 早些年去了国外以后啊 就在国外定居了 平时也很少回国 姚耀长这么大了 没见过几次这舅舅 好 我去接杨耀了 宁雨婷看了一眼时间 其实是怕宁光起反应过来 又要啰嗦的 还是赶紧躲出去算了 宁雨婷从家门口走出来 走了一截 正好看到方圆在前头 看样子也是准备去接女儿放学的 方圆 宁雨婷姐 秋儿回来这么早啊 方圆文生回过头来 见到宁雨婷感觉很意外 对啊 被你这个大老板抓包了 你会不会扣我工资啊 宁雨婷走过来 站在方圆的身边倾笑出声 哪能啊 您这样的人才 我可舍不得为了几个钱 把你给搞丢咯 是吗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这么重要啊 那当然了呀 方圆想也不想就点了点头 宁雨婷的能力 无庸置疑 拥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力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话说出口 总感觉哪有点不太对 走了 去接孩子 宁雨婷脸上露出笑容来 向着前方走 方圆疑惑地抓了抓脑袋 赶紧地跟上去 你最近不是一直很忙吗 今天怎么也这么早回来了 宁雨婷测过 我脸对身边的方圆问道 今儿欣欣特地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接她放学 不知道是为什么 方圆有些疑惑地挠了挠头 从电话里啊 方圆都能感觉出 那小家伙的黏糊劲 爸爸爸爸爸爸叫得可亲热了 大概是因为 老师今天给他们讲了一个 我爸爸超厉害的故事吧 你也是因为这个提前回来的 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呀 我该知道些什么 彩医没跟你说吗 彩医啊 她倒是说了 说晚上回来找我有事要商量 你知道她要跟我说什么呀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三十四集 知道 但还是等彩医回来 自己跟你说吧 宁宇婷松了一口气 但也没有告诉方圆 到底是什么事 奇奇怪怪的搞不懂你们 你啊 不需要搞懂我们女人 只要我们女人搞懂你就行了 宁宇婷听见方圆的嘀咕 微笑说道 也是 我又这么好看 又有才华 不需要懂你们 你们懂我就可以了 是 是啊 我就非常懂你 脸皮够厚的 宁宇婷一拳砸在方圆肩膀上 实事求是吗 我不好看啊 我没才华啊 有才我承认 这鱼帅嘛 我保留意见 两个人说说笑笑的往前走 却不知道啊 在他们身后泪结 有些疑惑的看着这两个人 脸上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两位在说什么事笑得这么开心 就快到喷泉广场的时候 泪姐这才出声呢 方圆和宁宇婷闻声转过头来 宁宇婷脸上的尴尬一闪而逝 反倒是方圆呢 很高兴地和泪姐打着招呼 泪姐 你是不是长胖了 方圆盯着泪姐上下打量一下 忽然出声说道 诶 真的 泪姐闻言赶紧审视一下自己啊 任何一个女人对胖这个词 都异常敏感 哪有 方圆她在瞎说呢 你也信 宁宇婷在旁边笑着呀 泪姐也反应过来一扭头 却发现方圆已经冲前头去了 这家伙 也不是一个正经人 泪姐向着方圆的背影 催了一口啊 但是眼睛却看向了旁边的宁宇婷 你说得对 皮比较厚 宁宇婷笑着点头 表示赞同 她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丝异样 毕竟 她的心理素质超强 不会在意泪姐这种小伎俩 雷姐也就随口说说 然后没有再继续话题 按着宁宇婷的手机往前走 爸爸 小家伙一下车 张开手臂就扑到方圆怀里 方圆往前走了几步 蹲下身子迎住她 怕她没杀住摔地上 小家伙一下子扑在方圆怀里 方圆能感受到一股撞击感啊 要方妈妈他们估计能被小家伙给撞倒了 怎么今天这么热情 方圆把小家伙抱起来 顶着她脑袋问她呀 爸爸 我爱你 小家伙搂着方圆的脖子 然后呱唧一口 亲在她脸上 小孩表达爱的方式呢是 又简单又直接 方圆乐得找不到北了 这也在小家伙脸上亲了一口啊 爸爸也爱你 从后头跟下来的瑶瑶 满脸羡慕地看着欣欣 宁雨婷把这些都看在眼里 走过来也抱起了瑶瑶 怎么 妈妈来接你放学 你不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 谢谢妈妈 瑶瑶摇了头 搂住了宁雨婷的脖子 宁雨婷也没问她幼儿园的事 而是在她脸上亲亲吻了一下 妈妈很爱你 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都很爱你啊 摇摇文言想了想啊 露出了开心的笑 虽然她没有爸爸 但是还有那么多爱她疼她的人 这样也很好啊 看到女儿露出笑容来 宁雨婷才开口 那我们回家吧 外婆晚上一定给你做了好吃的了 这个时候啊 方圆已经抱着小家伙往回走了 宁雨婷赶紧地跟上 方圆见宁雨婷跟过来 放慢脚步 稍稍等她一下 可是刚走几步啊 宁雨婷忽然说道 瑶瑶 你要不下来自己走吧 妈妈实在没力气抱你了呢 我来吧我 我力气大 来 瑶瑶过来 好啊 宁雨婷听到这话 立刻把女儿递过去了 方圆也没在意 直接把瑶瑶跟小家伙 一手一个拖在手臂上 让他们坐在自己肩膀上 俩小家伙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啊 做的是个稳稳当当 瑶瑶 星星等我 这个时候 艾菜从后面追上来了 爸爸 快点跑 不要被艾菜姐姐追上了 小家伙回头一看兴奋的喊啊 方圆故作慌张跑了几步 然后慢下来啊 哎呦 你们两个小猪猪太重了 哎呀 跑不动了跑不动了 哎 方叔叔 你被我抓住了吧 艾菜过来一把抓着 方圆背后的衣服高兴啊 哎呀 主要是 欣欣跟瑶瑶太重了 不然你肯定抓不着我 方圆故作不满啊 我不管 你就是给我抓住了 瑶瑶开心地说着呢 揪着方圆的衣服就要往上爬呀 不不不不 放手放手啊 衣服拽坏了 衣服拽坏了 方圆蹲下身子 艾菜立刻搂着他的脖子 窜到了他的背上 你抓好了啊 方圆试着站起来 艾菜抓得很紧 方圆看没问题 这才慢慢往前走 看着前头 方圆跟三个孩子嬉闹 雷姐对着宁玉婷说着呀 方圆很喜欢孩子啊 是啊 这样的男人很少见呢 宁玉婷点着头 雷姐看了一眼宁玉婷 看不出她丝毫异样 微微笑了笑 也没继续再说了 我回来了 等进了家里院子 小家伙首先冲进去 一进屋就开始大声嚷嚷啊 但等了好一会儿 没人回答的 也没人赢他呀 小家伙吓得掉头往回跑 一下子就扑在正准备 进屋的方圆怀里 哎哟 怎么了 奶奶呢 银银呢 外婆呢 老银银呢 他们去子豪哥哥家了 我还以为 他们被大怪兽吃掉了呢 这世上哪有什么怪兽 没有 没有怪兽 小家伙闻眼很震惊啊 然后紧接着问他 没有怪兽 奥特曼怎么办 这个逻辑的很清奇啊 那总之没有怪兽 也没有奥特曼 再说了 你爸爸我这么厉害 什么怪兽过来了 我也给他打跑了 对不对 方圆比划了一下自己的肌肉啊 小家伙显然还是很相信爸爸的 也没继续这个话题了 而是追问他呀 爷爷他们去子豪哥哥家里干什么 是邀请子豪哥哥来我们家玩吗 太老爷想子豪哥哥了 所以就去看他 子豪哥哥在上学 哪有时间到家里来玩啊 那休息天呢 休息天可以来我们家玩吗 可以啊 但是你要先打电话给大舅妈 邀请子豪哥哥星期天到我们家来玩 方圆说着走到厨房里准备做晚饭了 本来跟着进来的小家伙听到这话 立刻转身跑出去了 方圆以为他玩玩具去了 没想到过一会儿 他断着一个小板凳 坐在了厨房门口 干嘛 就玩你呢 不玩就弹弹琴 好好画都可以啊 方圆有些奇怪呀 不用 我陪你聊聊天 小家伙说的是一本正经 行 你想聊什么 方圆一边切着菜 一边就问他 小伙子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小家伙这问题一问出来 方圆都无语了 方圆在厨房啊 不是马上就要烧饭 而是先把菜给备好 毕竟现在时间还早 其他人都还没回来 小家伙就坐在门口那小板凳上 记得哇啦说个不停 有的昨天晚上做的梦 有幼儿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 也说了瑶瑶 今天在幼儿园哭了 还有一些 方圆都记不清了 反正就听他哇啦哇啦一直说 方圆呢就时不时搭上一两句 这让小家伙觉得爸爸在听他讲啊 那讲的叫个兴致高昂 忽然他就说到了春游 春游 什么春游啊 什么时候啊 方圆打断他的话头啊 老师没说耶 那你知道去哪儿春游吗 方圆继续问他 现在正是天气最好的时候 学校老师组织春游呢 合情合理啊 我也不知道耶 要不然你打个电话 问问东老师 小家伙知道春游 不但大夏啊 在国外也有 小家伙也参加过好几次 但是老师们说这事的时候 他就光顾着开心了 哪儿还顾得上这 什么时候去哪儿啊 不用了 真的要春游啊 董老师会通知我们的 不嘛不嘛 你问问董老师 我们什么时候去春游呀 小家伙跑进来抱着爸爸腿 就开始撒娇啊 他本身对出去玩这事儿 就特别感兴趣 那何况还跟那么多小朋友 一起玩呢 方圆被他缠得实在没办法了 拿出手机来 编辑了一条短信 问一下董老师什么情况 董老师很快就回复了 方圆的消息 但没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反问他呀 方先生 你怎么知道的 欣欣跟我说的呀 这个只是我们的印象 还没有做最终决定 方欣是怎么知道的 董老师也觉得很奇怪呀 这事儿他 压根就没在班级里通知呀 大家都还在商量 具体行程 他都不知道啊 不好意思啊 东老师我去问问他 方圆赶紧跑过去问他呀 欣欣 你听谁说的要春游啊 董老师啊 董老师在哪儿说的 是在教室里宣布的 不是 董老师在办公室 和其他老师说的 哦 那你去老师办公室干嘛呀 因为董老师不知道 欣欣知道这件事 那说明肯定不是 董老师叫欣欣去的呀 嘿嘿 小家伙露出一个傻笑来 好了啊 别想了蒙混过关 干嘛 董老师办公室 啊 因为我想找刘老师 看他有没有好吃的 刘老师 刘老师是谁呀 教你们什么的呀 嗯 不是的呢 刘老师不教我们呢 他是大一般的老师哦 他对你很好 经常给你吃的 你怎么跟他认识的呀 方元都有些无语了呀 对呀 刘老师对我可好了 经常给我很吃的呢 方元从小家伙的话语里 慢慢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小家伙不但认识刘老师 学校里的老师呢 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 但这个刘老师啊 算是对他最好的 另外刘老师 有个大肚肚 听说马上就要生小宝宝了 方元这才有些恍然呢 怪不得小家伙跟他关系最好 小家伙是看上人刘老师吃得多呀 毕竟怀孕的人嘛 那背的吃食肯定就很多 下午的时候 他去找刘老师蹭吃的 然后听到这个消息 方元知道事情原委以后 跟东老师解释一下 并且道了个歉 方先生放心吧 等我们这边做好计划 肯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家长的 麻烦你了东老师 给你添麻烦了 谢谢啊谢谢 方元收起手机 转过头 看这小家伙 好了 虽然说是春游 但老师他们都还没决定去哪呢 等他们决定了再说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老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35集 这春游的时间地点没打听到 小家伙小家伙呀 小家伙呀 常常叹了口气 唉 好了 又不是不去了 还哀声叹气 哀声叹气 哀声叹气的小孩老得快啊 方元轻轻抬了抬腿 坐在他脚面上的小家伙 立刻被他撬起来 就跟做敲敲板似的 小家伙立刻就笑了 会变成老奶奶吗 对哟 会变成一个小老太婆 小伙子 加油呀 小老太婆还要啊 小家伙立刻拍着爸爸的腿 学着老人家说话呀 嗯 小老太婆你太重了 我可撬不动你 唉 你这个小伙子 真没本事 你是想说真没用吧 他们正在厨房里头玩着呢 就听到外头方爸爸的声音 我们回来了 小家伙听到声音 立刻转身就往厨房外头跑啊 你慢点小心 话还没说完呢 小家伙啪击一声 就摔倒在地上 小心板凳 方元赶紧过去 把小家伙扶起来 方爸爸已经出现在门外头 把小家伙抱起来了 怎么样了啊 摔到哪儿没看 来来来 给爷爷看看 爷爷看看啊 方爸爸一脸紧张啊 然后方妈妈 老爷子 蓝妈妈 蓝彩一都出现在门口了 哎 你们都回来了 正好在小区门口遇上啊 蓝彩一随口说了一句 把小家伙从方爸爸怀里抱过来啊 那小家伙本来的 没想哭啊 但这么多人一下子围上来 眼眶反而是湿润了 跟妈妈说 刷到哪里了 刷疼吗 不疼 小家伙摇了摇头 然后眼泪就顺着脸流下来了 不疼你哭什么 我只要哭一下而已 小家伙说的 伸出小手 在自己脸上抹了一把 一下子 把自己抹成了一只小花猫 其实啊 小孩摔倒是常识 因为身高的关系 他们摔倒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 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反倒是大人摔一下 那可能半天爬不起来了 好了 没事 大家都别围在这里了 蓝彩一首先反应过来啊 大概是因为人多 才造成小家伙哭了 小孩就这个心理 其实方爸爸方元 要是不过来 小家伙说不定 自己一咕噜就爬起来 什么事也没有 他们这一过来啊 大人的态度 让他觉得委屈了 这才伤心起来 这是小孩天生的一种 撒娇求关注心理 晚上啊 小家伙依旧被外婆带去睡觉 现在这都成常态了 小家伙自己估计都快习惯了 方元现在还不明白 这蓝妈妈是什么意思 那就真是没脑子了 但她也乐见其成啊 没了小猪猪啊 这个多人运动就方便了 甚至啊 方元觉得最近跟蓝彩一的感情 更加的牢靠 生活过得愈发的幸福 很多夫妻有了孩子以后啊 分房睡 长子以往 虽不说到离婚那地步吧 但是啊 对感情肯定是有一定程度影响的 这不方元靠在床头上 蓝彩一靠在她胸前头 就差点杆烟快活似神仙了 对了 你今天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什么事啊 方元一边抚摸着蓝彩一光滑的背部 一边出声问道 蓝彩一闻眼起了身 稍稍提了提身子 靠坐在方元的身边 毯子从蓝彩一的胸前滑落 方元伸手帮她把毯子往上提了提 蓝彩一自己伸手按住 改为把头靠在方元的肩上 你觉得瑶瑶怎么样 瑶瑶 怎么突然说起瑶瑶了 你先回答我 很好 很懂事的一个小姑娘 方元挺喜欢瑶瑶 文文静静 长得也可爱 招人喜欢 今天瑶瑶跟我说 她想让我做瑶瑶的干妈 这样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你问我干嘛呀 你是我老公吗 我是她干妈 你不就是她干爸了 当然要问问你了 蓝彩一忽然把头 离开了一点距离 看着方元的眼睛 没问题呀 我也挺喜欢瑶瑶的啊 又懂事又可爱 这么说起来 我不就两个个 方元她也不傻呀 说着说着就反应过来了 侧头看向蓝彩一 你明白宁宇婷是什么意思了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但这事她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吗 方元有些无语啊 怪不得下午 宁宇婷说话吞吞吐吐 瑶瑶和小山不同 她和陈超也不同 她要是直接找你 怕我多想 我是那样爱吃醋的人吗 这谁知道啊 锤鸟 我很通情达理的好吧 蓝彩一伸手 在方元身上锤了一拳 因此胸口的毯子又落下来了 那你得把心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通情达理啊 方元黑黑笑着 罪恶的闲珠手就伸上去了 要死了 刚刚才来过 中午还吃过饭呢 你晚上吗 还得吃吗 那你也给我休息一下 都休息了呀 这才好一会儿功夫 没事 边吃边休息 臭流氓 我不臭啊 不行你闻闻 你闻闻 别闹啊 说真经事 这事你怎么看啊 我怎么看 我眼睛看 你自己都决定好了 我听你的 你现在别说别的事 咱干点正事 风吹动着卧室的纱莲 月光从窗户外照射了 我今来好像是在偷窝着这一抹春色 妈 明天我同学过来 你早上多买点菜 到时候我回来做啊 早上起床啊 方元对正在忙活的方妈妈说着 方元这次准备在家里招待几个人 也算是对他上次做的事情 将田胖子向崔子恒道个歉 你同学 小鲁吗 还有他 还有我几个以前寝室的 方元一个寝室的同学 方妈妈自然认识 虽不像鲁首义那么常见 但也见过几面了 是何欣平他们呀 行啊 明天我多买一点 何欣平 方妈妈知道 上次方元办排队的时候 人还来过 听说现在是在小鲁的公司里 田胖子他们要过来吗 蓝彩衣这时候从楼上走下来了 对 明天 到时候你跟我一起接他们去 方元伸手 拉住了蓝彩衣 可以啊 到时候你知会我一生就行 方妈妈看他们 食指紧扣在一起的双手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啊 这几个呀 田胖子你上次见过 也就崔子恒 你又好些年没见过了吧 是挺长时间的 对了 我要不要把戴小蓝爷叫过来 可以啊 你要不就叫让他一起 方元跟蓝彩衣耍朋友那会儿 双方寝室的人都认识 也搞过什么寝室联谊 特别是卢手一根田胖子 跟他们寝室那几个 关系还挺好 唯独全城打酱油的 就是崔子恒啊 崔子恒长得不丑 但个儿太矮 加上见着女同学说不出话来 哪个女孩能跟他有多的交集 爸爸 妈妈 就在这个时候 小家伙从门外跑进来 后头还跟着老爷子和蓝妈妈 哎呦 小猪猪起床了 方元伸手 把小家伙抱起来 他虽是起了床 但没梳头 脸没洗 这头发呀 又黑又厚 劈在肩膀上 还显得挺文静 我早就起来了呢 我还跟老爷爷 在外面溜达了一会儿呢 小家伙插着腰很骄傲呀 也不知道这事 他有什么好骄傲的 是吗 宝宝真棒啊 方元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妈 你摔牙牙了没有 小家伙眼睛瞪得大大的问呢 还没呢 撤撤 小家伙皱起小鼻子 不满意了呀 爸爸亲都亲过了 小家伙听到这话 抱着方元的脑袋 在他脸颊上 一连亲了好几口 然后得意的说着 我也没刷牙呀 我就亲你一下 你亲我这么多下 你赶紧还给我 关心都 方元举着嘴就要亲他呀 小家伙立刻笑着呀 左臂右让的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 都跟我一起去刷牙 蓝彩一伸手 把小家伙从方元怀里抱过来 方元跟小家伙对视一眼 一左一右 偷袭蓝彩一的脸 真是的 蓝彩一一声娇哼 方元跟小家伙呀 快快活活的笑起来了 早上方元把小家伙送上校车 刚到公司 黄浩东就过来了 这个呀 是参加设计大赛 最终筛选下来的作品 您过目一下 给个最终意见吧 黄浩东递过来一大碟子文件 电脑上不是有吗 我电脑上看就行了 方元嘴上这么说 手上还是接过来 这些呀 都是进入最终设计大赛的 设计师的资料 我尽快给你个答复 方元随手翻着 然后放到一边 但你也得注意身体呀 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我会注意的 下个月就轻松些了 行 到时候放几天假 你好好休息一下 不用不用 我好好睡一觉就行了 不用休息 黄浩东赶紧说的呀 现在正是公司高速发展的时期 他哪敢有丝毫松懈呀 那行啊 别到时候嫂子来找我抱怨 这哪能啊 在我家我说了算 方元笑笑不出声这话呀 听听就行了 男人嘛 在外面都这么说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黄浩东又忙他的事去了 方元想了想拿起 搁在旁边的文件夹 来到蓝彩仪的办公室 哟 雨婷姐也在呢 方元一进去 就看到宁雨婷 正在和蓝彩仪聊天呢 方总 谢谢你了 宁雨婷站起身来 笑盈盈的 蓝彩仪一大早 就把方元同意 收瑶瑶做干女儿的事 告诉他了 这消息让他极为欣喜 这有什么好谢的 再说了 挺喜欢瑶瑶 又乖又懂事 不过啊 以后你别怪我 把你女儿敞一半就行了 这都无所谓了 只要她开心就好 做妈妈的呀 孩子始终是在第一位 你真的是个好妈妈 蓝彩仪在旁边说着呀 不说这些 既然你们答应了 这周我设个家业 到时候把叔叔阿姨都叫上 让瑶瑶正式 拜你们为干巴干妈 不用这么麻烦吧 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情 既然认 那就要正式一点 宁雨婷说得很认真啊 那行 到时候我们打扰了 方元还没说话呢 蓝彩仪先答应了 那方元也就没什么好说的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宇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三十六集 麻烦你们了 好了 不打扰你们了 我去工作了 宁雨婷说着 转身就向门外走 心情也显得极好 还哼着歌 看着她出去了 方元把手里的文件夹 递给蓝彩仪 你看一下 选个你喜欢的 什么东西啊 蓝彩仪虽然疑惑 但还是伸手接过去了 翡翠岛的设计方案 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吗 对 公司评审团跟网友投票 选了前十 现在呢 由您来做出最终的选择 选出最终的胜者 我选 不应该是投票最多的第一名 获得胜出吗 当然不是了 设计的好不好 跟你喜不喜欢 那是两码事啊 设计的再好 你不喜欢 我选她干嘛呀 这就涉及到 一个分隔问题 如果是公共设施 那大部分人喜欢就行了 但是翡翠岛 它是一个私人岛屿 主人喜欢就行啊 不是说你设计师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那行 那我仔细看看 不过这么大的事情 你真的让我做决定啊 多大呀 有我老婆大啊 真乖 撑了一声 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 行 方圆也只是开个玩笑 但你得尽快告诉我啊 怎么选 后面事还多呢 虽然让蓝采宇 选出最终的获胜者 但是翡翠岛的设计方案 并不是直接用获奖的方案 而是要设计师 按照这个分隔 再结合方圆的要求 重新设计 这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当元回到自己办公室 想想拿出自己手机来 在那下半身 打天下的群里 问了一句 你明天什么时候到啊 我开车接你们去 因为卢守义和他们沟通过 这俩家伙气也消不少 再加上方圆亲自邀请他们过来 给足了面子 要再拿捏着 就有些不知好歹咯 所以田瑞云 现在群里说话了 明中我肯定到 机票都订好了 我也能到 这是崔子恒 你一个人啊 方圆还没说话呢 何欣平就问他 我当然是一个人啊 你什么意思啊 他那意思啊 就是你妈不跟着一起啊 卢守义在下头拆台 我再强调一遍 就我一个人 别问了 哟哟哟 断奶了 可喜可贺 何欣平 依旧是气死人不偿命啊 一群人又开始在群里 互相攻击 互相挖坑 互相腿 这才是聊天群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妈 你菜买了没有啊 方圆起来一大早 首先就跟方妈妈问道 买了买了 你爸一大早就起床去买了 方妈妈围了个围郡 正把早餐往外端 妈 这一大清早的起来烧早饭 不如请个保姆妈 方圆见方妈妈每天早上 都辛辛苦苦给他们做早饭 他们呢 在床上呼呼大睡 有些过意不去 不是说了吗 家里多个外人不自在 而且我又不是不能动 干嘛请保姆 那以后早上我起来呢 你留着经理干你的正经事去 正经事 方圆一时没反应过来 妈 都是过来人了 还害羞啊 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再生个 你不急 你岳母可急了 方妈妈说完瞪她一眼 好 我知道了 我努力啊 我努力啊 你努力什么 蓝彩一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从楼上下来了 啊 我说我努力工作呀 方圆随口应了一句 蓝彩一自然是不信 摆她一眼去也没追问 等小家伙回来 大家吃过早饭 例行把她送上校车 方圆就准备回家呀 弄中午的菜了 今儿她不准备去公司了 蓝彩一自然也在家陪她 不过方爸爸他们 却是要出去 怎么要出去 我同学过来 也不打扰你吗 没有 你那几个同学过来 你们年轻人聊着 我们在这儿 你们不自在 我们也不自在 正好带着老爷子 出去转转你 方圆一想也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他们毕竟是长辈 特别是老爷子 他们在这儿 田胖子几个 肯定也觉得拘束 那你们准备去哪儿 四处转转吧 公园啊 海滩呢 都行 对老爷子来说呀 找个幽静的公园 或者人少的沙滩 那就是很好的去处了 那要不要我给你们做点什么东西 带着吃 不用 太油腻了 老爷子吃不下 你妈备了些水果蛋糕什么的 再说了 到处都是吃饭的地方 咱去了就吃 省事 方爸爸摆着手啊 那行 那你们去 路上慢点啊 于是他跟老爷子蓝妈妈打了一声招呼 就去厨房里忙回去了 不一会儿啊 蓝彩一进来了 外公他们走了 嗯 更离开 那你客厅休息去 看看电视 时间还早呢 不用 我来给你帮忙 有什么我能干的吗 蓝彩一撸了撸着不存在的袖子 样装要大干一场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了 没事 我想帮忙吗 家里没人呢 他就更放得开了 那怎么行 你看看你这双手啊 又白又嫩又漂亮 怎么能沾水啊 泡坏了怎么办 方圆拉着蓝彩一那白细的手 轻轻摩索着他的手背 那 我快要吐了 不用这样好不好 我这也算是在配合你 是不是 好了好了 我说正经的 有什么事我能帮你做的 炸菜还是洗菜 我也说正经的 不用你帮忙 你要真觉得无聊 你就站着 你跟我聊聊天 那好吧 你想要聊什么 我跟你说 我收费可是很贵的 蓝彩一调皮的吐了吐舌头 哎呦 聊天还收费啊 不过没关系啊 大爷我有的是钱 小美女 想不想再多挣点啊 嗯 要死了 大白天能说正经吗 蓝彩一锤了方圆一肩膀 我也说正经的啊 不觉得厨房里 别有风味吗 有意思个鬼 洗你的菜吧 蓝彩一脸一红 白了一眼 方圆转身就跑了 老夫老妻了害什么羞 方圆还在那小声嘀咕 但手里动作也没慢 很快把方爸爸买的食材 都给处理完了 等他从厨房出来的时候 在客厅没看到蓝彩一 高声喊了一声 在这儿呢 蓝彩一的声音 从门外走廊上传过来了 方圆寻声望去 见蓝彩一正在给兔子喂食呢 这兔子 比刚拿回来的时候 大了足足一圈 还方跳跳 现在看跳都跳不起来了 成天吃了睡 睡了吃 比橘子还懒 你不是说 戴小兰今天也过来吗 什么时候到啊 方圆走过去问他呀 中午过来吧 他人在公司 等接了田胖子他们 顺便走公司 把他也笑上 没问题啊 哎呀 那咱现在走 方圆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去机场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田胖子的飞机 应该也就到了 卢守应和何欣平呢 他俩不跟我们一起 去机场接人吗 约好机场见啊 方圆随口说着 跟蓝彩一起 回到屋里收拾一下 坐着车直奔机场 等到了机场 时间还早 方圆掏出手机来 在群里说了一声 他到了 田胖子 崔子恒没回 应该还在飞机上 何欣平回了一条 我跟大师都到了呀 B12 你们在哪 我过来找你们吧 回了一去以后 方圆拉着蓝彩1 向着B12出口找过去了 等方圆过去 就看何欣平一个人 坐在旁边的休息椅上 玩着手机 大师呢 那儿呢 何欣平向着不远处了 怒了怒爪 方圆顺着看过去 就看大师跟一个 身着空姐制服的女孩 在说话 也不知道她说的什么 逗得那姑娘笑个不停 但因为侧面对着方圆 也不知道这 姑娘长得怎么样 但以卢守应的眼光来说 应该挺好看 这时候 蓝彩1拿起手机来 咔嚓给拍了一张 你干嘛呀 发给小秋 算了吧 大师什么德行 小秋能不知道你 别给小秋添堵了 哎呀 你还给他求情打掩护 说 他是不是也经常这样 给你打掩护 没有的事 我又不是他那种人啊 我 就知道你有贼心没贼胆 蓝仔一挽着方圆的胳膊 一脸的娇 这话说的 那我该高兴我 还是该不高兴啊 我夸你 你当然要高兴哦 是是是 哎呀 我现在可真高兴 我真开心 嘿 真受不了你们 何欣凭着被强踩狗粮 他有些反胃 直接转过头去 哎 忽然他就在人群里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三十七集 怎么了 方元看何欣凭伸长脖子在那张望 好奇走过去 也看向他望的方向 我好像看到个熟人啊 男的女的 女的呀 找着了吗 没有 可能我看错了 何欣凭有些疑惑的收回了视线了 是 兄弟 你真该找个女朋友了 方元拍了拍何欣凭的肩膀 不是 我真的看到个熟人了 我没说你没看到啊 我只是说你该找个女朋友了 你那小女朋友啊 也该放下了 不是 不是我真的 行行行行 你别跟我解释 我叫大师去了啊 何欣凭挠了挠头 看着方元离开了 也没再解释 而是重新坐了下来 何欣凭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吧 我们公司现在招了不少姑娘 你跟我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帮你撮合一下 蓝仔衣很热心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不用 不用不用 我现在真的没有交女朋友的想法 方元说的对 你要学会放下 何欣凭的事情不是什么秘密 蓝仔衣自然也都知道 大师啊 这谁啊 不给介绍一下 方元笑嘻嘻地走上前 跟卢守义打了个招 卢守义恶狠狠瞪了一眼方元 方元不以为意 打量了一下和卢守义说话的女子 她一身空姐制服 身材看起来很修长 长得也很好看 头发高高挽起 显得非常的精明干脸 你是方元方先生 卢守义还没介绍 那空姐先把方元给认出来了 对说 很高兴认识你 方元伸手啊 我也很高兴 我叫管心雅 很高兴认识方先生 管心雅显得特别的兴奋 甚至有些语无伦次 这让卢守义更不高兴了 在对方看不到的角度 满脸怒气地瞪了一眼方元 管小姐跟卢守义是朋友吗 方元毫不在意 继续跟管心雅聊天啊 不是 刚认识的呢 卢先生正在和我咨询航班问题 管小姐是哪家公司 飞哪条线的呀 方元随口问着 哎 你过来干嘛呀 你老婆呢 跟你一起来了没 卢守义忍不住了呀 出生了 强调老婆这俩子 而且他早就发现坐在核心坪对面的蓝彩衣了 方元笑嘻嘻地刚要说话 这个时候就听到广播提醒 由卢州至陆市的航班已经到达了 好了 原胖子飞机到了 走了 方元冲着卢守义打了一声招呼 转头对着管心雅点了点头 就转身离开了 卢守义赶紧跟上单刚走两步 又折回去了 管小姐 咱们先加个微信吧 管心雅也没拒绝这要求 很痛快地和卢守义 互换了微信 你呀 都有小秋了 天天聊那么多妹子干嘛呀 等着卢守义上来 方元觉得还是要敲打一下他 有了小秋就不能聊姑娘了 哼 这叫我的生活态度 卢守义呢 毫不知耻 阵阵有词 方元白的一眼没搭理他 拉着蓝彩衣 跟着何欣平他们一起 往出口去 几个月没见 田胖子又胖了好多 一身沙滩服穿个人字托 带着太阳镜从里头出来了 再加上他人呢 又胖又壮 周围人都躲着他 一看不是什么好人呢 嘿嘿嘿 我田老大又回来了 田胖子远远看到几个人呢 张开手臂就要过来跟他们拥抱 先是卢守义 然后是何欣平 张开手就要抱蓝彩衣 旁边一脸不爽的方元 直接挡在他前头 一把给他抱住了 胖子哼起几声不满的 在方元背上重重拍了几下 要以前呢 方元还只有认怂 那现在谁怕谁啊 手上一个使劲累的 他只叫我呀 累死了 方元这才把田胖子放开 二人相识一笑 之前有过的不愉快 一笑敏恩仇 一笑事前嫌 男人交朋友有时候啊 就这么简单 最矮的还没到啊 田胖子看了一圈 没看到崔子恒 应该快了 他比你登机晚 但他离得近呢 方元看了一眼前头的大屏幕 上面从湘南到陆市的航班 也快要降落了 于是大家就一边聊着 一边等着 大概十来分钟就提示 湘南的飞机到了 崔子恒不但身高只有一米六 而且还是张娃娃脸 上学那会儿啊 经常有人把他当初中生 所以他要在人群里还是挺显眼的呀 几个人盯着出几口 愣是没看到这人出来 是这行办吗 你别搞错了 方元向卢首义再次确认 这应该错不了呀 卢首义说着还掏出手机 翻着之前的聊天记录 人呐 田胖子垫着脚尖 一直往里看 没看到人呐 他顺手扒拉开 站在前头的一个人呐 小胖子你走开去 你一边也别挡着我 喂 你们这些混蛋别太过分啊 我就是崔子恒啊 被扒拉开那小胖子 不满意开口了 你什么什么崔子恒 不能够 小朋友啊 撒谎不是好孩子啊 站一边去 别跟叔叔捣乱 卢首义一脸认真地说着 小胖子 你看你这一身肉 该减肥了 何欣平掐着他脸蛋 这捏起来挺转化 是吗 那我也是 方元伸手捏上一把 卢首义舔胖子不甘落后 一人在他脸上狠掐一把 把他脸都给掐红了 蓝采一在后头实在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出来了 虽然崔子恒都快胖成球了 但他那脸轮廓那是还在的 蓝采一都是认得出的 方元这群人都是在恶搞他 崔子恒恼羞成怒 要跟他们拼命啊 方元等人也是忍不住 就笑起来了 赶紧的好声好气 把他给劝住 帮领包的领包 给揉肩的揉肩 一副狗腿子样子呀 主要是你这变化太大了 你以前那人见人爱的小可爱 这没几年成一小胖多了去 一时没给你认出来 一群人啊 狗腿子 拥着人就出了机场 上了车 天胖子开口了 那我们现在去哪啊 先去酒店 我给你们安排好住的地方 把行李先放了 是那亚特兰蒂斯吗 上次你可群里保证过的啊 让我们住到够啊 我跟你说我结贫了的 崔子恒立刻出声了呀 我有说过这话 你不是亚特兰蒂斯 那你最起码也得 也是同星级七星酒店啊 要不然我可不住 你们这两个大土豪 不宰你们一顿 我心里不舒服 太胖子你说对不对 崔子恒继续开始炸我呀 说完还要拉胖子 过来做胖手 拉倒吧你 路市哪有七星级啊 胖子没跟他站一边 反而是反驳他 嗯那个红树林啊 凤凰岛啊 亚特兰蒂斯不都是吗 方元听到这话都奇怪呀 他都一直以为 这几家是七星级酒店呢 网上也这么说的呀 瞎扯弹呢 按国际标准呢 最多就五星 到顶了 所谓的七星 那就是比五星更高档 更奢华一些 都是自封呢 那真的那可能有一家 迪拜那帆船 黄金七星酒店 人知名度高 全球人都认可 人家那七星 算实的 卢首义这大土豪啊 给他们普及了一下知识 方元又吐憋了 他一直以为 真有七星酒店呢 虽然方元没给他们 定亚特兰蒂斯 但也不差 酒店门前几步 就是大海 好几个泳池 一人以间房不说 每间还配了两个生活管家 全程给他们服务 等他们把行李放好了 方元又让他们上车 往公司去了 咱这会儿又去哪 田胖子看了一眼窗外 这是去公司啊 卢首义熟悉路 一眼就看出来了 再接个人 方元笑了 卢首义文言有些恍然了 戴晓岚来陆市这么久 他又不是没见过 两个人还一起吃过饭呢 那当然是在公司食堂啊 谁啊 田瑞云 翠子恒 何欣平都很好奇 葛新平因为一直上班下班两点一线 没见戴晓岚不奇怪 她不像卢首义 经常往方元那边跑啊 等见了面你们就知道了嘛 方元笑了 其他人都猜啊 难道还有别的同学 都认识 好了好了 没什么好瞒的 是戴晓岚 你们还记得吗 她现在是我的助理 蓝仔一在旁边揭晓答案 戴学姐啊 记得记得好些年没见过了 蓝仔一这么一说呀 都想起来了 以前这个戴晓岚 就经常跟在蓝仔一身后 他们印象深刻呀 今天你们聚餐 我把晓岚叫过来 不会打扰你们吧 哪能啊 我们也想见见戴学姐 再说我们来路市 多待些日子 害怕没时间去啊 崔子恒立刻说话 嘿呦 现在挺会说话呀 田胖子在一边嘲讽他呀 崔子恒瞪他也没接话茬 要不然没完没了 说又说不过他 打也打不过他 那他能怎么办 聊点真的 崔子恒 你怎么长这么胖的呀 卢首逸好奇嘞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在税务局上班 又是清清闲闲 网络部天天坐在那儿 不动的 吃的又不少 再加上年龄大了 新陈代谢又慢了 那不胖才怪呢 崔子恒摸着自己的大胖脸 也是一脸的无奈呀 怪不得最近几年 你发朋友圈发的少 就是发了也不发你自己啊 何欣平恍然大悟啊 哟 你还真有心啊 天天关注他朋友圈呢 胖子在旁边找到了新的天 何欣平却没搭理他 继续说他的 其实今天看到你 你长胖了 我一点不奇怪啊 真奇怪的是 阿姨竟然没跟你一起 出来让你单独出门了 不容易啊 说完 他还拍了拍 崔子恒的肩膀 一脸的感慨 一车的人听到这话 哄堂大笑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三十八集 对了 司长 你之前不说 你要到我这来当个网管 现在还来吗 给你留了位置了啊 这是方元之前答应的 自然不会实验 还是不了 崔子恒想也不想 一口拒绝了 这刚才夸你断奶了 这舍不得你妈呀 旁边的胖子呀 毫不客气的说着 众人也是皱起眉头来 崔子恒这家伙哪儿都好 就是重度妈宝男 什么都听他妈的 瞎说呢 我是在家找到女朋友了 老家里 嘿嘿 卧槽 哪姑娘口味这么重啊 喜欢小的 掳手一想也不想 脱口而出 崔子恒玩起袖子 就要跟他干架呀 好了好了好了 老师你也不要太过震惊嘛 你都能找到女朋友 对吧 姑娘长得好看吗 正经姑娘吗 何欣平拉住两个人 开始了自己的采访 你这叫安慰我吗 崔子恒一脑袋黑线呢 我这不是担心你 上当受骗吗 众人都开始无嘴偷笑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他这女朋友怎么回事 原来呀 崔子恒闹着要来入市 他妈怎么劝也不听 按他老妈的话来说 在家千般好 出门万事难 哪有待在自己老家舒服呀 但儿子长大了 越来越不听他的话了 于是他妈想一折 三姑六婆找一堆 一个月内给他相亲十几次 没想到 还真碰到一个看对眼的 所以现在你就是撵的走 他也不想走了 只能说崔妈妈 手段高明 等到了产业园区 老远就看到戴晓兰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打扰了 戴晓兰拉开车门 钻进车里 方圆起身把兰才一身边的位置让给他 为了接田瑞云他们几个 方圆特意开的是个七座的商务车出来 因此在机场回家的时候 卢手艺直接把车钥区交给汤志行 让他开车跟在后头 自己也钻到了方圆车里 但学姐 好久不见 田瑞云几个赶紧的 和戴晓兰打着招呼 叫戴姐或者学姐 戴晓兰下意识的纠正 众人文言都乐了 这也是他们对戴晓兰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总是不停地纠正他们的称呼 好像大家又回到了校园时光啊 中午的时候 方圆在家里好好的招待了一下这些个老同学 田瑞云几个也凑到厨房里来帮忙 反倒是蓝彩医带小蓝几个没事 坐在院子里头聊天 方圆看着大家互相拆台互相损 愉快快高高兴兴笑得畅快 他忽然生出了想回学校看看的想法 毕业以后 他是一趟都没回去 方圆提了个意 田瑞云几个也很有兴趣啊 要不然这周末吧 星期天 咱一起回去啊 这个星期天啊 方圆想了想啊 好像除了陪小家伙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 到时候真回去 把小家伙带上就行了 可怕不太好啊 你现在是杰出校友 你回去 我得通知一下杜校长啊 人都跟我提过两次了 卢守义在旁边发言了 那我们下周 等会儿我让采一 跟都校长联系一下 我跟你们俩说啊 下周去学校行 但我们仨不跟你们一起 跟你们俩在一起 我们那就是陪衬了 我不当工具人的 崔子恒在旁边抗议了 对对对 咱分开行动啊 田润云和欣平 觉得也有道理 方圆跟卢守义 那是穷州大学的骄傲 杰出校友 他们这比不了 跟着一起回去 压力太大了 不过你们这两个 杰出校友回去 怎么回报母校 想一想 和欣平在旁边调侃 杜校长希望他们回去 除了是一个 很好的宣传点以外 也是对本校学生的 一个激励 当然最重要的是 希望他们能够 有所回报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这一切都是为了 把穷州大学 建设得更好 不过说真的啊 方圆卢守义 还真挺感谢大学的 但不是感谢 大学教会了 他们什么东西 卢守义感谢穷州大学 让他度过了 人生最美好的四年 方圆感谢穷州大学 让他见到了 人生里的伴侣 但总有感谢 总有感恩的 方圆的厨艺 依旧是好的不行 让人回味无穷 特别是甜胖子 吃的最多 接下来就是 崔子恒 即使方圆烧菜之前 心里有点底 但也低估了 他们的实力 十几个菜 吃得干干净净 特别是甜胖子啊 连菜汤都就着饭泡了一起 给吃了 反正都是知根知底 多年兄弟也不怕丢人 敞开了吃 等吃过饭 方圆 卢守义 何欣平 以饭后要多运动为由 把甜胖子 崔子恒 打发洗碗去了 他们几个 坐在院子 走廊上 喝着茶 笑着食 聊着天 天润云和崔子恒 今天怎么说也是客人 让他们两个去洗碗 真的好吗 蓝彩衣向着屋子里头望了一眼 方圆还没说话呢 卢守义和欣平 异口同声 这什么不好的呀 我们是为了他们俩好啊 太胖了不健康 紧接着两个人贼兮兮 剑兮兮相识一笑啊 带小蓝在旁边也笑了 很羡慕他们几个人之间的关系 对了 蓝彩衣啊 你抽空联系一下杜校长 我们下周回学校看看 我本来是想等你这个月忙完了 下个月再去了呢 这不田胖他们也想回去看看吗 正好就一起了呗 那行吧 等明天上班时候 我联系一下 安排一下行程 反正都得回去一趟 这个月下个月也一样 老月 你准备带点什么回去啊 卢首义开始提问了 像他们这身份 回学校以后肯定呢 要不要捐一些什么 图书啊 书籍对吧 电脑 更直接的呢 捐钱最实在 总得有点表示 这你得问采医 我的钱都归他管 他说了算 说得好听 我就是你的大管家 蓝采医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高兴啊 我之前就准备好了 这次回校准备捐赠三千万 主要是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上学问题 和老宿舍的建设 那这样我就 我就捐个两千万 咱凑个五千万 我没你有钱 卢首义想了想啊 觉得也挺好 你是说的是人话吗 何欣平在旁边是深受打击 不过说到宿舍啊 几个人就忍不住吐槽 穷州靠海 湿气大 宿舍墙上经常潮 墙上石灰大面积脱落 学生没办法呀 墙纸报纸什么的 望上户呗 时间一长 整个宿舍楼啊 显得又破又旧 你说学校还真够抠的啊 咱那会儿都快觉得待不下去了 这么多年了 这新宿舍楼都没修啊 几个人说着话 田胖子崔子恒 洗完碗过来 大家坐在一起 算是真正意义上 第一次促习常聊 等到下午三点多 田胖子崔子恒 准备回酒店休息 方元也没留 接下来时间还多呢 然后戴小兰和欣平 也一起告辞离开了 至于卢首义 家就在隔壁 几步路就回去了 方元今儿忙一天了 这会儿算彻底清静 难得有时间跟蓝采一 靠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 但也就一会儿功夫啊 小家伙就要放学了 方元要去接他 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也一起啊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就不能去接女儿了 蓝采一步满的 在方元的手上轻轻一捏 可以可以 方元一把抓住他的手 拉着蓝采一向门外走 等到喷泉广场的时候 很多家长都在等着了 比上班都准时 见到蓝采一 很多人都很惊奇 特别是灵巧云 表现得很夸张啊 把旁边的泪姐逗得之乐 虽说蓝采一来接孩子 让大家很惊讶 但等到小猪猪下车 见到爸爸妈妈 一起接他的时候 那股兴奋劲啊 什么都值了 老远的就张开了手臂 奔跑过来 一下子扑在蓝采一怀里 在蓝采一脸上 左亲亲右亲亲 显得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这倒让蓝采一感觉有些 不好意思了 反思自己是不是 应该多来接接送送小家伙呀 他的本意是想让女儿 多跟爸爸相处 而不是不想关心小猪猪啊 小家伙一手拉着妈妈 一手牵着爸爸 高高兴兴往家里走 小叔包在他背后 被甩来甩去 能看出来此时 他有多兴奋 但走着走着呀 方圆发现不对劲 小家伙不停地往他这边挤 这才走了多长啊 就给他挤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方圆放快步伐 超过他 调整一下位置 小家伙立刻加速 又朝他挤过来了 方圆算看出来了 小家伙诚心跟他捣蛋呢 就放开他手 直接走在他前头 小家伙也不甘示弱 放开了牵着蓝采一的手 又挤到爸爸身边来 使劲把他往路边上挤 于是你追我赶 这一路上嘻嘻闹闹 方圆不敢使大劲 怕不小家伙挤倒了 但小家伙没这顾忌 不停地用小屁股拱方圆不说 还故意拦在方圆前头 渐渐的呀 方圆就被他给挤到马路边上去了 小家伙兴奋哪得意呀 就在这个时候啊 艾菜跟瑶瑶在后头喊 行行 等等我妈 方圆趁着小家伙回头 一下子跑到前头 这一下子小家伙不干了 直接追上来 抱着爸爸的腿不让走 看着小家伙像个竖篮似的挂在自己脚面上 方圆也不管呢 就这么着 拎着腿继续往前走 小家伙那个开心 觉得这个好玩啊 方圆也不敢走得太快 万一小家伙没把石掉下来咯 很快呀 他们就被瑶瑶跟艾菜给追上了 这俩小家伙跟方圆混熟以后 现在一点不怕的 自然野皮 一个抱着另一只腿 一个揪着的衣服就要望上爬呀 方圆的衣服被三个小家伙折腾得乱七八糟的 就这么嘻嘻闹闹 一直到了家门口才分开 小家伙首先冲进屋里头 习惯性一声大喊 我回来了 没人答应呢 他转过身来迎上爸爸妈妈问呢 爷爷他们呢 又去紫豪哥哥家里了吗 这次不是脑补被大怪兽吃了啊 没有 他们出去转转去了 方圆说着 把小家伙的书包给拿下来 得了 今天爸爸有两个朋友过来 给你带了礼物 方圆指了指茶几上 那两个包装盒 礼物 小家伙一听了 立马就跑过去了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老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宇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三十九集 礼物呢 是田胖子崔子恒带过来的 方圆也没想到 他们会给自己女儿买礼物 虽然今天他没见到小家伙 但是礼物是留下来 两个礼物都用包装纸包好了 显得相当精美 看来两个人商量过 要不然不可能都给包装了 田瑞云送的包装大 崔子恒送的包装要小一些 方圆也没拆开看 也没问世什么 不外乎是小孩礼物嘛 小家伙先看看大的 没有看看小的 最终想了一下 嗯 先拆小的 等撕开包装纸 里面是个盒子 盒子上头印着一个小鸡 还有几个字 叫宠物之家 小家伙呢 不认字 就觉得上头这小鸡勾勾很可爱 有些迫不及待的想打开 但这包装的有点结实 左爸爸又扣扣硬是打不开 小家伙急了呀 爸爸 他抱着盒子 走到方圆跟前 让爸爸帮忙 方圆借过盒子来 拉着他 重新到了茶几前头 帮他打开 打开里面呢 是个粉色的盒子 造型有点像是野餐篮子 再把这个盒子打开呢 里面是小鸡屋 有枣盘 有马桶 有鸡草 还有一个橘黄色的小鸡 毛茸茸的 特别可爱 小家伙见了一把把他抓起来呀 这小鸡立刻就发出了啾啾啾的叫声 哇 好可爱的小鸡呀 小家伙把小鸡捧在手里开心极了呀 方圆翻了一下说明书 然后让小家伙把小鸡放在鸡窝里 立刻响起了睡觉声 放在澡盘里就会响起洗澡声 放在马桶上就会响起马桶冲水的声音 这把小家伙乐的呀 那个大的要爸爸帮你打开吗 方圆指了指田瑞云送的那个 嗯 爸爸帮我打开 这个时候蓝彩一也好奇坐过来了 方圆撕开包装纸 就看盒子上映着一个精美的上下三层的娃娃屋 哇 小房子呀 小家伙看到这图案就喜欢呀 上下三层的别墅特别的精美 关键里面还摆放着许多的小兔子玩偶 好像是个兔兔之家 这让喜欢小兔子的小家伙一下就喜欢上了 爸爸 这上面的字是什么 小家伙指着几个字问呢 这叫仿真木质娃娃屋 蓝彩一在旁边跟他讲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方圆把盒子打开了 里面不是拼好的娃娃屋 而是各种各样的配件 小家伙往里看了一眼有些失望啊 失望啊 自己拼才有意思 爸爸妈妈一起帮你拼好 好不好 方圆翻出里面的图纸 好 小家伙听说爸爸妈妈一起帮忙也来了兴致 根据图纸 先把里面的底座拿出来 这就相当于修房子的地基 然后是各种的零配件 不同的零配件 有不同的包装袋 上头还有数字编号 只要根据图纸提示 很快就可以拼坐起来 小家伙先是把那一代 巴掌大的小兔子玩偶抓在手里 这个娃娃屋啊 比上次掳手一送的那个塑料巴比娃娃屋精致多了 光是零件就四十多种 还不包括房屋的主体配件 整个屋子分三层 高七十多厘米 客厅卧室 厨房宇室 一应俱全 除此以外啊 房子的窗户 门 天窗 还都是可以打开的 做得特别的精致 那至于家具那就更多了 从卧室到客厅 现实里有的 零配件里都有 缩小版的床啊 柜子 电视 甚至小马桶都特别的精巧可爱 小风扇 小洗衣机 不但能打开转洞 还可以排水 至于灶台 微波炉什么的 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送的五个小兔子玩偶 有大有小 分别是兔妈妈 兔爸爸 兔哥哥 兔姐姐 还有兔弟弟 一家人整整齐齐 说是三个人齐心协力啊 实际上 方圆一个人把屋子拼好以后 小家伙眼里已经没有小气了 全被这个娃娃屋给吸引了 真是太漂亮 现在孩子的玩具 都这么精细的了吗 旁边蓝彩衣都忍不住感慨啊 这样的娃娃屋 完全可以放在橱窗里 做装饰品啊 小家伙对这个娃娃屋 也非常的满意 左看个右瞅瞅 还把自己的小相机 跟小娃娃拿出来 给他们摆姿势拍照片 看他这么专注 方圆也没管他了 打电话问了一下 方爸爸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就开始忙碌操吃晚饭了 人生就是一趟 关于吃的旅程 吃了早饭吃午饭 吃了午饭忙晚饭 蓝彩衣到院子里 给家里几个小动物喂食 给花草浇水 方圆在厨房里啊 忙活好了 出来就看小家伙 吃力的抱着他的娃娃屋 准备要往外跑啊 你干嘛呀 方圆奇怪了 小家伙听到这声音 立马顿住 回过头来 顿着方圆黑黑傻笑 方圆皱着眉 过去严肃的问他 你想干什么呀 见到爸爸严肃起来了 小家伙有些害怕 他小声地说着 我去找艾菜和养药啊 你出门 不告诉爸爸妈妈一声吗 方圆脸色阴沉啊 我有说呀 是你们没听见 小家伙声音更小了 我们没听见 你就可以私自跑 我要给你们写留言 小家伙仰着脖子呀 见方圆板着脸 眼睛瞪着他 吓得赶紧又低下头 拿给我看 方圆伸手 把他怀里的娃娃屋 接过来 看着小家伙抱着也吃力 哦 小家伙乖巧答应一声啊 然后跑到茶几上 拿出一张他用A四纸画的画 上头画着一个小女孩 旁边呢 还有一个小房子 然后一条弯弯曲曲的路 在路的一左一右 分别有一个小女孩 他还标了个箭头 还跟个地图似的 方圆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时候蓝仔翼也从院子里进来 见到方圆一脸的严肃 忍不住问他 怎么了 是不是心情又调皮了 何止是条皮 方圆把手上的画纸 递给蓝仔翼 这是什么 画画有进步哦 小家伙的不好意思 还笑了 他刚才 自己偷偷要去找爱才跟瑶瑶 这是他留的留言 蓝仔翼听到这话 脸上笑容立刻美了 把画纸往桌上一拍 转身就走 老婆干嘛呀 脚棍子 小家伙听到这话愣住了 吃惊的看着方圆 你别看着我 你妈妈要打你 我也没办法 方圆双手一摊 表示爱莫能助 小家伙 扁着嘴的就快哭哭了 转身就往楼上跑 想想又觉得不行啊 吊头往院子里跑 你干嘛呀你啊 我当然要躲起来呀 小家伙这语气里啊 都带上哭腔了 你躲起来 你妈妈就不打你了 小家伙想了想啊 小圣子说 打 他不就对了你 你躲起来也得爱打 你躲他干嘛呀 早打早了事 这小家伙这委屈模样 方圆倒是有些不忍心了 但不能不让他吸取教训 只能强忍着 不跟蓝彩衣求情 那我不躲 妈妈就不打我吗 小家伙一脸期待啊 打 那我为什么不躲啊 小家伙说着转身就跑啊 蓝彩衣不一会儿就回来了 手里拿着方妈妈晒被子用的腾拍 腾拍这东西知道吧 树藤做的 不过现在市面上也有塑料的 拿了呀 拍打亮晒的被子用的 见蓝彩衣拿着这个 方圆有些担心了 不用拿这个吧 这一下子 屁股都开花了 上次他私自跑出去 怎么跟我保证的 不打不长记性 但是他 没什么但是 他人呢 蓝彩衣打断了方圆的话 方圆指了指院子 蓝彩衣拎着腾盆就找过去了 你乖乖给我出来 我打轻点 要是躲着 等我找到你 非把你屁股打开花不可 蓝彩衣人还没到院子里呢 声音就已经过去了 但小家伙呀 一点声音不敢发出来 方圆有些无奈的跟过去 等快出院门的时候 想了想终究没出去 他怕自己不忍心 忍不住为小家伙求情 私自往外跑 这习惯不好 特别他还小 不让他长些记性很危险 上次在北京 差点就走丢了 被人贩子拐跑 虽然方圆也知道 外头梁飞白他们在 肯定会保护小家伙 但这个习惯 不能让他养成 方圆虽然站在屋子里头 还是忍不住 透过玻璃门往外看 小家伙毕竟是小孩 没两下功夫 就被蓝彩衣逮着了 不过呀 他躲在滑滑梯旁边 那个塑料小屋子里头 小屋子太小 他又把门给关上了 蓝彩衣食他也进不去 塑料小屋子里 有个小窗口 上头有个小台 给小朋友办家家酒用的 可以在这个窗口卖东西 现在母女两个 一个站里头 一个站外头 正在谈判呢 快点给我出来 我打轻点 蓝彩衣用藤拍 拍的台子啪啪响啊 我 我不出来 出来你会打我 啪啪 小家伙这还没挨上 就已经先哭上了 那你就不要出来 我看你是不是不吃饭 不喝水 蓝彩衣生气啊 我 我 小家伙那叫个委屈 我他半天也没我个 所以然了 看着小家伙哭得伤心 蓝彩衣自己其实也不忍心 但你不忍心也得教育啊 上次在太老爷家里 你跟我怎么说的 怎么保证的 这才多长时间 你就忘了 上次由你爸爸求情 并且保证下次不会了 所以我饶了你 这次怎么回事 你是说话不算话的 坏小孩吗 我不是坏小孩 小家伙闻言 他哭着大声说着呀 不是坏小孩 就要说话算数 你快点给我出来 蓝彩衣又用腾拍 在台子上拍了两下 小家伙畏惧的往后退了几步 嘴里就开始大声的喊 爸爸 刚才蓝彩衣的话提醒他了 他想喊爸爸过来 帮他求个情 喊爸爸也没用 方圆 我跟你说 你要是敢过来 我连你一起揍 蓝彩衣回过头 我来瞪了一眼 从门里走出来的方圆 方圆 那也只能对着小家伙 探了探手啊 你听见了 我也没办法 你自己出来 跟妈妈承认一个错误 让他揍你两下屁股 让他消消气 什么叫我消消气 我打他不是因为我生气 是因为你犯错了 蓝彩衣温言不高兴了呀 是是是是对 是我说错了 是我说错话了 蓝王出来 你轻轻地打好不好 小家伙可怜兮兮兮的呀 可以 只要你承认了错误 妈妈就打轻点 蓝彩衣点点头 打不是目的 主要是要让孩子记住 记住了不打都行啊 你打几下 你小家伙开始讨价还价了呀 五下 蓝彩衣很无奈 只能强行板着脸 七下行不行 看来是真的要打七下 才学的 怎么又忘了 好 我打七下 你现在给我出来吧 晓妮他们回来再打 行不行 小家伙 大眼睛转了转 固然呢 多了个新体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老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与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四十几 小家伙会使小伎俩了啊 还想拖到爷爷他们回来再挨打 那会儿一群人拦着 他就可以不用挨了呀 不行 蓝彩衣板着脸沉声说着 我吃过饭饭再打 行不行 小家伙又开始了呀 苍元在旁边无语了 蓝彩衣已经不耐烦了 小家伙这是想耍赖呀 蓝彩衣再次敲敲台边 别说这些没用的 快点给我出来 早打早了事 我不说这些没用的 你不要干我去的事情行不行 小家伙小声地哽咽着问他呀 你以为妈妈想啊 谁让你不听话的 蓝彩衣很生气 快点给我出来 你再不出来 等会儿我就打重点 并且多打几下 那 好吧 小家伙小心翼翼地 把门给打开 畏畏缩缩地跑了出来 现在知道害怕了 你要是自己跑出去 遇到坏人怎么办 坏人把你抓走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蓝彩衣把他拉过来呵斥他呀 说着说着 自己眼眶也红了 一想到小家伙被坏人抓走 再也见不到小家伙 他心里也堵得慌啊 伸手就准备打小家伙屁股 但想了想啊 又换了一头 腾拍的受力面积太大了 换成了手柄的位置 蓝彩衣还没打下去呢 小家伙哇一声就哭起来了 还哭 知道错了没有 蓝彩衣手高高举起 轻轻拍下 也不敢太用力 太用力怕打伤他了 但也不能太轻 太轻了 这教育就失去意义了呀 这下子小家伙感觉到疼 哭得就更大胜了 知道错了没有 蓝彩衣打一下 问你一下 妈妈 对不起 我错了 小家伙边哭边回答 这时候 哪还有不承认错误的呀 下次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不敢什么 不敢一个人出去了 方圆在走廊上 那看得叫个心疼啊 他想过去吧 又怕坏事了 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我们回来了 就在这时候啊 客厅里传来了方爸爸的声音 方圆回身还没进屋呢 方爸爸先是怒气冲冲寻声过来了 怎么回事啊方圆 怎么又给欣欣搞酷了 不是 什么叫幼啊 等方爸爸看到院子里头 蓝彩衣正在用腾拍打小家伙屁股 立刻扒了开方圆啊 哎呦彩衣啊 这干嘛打孩子 这有话好好说嘛 说着人就往那走 结果呀 被后面上来的方妈妈一把给拉住了 你拉着我干嘛呀 方爸爸回头不满意了 彩衣教育孩子 你凑什么热闹 方妈妈瞪她一眼 可是这个 没什么可是 你给我闭嘴 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彩衣教育孩子的时候 我们都不准多嘴 那是她女儿 她还能无缘无故地打她呀 方妈妈说着 就看向了方圆 方圆只能把事情一五一十地 说了一下 这下的呀 方爸爸不作声了 但仍旧啊 忍不住小声嘀咕 打一下就行了嘛 你打那么多下干嘛呀 老爷子跟蓝妈妈 听了事情的经过 虽然是小家伙犯了错 但小家伙这哭声啊 依旧哭得他们心疼得厉害 彩衣 教训一下就行了 她已经记得了 蓝妈妈忍不住说情了呀 对呀 彩衣啊 这孩子哭伤了可怎么办呢 行了吧 就到这儿吧 老爷子也说情了呀 小家伙一听老爷爷外婆帮他说情 那哭声就更大了 觉得自己更委屈了呀 蓝彩衣气的 一腾盘拍的旁边的滑滑梯上 我教孩子的时候 你们别插嘴 要不就你们来教 看着蓝仔一怒气冲冲这样的 老爷子跟蓝妈妈都乖乖闭嘴了 随便你 随便你 蓝妈妈有些无奈地搀扶着老爷子 把他拉回屋子里头 眼不见为净 本来大声抹着眼泪的小家伙呀 这会儿哭声都小了 妈妈好凶哦 老爷爷跟外婆都没办法 他小孩啊 还是乖乖的好 说打七下呢 真的打了七下就打完了啊 蓝彩衣把腾盘放下 把小家伙搂在怀里 又跟他好声安慰 就跟他说道理 小家伙渐渐止住哭泣 时不时的哽咽呢 这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了 蓝彩衣扒开的衣服一看呢 白白嫩嫩的小屁股都红了 也跟着难过呀 小家伙见蓝彩衣也跟着伤心 心里就更觉得是自己不对了 妈妈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一个人跑出去了 我跟你保证 我们拉钩好不好 妈妈相信你 蓝彩衣听到这话呀 笑着在小家伙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认认真真地和他拉了个勾 妈妈 我不是坏宝宝 小家伙搂着妈妈的脖子小声地说 妈妈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蓝彩衣 捋了捋小家伙有些凌乱的刘海 小家伙笑着高兴啊 虽然脸上还挂着泪呢 好了 我们回家吧 让爸爸给我们做好吃的好不好 蓝彩衣站起身来 啊 小家伙高兴答应 然后两个人手拉手 向着礼物走 方爸爸见小家伙不哭了呀 立刻迎上去 但又被方妈妈一把给拉住了 你这又拉着我干啥呀 这事就算过去了 你不要再心性跟前提 你别说什么安慰的话 方妈妈认真地说道 这又为个啥呀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你还是去给老爷子泡杯茶去 方妈妈在他肩膀上推了一把 方爸爸也没再多问 就带着一会给老爷子泡茶去了 方爸爸是被拦住了 但方圆迎上去了 主要是把那藤拍拿回来 拦才一望嘛 爸爸 见到方圆 小家伙委屈地叫了一声 好了 妈妈说的话你要记住 你是想去找艾菜跟摇玩 对不对 但是你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爸爸妈妈也会让你去的 对不对 方圆摸了摸小家伙的小脑袋 小人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了 进屋去 让妈妈给你洗个脸 都成小花猫了 方圆捧着小家伙的小脸蛋 这小家伙 眼泪抹得一脸都是 黑一道白一道的 方圆跟小家伙说完 看蓝彩一眼筐也红红的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是真的打在你身 痛在我心呢 你也别难过了 进屋吧 等一下呢 跟妈跟老爷子道个歉 你刚才那态度可不太好 知道啊 蓝彩一也觉得自己有些委屈啊 教孩子最怕的就是求情 意见不统一 求情通常导致 一场好好的教育变得毫无作用 意见不统一会造成孩子 对对错的认知发生错误 好了 进去吧 我把那藤牌拿回来 晚上给你们烧好吃的 好吧 方圆在身后啊 摸了摸蓝彩一的脸颊 低头对着小家伙说道 好 小家伙高兴啊 小孩嘛 哭得快 笑得也快 等方圆把藤牌拿回家 小猪猪一个人又兴高采烈的 开始玩他的娃娃屋去了 而蓝彩一啊 正在跟老爷子蓝妈妈说着什么事情 方爸方妈也坐在一边听着 看他们的样子不像生气了 方圆也就没管他们 回厨房做饭去了 不一会儿啊 蓝彩一就进来了 嗯 饿了 稍微等一会儿啊 马上就好了 不是 我想跟你说说话 蓝彩一有些不开心啊 怎么了 方圆放下了手里的活计 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打宝宝啊 事不都过了吗 你 怎么还纠结这个问题啊 方圆把手洗干净 甩了甩擦了擦 过来搂住蓝彩一 他长这么大 我就没打过他几次 每次打他过后 我都很自责 可是 好了你不用说了 大孩子虽然说 不是什么正确的教育方式 但有的时候 用意用意 无可厚非嘛 他还小 好多道理 你跟他讲他不懂 你说了也没用 偶尔打打他 也可以的 方圆轻轻拍着蓝彩一的背 真的 蓝彩一嘟囔着嘴啊 这个时候 他反倒像个孩子 其实道理他都懂 不然也不会去打女儿了 他不过是想找一个人 认同自己而已 好了 你去休息一会儿 晚饭马上就好了 等会儿吃饭 方圆说着 在蓝彩一嘴唇上 亲了一口 妈妈是我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家伙跑到厨房门口 气鼓鼓地插着腰 你他是吧 他是我老婆好不好 方圆搂着蓝彩一啊 紧紧地让蓝彩一贴着自己 小家伙生气跑进来 挤在两个人的中间 他把方圆给推开 把蓝彩一护在自己身后 是我的 对 我是宝宝的 蓝彩一把手 搭在小家伙肩膀上 得意地说着 那 是吧 那晚饭是我烧的 你别吃啊 你也是我的 小家伙 一下子愣住来 接着就抱着方圆的腿 你这个小家伙 什么都是你的是吧 方圆揉了揉他的脑袋 那是当然 爸爸是我的 妈妈是我的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老爷爷老奶奶 小家伙没完没了了 念经一样不停地念呢 好了 赶紧出去 马上吃饭了 方圆打断了他的念头 要不然他不知道 要说到什么时候去了 好了 不要打扰爸爸做饭法 蓝彩一也知道 让他再说下去 晚上就别想吃饭了 等吃过晚饭 小家伙再次表示 想把他新收到的 娃娃屋带出去 可以带出去 但是外面黑 里面配件有多 弄丢了就找不到了 爸爸不给你买新的了啊 方圆首先跟他说好 听到爸爸这么一说 小家伙又有些犹豫了 你可以把你的小鸡屋带去啊 那个也好灵 蓝彩一在旁边给他提醒啊 你要不真想带娃娃屋啊 你其实可以邀请 艾菜跟瑶瑶到家里来玩啊 小家伙听方圆这么说啊 也没再坚持 他无非就是想找艾菜跟瑶瑶 一起分享啊 把他们叫过来 也一样 而且小鸡屋拎着更方便 盒子上还有一个小把手 就跟野餐篮子似的 拎着就能走 每天晚上的六点到九点 整个小区最热闹 开始的时候是 孩子们聚集在一块玩 后来就来了 跳广场舞的阿姨 渐渐的呀 大家都形成一个习惯 吃了晚饭以后 去广场上溜达溜达 这也使得原本比较冷清 焦急较少的小区诸呼嘛呀 关系反而变好了 今天晚上广场上人格外多 张虎 善天云这两个 经常出现的不用说了 小胖子的爸爸杜宇棠 小卷毛的爸爸关玉山 甚至苏圆圆的爸爸苏自强 魏肖双的爸爸 魏良才竟然全都在 上次人这么骑的时候 还是平衡车大赛了 这群人呢 正围着一起啊 聊着什么呢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四十一集 都聊什么呢 方圆好奇走过去 大家见到方圆都很热情和他打招呼 村人怎么这么近 商量好了 这还真不是 大家也都凑了巧了 关玉山笑着说道 想看你们这些大忙人凑到一起 那不容易啊 方圆开了句玩笑啊 方总这是在埋态我们不是啊 我们算什么大忙人啊 跟方总比不了 杜宇棠笑了呀 你们可都是大老板 有机会带着小弟发个财啊 张虎在旁边看似开玩笑的说着 不过说真的 张虎虽然名气挺大 但在财势上 在座的哪个都比不上 这你就得找咱们方总了 闪天云笑了呀 行啊 那可以的呀 有机会可以合作呀 方圆笑了呀 他后面要做的事很多 只嫌人少 不嫌人多 至于发不发财 敢第一个吃螃蟹 那肯定亏不了 那可就多谢方总了啊 张虎文言有些惊喜啊 他本来只是开了句玩笑 没想到 收获意外之喜 这下子众人反倒羡慕呀 方圆的事业有多大 众人心里都清楚 不过他们也没有 一下子立刻跟风 都说代代的这种傻话 扫了大家的兴致 对了 我听我家小胖子说 你女儿跟他约好了 希望我们两个一起 给他们弄一桌大餐呢 方总啊 什么时候有空 咱合力满足 小家伙们这些愿望啊 杜宇棠岔插开话题 嘿 还有这事啊 方圆看了眼 正在和小朋友 嬉闹的女儿啊 对呀 听我儿子说呀 你做的丸子特别好吃 跟你取取经啊 杜宇棠笑的呀 其实他是心里 有些不太服气 做菜 他是认真的 也是专业的 怎么能比不过 一个业余的呀 但老婆儿子都说 方圆做得好 他这 想不过呀 没尝过 没有发言权 行啊 只要是休息日 我都有空 那就 这周六怎么样啊 杜宇棠一拍手掌 周天吧 周六有点事 行 那就周天了 哎 哎 你们能不能不这样啊 把我们也带上 给我们也尝尝 这两位大厨的手艺啊 这费用算我的啊 管宇山在旁边 好爽的说着呀 关总啊 你这就不地道了啊 这两位能劝你这几个钱啊 非用我包了 我那儿还珍藏了几瓶好酒 那都贡献出来吧 山天云在旁边笑着呀 然后魏良才 苏自强 张虎都嚷嚷要参加呀 见大家都要参加呀 方圆笑了 那这样大家都来嘛 上次小家伙他们聚餐的时候啊 约了 以后每个月轮流聚一次 却我这没下文了 不如这次就搞个大聚餐算了 哎 我看行 这回到我家了 我找几个徒弟打下手了 杜宇堂一拍他大肚皮呀 嘿 那我把食材准备了 关宇山出声了 呦 你这是看不起我呀 杜老板还不高兴啊 就是啊 堂堂云堂大酒店的老板 能让你准备食材这边打他脸吗 山天云笑了 嘿 看我这脑子 关宇山一拍后脑勺 显得很真诚啊 但咱们总不能这 白吃白喝不做贡献吗 我反正带几瓶好酒去 倒说 大伙一起尝尝 山天云首先开口了呀 这也是他聪明之处 到他们这位置 只要是喝酒的 谁还没几瓶好酒啊 所以他先开口了 听他们这么一说呀 其他几个人皱眉 思考自己得做点什么贡献呢 方元杜宇堂他们商量好 星期天张成以后又开始闲聊 但他们最感兴趣的呀 还是问大白什么时候才正式发售啊 等好久了 说到这儿 山天云就得意了呀 上次他直接找方元搞了个预约码 收到货以后没把大白放假里 放在他总店里当宣传用 还别说啊 因为大白存在 这几个月总店生意都好不少啊 哎呀 早知道这样 哎 我们几个说什么厚着脸皮 也得找方总要个预约码呀 杜宇堂懊恼啊 上次我在朋友那见一台 他跟我嘚嘴 但是我跟他那大白试着对话 真的智能啊 方总啊 我这个做建筑行业的 你说这个大白以后 能不能替代工地的这个工人呢 关羽山不会是搞房地产开发的 直觉敏锐 首先就考虑到人工上去了 方元笑笑没作声 大白的推广目前只集中在 高危行业和娱乐之用 虽然重复劳动很简单 但事关民生设计 要一步一步来不可操之过急 为此上面正在和芳兰集团研讨 关于大白开发销售推广的问题 还特别组建了一支顾问团队 不过现在大白在网络上 确实真的超级火 捧红了不少的网红 同时也是因为他们 让更多的用户 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大白 等四月份大白正式发售的时候 肯定会大爆 关于山看方元没回答他 也没继续问 这天晚上 小家伙少有的 没跟外婆一起回去睡 蓝彩一打了 他一顿两个人感情变好了 一晚上小家伙都黏着他妈妈 见小家伙这样 蓝妈妈也没辙 只能把他留下来 今晚他就跟方元他们睡 等方元洗完澡回到房间 小家伙呀正确是屁股在床上翻跟斗 蓝彩一靠在旁边拍手 我给他加油鼓劲 把屁股给爸爸看看 看肿了没 方元在床檐上坐下来问他呀 那怎么行呢 你是男孩子 我是女孩子 你怎么能随便看我的屁股呢 小家伙捂着自己的屁股 很惊讶呀 对啊 怎么能随便看人家女孩子屁股呢 蓝彩一把小家伙搂在怀里 好好好 那你现在觉得屁股还疼不疼啊 不疼了呢 妈妈打了你几下呀 七下 七下是几下呀 七下是 这么多 小家伙先伸出一只手 又伸出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 看来没打傻 还会数数 那五下是多少呀 方元笑着问他呀 小家伙立刻收回两根肥嘟嘟的小手指头 那是五多呀 还是七多呀 方元憋着笑啊 小家伙愣住了呀 也反应过来了呀 看着伸出来的小手 再把刚才收回去的两根手指头伸过来 又收回去 再伸出来 妈妈 小家伙仰着脖子 脸上有疑惑 有委屈 有生气 方元还是第一次看小家伙脸上这么多情绪一起浮现呢 不要看我 是你自己要求打七下的 妈妈只是按照你的要求打的而已 小家伙低头 看着那两根伸在空中的手指的 他愣住了呀 小家伙常常叹了一口气 方元跟蓝太医对视一眼忍不住报笑啊 哼 坏爸爸 小家伙生气把方元扑在床上 骑在他肚子上伸手在他身上乱挠 挠得痒痒 哎呀呀 是你妈妈打你的 你挠我干嘛呀 方元被他小手挠得笑得停不下来呀 你不是说妈妈是你老婆吗 小家伙停下手来问他呀 是我老婆呀 怎么了 他是你的 我当然找你了 小家伙说得理所当然的 说完继续挠 蓝采一文言笑得比方元还厉害 方元只能大声求饶 小家伙这才放过他呀 所以小朋友要好好学习 多学知识才可以呀 今天是不是被多打两下 就是因为你数学不好 等闹完了呀 方元还趁机教育小朋友 小家伙点了点头 深有同感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看来还是要好好学算术 不然下次又被多打了怎么办呀 方元没再说他犯错的事 就此结束话题 岔开话题换了个事情 你是不是跟杜天昊哥哥约好了 让我跟他爸爸一起给你们做大餐呢 对呀 杜天昊哥哥说 他爸爸烧的肉肉可好吃了呢 说到这个小家伙不困了 精神来了 这件事情 你不应该和爸爸商量一下吗 为什么 还为什么 你让爸爸给你们做好吃的 不应该先找爸爸商量一下呀 可是 爸爸是我的呀 好了呢 好了呢 不要那么想起 小家伙看着方元郁门的样子呀 凑过头来 在方元脸上呱唧一口 小家伙 方元有些无奈地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 脸上确实露出了笑容来 蓝仔翼也在边上哭笑不得 这小家伙真是他爸爸命里的克星 把方元吃得死死的 你既然答应人家了 就要说到做到 今天晚上我跟杜天昊的爸爸商量了一下 这个星期天我们弄个家庭聚会 方元把小家伙抱到自己腿上 真的吗 小家伙听到这话高兴了 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当然是真的 我还能骗你啊 是跟上次一样吗 安餐姐姐 杨杨和小山姐姐 他们都会参加吗 小家伙兴奋啊 你可以邀请他们呀 方元用自己的额头 顶在小家伙的小额头上 好的 我还要邀请豆豆 子昂哥哥 小家伙高兴啊 使劲顶着方元 想把方元给顶倒 今天晚上我看你们那么多人围在那里聊天 就说的是这事啊 大家都会来吗 对 就这个事 小家伙趁着方元回答问题一使劲 把方元顶倒在床上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啊 我赢了 高兴得又蹦又跳啊 好了 睡觉了 兰彩一把把他抓住 小家伙文言乖乖的躺在妈妈身边 看来今儿啊 被打了一顿 格外的有笑 特别听话 星期六的早上 宁宇婷一家很早就起床忙活了 瑶瑶从床上醒过来 发现妈妈没在身边啊 揉了揉眼睛 自己从床上爬坐起来 然后抱起陪自己睡觉的 橘黄色的长颈鹿玩具下了床 她揉着自己有些迷迷糊糊的眼睛 出了房门 轻轻唤了一声 妈妈 但没人答应她 她摇摇晃晃下了楼 见到外婆在客厅里 小声喊了一声啊 外婆 夏友琴闻声回过头来 见孙女站在门口 赶紧迎上去呀 小宝贝 起床了 来 外婆帮你换衣服 夏友琴拉着她往回走 妈妈呢 小家伙乖乖跟着外婆呀 妈妈和外公正在厨房弄午饭呢 午饭 瑶瑶看了一眼窗外 她有些疑惑呀 现在不是早上吗 我才刚起床 早饭都还没吃 为什么弄午饭 今天中午 方叔叔和蓝阿姨他们来我们家做客哦 外婆笑着呀 前些天 女儿跟她说要给孙女儿找个干把干妈 他们还有些担心万一找个不三不四的呢 听说是方圆跟蓝彩一样 两口子松了一口气呀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蓝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与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四十二集 老两口一听是方圆跟蓝彩一松了口气呀 这两夫妻呢 人好 又有本事 瑶瑶认他们做了干爹干妈呀 是瑶瑶的福气 方叔叔蓝阿姨 那欣欣妹妹也来吗 瑶瑶听到这个消息 好开心呐 想来想立刻出声问着 当然也会来 到时候你们一起玩 夏友琴小咪咪地说着 好 外婆 我们快点去穿衣服吧 要不然欣欣一会儿就来了 哪有那么快 现在时间还早呢 可是小孩的 哪听得了这么多呀 已经迫不及待了 今天是个大日子 宁宇婷老早给女儿准备好了今天的衣服 一件天蓝色的短袖连衣裙 腰上还有个带子 斜斜的系了个蝴蝶结挂在腰上 蓝色的裙子上还有很多的金色的小点 像是夜空里的星星 随着瑶瑶的走动 还一闪一闪发着光 瑶瑶自己也被惊住了呀 喜欢高兴在走廊里来回奔跑 使得裙摆像是流光一样在家里闪烁 夏友琴站在房门口 看着像是精灵一样的外孙女 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瑶瑶 你起床了吗 从厨房里出来的宁宇婷听到声音 冲着楼上喊了一声 妈妈 听到妈妈的声音 瑶瑶从楼上冲了下来 慢一点 小心摔倒 妈妈 我好看吗 可这话音才刚落呀 女儿已经跑下来了 瑶瑶站在宁宇婷面前 转了个圈 当然好看啊 我的小宝贝是最好看的 宁宇婷伸手 把她满头的金发往后理了理 你 听到妈妈夸奖自己 瑶瑶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伸手 拽了拽宁宇婷的一脚 示意她弯下腰来 宁宇婷还以为要跟自己说话呢 没想到啊 女儿啪唧一口 吻在自己脸颈上 谢谢妈妈 谢为什么 谢谢妈妈给我买这么好看的裙子 不用谢 因为你是妈妈最爱的小宝贝 妈妈当然把你打扮成最漂亮的小孩 走 妈妈帮你把头发梳起来 宁宇婷边说着话 便把她拉到了洗漱间 宁宝起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母女二人的互动 心里啊 有着说不出的感动和温馨 唯一觉得有些不完美的 就是还缺个男人 瑶瑶的头发是非常纯正的金色 而不是那种蛋黄或是沙色的金发 特别是在阳光底下 真的会一以身辉的 据瑶瑶的爷爷说呀 他们的祖先是北欧人 有北欧血统 只是在很早以前呢 搬到了西欧 在英国定居了 宁宇婷并不是直接把女儿的头发 扎成一个马尾辫或是麻花辫 而是先把头顶的头发固定 两边的头发梳成两股麻花辫 然后交错固定在扎头发的发际里 再配上三叶草的头绳 完美 瑶瑶看起来就像是森林里的金灵公主一样 瑶瑶觉得自己都美呆了呀 忍不住在镜子前头左瞧瞧右瞧瞧 平时宁宇婷很少给她这么打扮 毕竟美是美 但太费时间了 而且小孩上幼儿园 没必要搞这么华丽 这么漂亮 简简单单就挺好 很多喜欢给孩子打扮的家长 等上了幼儿园以后就发现 这老师要求孩子呀 尽量简单 头发简单扎马尾最好 鞋最好是不系鞋带的衣服 最好是不带扣子的 因为搞得太复杂 孩子弄乱以后自己也弄不好了呀 最后的最后 还得老师来帮忙 一个孩子没关系 个个都这样 老师就忙不过来了 看着女儿在镜子面前臭美 宁宇婷嘴笑着呀 你现在可是最漂亮的小孩 所以等会儿玩耍的时候 可不能把头发和裙子弄脏 弄乱哦 好的 小家伙干脆地答应 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美貌里 难以自拔呢 可等到刷牙的时候 妈妈提醒他 别把牙膏弄到衣服上了 吃早饭的时候 外婆提醒他 不要把饭饭弄到衣服上了 玩耍的时候 外公提醒他 别把衣服弄脏了 头发弄乱了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 当一个漂漂亮亮 美美丽丽的小孩 真的好难啊 摇摇无聊地在家里 把他的尖角猪捏得嗷嗷叫 终于还是忍不住 跑到厨房里问宁雨婷 妈妈 星星妹妹什么时候来我们家呀 快了快了 你别再问了 妈妈已经跟你说了好几遍了 可是 我已经有点等不及了呢 我想跟星星妹妹一起玩 是吗 星星妹妹也一定想跟你玩 等我把手上的这点事干完 我们一起去星星家里 邀请他们好不好 好 瑶瑶答应一声 又把手里的尖角猪捏得嗷嗷的 别捏了 别捏了 你不觉得这猪叫得很烦人吗 你说你外公也真是的 干嘛买这样的玩具 宁雨婷有些无奈啊 我不觉得 妈妈越这么说 瑶瑶越捏得厉害 你跟妈妈捣蛋是吗 看妈妈的厉害 宁雨婷对着瑶瑶 一弹湿漉漉的手指 水珠见到她脸上 引起小家伙一阵惊呼啊 然后第一反应 赶紧低头看一下 自己的漂亮群群 有没有被弄脏啊 然后瑶瑶就开始反击了 一时间母女二人闹成一团 厨房里啊 全是他们的笑闹神 你说你是一大清早的 头也不梳脸也不洗 玩具搞得到处都是 你想干什么呀 方圆看着小家伙 把玩具丢得满沙发都是啊 想玩 那你也该把头给梳了 洗过脸了你再过来玩啊 我要是先洗脸 再玩玩具 等吃早饭的时候 你们肯定会让我再洗手说的 我先玩玩具 再洗脸 这样就可以直接吃早饭了呀 你聪明件都用在偷懒上了 是吧 像谁啊 我小时候怎么就不像你这么懒呢 方圆一脸嫌弃 这时候懒彩衣正从楼上下来 妈妈 爸爸说你懒 哎 小孩你不能胡说八道啊 我才没有胡说八道 那你告诉我 我什么时候说你妈妈懒了 我是你和妈妈的爸爸 你说我懒 不像你小时候 那自然是像妈妈咯 方圆有些无言以对啊 这个逻辑 很通畅啊 但是我没有说你妈妈懒啊 那是说谁 你是爷爷奶奶的爸爸 妈妈是外公外婆的爸爸 你是说爷爷奶奶了 还是说外公外婆了 小家伙立刻开口了 蓝采一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站在楼梯口也不说话 就那么抿着嘴 看着方圆 看他的笑话 正在看报纸的方爸爸 也透过报纸的缝隙 把方圆给看着 要方圆敢说像他 估计他立马能跳起来 那 像我 不像你像谁 蓝采一走过来 在方圆胸口捶了一拳 娇声说着 像我 那就像我 爸爸是大懒虫 小家伙一生欢呼啊 打败了爸爸高兴 那你就是个小懒虫 大懒虫 小懒虫 大懒虫 小懒虫 好了 你们两个都给我省点力气 你过来 妈妈帮你梳头发 你 也给我刷牙洗脸去 蓝采一被他们一人一句 吵得头都大了 出声打断两个人 呵斥他们不准闹了 嗯 两个人乖乖怨怂 特别是小家伙走过来 拍了拍方圆的腿 摇了头 深深叹了一口气 唉 你这什么意思呀 小家伙立刻用一种你是笨蛋吗的眼神看着他呀 然后也不搭理他 拉着蓝采一的手 妈妈 我一直在等你下来帮我说疼呢 你说疼一点也不疼 说的也最好看 不像爸爸 笨笨的 是吗 妈妈是不是很厉害 说完 蓝采一还向着方圆挑了挑眉毛 然后拉着小家伙静止离开了 什么意思呀 方爸爸放下报纸走过来摇了头 也常常叹了一口气 不是 爸 你干嘛 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有你这么笨眼子呀 我哪笨了 那你说小家伙什么意思呀 你女儿你不知道你问我呀 我叫老爷子吃早饭去 不跟你这笨蛋说话了 是 七哥哥神神叨叨的 方圆转身去了洗漱间 他要找小家伙问个清楚 等他来到洗漱间 小家伙头发已经梳起来了 正在刷牙呢 你刚才什么意思呀 我今晚叫我 小家伙立刻把嘴里的牙膏泡泡弄得咕噜作响 好好刷牙 你也别跟他说话了 蓝仔衣在旁边出声了呀 哦 方圆拿起牙刷了也刷起牙 但还是心有不甘呢 用屁股拱了拱旁边小猪猪的小脑袋 小家伙也不甘失落 用他的小屁股拱拱方圆的腿 方圆又拱回去 小家伙再次拱过来 一来一去不小心 拱到旁边的蓝仔衣了 好好刷牙 你们两个听到没有 哦 两个人乖乖站好 方圆用水漱口发出咕咕咕的声音 那小家伙也不甘失落 想发出更大的声音 然后一不小心吞 吞下去 这个小笨猪 小孩的牙膏 为了防止孩子吞食 本身就是食品级的 吞一点进去也没关系 你也聪明不到哪里 快点给我刷牙 跟孩子闹得这么认真 蓝仔衣在方圆肩膀上捶了一拳 小家伙见爸爸被教训了 立刻高兴得笑了 但两个人也没敢继续闹 乖乖把牙给刷好了 好了 那你现在告诉我刚才什么意思呀 小家伙依旧 小家伙依旧摇头 蓝仔衣没管这两个幼稚鬼 自己洗完脸就出去了 这个时候 小家伙才跟方圆说呀 我的意思是 你老婆真厉害 你 你妈妈也很厉害 两个人一起叹了一口气呀 我有这么厉害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蓝仔衣站在了洗书间的门口 你 小家伙傻傻笑 装作 若无其事的洗着脸 方圆有些尴尬 你 你怎么又回来了呀 我忘记擦面霜 蓝仔衣说着 从洗书台上拿下面霜 给自己擦 来 妈妈给你也擦一擦 然后不由分说 逮着小家伙的脸就是一阵揉搓 藏原刚想跑啊 被蓝彩一把抓住 你也擦一点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老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宇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四十三集 不不不不 我皮厚我不用涂 方圆赶紧摆手啊 皮厚更要擦 可以让你的皮柔嫩一点 然后蓝仔衣逮着方圆的脸 同样是一阵柔搓 等擦完了 蓝仔衣这才得意说道 我帮你们擦面霜 你们不应该谢谢我吗 小家伙跟方圆对视一眼啊 都乖乖地说着 谢谢妈妈 谢谢老婆 蓝仔衣这才满意点头转身出去 看着蓝仔衣那凹凸有致的背影 方圆叹了一口气 低下头 你妈妈真的 好厉害呀 你老婆也很厉害的呢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大笑了起来 已经走出去的蓝仔衣一听到笑声 也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来 对了 等一下去雨亭他们家 你们东西买了吗 早上吃饭的时候 蓝妈妈开口问道 小家伙的小耳朵跟小雷打似的 一直竖着耳朵接受信息 听说要去宁阿姨家里啊 立刻就高兴了 妈妈 吃过饭饭 我们是要去羊羊家里吗 小家伙知道外婆说的雨亭 就是宁阿姨 她又不是小傻瓜 她知道很多人的名字 还有爱菜姐姐的大姨小姨的名字 她都知道 对 今天中午你阿姨请我们吃饭 蓝仔衣笑着 接着又对蓝妈妈说道 东西早就买好了 放心吧 当初任小山做干女儿的时候 礼物是方爸爸买的 是一套金首饰 一个金像圈 两个金手镯 还有两个金脚链 欣欣也有一套 是外婆给买的 特别是那个金像圈 又粗又大 雕工精美 全手工打造 那叫艺术品 为了不显得厚此薄彼 同时也省得去想要买什么的烦恼啊 蓝彩衣直接又买了一套 等吃过早饭 欣欣迫不及待地拉着方圆就往外走啊 你干嘛你 不是说去杨妖家吗 我们快点走吧 现在还早啊 没那么着急 你先去玩会玩具 你看看动画片什么呢 时间还早 小家伙闻言 看了一眼院子里的阳光 阳光照在院子里 散发着刺眼的金色 有点黄眼 不早了呢 太阳公公已经跑到发热了呀 跑到发热 是个什么意思呀 就是跑起来的时候 越跑会越热的 你没感觉得到吗 太阳公公刚起床的时候 他一点也不热 然后他在天空跑 压跑 他越跑就越热 紧紧的 他跑不动了 就慢慢走回家了 今天太阳公公跑得有点快啊 所以你先玩一会儿吧 方圆把他抱起来 放在了沙发上 小家伙闻言也没坚持 转身去玩他的娃娃屋去了 但是没过一会儿啊 小家伙又跑过来了 爸爸 我能把娃娃屋 带到瑶瑶家里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啊 方圆随口说的 真的吗 小家伙听到这话高兴 其实这几天 艾菜跟瑶瑶经常来家里 跟他一起玩 小孩都这样 买了个新玩具以后 总想找别的小朋友 分享炫耀 当然是真的了 爸爸还能骗你啊 那我们快去吧 不是说了吗 还要再等一会儿 现在太早了 可是 我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那行 那你问妈妈去 方圆被他烦得不行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就把皮球踢给蓝太医了 好的 小家伙听到这话高兴 认为这事妥了呀 高高兴兴找妈妈去了 妈妈 他站在客厅门口 扯着嗓子大喊啊 干什么 蓝仔衣的声音 从楼上传了下来 我们去洋洋家里吧 小家伙一边望上跑 一边说着 现在时间还早 爸爸说可以了呢 小家伙养着脖子 满脸期盼呢 我什么时候说了啊 方圆哭笑不得呀 您说那行吧 小家伙立刻回过头来 盯着他爸爸 方圆的意思是 那行吧 你问问你妈妈 但小家伙断章取义 这肯定是故意的 正说着话呢 门铃响了 就听瑶瑶在外头喊啊 欣欣 我来了呢 哇 瑶瑶来了 小家伙高高兴兴 冲到门口 方圆和蓝彩翼也跟上去 却见宁语婷 拉着瑶瑶站在门口 一大一小 消融在阳光下 格外的灿烂 哇 瑶瑶 今天你好漂亮哦 小家伙 见到瑶瑶这打扮 一脸的惊叹呢 瑶瑶 瑶瑶收到夸奖 脸上不好意思地笑了 接着她又说呀 瑶瑶 你也很漂亮 嗯 但是当然 我一直很漂亮 你小家伙理所当然地 点了点头 小孩呀 谦虚一点 方圆摸着她的小脑袋 难道我不好看吗 小家伙仰着脖子 看着爸爸 一副你说不好看 我跟你没完的样子 你好看 你最好看啊 哼 不要以为你这样说 我就相信你的话 小家伙骄傲地说着呀 但嘴角的笑 怎么都藏不住 叫老宝 别站在门口 蓝彩翼和他们打着招呼 老爷子和叔叔阿姨他们人呢 宁雨婷拉着女儿走进来 一边走一边问 雨婷来了 这时候方爸爸也从院子里走出来了 方叔 今天劳你们大驾 尝尝我的手艺 哎哟 雨婷太客气了 说着方爸爸看向瑶瑶 小家伙 真漂亮 过家以后 你可就得叫我爷爷了 方爷爷 你是爷爷呀 瑶瑶听到这话 她其实有些疑惑呀 对 我是你方爷爷 一直都是 方爸爸文言先是一愣 然后摸着瑶瑶的脑袋就笑了呀 奇怪的 爷爷 小家伙在旁边说着 这时候方妈妈听见声音 也从院子里走进来了 令雨婷赶紧迎了上去 哇 今天我们都去 瑶瑶家里吃吃饭饭吗 大家收拾了一下 要出门了 小家伙有些吃惊啊 对啊 今天瑶瑶要拜你爸爸妈妈 做干把干妈 所以 你宁阿姨要请我们大家吃饭 方妈妈在旁边和她解释 干把干妈 小家伙有些疑惑 就跟小山姐姐一样 瑶瑶以后会叫你爸爸方爸爸 叫你妈妈方妈妈 哦 小家伙闻言恍然大悟啊 也不知道的是不是真的明白了 以后啊 瑶瑶就是你的姐姐了 方妈妈笑着呀 瑶瑶就是姐姐呀 妈妈说她比我大几个月呢 小家伙很疑惑 也对 她早就是姐姐了 方妈妈也笑了 宁宇亭家和他们家只隔了几栋房子 起步路就到了 宁光起下有琴已经大开院门 站在门口迎接众人了 毕竟方爸爸方妈妈也过来 何况还有老爷子 他们算是晚辈 礼不可费 老爷子 欢迎欢迎啊 见到方圆一行人过来 宁光起老远就迎上来了 打扰你们了 呦老爷子 您这说哪儿的话呀 不打扰 欢迎都来不及呀 宁光起握着老爷子的手 亲自把一行人引入屋里 小家伙在后头见了 觉得这儿这 大人们奇奇怪怪的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瞬 然后就被瑶瑶拉到一边 开玩儿 把这事儿忘在脑后了 宁光起夫妇 陪着老爷子等人说着话 而宁宇亭陪着方圆和蓝彩一坐在那儿聊天 但他们的聊天呢 很快被一阵猪叫声给打断了 小家伙发现了摇摇的尖叫猪 尖叫猪捏一下 他就叫一声 而且声音不是平时那种哼哼唧唧的啊 而是那种杀猪般的猪叫声 小家伙捏一下 笑一下 再捏一下 再笑一下 最后笑得整个人停不下来 也不知道他在高兴什么呀 好了 清清 安安静静地玩 蓝彩一出声制止啊 好 好的 小家伙嘴上强忍笑一答应 手上又来了一下 你呀 蓝彩鱼对他这调皮 也是很无奈啊 瑶瑶 你过来 妈妈有话跟你说 宁宇亭对着瑶瑶招了招手 瑶瑶很听话走过来 小家伙立刻被吸引了注意力 好奇呀 宁阿姨要跟姐姐说什么呀 也不捏那尖叫猪了 跟着就走过来了 知道妈妈今天 为什么请方叔叔 蓝阿姨他们 来我们家吃饭吗 宁宁瑶把女儿抱坐在她腿上 让欣欣陪我玩 瑶瑶想了想问道 不对 那妈妈你告诉我 因为今天 方叔叔和蓝阿姨 任你做干女儿 干女儿 瑶瑶歪着脑袋 她满脸都是好奇 她不知道 干女儿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后 蓝阿姨 你要叫蓝妈妈 方叔叔 你要叫方爸爸 女婷看了一眼 坐在旁边的方圆和蓝彩衣 嗯 方爸爸 瑶瑶闻言一双眼睛 一下子亮起 惊喜的光来 对 方爸爸 瑶瑶 瑶瑶 愿意方叔叔做你干爸爸吗 方圆伸手摸着瑶瑶的脑袋 嗯 瑶瑶欣喜点头啊 但紧接着 她有些疑惑 妈妈 什么是干爸 就是跟小山姐姐一样 你以后要叫我爸爸方爸爸 叫我妈妈蓝妈妈 宁语婷还没说话呢 旁边小家伙已经抢答了 那方爸爸就是我爸爸了吗 瑶瑶满脸期待地问呢 她还是不太搞得懂干爸干妈是什么 她唯一关心的方叔叔以后是不是就是她爸爸了 对 以后你方叔叔就是你爸爸 我也是你妈妈 这样你就有两个妈妈了 蓝彩衣从旁边把她从蓝彩衣手里接过来 瑶瑶文言 转头看向方圆 她小声地笑了一声 爸爸 语气里满是疑惑 期盼和欣喜 就跟做梦一样 哎 听到方圆答应 瑶瑶露出高兴的笑容来 笑得好甜 好甜 然后她又转头看向蓝彩衣 妈妈 哎 蓝彩衣也答应她一声啊 瑶瑶高兴啊 她有爸爸了 但她有些不放心 她看向被坐在方叔叔怀里的欣欣妹妹 欣欣妹妹 你能把你爸爸让给我吗 瑶瑶满脸期待和忐忑呀 正在玩尖叫猪的小家伙文言大惊啊 她仰头看了眼抱着自己的爸爸 然后立刻从方圆身上转了个方向 一把搂住方圆的脖子呀 这是我爸爸 才不能给你呢 瑶瑶文言 像是一盆凉水浇到她头顶上刚才的喜悦 一下子都没了 小嘴一撇 委屈的就要开始哭了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你演播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四十四集 瑶瑶 爸爸可不能随便送人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爸爸 包括你 包括欣欣 但是 你可以任方叔叔做干爸爸 就跟凯莉姐姐的爸爸是保罗叔叔 还有他教父菲尔丁 还有你看的哈利波特上面 哈利的爸爸是詹姆 但是他还有教父布莱克 方叔叔就相当于你的教父 不过 我们是大厦人 不称呼教父 叫干爸爸 方叔叔会像爸爸一样照顾你 爱护你 你也可以称呼他为方爸爸 但他还是新兴的爸爸 因为 每个人的爸爸是不可代替的 宁雨婷看着快要哭出声来的瑶瑶 跟他认真的解释 搂着爸爸方圆的小家伙 也竖着耳朵在偷听 听完宁阿姨的话以后 他松了一口气 哎哟 不是抢我爸爸呀 瑶瑶听到这话也明白过来了 虽然方叔叔 不能成为他真正的爸爸 他还是有些难过 但是能叫方叔叔方爸爸 好像也很好呢 但是 欣欣妹妹 她会同意吗 善良的瑶瑶又开始担心了 欣欣妹妹是她最好的朋友 她不想好朋友难过 欣欣妹妹 我能叫你爸爸 方爸爸吗 瑶瑶小心翼翼地问着呀 小家伙听到这话 看了看瑶瑶 又看了看被他紧紧搂着脖子的爸爸 然后对着方圆说道 爸爸 你当了瑶瑶的干爸爸 还是我的爸爸吗 当然是啊 爸爸永远是你爸爸 那比如说我还是小山姐姐的干爸爸呀 我是不是一直还是你爸爸呀 方圆在小家伙小鼻子上轻轻一点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爸爸永远都是你爸爸 任何人都抢不走 方圆凑在小家伙耳边轻声说着 小家伙听完松了口气 迎上摇摇期盼忐忑的目光 他点了点头 我同意你叫我爸爸方爸爸了 但是 你要把这只小猪送给我 小家伙举起 一直被他拿在手里的尖角猪捏了一下呀 众人先是一愣 随即爆笑 只有摇摇没笑啊 而是满脸惊喜点头 点过头以后 他又怕自己点头表示得不太明显 大声地说着 好的 好了好了 既然都说好了 也不能那么随便 要正式地给干把干妈磕头才行 这时候啊 旁边一直听着的几位老人 开口说话了 对 对 你看我这个脑子 宁宇婷赶紧把摇摇从身上放下来 让她给干把干妈磕头 但是小家伙老神自在 坐在方圆身上不下来呀 方爸爸在旁边笑呵呵的 把她给抱开了 摇摇是给干把干妈磕头 不是给她干妹妹磕头啊 在妈妈帮助下 摇摇给干把干妈磕了头 干把干妈 磕完头叫了人 蓝采医把她早就准备好的礼物拿出来 同样宁宇婷也把早就准备好的礼物给了女儿 互相交换嘛 这次拜干亲 算是拜完了 虽然很便捷 但比上次小山 这个认干把干妈来的正是多了啊 等摇摇站起来 还没打开礼物呢 被方爸爸抱走的小家伙就跑过来 学着摇摇的样子跪在地上 给方圆和蓝采医磕了个头 你干嘛 这两人都奇怪 小家伙把那手举得高高的 我的礼物呢 方圆跟蓝采医好不容易在 跟这个小家伙解释清楚 这个跟过年给太奶奶磕头拿红包的 那不是一回事 不是人人都得磕 也不是磕完就有礼物 这个礼物是互相赠送的 摇摇虽然拿了他们的礼物 也给了他们礼物啊 所以 小猪猪要给爸爸妈妈礼物吗 那这么一问小家伙有些无话可说了 但他又好奇 摇摇给爸爸妈妈送什么了呀 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 在他一再要求之下 方圆和蓝采医打开了他们的礼物 要在过去啊 一般给干爸干妈送的都是衣服鞋子面料什么的 但时代有些不一样了 现在不兴送这个了 所以宁宇婷给方圆准备的是一支签字笔 方圆现在需要签的字很多 送他一支签字笔很合适 方圆虽然对钢笔没什么研究 但看这做工跟饰样啊 应该这笔价值不菲 至于蓝采医的礼物呢 是一枚蜻蜓胸针 制作精美 像针的蜻蜓一样 身上是红宝石绿宝石 翅膀呢都是碎钻的 奢华而又大气 好像真的一样 小家伙对爸爸的钢笔不感兴趣 他看上妈妈这胸针了 强烈要求妈妈给他戴上 妈妈被他缠得没办法 给他别在了胸口上 小家伙挺着小胸部心满意足啊 这时候 瑶瑶也打开了他的礼物 看到金像圈金手镯什么的 也是面露惊喜之色 这些东西太可爱太好看了 他立刻让妈妈给他戴上 这也太贵重了 不知多少钱 而且你送给我们的胸针和签字笔 也不便宜吧 蓝彩一笑着呀 要是以前对方元来说这套首饰 他还真舍不得送 但现在来说那真算不得什么 也就是一个意思 宁宇婷呢也只是随口一说 他也是不差钱的 但小家伙却盯着摇摇脖子上那金像圈啊 我钉 我钉 就差把脸给凑上去了 蓝彩一哪儿还不知道小家伙的想法呀 伸手把他拽到自己的怀里 这项圈一共有三套 你和小山姐姐还有瑶瑶一人一套 你那套妈妈帮你收着在呢 小家伙温言松了口气 捏了一下手里的尖叫猪 他对着瑶瑶说呀 我们去玩吧 大人们说来说去的 好麻烦 好耽误时间 瑶瑶点了点头 拉着欣欣带着他去自己的宝藏室了 众人被这两个小家伙再次逗笑了呀 小孩啊 是一个家庭的开心调味剂 好了 我先不跟你们聊了 我去做饭 宁玉婷站起来了 要我帮忙吗 不用 今天我请你们 哪有让客人做饭的 没关系啊 不用这么客气 让方元去 这小子做菜有一手 方元还没说话呢 方爸爸先说了 对啊 方元做菜很好吃的嘛 我很喜欢 上次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 我回去啊 吃什么都不香咯 老爷子也在一边说着呀 外公都这样说了 方元你去弄吧 方妈妈出声了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宁玉婷也没反对了 领着方元向厨房走 老爷子 你喜欢吃方元的菜 以后就跟我们过得了 我天天让方元烧给你吃 方妈妈继续对老爷子说着呀 大姐 你这话说的 老爷子跟你们过 人家还不戳我们几两骨啊 说我们兄妹几个不赡养老人 兰妈妈文言在旁边开着玩笑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人过着舒服就完了 你管别人怎么说呀 方爸爸很诚恳啊 沈忠这话就实诚啊 日子是自己过的 不是给别人过的 宁光其恨赞同方爸爸的发言啊 哎哟 好了 方元是个干大事的人 天天的 给我一老头子烧饭 像话吗 老爷子笑呵呵的说了 有什么不像话的 他给外公烧饭不是应该的吗 蓝彩衣在旁边笑了 众人在客厅里说说笑笑 方元跟宁宇婷来到厨房里 宁宇婷家的厨房和方元家的有些不一样 方元家的厨房之前是马教授装修的 一切都是中式风格 厨房自然也是 宁宇婷家的厨房呢 是那种西式的 中间有个导室的暗台 上面可以放东西 也可以直接用来吃饭 所有的装修风格也都是纯白色 面积也很大 显得特别亮的 过 厨房大 挺好看 好看有什么用 当初装的时候涂好看 现在才发现 一点也不实用 中式菜本来油烟大 打扫起来太麻烦了 有心想换个装修 但又怕新装修对瑶瑶不好 所以就这样了 宁宇婷一边说着呀 一边从旁边拿起护袖 围裙给方元穿上 特别是颠着脚尖 给方元把围裙套上他头的时候 几乎贴在方元的怀里了 方元先是一愣 但接着见到宁宇婷很专注的样子 也没什么 也就张开手臂 任由他示威了 自己要真说点什么 反而尴尬 没想到 这围裙我穿起来有点大 你穿大小还真合适 宁宇婷帮方元把围裙系上以后 走到前头一看 正正好 满意的拽了拽边角 是吗 确实挺好看 那个 菜都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你交给我就完了 方元看了一下 岸台上准备好的菜 宁宇婷也反映过来 脸颊微红 却没有躲闪 也没有尴尬 而是落落大方的笑着 这都是我早上准备的 本来还想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呢 那行 等会儿给你留两道 让你来收 可以啊 来 我跟你说 油盐和调味品都放在什么地方 蓝彩一拽着方元的胳膊 把柜子一一打开 跟他说了一遍 行 知道了 出去吧 剩下的交给我了 方元那记忆力超强啊 说一遍 全都记住了 真的不需要我留下来帮忙吗 不用 剩下两刀我叫你 那辛苦你 大厨师 蓝彩一抿嘴笑着转身 向着厨房外走去 宁宇婷出去了 方元松了一口气 他可是个正经人啊 爸爸 忽然方元好像听见厨房外头小家伙在喊的 下意识回头看过去 就看宁宇婷正站在厨房门口 回头看着他 他见方元回过头来 露出些许惊慌 然后对他微微一笑 转身走了出去 中午在宁宇婷家里 大家开开心心吃了一顿午饭 特别是小家伙啊 有小伙伴陪他一起吃饭 吃什么都香 胃口大开 但是没小伙伴的时候 他那胃口也不小 何况是爸爸做的饭呢 能吃多少吃多少 这才能表达他对爸爸的爱和认可 宁宇婷也烧了两道 大家品尝过后 一致夸他 烧菜烧得好 有做菜的天分 宁宇婷被夸的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可这俩小家伙实在啊 都表示 妈妈宁阿姨烧得不好吃 不像大人那么虚伪 这就让宁宇婷很受伤啊 特别是自己亲闺女 现在完全叛变到他方爸爸那一国去了 等中午吃过饭 方元他们也没着急回家 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天 宁宝起拿出麻将 招呼大家搓两把 俩小家伙乖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因为等一会儿 他们就要去舞蹈班上课了 就是累姐那个舞蹈培训班 每周六下午都有一节课 欣欣摇摇两个平时啊 都是家里有谁谁送去 有时候呢 送到上课的地方 有时候直接送到累姐家里 让累姐顺带着把他们烧过去 但今儿不一样 今天呢 由方元送他们两个一起去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45集 等看时间差不多了 方元背个包 拉着两个小家伙一起出了门 至于其他人呢 现在还在打麻将呢 宁宇婷把他们送到门口 叮嘱女儿 路上要听方叔叔的话 不准调皮 跳舞休息的时候 要记得喝水 妈妈 我知道了 还有 是方爸爸 瑶瑶仰着脖子 纠正妈妈的错误 是 是方爸爸 见女儿纠正她 宁宇婷有些 无语地揉了揉 瑶瑶的小脑袋 你放心吧 我肯定照顾好她 瑶瑶 跟妈妈说再见了 妈妈再见 瑶瑶很听话 对着宁宇婷招了招手 然后转身对着方元 方爸爸 我们快点走吧 好 欣欣 跟您阿姨说再见 方元把手里一直抓着尖叫猪不放的小家伙拎过来 娘人再见 她边说边捏 然后两个小儿又开始高兴 看着女儿头也不回跟方元跑了 宁宇婷满脸不开心地抱怨了一句 这小没良心的 说完自己就先笑了 转身回到屋里看他们打麻将去了 方元先回了一趟家 把小家伙的舞蹈服小水壶都给带上 她背后背的那个小包啊 是摇摇的 里面装的东西都差不多 等东西收拾好 带两个小家伙出了门 欣欣 我们是去上课不是去玩 能不能把你手里那小猪放在家里啊 等回来你再玩它 方元看小家伙手里还抓着那只塑料猪 它有些无语啊 这只粉色的尖叫猪 其实一点都不好看 甚至可以说是丑 不要 我要跟小朋友一起玩 你上课玩什么呀 消息的时候可以玩啊 随便你吧 方元想一想也就随他去了 真要上课了他也玩不了 愿意带就带吧 小家伙见到爸爸答应啊 抱着小猪又亲又稳的 开心的跟什么似的 你亲这么丑的猪 我跟你说你以后别亲我了啊 方元一脸嫌弃 才不丑 他比爸爸长得好看 小家伙立刻反驳啊 哦 他哪比我好看啊 你看他鼻子这么大这么大 方元说话的时候啊 顺手把两个小家伙抱进了车里 同时示意凉非白可以开车了 就是因为他鼻子大 所以他才比你长得好看 瑶瑶 你说对不对 哦 瑶瑶面露难色呀 你这是在为难我这个小孩子吗 是吗 你认为这个样子才好看啊 那等你长大了你就找个这样的王子吧 啊 长得跟猪八戒一样的王子 不可以 为什么不行啊 你不是说他长得好看吗 我说他长得好看 就没说要他做我的王子 世界很大很大 好看的 好玩的 好吃的 很多很多 但是 我没有都想要呀 做小孩子 不能像渔夫的老太婆 太贪心 小家伙嘴里 大道理一套一套的 关键是他说的很有道理啊 世界上漂亮的 好看的东西很多 不是所有东西 都要得到呀 做人不能太贪心 那你长大了 想找个什么样的王子啊 方圆摸着他的脑袋问他呀 爸爸这样的 你不是说我丑吗 我没说爸爸丑呀 我只是说 你没有小猪猪可爱 这有区别吗 既然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爸爸这样的呀 因为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方圆被小家伙这句话给暖到了呀 高兴 我也要找方爸爸这样的王子 瑶瑶在旁边也小声地说着 那爸爸就祝你们 找到自己心仪的王子 但是方圆心里在思考一个问题 这真要按着他这个标准来找男朋友 哎呀 自己这俩闺女估计这辈子嫁不出去了 俩小家伙在车上一路很欢事 一个坐在方圆左边 一个坐在方圆右边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为了一些小事而开心 为了一些小事而生气 但不管是开心的事 还是生气的事 都想跟方圆分享 特别是瑶瑶啊 今天跟方圆说的特别多 看得出来他性格特别的好 方圆也认真听他说着 不时的发出啊这样啊 哦哦之类的这种 惊呼附和 只要耐下心来就会发现和孩子说话 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们天真的思维方式 经常可以迸发出很多有趣的想法来 不经意说的某些话 其实都算是人生治理了 心灵纯洁的孩子 有时候更敏锐的 能够洞察这个世间万物的本质 虽然他们表达不出来 虽然他们只有直言偏语 但是可以激发大人进行 更深层次的思索 这也是方圆特别喜欢 和孩子聊天的原因之一了 欢迎光临 随着方圆推门进去 小爱头也没抬得说了一句 咻 今天你们都在啊 方圆看了一眼咖啡馆 发现三姐妹 包括俊夫都在 欣欣 瑶瑶 正在撸一只肥猫的爱菜 见到欣欣跟瑶瑶 立刻就跑过来了 方圆放开两个小家伙 让他们跟爱菜去玩 现在离上课还有一会儿 方先生 见到方圆 俊夫放下手里的咖啡杯迎上来了 你还是叫我方圆嘛 听着自在 他和雷姐和小爱都很熟 唯独跟俊夫夫妇两个呀 反倒很生疏 那就好 叫方圆我也自在 快请坐 喝些什么 俊夫赶紧招呼方圆坐下来呀 呦 俊夫哥叫而不忙啊 方圆也没客气啊 在吧台上坐下来了 对着吧台里的雷姐 雷姐 黑咖 黑咖啡很苦的 你能习惯吗 刚喝苦 喝多了就习惯了 但方圆呢 一般很少喝咖啡 都是喝茶 我怎么就喝不习惯呢 俊夫在旁边出生了呀 方圆斜着身子转向他 看他即使在家 也是一副西装领带的样子呀 有些好笑啊 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嘛 俊夫哥天天那么忙 估计咖啡喝的应该挺多 哎 还真是这个样子 每天两杯都成习惯了 俊夫说着 伸手松了松领口的领带 对了 俊夫哥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哦 我刚结束了一个案子 所以 俊夫说着呀 看想正在和小朋友玩耍的女儿 哎呀 你还真得多陪陪 爱菜 虽然俊姐照顾得好 但爸爸总不能缺少陪伴啊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那事务所 正准备提拔一个合伙人 以后 我应该会轻松一些 俊夫叹气 俊姐这个时候啊 把泡好的咖啡 放在了方圆的桌前面 在他们说话期间 陆陆续续有客人进来 不一会儿啊 咖啡馆里就坐满了 俊夫哥 你工作真够努力的啊 方圆拿起咖啡 喝了一口 对着雷姐啊 竖起个大拇指来 雷姐无嘴 笑得有些得意 男人嘛 就应该努力一些 俊夫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大笑着啊 看起来有点憨 小童姐端了一杯清水 放在她前头 对着她笑了笑 俊夫如此努力工作赚钱 作为妻子 她比谁都清楚 说白了呢 俊夫还是有些自卑 因为他们三姐妹呢 是标准的白富美 要俊夫什么事也不做 其实 她一辈子也吃喝不愁了 但她不是那样的人 工作就是她的自尊 不过 如果你能天天来我这里喝咖啡 我想我工作就不用那么努力了 俊夫环视了一眼周围的客人笑了 方圆微微一笑 没有答话 俊夫可以看得出来 方圆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除了梁飞白几个人呢 其他的也都是暗地里保护方圆的安保人员 他们经常游荡在方圆的周围 很多人 方圆其实已经很眼熟了 但他们从来不主动和方圆搭话 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身份 保护在他的周围 方圆不反感这样 没有这些人的话 估计自己的日子过得也没这么安逸 虽然他们是保护方圆的安全人员 但是 咖啡馆的生意一样照做 小爱上前一一询问客人需要什么 然后就开始忙活了 俊夫也站起来帮忙把咖啡和一些小点心 给客人端过去 雷姐这个时候也端出一盘烤好的小点心 对着三个小家伙招呼啊 别玩 都过来吃点小点心吧 三个小家伙正在玩那个尖叫猪 拿那个尖叫猪去逗猫 听到雷姐喊他们都跑过来了 小家伙伸手就要去抓 雷姐端着盘子赶紧让开 要洗手才能吃哦 唉 这麻烦 小家伙他还叹了一口气呀 欣欣 杨妖 你们跟我来一起洗 艾菜熟门熟路 把他们拉到吧台后头 雷姐把盘子放在吧台上 对着方圆说道 你也尝尝 比你的手艺如何 方圆也没客气伸手 拿了一块放嘴里 正在洗手的小家伙看到了 立刻就开始喊了 爸爸 你别吃完了 给我们留一点 知道了 我才吃了一块 还有这么多呢 嗯 味道不错 要 再脆点就更好吃了 方圆尝了一块 也没再吃了 因为给他们吃的 所以我没烤太硬 不过 跟上次吃你做的那个 味道还是没法比啊 雷姐一边说着呀 一边帮三个小家伙 把手擦干 小童姐虽然一直没有说话 但却默默地给三个小家伙 每人泡了一杯牛奶 放在吧台上 方圆把他们三个小家伙 一一抱坐在 吧台前面的高杯椅上 欣欣 你跟瑶瑶少吃些啊 中午吃了那么多 等会儿要跳舞 吃多了跳肚肚肚痛啊 瑶瑶文言乖乖点头 小家伙大声答应一声 伸手就往盘子里的 小点心里头抓 你还没有谢谢两个阿姨 谢谢阿姨 小家伙满嘴塞着食物 口齿不清地说着 你慢点吃 你别噎着了 小家伙抱着牛奶 喝了一口啊 这样就不会噎着了呀 你这点聪明件 你怎么都用在这 奇奇怪怪的地方你啊 方圆满是溺爱的 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 瑶瑶你也吃慢点啊 好的汪爸爸 瑶瑶快活地答应了呀 你 艾菜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瑶瑶 你为什么叫方叔叔爸爸呀 小艾跟泪姐都一脸八卦围上来 小童姐没好意思 但却站在旁边竖着耳朵听 方圆 你终于知道下手了 泪姐拍了拍方圆的肩膀啊 对啊对啊 残影姐知道吗 小艾也赶紧问啊 什么嘞姐 你 你们瞎猜什么呢 你们不要用一副那种 看渣男的眼神 看着我行不行 事情 方圆把事情的大致经过 和他们说了一遍 最后啊 开着玩笑 所以瑶瑶才叫我方爸爸 你们两个看着挺正经的 怎么思想真不纯洁啊 我们就是想问问你 你什么时候收瑶瑶做干女儿了 你想什么呢 是你不纯洁吧 小艾立刻倒打一耙 然后两姐妹哄堂大笑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则仅换宇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四十六集 对了 明天杜与堂家里办个聚会 你们记得过来啊 方圆对着重新坐下的内海君夫说着 杜与堂 就是林巧云的老公 小胖子舵天号的爸爸 雷姐在旁边和她介绍 她没有邀请我们 贸然去 会不会有些失礼啊 内海君夫文言有些犹豫啊 这个聚会是我跟她两个人一起办的 我邀请你们 她应该没有意见 爸爸 我要去 我要去 君夫还没说话呢 艾菜已经开始嚷嚷了 那行 爸爸带你去 本来还在犹豫的内海君夫 文言一口答应 帮爸爸 我也想去 瑶瑶在旁边听了 小声地说着 都去 到时候大家都去 你把妈妈还有外公外婆都喊上 到时候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啊 方圆抽出一张纸 帮瑶瑶把嘴角的奶渍给擦干净 又给小家伙擦了擦 这时候啊 吧台上一个闹钟响了 雷姐放下手里的活 上课时间到了 你们几个小朋友 跟我一起去上课吧 方圆赶紧拎着他们两个的东西 准备跟着去 因为要帮他们换舞蹈服 芭蕾舞的衣服呢 比较难穿 没有父母帮忙 小家伙还真不一定能穿得好 都给我吧 我来帮他们换 雷姐伸手接过去 辛苦雷姐了 看着雷姐带着三个小家伙离开 内海俊夫又提问了 那么明天 我们需要带什么东西过去吗 带东西 带两瓶好酒 或者自己做点小点心就行了 方圆伸手拿了一块三个小家伙吃剩下的小点心 放在了嘴里 这样会不会太过失礼啊 内海俊夫很少参加这样的聚会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主要是给小孩他们举办的 哪有什么失礼的呀 再说食材酒水这些 其他人都准备好了 方圆跟内海俊夫 一直聊到小家伙他们下课 等和内海俊夫聊过呀 才发现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 而且颇有见识 两个人聊得很投机 跳舞是个体力活 虽然小家伙他们学的是基本功 但也不轻松啊 各种下蹲 踢腿 垫脚 下腰 也很辛苦 所以两个小家伙的小水壶被他们喝得空空如影 累不累啊 嗯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方圆把他们两个抱坐在椅子上问道 不累 爸爸 我渴了 还要喝水 小家伙摇了头 但他们嘴上这么说 明显没有之前的精神啊 小童姐给他们一人端了一杯水 给自己女儿也端了一杯 小爱 有凉白开没有啊 帮我把他们的小水壶也给他们灌满吧 方圆对着八台里的小爱说着 小爱伸手 接过小水壶 小孩的恢复能力很快 休息了一会儿 立马精神饱满 休息好了就回家咯 方圆领起两个小家伙的东西 方叔叔 能让杨阳和欣欣在这里再玩一会儿吗 爱菜在旁边祈求啊 对啊 时间还在 急着回去干嘛 再坐一会儿吧 上课回来的累姐也出声说着 要不我再给你来杯咖啡 像这样呢 再待一会儿 咖啡就算了 来个可乐 下午在这儿聊了一会儿啊 她都喝了两杯咖啡了 再喝 晚上别睡了 有 不过不是惯状的 是我们自己做的 你要喝吗 自己做的 来一杯吧 方圆以前呢 非常喜欢喝可乐 快乐肥宅水 那不是说一说的 真的是宅男标配 而且喝可乐真有瘾 喝了以后会让人兴奋 精神愉悦 主要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糖分 人体在摄入糖分的时候 心情就会变得愉悦 所以说它是快乐水 那是有科学依据的 当然可乐也很容易 引起骨质疏松 还有糖尿病等等 爸爸 我也要喝可乐 小家伙在旁边见了呀 嚷嚷着他也要喝 他之所以喜欢喝呢 就是因为可乐它甜呀 不行 小孩喝可乐长不高 变小矮子 方圆一口回绝 那你不也喝吗 你也会长不高的 变成一个小矮子的 小家伙气哼哼的 那我爸爸已经长这么高了 我已经不需要再长了呀 方圆无所谓的贪了贪手 那 那 小家伙一时有些词穷 又找不出反驳的话来 那也不健康 瑶瑶在旁边小声地说着 对 那也不健康 这下小家伙有理由了呀 声音都大了好几个分贝 行行行行 爸爸也不喝了 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小家伙满意地插着腰啊 接着好像又想起什么似的 再次大声说道 也不准偷偷地喝 不健康 是是是 不健康不健康 我保证不偷喝啊 这哪是爸爸管他呀 这是他管爸爸 周围人都笑了 艾菜这时候也休息好了 对他爸爸说道 爸爸 你带我们去沙滩玩吧 咖啡馆里虽然有很多的猫咪 但他经常和猫咪玩耍 已经觉得有些没意思了 今天正好瑶瑶和欣欣在 想带他们一起啊 去玩沙子 去沙滩吗 那海俊夫文言 看向了窗外 现在太阳已经不像中午那么炎热了 而且有微微的海风 出去也不是不可以 那好 把玩沙子的工具都带上 哦 谢谢爸爸 艾菜一声欢呼 拿他的沙滩工具去了 咖啡馆就在海边上 走过一片草地 再穿过马路 对面就是沙滩了 沙滩上还有三三两两的游人 在那休息拍照 玩沙子 艾菜要去 俩小家伙自然要跟着去啊 不过艾菜的沙滩工具呢 真的是又多又齐全 整整一大箱子呀 怎么搞这么多工具啊 方圆见了有些瞠目结舌呀 三个小家伙 一人拿了一套 还有富裕 很多都是游客留下的 艾菜在旁边说着呀 原来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买一套沙滩工具 玩过以后啊 又懒得带回去 一方面来海边的 家乡没沙滩 另一方面呢 这工具也不值几个钱 带着还累着 所以来喝咖啡的时候 就直接扔店里了 有件艾菜小的 就送给他一时 艾菜收集了这么大一堆啊 正好 你们两个可以选一些 喜欢的拿回去 放在这里也是浪费 实在有点多 泪姐在旁边说着呀 俩小家伙一听可高兴了 铲子水桶什么的 他们不稀罕 但里头有些塑料模具啊 他们就很感兴趣 但他们也没立刻拿 而是抬头看向方圆 那你们就要谢谢 雷阿姨 谢谢艾菜姐姐啊 方圆笑着点头 俩小家伙欢呼一声 在箱子里头 一人捡了一网兜的 沙滩模具 拿了这一网兜 又开开心心的 去沙滩上玩沙子去了 方圆和内海俊夫 赶紧跟上 店里的客人哗啦一下 全走光了 只剩下姐妹仨 对着空荡荡的 咖啡馆的有些无语啊 三个小家伙 撅着小屁股 在沙滩上拔了沙子 方圆索性把鞋也脱了 沿着海边溜达一圈 在沙滩上 留下一连串的脚丫筋 小家伙玩了一会儿沙子 这才想起爸爸 抬头见方圆在那儿闲逛 立刻站起身子 对着爸爸招了招手 爸爸 不要在那里玩了 快点过来 帮我们弄点水来 来了来了 你这小家伙 你还使唤起爸爸来了 方圆嘴上这么说 人却走过去了 小家伙白他一眼 直接把塑料小水桶 递到爸爸手里 那小模样 活脱脱就是翻版的蓝彩衣 方圆弯腰 把另外几个小水桶也拿起来 转身去海边 给他们领水了 需要我帮忙吗 那海俊夫在旁边出声问着 他刚才一直站在那儿看夕阳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所以方圆也没打扰他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方圆随口答了一句 拎着水桶回去了 怎么样 这些够吗 帮我们搭在里面吧 小家伙指了指他们的杰作 一个很深的沙坑 因为距离岸边比较远 这些沙子比较干 吸水性很强 三桶水下去 瞬间没眼了 只润了一层沙子底 不够 爸爸再去 他们呀 要挖给小鱼塘 那这个水不够的 这个 以这么小的水桶 你爸爸再拎再多的水 他也灌不满啊 你不是是这么知道呢 挖 别偷懒 快点去吧 小家伙伸手 在方圆腿上拍了拍 那模样 就跟方圆平时安慰他 或者叫忽悠他的时候 一个样 他那双小手啊 护了一堆的沙子 在方圆的裤腿上 谢谢你的安慰啊 我现在就去 方圆边走 手机响 宁雨婷打过来的 喂 方圆 瑶瑶他们下课了吗 原来宁雨婷他们在家呀 等瑶瑶放学 等到现在没见到人 有些着急了 哦 忘了跟你说了 他这会儿跟艾菜 欣欣在沙滩玩呢 还早 等会儿我带他们回去 方圆这才想起来 自己忘记 给宁雨婷打电话了 没事就好 我有点担心 没事没事 能理解 你要跟瑶瑶聊聊天吗 不用了 在海边玩注意安全 宁雨婷对方圆呢 还是很放心的 再说了 方圆身边跟那么多人 能让孩子出事啊 放心吧 我肯定照顾好他 方圆和他随便说了几句 挂了电话 拎着三个塑料桶 准备去海边继续拎水 哦 方圆 我来吧 内海俊夫再次走过来了 不用你别把鞋打湿了 我拖拖拖了 爸爸 过来帮我们挖池塘 这时候啊 艾菜对着内海俊夫喊着 你去帮他们挖沙坑去吧 这叫分工 内海俊夫文言也没拒绝 转身帮三个小家伙挖坑去了 艾菜 让你看看爸爸的厉害 爸爸给你挖个游泳池出来 哈哈哈哈 方圆走向海边的时候 就听到身后 内海俊夫那富有标志性的傻笑 爸爸吹牛 艾菜丝毫不给他面子呀 我没有吹牛 爸爸我可厉害了 俊夫叔叔 你好厉害 挖得好快呀 摇摇 俊夫叔叔 你衣服脏脏嘞 小家伙 笨蛋爸爸 不要把沙子弄得到处都是啊 艾菜 嘿嘿嘿 没关系啊 等回去洗洗就好了嘛 这是个笨蛋爸爸 今天分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四十七集 小朋友沙滩玩具 那个塑料桶很小巧 盛满水也不中 唯一不好的就是 容易洒出来 何况一手提三桶啊 所以方圆小心翼翼的呀 生怕中途给洒了 桶本来就小 只要稍稍一晃荡 估计能撒一半 就在这时啊 有人喊 方先生 方先生 方圆回过头 就看那人被梁飞白 他们给拦下来了 方先生 您不记得我了吗 我之前还给您拍过照啊 那人皮肤有黑 四十来岁 胡子拉叉 身材微胖 手里还拿着一台单反 方圆恍然 这是他第一次带小家伙来沙滩玩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婚纱摄影师 方圆看向他身后果然不远处 有一对新人 另外还有几个助理模样 正好奇地往这边看着 你别说这摄影师啊 形象不怎么样 但照相的水平确实不错 上次给小家伙拍的那几张照片啊 非常漂亮 其中有一张小家伙泼沙子的 方圆拿他当手机评保用啊 但是他在收了对方的照片以后 就直接把对方的微信给删了 没想到在这又遇上了 方圆示意梁飞白放他过来 自己继续把桶里的水 往小家伙他们挖的坑里面倒 沙子吸收了水分 就更好挖一些嘛 嗯 管叔叔啊 小家伙听见声音抬起头来 也认出这个叔叔了 方先生 真巧 又遇见您了 不好意思啊 上次没跟你自我介绍 我叫郝英俊 是原野印象的一名摄影师 这 这个是我名片 方圆有些想笑啊 这个名字和人 不太大嘎啊 郝英俊说完 双手递过了一张名片 方圆伸手 接过这张黑色的名片 上头啊 一连串的头衔 不只是原野印象的摄影师 也是原野印象的老板 原野印象呢 其实就是一个摄影工作室 在业内还算是小有名气 如果出了圈 或者是走出路试 那就奇迹无名了 但在本地啊 算做得不错 主要是因为呢 郝英俊的摄影水平 确实过硬 工作室一般呢 都接受客户的私人定制 但工作室开了这么久 一直不温不火 也到一个发展瓶颈了 因为他们没有拿得出手的 代表作为 客户需要摄影公司 有高超的摄影技术 来提升他们的形象 那同样 摄影公司也希望客户有名气 来提升他们的知名度 很多摄影公司通过给明星 或者社会知名人士拍照 作为宣传卖点 来提升知名度 原野印象也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而方圆是最合适的对象了 他自己也没想到 之前机缘巧合看一对妇女 然后给他们拍了个照片 后来这是明动世界的大科学家 而且还是通过网上新兴的照片 他才比对出来 想起来的 认出新兴来了 他又去比对了网友 扒出来的方圆以前的照片 最终确认 毕竟现在的方圆 跟当时他拍照片的时候 差距真大 他没想到 自己之前竟然给方圆拍过照 还加过微信 把他激动坏了 这让郝英俊见到了希望 经过几次犹豫 几次忐忑不绝 最后他主动联系了方圆 但那消息一发过去 红色的感叹号 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 他被方圆给删了 他也试着重新去加对方 但没有下文了 因为每天加方圆 好友的太多了 也不知道从哪知道的 方圆的微信号 所以方圆都选择忽略 郝英俊能加得上 那才有鬼了 这次在沙滩边上 捐巧合在狱上 他怎么也不能放过这机会 厚着脸皮凑上来了 方先生 要你有需要啊 随时给我打电话 郝英俊对着正在看他名片的方圆 说着 至于方圆为什么 山大好友那事 他压根就没提 他除非是个傻子 他提这事 我还真有些事情想麻烦你 方圆伸手 把他的名片放到兜里 哎呦 这个哪叫麻烦呀 我就干这个的 爸爸的方先生 你天天麻烦我呀 我最近 想拍婚纱照 那还想拍一些 亲子照 家庭照 到时候就麻烦你了 婚纱照 方圆早有打算 但亲子照和家庭照啊 是他临时起义 他之所以这么想啊 今天去宁宇亭家里 他才察觉到 宁宇亭家的客厅 走廊墙壁上啊 挂了不少的照片 有瑶瑶一个人的 也有他们一大家的 还有母女两个人的 而方圆家里 除了方妈妈 洗了一些照片 做一些小摆台 放在桌子上以外啊 墙上 一张小家伙的照片 都没有 他这个做爸爸的 有些失职了 所以方圆想多拍一些 不但要把家里装饰一下 把蓝妈妈那边的房子 也挂上 当然可以了 我就随时等方先生 电话了 好英俊兴喜啊 然后看了一眼 正在挖沙子的 三个小家伙 认出其中一个 正是方圆的女儿 还欣欣 几个小孩可真可爱啊 方先生 要我给他们拍几张吗 可以吗 不耽误你时间吗 方圆看着不远处 那对新人啊 没关系 他们拍一天了 都累了 正好休息 而且也拍不了多久 好英俊 哪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啊 而且那对新婚夫妇 确实需要休息 拍婚纱那真是体力活呀 不过休息的时间长点罢了 他这也不算是说谎 那要他们摆姿势吗 哎呦 不用不用不用 这样就最好 他们玩的投入 就抓他们那个 专注的那一瞬间 拍出来最自然 最好看了 方圆理解的点了点头 这才是一个 好摄影师说的话呀 他很能有这样的体会啊 他也喜欢用手机 给小家伙拍 感觉摆拍永远没有抓拍的那种精气神 同样的人 同样的景 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了 好英俊也没打扰三个小家伙 也不嫌那沙滩上全是沙 整个人趴在地上 凑在镜头前头 专注的盯着三个小家伙 跟电影里头那 狙击手势的人枪合一 他这是人机合一了 内海俊夫呢 还算有点眼力见 跟几个小家伙说 他要领水去了 就走开了 拍摄过程的确不长 加起来都没超过三十秒 但是 好英俊趴在地上 都快半小时了 然后还不停地换位置 方先生 这照片虽然拍好了 我们还得后期处理一下 要不 加你个微信 到时候传你 好英俊走过来呀 拍了拍身上说着 行 你加我 不过要处理可以啊 人物别批 真实点 方圆掏出手机也没在意 好英俊心里暗自得意呀 终于是又把方圆这微信 给掐回来了 放心 方先生 我们就调一下这个光 绝对不批人 这也一定跟你保证 行 包括上次那几张照片 费用多少 到时候你跟我说一下 我微信上传给你 加过好友 方圆收起手机了 哎呦 方先生你 你这不是打脸了吗 几张照片这 哪能收你的钱啊 那不行 你吃这行饭的 该怎么样怎么样 虽然方圆这么说了 不过到最后啊 还是没坚持过好英俊 按好英俊的话来说呀 只要方圆后面 多照顾他生意 这就当是奉送了 那都这么说了 方圆也懒得跟他 再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因为后头确实 还要找他拍照嘛 那方圆就不打扰你们了 好英俊达到目的 就告辞离开了 等他回到原来那地儿 几个工作人员 立刻迎上来了 包括那对新婚夫妇 怎么样 英俊哥 方先生答应你 给他拍结婚照了吗 就连那对新婚夫妇 也很好奇呀 要是方圆都找好英俊 拍婚纱照 这要说出去啊 他们跟方圆用的是 同一个婚纱摄影师 那太有面了呀 见到好英俊点了点头 众人一阵欢呼 哎呀好了好了 方先生那只是一个异象 具体什么时候拍没定呢 确定下来再开心吧 我们呀 赶紧把下午剩下的拍了吧 好英俊神色有些黯然呢 其实心里早就乐开花了呀 然后他对着那新婚夫妇 不好意思啊 耽误你们时间了 我私人免费 再多送你们一套 没关系啊 但你真要接到方圆的摊子了 把这好消息一定告诉我啊 送一套多难听了 好事成双 送两套吧 新娘跟新郎想的不一样 更注重眼前的利益 好处拿到手最实在 行 两套就两套 算我祝你们新婚快乐 好英俊也不含糊一口大呀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 他心情是真好啊 你们几个玩够了没 我们要回家了哟 方圆对着三个坚持不懈挖坑的小家伙说着 不行 我们还没挖好呢 小家伙 鼓起嘴巴不满意了 因为这沙子太干了 不容易定型 他们挖着挖着呀 两边的沙子就流下去了 之前的就白忙活了呀 所以三个人挖到现在 甚至还有内海郡夫的帮忙 这沙坑一点也不伸 大倒是挺大的 毕竟周围的沙子都流到底下去了呀 方叔叔 你帮我们挖吧 爸爸是个大笨蛋 艾菜提要求了呀 我哪笨了 我也帮了很多忙的 内海郡夫在旁边有些不高兴啊 挠着自己的头 手上的沙子护的一脑袋都是 笨蛋爸爸 艾菜鼓着嘴巴更不高兴了 你蹲下来 我帮你弄一下 生气归生气 但他还是让内海郡夫蹲下来 帮内海郡夫把头上的沙子弄掉 真是一个 让小孩操碎心了的爸爸呀 嗯 欣欣 今天还没起床啊 正坐在客厅里看早间新闻的老爷子 见方圆兰采一从楼上下来 却没看到小家伙呀 就有些疑惑 没呢 睡得正香呢 让他多睡会儿 昨天玩得太累了 昨天下午啊 方圆最终还是答应小家伙的要求 帮他们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沙坑 方圆负责挖 内海郡夫负责领水 用水浸润沙子定型以后 终于挖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坑 撒小家伙很满意 很有成就感 因为他们也帮忙一起挖了呀 虽然99%的活都是方圆干的 但是他们没帮到忙 这就很不错了 即使这样 几个小家伙那也累呀 所以早上醒的就格外的迟 你说你呀 你跟孩子玩我不反对 你有个度啊 孩子玩得太累了 能不长个儿啊 方爸爸立刻接口了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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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臭小子 你 方爸爸也知道自己说的话 方圆压根没听进去 有些闷气啊 哎呀 好了 这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教育方法 你呀 别管太多了 老爷子出生了 方爸爸虽然脾气臭 但他尊敬长辈 异常尊敬长辈 尤其听老爷子的话 方圆正准备和蓝彩一起洗漱 就听见小家伙 扯着嗓子喊啊 爸爸 来了 方圆文言 赶紧往楼上跑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宇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四十八集 方圆回到房间里 就看小家伙坐在床上 仰着脖子 闭着眼睛 就在那嚎啊 爸爸 爸爸 别喊了 不是来了吗 我以为你丢下午 一个人去了杜天昊哥哥哥家里了呢 小家伙文言 睁大眼睛 时间还早呢 我要真去杜天昊家里了 你再喊大声 你有什么用啊 我听不见啊 小家伙听到这话 扔住了呀 那我 再喊大声一点点 你这 你喊得再大声 我也听不见啊 方圆一边跟他说着 一边给他换衣服 不会的 我相信爸爸一定能听见的 爸爸 你要相信自己 小家伙很认真啊 那关键这是 相信跟不相信的问题吗 不过方圆也没跟他 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结 帮他换好衣服 走 刷牙洗脸去 方圆拉起他的手 等一等 小家伙挣脱爸爸的手 跑到阳台上 方圆好奇他干嘛 也跟在他后头 太阳公公早呀 大海早呀 大树门早呀 小家伙站在阳台上 向着四处招了招手 我好了 爸爸 我们刷牙洗脸去吧 小家伙 小家伙转过身来 主动拉起方圆的手 你匆匆忙忙你就 就干这事啊 当然了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嘛 我跟太阳公公打过了招呼 他心情就会变得好一些 然后跑得就会快一些 这样我们就能早点去杜天浩哥哥家里了 小家伙天真地说着呀 哼 你还真是个小精灵鬼啊 那 大海 大树呢 方圆哭笑不得 小家伙听到这话侧脸看了一眼 爸爸 拽拽他胳膊 让他弯下腰来 嗯 那看来这还是个秘密 方圆蹲下身子 小家伙凑到他耳朵边上 小声地告诉他呀 他们只是顺带的 要不然 太阳公公他喜欢我怎么办 他要老是待在空中不走怎么办 我会热死他 那只能说小孩对这个想象里真的太丰富了 不过方圆没让小家伙等太久 吃过早饭在家里稍稍休息 就带着小家伙往杜天浩家走了 毕竟他今天也是大厨之一 肯定要早些到 但小家伙心里 真是觉得是他的功劳 因为太阳公公心情好跑快了 蓝彩一眉跟着一起 他要迟点过去 不但他老爷子他们也过去 杜天浩家是在24栋 房型和蓝妈妈那一套差不多 都是大户型 方圆带小家伙去的时候 院子里头已经不少人在忙碌了 见到方圆跟欣欣 林巧云从屋里迎出来呀 至于杜宇堂啊 正在指挥着几个徒弟模样的人干活呢 准备这么多食材啊 破费啊 今天方圆看着不停从货柜车上 往下搬东西的人说着呀 哪有什么破费 再说能邀请你这样的大科学家来做客 是我们的荣幸呢 巴不得你天天来 林巧云客气啊 那行 以后我天天到你们家蹭饭啊 天天让杜哥给我做好吃的 哇哦 天天来 我也让天天和爸爸一起来 小家伙文言当真了呀 立刻高兴了呀 林巧云扑枝一声啊 你爸爸就算了 你天天来 阿姨绝对欢迎 林巧云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满脸的喜爱 方圆一脸警惕地看着她呀 我就吃你们家一顿饭 你想骗我闺女 天昊哥哥呢 小家伙养着头 问林阿姨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天昊 天昊 星星来了 过来陪妹妹玩 林巧云扯着嗓子呀 我马上就来 杜天昊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了 杜宇坛跟徒弟们交代几句 也迎过来了 方圆 这么早啊 他挺着大肚子走过来打招呼 我过来看看呀 看我有能帮忙的没 我想应该没有啊 前期工作交给我几个徒弟就完事了 杜宇坛说的 对刚下货的几个年轻人招了招手 让他们过来 这几个 都是我最得意的徒弟啊 今儿叫过来 到时候方先生别吝啬 交他们两手 我这个二把刀 我能交什么呀 你要是二把刀 我家老杜算什么 杜宇坛还没说话呢 林小云先说话 来来来来 都见见方先生啊 以后不管你们去哪了 还得方先生这样的大老板对你们关照啊 杜宇坛开玩笑似的说着 他徒弟一共撒 年纪都不大 最小一个看着好像刚成年 满脸的稚嫩 他们也认出方圆来了呀 满脸的意外和惊喜 方先生好 没想到 我师父竟然认识您啊 三个徒弟高兴啊 一一跟方圆做了自我介绍 欣欣 你来了 这时候杜天昊从楼上跑起来 人还没到 声音先来了 方圆反开小家伙的手 去跟小哥哥玩去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向着杜天昊就跑过去了 走吧 跟我进屋 带你看个我们家厨房 杜宇坛得意呀 于是方圆跟着夫妇二人 进到杜家 三个徒弟跟在后头 如果方圆觉得 宁宇亭家厨房大 那他见了杜宇坛家的厨房 知道什么叫真的大了 他们家厨房啊 比客厅还大 里头各种器具一应俱全 超大的四门冰箱 一个大冰棍 这厨房别说一个两个 在里头做饭了 来他十个厨师 在里头不挤 你这是吧 酒店厨房搬家里了 方圆有些瞠目结舌 酒店那厨房比这大多了 不过我这是按照 酒店厨房那比例缩小的 东西齐全 杜格厉害 不愧是大厨 主要我一个人在家 我也想研究研究菜市 得有个好厨房嘛 方圆文言恍然大悟 那我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现在用不了 他们弄就好了 你只管烧 对了 你要烧些什么菜 你等下你跟小郑说 让他给你配好菜 杜宇棠把他最小的徒弟拉过来 等到方圆交代一番以后 小徒弟开始忙活 方圆被杜宇棠拉到客厅去了 他今儿是客人呢 老呆在厨房里算怎么回事啊 至于杜宇棠这个主人嘛 有事弟子扶其劳 他呢 出来休闲休闲 等到客厅 就看客厅茶几上啊 摆着各种零食 小家伙跟杜天昊并排坐在沙发上 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东西 旁边还有两位老人 想来是杜天昊的爷爷奶奶 杜爷爷杜奶奶你们好 方圆赶紧跟他们打招呼啊 我可不是天昊爷爷 我是天昊的外公啊 啊 方圆文言有些吃惊啊 这老头老太太方圆见过很多次 一直以为是杜天昊的爷爷奶奶啊 主要是因为杜天昊不但长得和他们像 就是杜宇棠都跟他们长得像啊 你说他们是祖孙三代 那没有人怀疑啊 我们这叫不是一家人不仅一家门 当初啊 这巧云把宇棠领回来啊 我们也惊啊 哎呦 但当时都没这么像啊 没想到越老越像咯 林老头很高兴啊 小咪咪的说着 方圆有些恍然 大有深意的看了一眼林角云呢 林角云他绝对是有恋父情节 找对象找的跟他爸长的一样的 其实啊 很多人都会有潜意识的恋父或者恋母情节 找对象的时候都参照父母做标准 这样找的对象呢 不但性格上和父母在某些地方相似 长相上也会相似 只不过谈恋爱的时候呢 没反应过来 这都是潜意识的行为 结婚很多年以后 哦 反应过来了 自己找对象啊 原来是找爸爸找妈妈呢 所以这两个人呢 是小胖子杜天浩的外公跟外婆 不是爷爷奶奶 其实林角云呢 还是跟外婆有些相似的 但小胖子跟外公那长得有点太像了 误导了方圆 要不是我们见过语堂的爸妈 我都怀疑这老东西背着我 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你这老婆子 瞎说什么 我是那样的人吗 老头子不满的嘀咕 不过我当初见到我岳父 我也吃一惊啊 我以为我爸有个遗落在外的兄弟呢 杜宇棠也乐呵呵的啊 这事现在说起来觉得稀奇 好笑 但当时 把他跟林角云给吓一跳 要知道见父母之前 他俩在一块一段时间了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这要发现是兄妹 那故事就有点好玩了 为此还特意 做了个血缘关系鉴定 鉴定结果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当时是真把这双方 包括双方家长都给吓一跳 众人在这说说笑笑 小家伙嘴里零食一时没停过啊 茶几上各类零食多得很 杜天昊一家在吃这方面 那完全真的是拍胸部保证 他们都是认真的专业的 而且里头有很多的肉谱 果谱饼干什么的 都是杜宇棠自己手工做的 方圆不用尝就知道味道 肯定差不了 所以小家伙一个接一个 不停往嘴巴里塞 跟个小仓鼠师的 小塞棒子 咕咕当当的 你们俩吃这么多零食 中午不想吃饭了啊 中午好吃的很多的呀 没关系 中午我还能吃得下 杜天昊拍了拍自己肉嘟嘟的肚皮 毫不在意 毫不在意 你小家伙就有些犹豫了 他还想中午吃好吃的呢 怕吃多了中午吃不下呀 那就听你爸爸的话 少吃一点的 你要是喜欢吃 等你回去的时候 阿姨给你带回去慢慢吃 云脚云在旁边轻声说着 小家伙听到这话 眼睛一亮啊 高兴点头 妈妈 你都给欣欣妹妹带走了 我就没得吃呢 杜天昊在旁边不满意了 吃什么吃啊 你都已经吃了那么多 还不够啊 而且我让你拿零食出来 是招待妹妹的 你看你 比妹妹吃的还多 已经长了这么胖 还想胖成 杜天昊不说话还好啊 一说话 被林小云逮着就是一顿怼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四十九集 妈妈 我不吃了还不行吗 你别说了呀 你很烦啊 什么 你现在就嫌老娘烦了 长大以后还得了 我告诉你 听着杜天昊跟他妈妈对嘴啊 小家伙在旁边嘴巴张得老大 心想着林阿姨好厉害呀 这嘴巴巴巴的 不带唇烟的呀 不过小胖子大概也习惯了啊 他妈妈说他的 自己吃自己的 他不但吃 还扁起嘴 更香了 你这臭小子 林巧云伸手就往他后脑勺招呼 半毒被林老头给拦住了 跟你说多少次了 你打孩子头干嘛呀 杜天昊得意的对着林巧云挑了挑眉毛 又把一块肉脯啊 塞到嘴里 他知道啊 有外公外婆在 他妈妈根本就打不着他 林巧云气的直哼啊 瞪了一眼这臭小子 方圆在屋里头和杜家一家人聊着天 就听见外头门铃响了 哦 真是有客人上门了 杜宇棠笑着站起来了 俩小家伙也赶紧跟上 因为有人来 那肯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呀 老杜 打扰了 外头 关玉山夫妇两个 手里拎着一个大塑料口袋 后头还跟着他们儿子关永锐 那儿 那儿叫什么打扰啊 来来来来 快进来 杜宇棠赶紧把他们让进来 实际上 关永锐在看到新星跟杜天昊的时候 自己就已经进去了 看来我们还不是最早的呀 方圆他们来了 关玉山看到新星啊 就方圆 带着他闺女先过来了 他这是大厨之一 所以早点过来 我还以为我们是第一个到的 老杜你看看 给你弄点好东西 关玉山得意的把袋子 递到了杜宇棠跟前 这么神秘 什么东西 杜宇棠作为一个大厨 什么食材他没见过呀 这 这是 神户牛肉啊 等杜宇棠打开袋子 里头啊 牛肉层层包裹 但他一眼还是认出来了 昨儿夜里刚宰的 让人连夜空运过来 今儿刚到我家 新陷着呢 这 这确实好东西啊 杜宇棠拿出其中一袋 真空包装的啊 里头包裹着一层黄油纸一样的东西 但不是黄油纸 是一种吸附力特别强的纸 能把牛肉里面的血水给吸出来 而且牛肉屠宰过后啊 裹上吸附纸 在真空挤压 能把牛肉里的血水给挤出来 更有助于被这纸给吸附 反复几次 最终才包装好 然后发出来 这牛肉 今儿用得上吗 关羽山笑啊 用得上 太用得上了 孩子们是有口福了 杜宇棠一声感慨啊 不但关羽山手里 那一大塑料口袋里面是牛肉 连文雅燕手里的袋子 也都是 足够今天宴会使用了 你们聊什么呢 方圆见人久久不近了 好奇走了呀 哎呦 关总给我们带了正宗的神户牛肉啊 今儿方圆你可给我们露一手啊 搞几个好菜出来呀 神户牛肉 方圆文言也惊讶 他还没吃过呢 他吃过最好的 那就是穷州当地小黄牛了呀 我看看 方圆好奇从杜宇棠手里 接过那一袋子肉 这一袋大概二十来斤 被透明的真空包装裹着 里头一层纸 从里头露出来的一些地方 能看出牛肉的纹理来 红白相间的纹路 就跟大理石一样完美 这个纹理它大概能到 十一甚至十二了 真正的极品牛肉啊 观众破费了呀 杜宇棠那是专业级的呀 花钱是小 那最麻烦的脱关系 还有运回来 过海关呢 对关玉山来说呀 钱不是个事儿啊 他买个十头八头的呢 也不是事 但神户牛肉呢 有钱不一定买得到啊 产量太小了 能达到真正 神户牛肉品质要求的牛 每年呢就三千头左右 这牛呢 大约也就出个四万公斤的肉 而且从一二年开始 这牛肉人家就不出口了 国内更是从01年 就禁止了进口日本牛肉 所以这个购买运输 那才是真的花了大价钱 那现在市面上那些什么神户牛肉 那都是假的没一个真的 我那二把刀 就不糟蹋这么好的食材了 中午还得看杜哥的 不过我自己配的一点酱料 都可以贡献出来 听闻关玉山的诉说以后 方圆有些感慨啊 他自己从来没弄过这么好的食材 担心自己糟蹋了呀 但是对酱料的调配 那他很自信 酱料啊 独家秘方啊 关玉山文言啊 开着玩笑 没想到人方圆真点头啊 独家秘方 中午就知道了 我打电话让采姨带过来 那中午得好好尝尝 关玉山好爽笑的 他在乎的不是钱 他在乎的是结交方圆这样的朋友 几个人说了一会儿话 方圆就跟着杜宇棠啊 去厨房里头处理牛肉去了 这么好的食材 杜宇棠舍不得让徒弟来处理 方圆也跟着去掌掌见识 偷偷经验 也顺便给兰采姨打个电话 让他把厨房里自己配的几瓶酱给带过来 方圆和杜宇棠在厨房里忙活 陆陆续续大家也都来了 也都不是空着手 多多少少啊 都带了些东西 内海俊夫一家也来了 当然不是跟方圆说的那样 就带了自制的小饼干啊 带了一箱子红酒 其实酒是大家带的最多的 白的红的都有 除此以外呢 还有带一些难得意见的食材的 就连方圆都不禁感叹呢 有钱真好 有钱是真的任性 方圆让梁飞白开车 把豆豆小山和子豪给接过来 这都是小家伙邀请的小客人 方圆可不敢忘 但大人的一个没来 这样的聚会对他们来说呢 社会阶级差距有些大 孩子没关系 他们去了 除尊尴尬 度假原本空旷的大房子 这下彻底热闹了呀 孩子们跑上跑下 好不热闹 大人们也不闲着 林巧云拿了几副麻将扑克出来 打麻将的打麻将 打牌的打牌 热闹的不行 不过那有些人呢 还是不按常理出牌 谁呀 卢首义 杨浅秋 看着卢首义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 来回 嘚瑟 方圆忍住掐住他脖子的冲动啊 不是我说哪儿怎么都有你啊 孩子聚会你跑过来干嘛 你好意思啊 杜宇棠文言笑着呀 应该是 小云邀请他们的吧 林姐 小云跟杨小姐 是很好的朋友 我经常听她提起杨小姐呢 他们俩认识 关系还好 方圆就更奇怪了 难道 方圆忽然觉得 杜宇棠脑袋上怎么 泛绿光呢 卢首义知道方圆在想什么 瞪她一眼 他俩健身房认识的 林姐前段时间减肥呢 小秋那健身上专业些 一来二去就熟了 哦 方圆文言恍然 杨浅秋啊 是个爱锻炼的 经常去小区健身房里锻炼身体 林巧云想减肥 也是天天地往健身房里跑 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所以今天是她邀请小秋 小秋啊 又把这贱人给捎带上了 行 知道了 你出去玩吧 你别打扰我们干活行吗 方圆听完就把 卢首义往外赶呢 我还不想带他这儿呢 说完 卢首义屁丁丁跑了 你跟卢总这关系是真好 大学同学嘛 狐朋狗友 杜宇堂文言乐嘞 能这么说呀 说明卢首义 跟他关系是真好 要尝尝嘛 我自制的这酱料 方圆打开蓝彩 一带过来的袋子呀 对着杜宇堂说道 那尝尝啊 独家米方 我看看有什么独到的地方 杜宇堂啊 文言眼睛一亮 从旁边消毒柜里 拿出七八把勺子 因为方圆带的酱 有七八瓶 每瓶用一个勺子 这样不会窜味啊 我跟你说 方圆啊 我可是有条帝王舌头 只要我尝过 用的什么料 怎么做的 都知道了 小心你这独家秘方 给我偷露 你要凭这真本事偷去了 我就认了 这偷去了又怎么样啊 方圆又不准备 做老干妈 对不对 杜宇堂说他有一条帝王舌 虽然有吹牛的成分在里面 但做一名顶级的厨师 味觉本身就比一般人发达 从菜里能尝出 用了哪些食材 这是一名优秀的厨师 最基本的素养 等方圆打开一瓶酱料 他先凑在瓶口一闻 辣椒 蒜瓣 花椒 生抽 杜宇堂有一脉弄 方圆也故作惊讶 他度个厉害啊 闻闻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啊 那当然了 不然能算个好处事啊 杜宇堂得意啊 然后才用这条羹 给弄了一点放在嘴里 原本他笑嘻嘻的脸色 就变严肃了 转头对着后头徒弟说着 给我弄瓶纯几水过来 怎么了 杜哥 方圆笑着问他呀 等一下 你等我一一尝完了 我们再聊 杜宇堂满脸认真啊 方圆文言也不说话 就看他要干嘛 很快大徒弟给他一瓶矿泉水 杜宇堂接过来数数口 又再次的蘸了一点尝尝 这次比上次还慢 而且闭着眼睛 好像在仔细回味上 接下来几瓶同样如此 每一瓶尝之前 他都要漱口 然后用一把新的勺 等他一一尝完 方圆这才问呢 怎么样啊 尝出来什么了 杜宇堂苦笑摇头 然后又顺着刚才品尝的顺序 把他尝出的那些个佐料 一一说出来 甚至这料是炒 是蒸 是炸 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这点让方圆不得不佩服呀 他是因为开了挂 人杜宇堂 是凭自身的本事 不过啊 每种最少 还有三到四样 我这实在是尝不出 是什么材料 尝不出来才正常嘛 要不然这世上哪 还有独家秘方啊 方圆笑了 杜宇堂也释怀了 也笑了 嘿嘿 说得在理 是我这 钻牛角劲了 方圆 哎 你 这酱料能量产吗 量产 只要材料够 当然可以量产 那你没想过量产啊 杜宇堂眼睛一亮啊 方圆又不是傻子 立刻明白他意思了 你说商品话呀 对呀 这市面上酱料我都尝过 我敢保证啊 没一家味道 比得上你做的这些个 你这酱料要成商品了 这绝对在调味品市场 有一席之地呀 杜宇堂 你说的是有道理 太麻烦了 又赚不了几个钱 我现在可没那个精力 搞这些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冷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宇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五十集 赚不了几个钱 哎哟 那你是不知道这自古以来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只要涉及民生的 那都是暴力呀 这看似成本高 利润低 但问题是你只要是个人 就有生活需要 有生活就有消耗 这是个无底洞啊 永远填不满的窟窿 经济价值可想而知了 方元仔细一想呢 也是这么个道理 你说现在啊 好些人觉得搞互联网行业啊 高科技那才赚大钱的 他也不想想 民生行业才最赚钱 调味品 餐饮医药这些个传统行业 不显山不漏水的 那里头利润不会比那些新兴行业小 毕竟这世人都得吃喝拉萨呀 方元文言有些心动了呀 杜宇棠趁热打铁 你要不想自己搞 你找人合伙呀 你出秘方人家出钱 负责生产销售 你做人拿钱就完了 又轻松又拿钱 不快活呀 你想说找你合伙吧 就知道瞒不过你 那实际上啊 我自己有自己的调味品厂 但规模不大 都直攻九楼的 不对外零售的 杜宇棠也没觉得不好意思 他又不占方元的便宜 就想跟他合作 既然是合作嘛 那就是个互惠互利的事 这事能干 但咱们今天先不谈这个吧 我找人跟你商量 方元思索一下 他一直信奉 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做 他不懂这些 也不跟杜宇棠许诺什么 等今天过后 他找个专业的人来谈合作的事情 毕竟真要合作 那不是嘴上说说 你占几成股 我占几成股 然后就开干 那又不是无脑小说 你要干一个项目 你首先立项 你要做市场分析 你要对配方进行估值 然后以配方能带来的经济价值 来进行股权的分配 除此以外 商标的使用归属 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 多得很呢 都得有正规的程序 不然你辛辛苦苦 市场做大做强 对方又把你配方学会了 撇掉你自己干 那也不是不可能 这都是有前车之鉴的 虽然方元没有立刻答复 但是说找人来和杜宇棠谈 那这事儿 大体基本就妥了 所以杜宇棠觉得 这儿心情好 要知道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厨师 这点眼光要没有 那白混了 只要这些调味品 能够推出市场 一定是一炮而红 他有厂 有渠道 缺的什么 有独家特色的产品 而方元这些酱料的出现 那就是锦上添花 方元说找人来跟他谈 那无非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 只要合作 最终对他来说 那都是赚嘛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 就看厨房有个小脑袋 伸进来了 你干嘛 鬼鬼祟祟的 方元看着小家伙 偷偷望厨房里头瞅 我再看看 你们是不是偷偷吃好吃的了 小家伙立刻回答 然后也不藏了 直接站出来 没想到人身后还有一大串呢 原来他们在玩开火车游戏 一个接一个 小家伙是火车头 路过厨房门口的时候 临时起 趴在门口 往里头偷看 后面的小孩 见这模样也捏手捏脚的 全当是做游戏了 你以为我是你这个小猪猪啊 天天就知道吃吃吃 别在厨房里面挡着啊 出去玩去 刚才关永瑞说 他爸爸带了好吃的牛肉 我要吃牛肉 对肉食动物来说 牛肉是他的最爱 你要叫关永瑞哥哥 现在还生的你要吃吗 你要吃你也等烧好了再来啊 真磨叽 小家伙闻言有些失望 还翻了个白眼 转身离开了 他背后那长长的队伍 也跟着回转 路过方圆的时候 都学着小家伙来了一句 真磨叽 小家伙磨叽这词啊 估计是跟方爸爸学的 这属于就东北的方言 在家里也就方爸爸这么说 因为有杜宇堂几个徒弟帮忙 五个人一起弄 速度真不慢 除了方圆 其他人那也都是专业厨师 而且今天呢 也就几十来个人 也不是特别多 对他们来说那真不是个事 有条不稳的 把一道道杜宇堂定制好的菜谱 就端上桌了 今儿人太多了 分了好几桌 年长的一桌 年轻的一桌 小孩一桌 小家伙一手 持着勺子一手 拿着叉子 左边逗得右边摇摇 对面是小山姐姐 跟个坐山雕似的 等着爸爸给他们上菜 为什么又是勺又是叉呢 那是因为对小家伙来说 使用勺子和叉子 比筷子熟练 毕竟他从出生开始啊 用勺子和叉子的时候多一些 正好杜宇堂家里 餐具品种很多 勺子筷子叉子什么的 让他们自己选 小家伙那拿了最顺手的呀 毕竟马上吃牛肉了 吃牛肉用叉子最方便 绝对一插一个转 他可是个聪明的吧 果然呢 方圆首先给他们上的就是牛肉 牛肉是杜宇堂尖的 配上了方圆的酱料 为了孩子吃的方便 特意用刀给他们切好了 这一上来 小家伙首先一叉子上去 又快又狠又准 把他给得意坏了 一口放嘴里 那速度超快 在场除了杜天昊 没人赶得上的呀 你就不怕烫着你 我怕 我试过了呢 小家伙又不傻 C到嘴巴之前先用小嘴唇碰了碰 不烫 一口才阿乌下去 这都是他吃出来的经验 小家伙们一人一块小牛排 大人就没这待遇了 都是做成一盘菜端上桌 杜宇堂也终于尝到了方圆做的菜的味道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儿子说这方叔叔做的肉丸子比他做的好吃 因为方圆对各类调味品的搭配 那大师级 Mutter 人吃到口里 有一种刚刚好的感觉 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平衡 不咸不淡 不甜不辣 其实这种菜式 那可以换一个说法叫没有自己的特色 但偏偏吃到嘴里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那中华料理的极致 那就是追求酸甜苦辣麻的一个平衡 让这些调味料在平衡当中展现特色 这一顿饭吃得大家都高兴啊 两个大厨的菜肴那是各有特色 杜宇堂的菜极有冲击力 吃到嘴里给人强烈的味觉刺激 但这种感官刺激 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逆味 但是方圆的菜就平淡 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感觉很舒服 不知不觉 就吃很多下去 等吃完饭 反倒是方圆烧的菜被清盘了 剩下的全是杜宇堂烧的 大家吃的都有些撑了 小家伙们更不用说了 一个个东倒西歪的 在沙发上摸着小肚皮削神呢 大人也没着急回去 加上大家都聊着天喝了些酒 有些懒乎乎的 坐在一起喝着茶聊着天 惬意 小家伙们休息了一会儿 坐不住了呀 又开始上窜下跳 开始玩闹了 方圆一直觉得 小家伙玩具有些多 但今天他才发现是自己见识少 因为杜天昊喜欢小汽车 林巧云特意给他搞了一间屋子 摆放各种各样的小汽车 有玩具 有模型 有电动的 有发条的 甚至各大汽车厂商配发的这种纪念款 等笔模型 人家都收藏了 小家伙们跟开展览会似的 顺着二楼走廊到楼梯 再到楼下 把所有小汽车排排队 一次排开 看得人瞠目结舌呀 其中不乏精品 拿出去转手卖了 都是价值不菲啊 但小家伙们可不管这些 觉得有趣 觉得好玩就行 他们把汽车 分成几队 互相撞击 打仗玩的叫个高兴啊 大家一直在度假 待到太阳快下山了 这才各自回家 不过今天大家都挺高兴 尤其是老爷子跟方妈妈 为什么呢 俩大麻将赢钱了 不多啊 也就赢了几百块 但是高兴了整整一下午啊 爸爸 下次我们还去度天上 哥哥家里吃饭饭吧 回去路上 小家伙一游未尽 方圆看着他手里拎着带着 这是临出门的时候 林巧云给他的 小家伙也是唯一一个 吃了还望外带的小朋友 不过其他小朋友 也不是没有收获啊 度天上一人送他们一辆小汽车 很豪气让他们自己选 但几个小姑娘不太喜欢 男孩就高兴啊 你要是天天去度天号家里吃饭 你迟早变得跟度天号哥哥一样 方圆斜斜地看了一眼小家伙 才不会呢 小家伙嘴上这么说 语气其实有些虚了 方圆还没说话呢 旁边爱菜接口了 我看绝对会 你看度天号家里人都胖胖的呢 所以你去你也胖 那你就变成一个小胖妞妹妹了 格子豪在旁边笑了 他今天特别高兴 倒不是因为有这么多小朋友 跟他一起玩 而是因为今天不但吃了很多的好东西 还收了一辆遥控电动汽车 做礼物 特别喜欢 坏哥哥 你才是胖哥哥 没关系 你就是变成小胖妞了 也很可爱的呀 旁边大人都看了一眼 和子豪啊 这孩子会说话呀 小家伙听哥哥这么说也高兴 但逗逗在旁边小声说着呀 虽然可爱 但还是胖啊 哦 小家伙一想 自己变成杜天浩的圆滚滚的样子 觉得心里难受啊 她是美美的小公主 怎么能变成大胖的呀 那不就成胖公主了吗 动画片里可没有大胖子公主啊 那我还是不要去了 小家伙想想心有余悸 这样把你手上零食 跟大家分一分吧 方元看了一眼他手里的袋子 不行 小家伙望自己怀里一藏啊 就不怕长胖啊 小家伙听到这话愣住了 想了想 才不会 吃了只会长高高 谁跟你说的呀 爷爷说的 我什么时候说的呀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方爸爸 有些惊讶呀 爷爷说 多吃饭饭 多吃菜 就会长高高啊 你这个不是饭 也不是菜呀 怎么不是 你看 这些都是热肉啊 热肉就是菜菜 今天中午 我们还吃的呢 小家伙闻言神情激动啊 打开袋子 跟方元辩解 这袋子里头 全是牛肉谱 跟猪肉谱啊 这个 方元也不知道 该怎么跟他解释 看向方爸爸 要爸你 跟他解释解释 方爸爸眼睛一瞪啊 你自己闺着 你不管你 让我管你 怎么当爸爸的 说完 静止往前走 因为他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释呀 大家好 我是风生 在1月30号晚上的 8点半到10点 在我的直播间 有一场新年有缘活动 木馒头耳机 小雅耳机 切皮儿音响 高甜咸三 香水等40多份礼物 等你来呢 记得要来哦 啊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宇 风生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51集 梁大哥 现在几点啊 方元向着车前 正在开车的梁飞白问道 快十点了 方先生 方元柔了柔自己的太阳穴 今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了 我那几个朋友 你安排人送他们回去了吗 放心吧 汤志行送他们回去了 卢手艺呢 杨小姐过来接了他 他们车就在后头 那行 我们一会儿 倒了酒啊 方元说着 就闭上了眼睛 今天晚上 他是跟田瑞云他们一起喝的酒 也就是跟卢手艺经常约的那家大排档 几个人好像回到学生时代 聊了很多 喝了很多 方元本身酒量就不大 所以感觉喝得有点高 这几天他们几乎是天天在一块吃饭 但是平时喝的不多 甚至不喝 今天之所以喝多了 是因为田胖子崔子恒 明儿就要回去了 算给他们践行 欣欣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呢 闭上眼睛的方元 小声的嘀咕 坐在副驾驶上的朱正祥 向后看了一眼 发现方元好像又睡熟了 本来想回答的话 又咽回了肚子里 方元因为身体素质很棒 所以恢复能力也很强 在路上稍微咪了一会儿 到家的时候 酒就醒得差不多了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 方元让开要搀扶他的梁非白 出声说着 他还没醉到 需要人服的程度呢 那方先生您慢些 梁非白看着 亮着橘黄色灯光的屋里 说了一声 方元摆了摆手 向着屋里走去 现在应该是十点多了 大家基本都休息了 特别是小家伙 规定每天九点以前 他必须要上床睡觉 时间一长呢 也就有生物钟了 等进了屋子里 方元不由地放清了脚步 屋里有一盏橘黄色的小夜灯 他知道这个是蓝彩衣给他留的 他拿起桌上的杯子 刚准备给自己倒杯水 发现杯子里啊 已经有着满满一杯的蜂蜜水了 方元直接咕嘟咕嘟一口气 喝了个底朝天 整个人感觉很舒服 爸爸 是不是很甜 方元回过头来 就看母女二人正在楼梯口台阶上 坐着 保持同一个姿势 拖着塞 微笑看着他 是 特别甜 方元笑了 笑得很高兴 心里都泛起一股甜味 这是我帮爸爸泡的 那就 谢谢我们家小宝贝了 方元文言笑了呀 说是他泡的 其实是蓝彩衣在准备蜂蜜水的时候 他强烈要求让他来 于是蓝彩衣把勺子放在他手上 小家伙帮忙咬了两大勺 事后还获得了舔勺子的奖励 爸爸 你天天晚上都去大吃大喝的 真快活 小家伙有些不满的说着 从明天开始 爸爸每天晚上就回来吃饭了 我还想你带我一起去呢 小家伙有些失望啊 爸爸是跟朋友去喝酒 你去干嘛 又不是你的朋友 蓝彩衣搂着小家伙的肩膀 小家伙想了想 我也可以跟他们做朋友的 那下次爸爸把你也带上 方圆走过去 在小家伙身边坐下来 但都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都还不睡觉啊 因为 我想等爸爸回来一起睡呢 旁边蓝彩衣点了点头啊 我也拿他没办法 在床上滚来滚去 就是不睡觉 那 现在爸爸回来了 你先跟妈妈睡觉 爸爸洗个澡就过来好不好 方圆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侧着脑袋 然后对他露出笑容来 好呀 但是你要快一点哦 好 放心 爸爸很快就过来 那你去吧 衣服我已经帮你拿好了 都在浴室里 蓝彩衣站起身子 然后拉着小家伙 带他先回房睡觉去了 等方圆刷了牙 洗过澡 再回到房间的时候 小家伙已经睡着了 蓝彩衣倒是还没睡 坐在床头看着书 明天田润云他们就回去了吗 明天早上他们就回去了 他们也来了不少天了 回去还有事呢 方圆在蓝彩衣身边坐下 伸手把蜷缩在蓝彩衣身边的小家伙 抱到了床的中间 再给他盖好毯子 我还以为田瑞云和崔子恒会留下来呢 不会 他找我帮忙有可能 但来我公司上班 肯定不会的 要不然何欣平早就来我这了 都是朋友 方圆帮一把 应该也不反感 只要朋友们不把这种帮扶当成是天经地义 或者把他当成冤的头 方圆也都乐意 最起码 田胖子崔子恒就目前来说 大家都相处挺愉快 蓝彩衣文言 也没问方圆具体要帮他们什么 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对了 我请了婚纱设计师 明天给你量一下尺寸 你有什么想法跟要求 尽管跟他们说 蓝彩衣没有想到方圆忽然跳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明天什么时候 蓝彩衣早就等这一天了 但是方圆一直没提 他也就没问 他知道方圆不会忘 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惊喜 所以啊 他愿意等 明天下午 上午送田胖子咱们去 那你 什么 没什么 睡觉吧 蓝彩衣微笑着 伸过头来 主动在方圆脸上亲了一口 晚安 方圆伸手关了床头灯 躺下身来 轻声说着 好 晚安 小家伙感觉到了东京 翻了下身子 一条肉嘟嘟的腿 立刻架在方圆的身上 一根肉嘟嘟的胳膊 啪甩在方圆脸上 明天中午 把小猪猪也接上吧 到时候给他也量一下 方圆把他脸上的小胳膊拿开 好 我知道了 黑暗中 蓝彩衣微笑回答 方圆 你可说好关照我们的 你说话算数 不能让咱们白等 机场 田胖子搂着方圆的胳膊 你爱信不信 你爱玩不玩 跟你们说过了 你们要抓不住机会 那不能怪我 那就是天生吃土命 方圆在田胖子手掌上一拍 让他拿开 跟个大狗熊似的 方圆 我信你 我就等着跟你发财了 崔子恒在边上笑得极为猥琐呀 这别人都是走的 你用跑的 不是 是用飞的吧 妈蛋的 我这公司好不容易做 这有点起色 坐下来了 你又得调整这发展方向 卢手艺在边上抱怨 我是要求不够 到时候什么神气盛气的 这极品装备 你给我来个十来二十件 我就够了 我不贪心的 田瑞云在旁边舔着脸 不要脸你 这叫不贪 方圆 我只要田胖子一半就够了 崔子恒在一边 催了胖子一脸 你们想什么呢 我跟你们说啊 这游戏上线以后啊 全部是交给系统 智能智行管理 我的权限 就是给你们提供一些便利 其他的呀 什么都别想 什么便利 你先给我偷懦一下 胖子笑得像个二傻子 到时候再说吧 对了 何欣平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方圆忽然对着一旁 一直没有开口 一直发呆的何欣平问道 对啊 你有什么事你说出来 俩大佬在这儿呢 随手就给你解决了 怎么 想女人了 崔子恒立刻接过话茬啊 你瞎扯 没事 卢守义拍了拍 何欣平的肩膀 都是朋友 你有事直说 我解决不了 这不是还有方圆吗 我真的没事 但大家能看得出来 何欣平一定有事 但他两次都不说 也就没有再问了 等甜胖子 崔子恒上了飞机 方圆 卢守义 何欣平三个人 才回了方蓝产业园 等回到公司 正好是吃午饭的时候 方圆也没回办公室 而是直接到了公司食堂 这时候食堂里坐满人了 方圆拿了个餐盘 一路寻找自己想吃的东西 一路上看到他的员工 不管认识的 不认识的几乎上来 都跟他打招呼 方圆也一一跟他们点头示意 好在呢 大家都很有眼力见 不是所有人一拥而上 要完今儿方圆这饭吃不成了 但这也使得他一下子成了焦点 所以小猪猪啊 一眼就看到他了 高高兴兴跑过来 爸爸 你妈妈已经接你过来了 翻翻车吗 方圆见到小人也很惊喜 他以为蓝彩衣等小家伙在幼儿园吃了午饭才会接他过来 没想到 这么早就接过来了 还没有呢 妈妈说 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小家伙说的 往身后指了指 果然蓝彩衣拿了个餐盘 正在不远处打菜呢 走吧 咱们找妈妈去 方圆拉着小家伙向蓝彩衣走去 爸爸 今天下午 我还要跟小山姐姐他们一起玩呢 你帮我接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怎么 你还不想过来啊 小家伙听到这话 看了眼旁边长长的餐线 犹豫了一下 想过来 但是我也想跟小山姐姐他们玩 说好下午一起玩老鹰抓响机的脑 那也只能下次了 方圆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走到蓝彩衣的身边了 田润云他们走了 走了 方圆向他盘子里看了一眼 基本上全是蔬菜 就只有一个是荤菜 方圆知道蔬菜都是他的 唯一的荤菜应该是小家伙要的 你多吃点嘛 你天天吃素 你身材够好了 不需要减肥啊 谁说的 最近事多 运动少了 我感觉又胖了不少 我就喜欢 我就喜欢肉肚肚的小姑娘 对 爸爸就喜欢我这样的 小家伙在旁边捏了捏自己肉肚肚的小脸蛋啊 得意啊 蓝彩衣跟方圆文言都笑了 妈妈要是长成你这样的 估计你爸爸就不要我了 才不会呢 爸爸可爱我了 可喜欢我了呢 对不对 爸爸 小家伙说着 满脸期盼的看向了方圆 对 爸爸最喜欢你这样的了 方圆柔柔 他那小小的嫩嫩的圆圆的脸蛋 手感挺好 你看吧 小家伙得意的对着蓝彩衣说着 那小母样好像在说 你看我说的对吧 那好吧 刚才你要这个红烧鸡块就妈妈吃了 你让爸爸帮你再要一份吧 这就对了嘛 专属怪孩子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很高兴 抬手拍了拍蓝彩衣的肚子 因为他只够得到肚子 大家好 我是风生 在1月30号晚上的8点半到10点 在我的直播间有一场新年有缘活动 木馒头耳机 小雅耳机 切皮儿音响 高甜咸三香水等40多份礼物 等你来呢 记得要来哦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生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五十二集 爸爸 我们去炸好吃的吧 好 走 方元笑着带头往前走 小家伙赶紧跟上 我就坐在这儿等你们 蓝彩衣在后面大声地说着呀 好 我们马上就回来 爸爸 我今天要大吃一顿 吃多多的 路上小家伙伸长脖子呀 一边往餐县里瞅着一边拍着自己的小肚皮说着 工作人员认出这妇女二人来 所以把菜勺敲得砰砰响 小美女 要来吃我这儿的菜吗 可好吃了 小家伙 哪受得住这诱惑呀 所以没走几步 方元的餐盘就满了 好在方元及时制止 要不然在众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肩一下呀 他还想再拿个餐盘呢 但方元也没有说不让 而是让他先吃 他吃完之后不够 又再来添 这样就不会浪费嘛 小家伙想想绝对有道理 然后跟方元一起回到兰彩仪那边 开始吃盘子里的菜 但是很显然他高估了自己 餐盘里的菜大概吃了还没有三分之一 他吃不下了呀 方元的目的也就轻松达到了 等吃过晚饭 小家伙就想去儿童托馆中心玩 但方元没让他去 今儿下午让他过来是有事啊 不是让他来玩的 爸爸 到底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小孩子帮忙的呀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现在就告诉我 不行 行 不行 两个人就这么重复 旁边兰彩仪最先受不了了 你们两个都闭嘴 跟紧箍咒似的 念得我头都疼 妈妈 你是孙悟空吗 小家伙提问了呀 对 我是孙悟空 你就是一个小猪八戒 兰彩仪摆他一眼 我才不是猪八戒 爸爸才是 这怎么又提上我了 因为刚才 爸爸你比我吃得多呀 你吃的也不少 所以你是小猪八戒 不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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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彩仪直接无脸了 他头疼 这两个幼稚鬼 蓝彩仪啊 本来以为方圆只是请了一个 婚纱设计过来帮他们量尺寸 但没想到他见人的时候 发现来了足足十好几个 这十来个有分成两个团队 一个团队呢 人员都比较年轻 穿得也很时尚潮流 另一队呢 基本上穿着大夏的传统服饰 年纪偏大些 领队的更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 公司有专门的接待室 俩团队也没有什么剑马弩张 反而是很亲切的在互相交流 方先生 蓝小姐 见到方圆一家进来了 所有人都站起身来 除了他们 方圆的助理岑婉颖也在 还有我呢 小家伙见大人们都跟爸爸妈妈打招呼 他着急了呀 我人想你们不能当我不做帅 哎呦 这里还有一个小可爱 奶奶才发现 你好呀 我是吕思颖 很高兴认识你 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 温言首先和小家伙打招呼 我家方心 也很高兴认识你 小家伙也很认真的做了自我介绍 还像模像样的呀 跟吕思颖握了个手 是这个捣蛋鬼 方圆伸手 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 眼神里满是疼爱 可不能这么说 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不能因为年纪小就忽视他 我叫王思思 小美女 认识一下 另外一个团队的领队 也走出来说着 这个领队啊 非常的时尚潮流 年纪呢 应该不小了 方先生 蓝小姐 感谢您选择我的团队 为二人定制结婚礼服 我们深感荣幸 争取做到二位的满意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李思盈对着二人说道 别看他上年纪了 白发苍苍了 但是啊 这头发却是一丝不乱 身着旗袍 活细丝巾 姿态优雅 无论是谈吐举止 都如大家闺秀一般 是一位非常精致的老奶奶 就连小家伙都目不转睛 盯着这位老奶奶啊 她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和亲切感 因为这样的气质 和外婆很相似啊 要外婆老了以后啊 肯定也跟这个老奶奶 是一样吧 不但小家伙这么想 方圆跟蓝仔衣 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客气了 您二位 虽然设计领域有差别 但在服装设计领域 都是顶尖的设计师 能请到你们两位 是我们的荣幸 客气话谁不会说呀 反正不要钱 吕丝盈和王思思 听到方圆这话 也松了口气 他们接到方圆邀请的时候 心里既激动 又有些忐忑 他们给很多的名人 或是明星 定制过结婚礼服 但这一次格外不一样 方圆不但是全国 甚至是在全世界 都是最知名的人士 和最热门的话题 前几个月 方圆通过直播 向全世界直播了 他求婚的过程 那一场求婚 被称之为 21世纪最浪漫的求婚 最梦幻的求婚 没有之意了 求婚都如此高调 盛大和浪漫 结婚就更不用说了 那个时候 全世界的婚庆公司 婚纱设计师 就已经满是期待了 谁能够有幸 参与到这份世纪婚礼里 那都是无上的荣誉 方圆对他们的邀请 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 他们以往的任何的荣誉 都不能和此次相比 所以在收到方圆的邀请以后 他们拿出了最专业的态度 组建了一支最强的队伍 所有人都是他们团队里的精英 以确保此次万无一失 当两支队伍见面的时候 其实互相都有些惊讶和忐忑 以为方圆找了两个团队互相竞争 聊过以后才知道 他们完全属于两个方向 一个是西式的婚纱 一个是传统的喜福 他们瞬间就明白方圆的意思了 原本还有些剑拔弩张的气氛 瞬间和谐了 但他们的心依旧没放下来 在没见到方圆之前谁也说不清 最终结果是什么 他们见过太多挑剔的客人了 越是这样名声在外的 越想要完美 何况是婚礼啊 所以就愈发挑剔 但这世上哪有完美啊 遇上好说话的还行 遇上不好说话的 他们就头疼了 而现在方圆的态度 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思思 你给兰小姐量尺寸 我来给我们小公主量 吕思盈优雅地说着 王思思文言 点了点头也没反对 从吕思盈这句话就能看出 这老奶奶情商是真高啊 因为兰采一和方心 是方圆最重要的人了 所以先帮他们量 这是最合适的安排 因为需要裸粮 所以周围准备好了围帘 两个团队呢也全是女性 他们两尺寸 跟平时去服装店量的 那完全不一样啊 腰尾 胸尾 腿长 肩宽 臀粗 薄粗 额宽 头长 等等 项目多多了 小家伙被搞得有些痒痒 一直笑个不停啊 吕思盈也没脑 一边跟他斗着乐 一边侧 手里齿子呀 好像是有灵性一样 总的小家伙 不经意间就测量完成了 随着一个个数据 从他们嘴里爆出来 随行人员在纸上 画出了相应的草图 各种巨细无疑的数据 看上去就很专业 等蓝采一和小家伙 从围帘后面出来 小家伙还在笑呢 然后方圆进去了 虽然全身脱的 只剩下一条内裤了 但两个呀 都是老奶奶级的人物了 方圆也没什么好害羞的 两个团队测量的数据 都差不多 但是是各量各的 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测量出来的数据 而且两个人测量的尺寸 竟是真的有些微的差别 等所有数据良好 也就是方圆他们提自己想法 跟要求的时候了 这个也是设计团队最头疼的地方 既要兼顾顾客的想法 又要设计出新意 二者不是取一个 而是要得肩 所以这必须要经过很好的沟通 要不然你客户提个我要五彩斑斓的黑着 怎么办呢 这其中啊 吕思莹的团队就相对轻松一些 因为传统的婚礼服饰有固定的款式 除了一些细节调整以外呢 不能有太大的改动 不然就失去了传统喜福的意义了 所以也就在用料啊 文饰啊 投饰上做做功夫了 这些呢 他们也都有样片照片 直接可以给方圆他们选 而西式婚纱那就随意多了 可以提很多各种各样的要求 蓝采义毫不客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有的要求呢 或许有些不太合适 王思思呢 也都会当场回绝 并且旁边有人立刻画出了他想要的草图 然后通过草图告诉他 不合适的原因在哪 此时沟通的好 会为后面节约大量的时间和力气 所以这个谈话的过程就很漫长 在谈话的过程里 他们也在观察着客人的性格跟喜好 然后慢慢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大致的方案 最终呢 双方达成统一 方圆本来以为三个人里头蓝采义要求最多 毕竟这是他的婚礼啊 要求多是应该的 对他自己来说男人结婚嘛 衣服也就那样 本身没有多少要求 但结果最后 要求最多的是小猪猪 他一会儿啊 要会闪闪发光的裙子 一会儿啊 要一对白色的翅膀 一会儿又要彩虹一样的衣服 这真的想法真的太多了 两个设计师为了应付他 也累得是精疲力尽 一直到晚上七点过 小家伙肚子饿了 才终止了这场谈话 至于方案呢 那就是两位设计师 最初的给他设计的几套 他觉得挺好 果然这女人 无论大小都一个样啊 自从方案找来设计师 设计了婚礼的服饰以后 他也就没管了 他直接让蓝彩衣和他们联系 只要蓝彩衣满意不就行了吗 他的意见不重要 他不管不问的态度 这一般人受不了的 你婚礼礼服都在做了 婚礼具体的安排 日期啊 什么的 全又没影了 也就是蓝彩衣能受得了他 方案不说 他就不问 这要一般女人 早就忍不住问他了 凡都能把方案烦死 但是蓝彩衣 稳稳当当的真没问 每天除了忙活自己的工作 就是兴致勃勃的 通过网络跟两个设计师 讨论他的婚礼礼服 要知道蓝彩衣 定的不是一套啊 除了主婚服以外 在整个婚礼的过程里 他最少要换十来套衣服 每一套都不一样 女人一辈子就这一次 再加上不差钱 那就对自己好一点嘛 越完美越好 方元这段时间其实挺忙的 因为大白那即将正式 对外发售 这次发售大白 收集了之前预售的 这些用户的各种问题 进行了优化 另外此次发售呢 会搭配三款的官方服饰 一起出售 又大又肥的衣服 用料还挺多 价格也不便宜 能买得起十几万大白的 也不差那几千块钱 至于那衣服的供应商 全程服装厂 因为是统一的规格尺寸 生产起来也简单 但在做工跟质量上 方元卡得很死 这么贵的价格 要给用户一个贵的品质 不能糊弄人 大家好 我是风生 在1月30号晚上的 8点半到10点 在我的直播间 有一场新年有缘活动 木馒头耳机 小雅耳机 切皮尔音响 高甜咸三 香水等40多份礼物 等你来呢 记得要来哦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与风生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53集 大白开始销售 方元也没搞什么 饥饿营销 这么贵的价格 又不是人人都买得起 有什么饥饿营销的必要性呢 所以在3月中旬的时候 方蓝集团的官网 开通了预购链接 只要有钱 大白你就敞开了买 但大白的三款衣服呢 却不随便 每一台大白购买用户 最多只能购买 不重复的三款 年前预先体验用户 可以购买不重复的三款 作为一名从事游戏行业的从业人员 方元对这个套路玩的不要太熟悉 别小看这个限制 不但没有降低销量 反而购买大白的用户 不管喜欢不喜欢 先把这三次机会给用光了 当然方元卖的这三款衣服呢 也都有方蓝服饰特有的标志 并在大白内置系统里 对自己这几件衣服的评价 吐槽等等 都预先做了内置 这几句特殊的话 就能让用户觉得值了 其实这就相当于是游戏皮肤 而方元这么做 是想把方蓝服饰这个品牌给梳理起来 即使外面有其他的款式的大白的衣服 比方蓝服饰甚至还做得好 比方蓝服饰还便宜 但你衣服穿的不是方蓝制造 那就没有人家高大上 这就跟奢侈品是一个道理 卖的是品牌 卖的是logo 所以说别看方元浓眉大眼 其实啊 坏得很 除此以外呢 各大体验店呢 也开始逐渐的上货 但是真正要发售呢 还是要等到4月1号这一天 和网上同步发售 这一天是愚人节 很有纪念意义 大白的诞生 就好像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 网上的网民 全都跑到方元的微博底下吐槽 问他是不是想开一个 本世纪最大的玩笑呢 要知道很多人已经在 官网上预购了 钱都付了 等4月1号就想拿货了 到时候要发不了货 玩笑就真开大了 除此以外呢 现在朋友圈里最火的就是晒各种大白预购的截图了 搞对象吧 预购成功截图点截皮记 我觉得他跟我搞对象 就是贪图我的大白 说什么喜欢我 他就是缠我的大白 下见 预购截图点截皮记 各种各样的花样 但是有一群人很不爽啊 那就是非大厦的 歪果人 因为大白的预购需要提供身份证号 实身份证号的人拥有大白的最高权限 并且初次使用 也需要身份证激活 但是歪果人那儿来的大侠的身份证呀 没有身份证他就卖不了 当然你要想买也可以 招给大厦人帮你买 但最终 这个终极权限在购买者手里啊 这是没有办法更改和重置的 这个就跟娶个老婆回家 结婚证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 这搞不好哪天人跟着人跑了 你多个硬人呢 这种限制 也着实让大厦人秀了一把优越感 但那些早就期待大白发售的歪果人火大呀 等了三年有三天 你却来这么一下子 预售的时候 你只卖给华国人 那正式发售 还是只卖给大厦 火大的外国网友就组织起来 对方蓝的官网进行了攻击 准备给方蓝集团来个教训 让他知道范仲怒的代价 然后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推波助澜下 互联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了 各种官方的私人的组织或是个人用户 开始对方蓝服务器进行各种的秀探攻击 大厦的红客也没闲着 大厦人帮大厦人嘛 甚至一些官方组织也加入了这场战斗 为此罗嘉诚还特地过来跟方元打了个招呼 大致意思就是他不要慌 不要急 郭家使他坚强的后盾 方元疑惑的我哪着急了 哪慌了啊 甚至我有点想笑 因为他真的开心呢 就跟小时候过年一样 不但他高兴 方三岁也高兴 网络上乱了才好 越乱越好 因为乱了就可以浑水摸鱼啊 过去方元对方三岁进行了一些行为限制 这次基本上全给放开了 除了隐藏好他自己 然后就随他在网上驰骋吧 过去不敢拷贝的各种资料 各种机密文件 现在那叫个毫无忌惮 因为网上一片混乱 谁知道谁攻击的你啊 再加上三岁的智能程度 根本就不怕被人逮着 即使留下一些小蚁白小痕迹 那又怎么的啊 你攻击别人不准别人反击啊 所以方三岁就跟过年一样高兴的不得了 因为他的资料库还在不断的完善 随着资料的完善 他的智能程度也在不断的提升 但是他的性格长相还停留在之前的样子 除非方元开放了这个限制 要不然他智能再高 性格模样也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方元很高兴 恨不得天天有人攻击他服务器 也都是好人的 有他们在 方元的人工智能可以成长得更快 当然这网上人呢也不都是傻子 很多人在攻击方蓝服务器以后 发现方蓝集团的服务器的防御系统 真的推强了 即使是DDOS攻击也全都被过滤了 本来按照上面的意思 方蓝服务器要真扛不住 就禁止进外IP链接了 反正又不做国外生意了 购买用户也都是华夏内的用户 但这么做 对方蓝集团的形象 肯定会造成影响 这是认怂的表现 再说了 这样的攻击都扛不住 方元怎么号称是 本世纪最强程序员呢 有三岁在 那结果是一副当官 万副莫开 没一个能破开方蓝防御的 甚至因为三岁的反击 哼 损失巨大 大家这时候再反应过来 大白的发明者 人工智能的先驱者 那不是浪得虚名 方蓝作为大白的开发者 方蓝服务器被智能控制 这不是秘密 不但是方蓝的员工知道 就是大厦的上层 境外的各大势力也都清楚 不用看猜都猜得出来 但大家以为 这个也跟大白一样 是通过逻辑算法的 一种伪人工智能 所以大家只能感慨 方蓝网络的伪人工智能 好厉害 却不知道 方蓝的服务器里头 有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 也正是因此 不但国内各大互联网企业 就是国外各大互联网企业 也都向方蓝集团纷纷发电来函 希望可以在互联网安全领域 和他进行商务合作 方蓝官网每天温柔泰山 打个卡都不卡顿的 渐渐的 这些人也就眼齐息鼓了 方蓝还感觉很遗憾 但是三岁现在算是鸟枪换炮了 出场方式都变了 以前骑个彩虹小马呀 施展个什么穿梭魔法什么的 现在人开着战斗机 手持加特林 推着方蓝的屏幕 就是一阵吐吐的 电脑屏幕上被他打得全是洞 一秒上百发 整个屏幕全糊了 方圆完全没法工作了 别看三岁这么玩闹啊 无论是战斗机还是加特林 所有的零配件都是按照真实数据 按一定比例缩小 制作出来的只要拿到图纸 现实里就能造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来 至于这东西怎么来的 那当然就是这段时间他的成果了 但方圆没有立刻把这些 很多的数据贡献给国家的想法 不是他不爱国是时机不对 现在他已经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已经不需要额外的光环 给自己身上往上垒了 而且很多发展计划还没展开 就目前来说 还是两个字 稳住 再来两个字 别了 看着满屏幕的黑洞 方圆有些无语啊 你这么搞 你这么搞 爸爸还怎么工作啊 爸爸陪我玩 我很无聊呢 因为网络大战消停下来 三岁被方圆给召回 不准他在网上搞事了 还没玩痛快的小三岁啊 心里不高兴 于是在方圆工作的时候 总跑出来捣蛋 希望方圆可以跟他一起玩 我不是说了吗 你只要努力干活 最多再有两个月 就有很多人陪你一起玩了 人工智能太智能了 他也不好 而且他对三岁的性格设定就这样 那只能说是自作自受咯 方三岁听到这话 不知道从哪儿 变了一把高压水箱来 对着方圆的屏幕就是一阵呲 把刚才被加特林打出的黑洞 全都冲洗干净 又变成了干净整洁的桌面咯 看着一身军装打扮的方三岁 方圆叹了口气啊 而且你可以自己想一些小游戏 加载在游戏里面 到时候让进游戏的玩家陪你一起玩吗 真的 三岁听到这话高兴地飞起来了 是真飞 背后长了两对洁白的翅膀 军装也变成了漂亮的小裙子 满屏幕到处乱飞 虽然三岁的性格很孩子气 但作为人工智能来说 依旧严格地遵守了权限机制 没有方圆的话 即使他想 他也执行不了 只有方圆同意 他才会拥有执行的权限 好了好了好了 你干活去 别打扰爸爸工作了啊 爸爸再见 三岁对着屏幕外头就是一个飞吻 整个屏幕一下子布满了红星跟玫瑰 接着他搜一下就飞走了 因为方圆这句话等游戏上线以后 在游戏里出现了各种强制性的趣味小游戏 比如闭眼抓人啊 老鹰抓小鸡啊 打雪仗啊 赶珠过河等等 要陪三岁玩开心了 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奖励 要没有三岁导弹呢 方圆的工作也就顺利多了 他让三岁回去工作 自己也不轻松了 大白的生产销售 他现在不插手了 全部的精力集中在 The Seekers第二世界的开发上 这个游戏是真的大 目前只是穷州地图做蓝本 开发出了穷州虚拟世界 这还是有三岁帮忙 要不然这工程量遥遥无奇 而方圆现在的工作呢 就是完善人机交互 实验室的脑波放大器 已经做出来了 结合3D投影技术 虽然做不到像科幻作品那样 让整个人都沉浸到游戏里 那么夸张 但就目前来说呢 已经很夸张了 而方圆准备花两个月的时间 把人机交互给完善 进入初步的内测阶段 之所以这么快 不是因为方圆自己原创 而是照搬脑子里的记忆罢了 要不然等他自己搞出来 没个十年八年 那恐怕是没指望了 而且这其中 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 所以说有外挂 就是牛 爸爸 你下班了没有 妈妈让我来嫁你了 忽然方圆办公室的门 猛的被从外面推开 小家伙直接跑进来了 整个方蓝集团 估计也只有小家伙 这样不敲门 强行闯入方圆的办公室了 沉浸在代码中的方圆 抬起头来 先是有些疑惑 这小家伙怎么在这 然后才猛然反应过来 周六周日 他在这加班 小家伙呢 一般都跟他到公司来玩 在方圆公司里啊 好玩的多了 周日周六 很多人加班不说 儿童托管中心 也有很多的小朋友 豆豆和小山 经常会过来 摇摇呢 更是常客了 舞蹈课上完了 方圆放下手头的工作 抬起头来 向小家伙说着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景焕宇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五百五十四期 嗯 早就上完了呢 妈妈说 你要下班回家吃饭饭了 小家伙跑过来 在方圆桌子底下钻过去 钻到了方圆的怀里 你呀 不能好好从旁边走过来吗 方圆揉着他的小脑袋 但小家伙压根没听他的话 对着方圆的屏幕就开始喊啊 三岁妹妹 三岁妹妹 你在不在呀 我在 三岁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 然后他骑着一颗导弹 在电脑屏幕上到处乱飞 跟个无头苍蝇一样 撞来撞去 逗得小家伙磕磕直笑 小家伙本来啊 近来是叫爸爸 没想到就跟三岁玩上了 现实世界的我 虚拟世界的你 依旧可以做好朋友 方爸爸 欣欣呢 瑶瑶忽然在办公室门口 把小脑袋伸进来了 他个子矮 没看到被电脑屏幕挡住的小家伙 我在这里 方圆还没说话呢 就听见小家伙的声音 然后他歪着脑袋 从屏幕后面把头伸出来了 电脑里的三岁也回头看 蠢萌蠢萌的 他的确可以看到 不但能看到 还能看到瑶瑶后背呢 因为方圆办公室斜对面 就有个监控摄像头 整个方蓝集团 全在他监控之内 我们要回家了吗 瑶瑶探出身子说着 回家吃饭吧 小家伙这才想起来 吃饭饭很重要呢 三岁妹妹再见 我要回家吃饭饭了 小家伙对着显示器招了招手 好的 我也要吃饭饭 三岁也高兴地说着 然后天空开始掉落 各种的糖果果冻面包等等 哇 三岁妹妹好厉害 小家伙馋的 口水都流下来了 三岁插着腰 仰着脖子 张大嘴巴 食物自动落到他嘴里 真的是超厉害 当方圆带着两个小家伙 来到蓝彩仪办公室的时候 蓝彩仪和宁玉婷 正聊着天 等他们过来 见方圆过来 两个人拎起包 站起身来 就准备一起回去了 本来拉着方圆的两个小家伙 立刻跑过去 抱住各自的妈妈 妈妈让你叫爸爸 你叫到现在吗 要不是杨阳去喊你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见着跑过来 拉住自己手的女儿 蓝彩仪忍不住 捏了捏他肉嘟嘟的小脸蛋 小家伙也知道自己啊 贪玩忘记了 傻笑着想蒙混过关 好了 咱走吧 今儿休息 爸爸不加班了 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 方圆这个时候 忽然说道 哈 两个小家伙听到这话高兴啊 那你们想去哪儿玩 去看小猴子 小家伙提议 不 去看好多鱼 摇摇说着 咦 什么好多鱼 吃的吗 小家伙好奇啊 就是好多好多鱼的地方 那叫海洋馆 宁宇婷 出声解释 那我不想去 要不然我们去水上乐园玩 小家伙想了想 去什么水上乐园 妈妈带你们去蝴蝶谷 蓝彩仪在旁边说着 蓝彩仪不太希望他们去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说是乐园的人多了 就成露天大澡堂子了 虽然这边靠海进 水池还算干净 但你架不住游人多呀 小孩皮肤焦呢 很容易染上皮肤病 还不如在自家游泳池玩 那卫生干净又好玩呢 蝴蝶谷 小家伙忽然想起来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不对 就是几个月以前 爸爸说要带外公外婆 去玫瑰谷 去蝴蝶谷 但他想去看小猴子 所以就去了猴子岛 蝴蝶谷里面有好多好多蝴蝶吗 小家伙很喜欢蝴蝶呀 女孩嘛 没几个不喜欢蝴蝶的 毕竟五彩斑斓的蝴蝶 天生就很吸引小家伙的眼球 所以他听到这话也很感兴趣 对呀 很多蝴蝶可好看了 里面还有好看的蝴蝶标本卖呢 瑶瑶在旁边说着 瑶瑶 你去过吗 小家伙很好奇呀 对呀 我妈妈带我去的呢 去年大概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带他去的 没想到你还记得啊 宁雨婷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笑着说道 嗯 决定了 明天我们就去蝴蝶谷 小家伙右手握拳 吹了一下左手的手心 好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似的 妈妈 我们明天也去蝴蝶谷吧 瑶瑶听了呀 仰着脖子对宁雨婷说着 妈妈明天就不去了 你跟方叔叔还有蓝妈妈一起去吧 妈妈明天还要上班呢 宁雨婷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一起去 工作终于在做吧 蓝彩一在旁边说着 还是算了 这段时间天天加班 你们两个正好在外面好好走走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你们帮我照顾好瑶瑶就行 宁雨婷笑了呀 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瑶瑶是孩子那没关系 但是她如果要进入方圆和蓝彩一的生活里 很容易引起二人的反感 果然她这话说完 蓝彩一也就没再坚持了 瑶瑶也不是第一次跟方圆他们出去玩了 自然没什么不舍 反倒是很开心 她喜欢方爸爸 也喜欢蓝妈妈 也喜欢欣欣妹妹 和他们一起出去玩就很开心 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她出现在了方圆家门口 头戴黄色太阳帽 上身是圆领的黑白条纹T恤 下身是个七分牛仔裤 脚上是一双豆瓣式的源头运动鞋 左肩跨了一个独眼怪兽小背包 右肩跨了一个米老鼠小水壶 武装齐全又猛又啃耐 方圆他们还没吃早饭呢 所以她就乖乖的抱着小水壶坐在沙发上等大家 这乖巧的样子 让人心疼 让人疼 让人爱 方妈妈特地把电视打开给她看 而且她早上是自己过来的 宁宇婷把她送到自家大门口 然后就站在门口看她进了方圆家 宁宇婷也想锻炼一下自己女儿 但回家以后有些不放心 悄悄咪咪给蓝彩医打了电话 确认小家伙真到了 心裁彻底放下来 等吃了早饭 方圆蓝彩医带着俩小家伙出发了 小家伙打扮得跟瑶瑶差不多 不穿裙子是因为蝴蝶谷里面 是山中丛林 蚊虫较多 而且小孩喜欢随地乱坐也不安全 跟脚的运动鞋 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方便到处乱跑 所以说孩子穿衣服也有讲究 今儿这天气也好 阳光明媚甚至有点热 但没关系到蝴蝶谷就凉怪了 蝴蝶谷在原始优深的热带丛林里 三面环山 谷内有条小溪 所以气候比外头要凉爽 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 照在两个小家伙身上 微风徐徐俩 小家伙心情显得极好 迎着太阳开始高兴地唱起歌来 但唱的也不是什么正规歌曲 你一句我一句瞎唱 想到哪儿唱到哪儿 把自己逗乐就完事 但蓝彩一就受两个小家伙的影响 开始轻轻哼唱起了 红红的太阳升起来 渐渐的两个小家伙也加入了蓝彩一的歌声 方圆听着歌 看着窗外广阔的海面 和那冉冉升起的红太阳 看着那翱翔而过的海鸥 它的心情也随之飘荡了起来 从鹿市市区到蝴蝶谷 开车就一个小时 再加上今天是周日 早上车不多 一路通畅 到蝴蝶谷的时候 九点还没到呢 蝴蝶谷游人不多 因为这是最近几年刚开发的景点 大门是个蝴蝶造型 很吸引小家伙的注意力 门票也便宜就几十块 俩小家伙一左一右 一边站一个 让蓝彩一给他们在大门那拍个照 今儿小家伙把他的小相机也带过来了 因为今天肯定可以拍到很多好看的照片 方圆他们出门的时候 带了一个大胯包 把两个小家伙的东西都放在了胯包里 到目的地以后 徐古兰跟在后头帮忙拎着 本来这事的不应该他们做的 但方圆又没有生活助理 一般都是他们来 也不是多么累的活嘛 蝴蝶谷里 悬水缠缠 倾心宜人确实是个好地方 两个小家伙高高兴兴 欢欢快快的在前头奔跑 蓝彩一挽着方圆跟在后头 好些日子没这么轻松惬意了 上次两个人这么悠闲自在 还是回笑那一次 两个人好好的重温了一下 大学的美好时光 走过林小道 走过操场 走过他们曾经一起休憩的湖畔 不过就是这温馨的回忆有点小贵啊 方圆向自己母校捐赠了三千万人民币 还签订了五年的实习生输送合同 好在方圆提前打了招呼 校方也没搞得太过隆重 就这样不但所有的校领导全部到场 还有方圆蓝彩一的老师辅导员 全来了搞了个小型的欢迎仪式 方圆呢还在大讲堂里 给学弟学妹们做了一场有关人工智能的演讲 原本呢 穷州大学是没有人工智能这个专业的 但是出了方圆这样的杰出代表性人物 所以穷州大学去年呢 就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 争取培养更多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端人才 爸爸蝴蝶 蝴蝶呢 为什么没有呢 忽然前头的小家伙呀 跑回来一脸气氛插着腰 质问方圆为什么没有看到真正的蝴蝶 这不是骗小孩吗 虽然这古内百花盛开 各种蝴蝶的这个牌子呀 石雕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布景啊 是很好看 但他想看真正的蝴蝶呀 你看那几个什么字啊 方圆指了指不远处 一座白色的椭圆形的玻璃房子 小家伙抓了转脑袋 仔细地想了想 然后说呀 我认识啊 不认识你想这么就干嘛 那个是蝴蝶馆 里面有真正的蝴蝶 那还懂什么呢 我们赶紧去吧 小家伙转身就要跑啊 等等 方圆赶紧喊出拉着摇摇 转身就往前跑的小家伙 干什么 不要耽误时间 小家伙回过头来 不满地说着 你跑错方向了 这边上去 方圆指着前面一个岔路 哦 真是的 也不早点说 小家伙拉着摇摇 又跑到了正确的路上 这小家伙 不是 他像谁啊 他 肯定是像你 我觉得像你 我小时候不这样 就像你 蓝仔一用胳膊 抵在方圆的腰上蹭了两下 像我 像我 好的都像你 不好的都像我 行了吧 错 我女儿就没有不好的 蓝仔一笑了 然后带头向着小家伙们追上去 方圆被他拽着往前跑 方圆也没反驳 看得出来 蓝仔一现在心情很好 哇 好多蝴蝶呢 俩小家伙一进蝴蝶馆 惊呆了 那玻璃罩里啊 墙壁上 全是蝴蝶 各种各样的蝴蝶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蝴蝶 让他们目不暇接 看了这个 看那个 各种颜色 各种纹理的蝴蝶 简直是大自然的恩赐 每一对翅膀 都是一幅完美的画呀 两个小家伙都看吃了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 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55集 小家伙见到喜欢的呀 就忍不住 用小相机给拍下来 当然还有他和瑶瑶 还有各种蝴蝶标本的合影 好在今天蝴蝶古人不多 没有那种拥挤 也方便了两个小家伙 凑近了观看 方元和蓝彩仪 跟在他们的身后 帮他们解读 标本标签上写的文字 让他们了解 这只蝴蝶来自哪里 叫什么名字 这种边玩边教育 才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 也让他们能够接触 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除此以外呢 还有蝴蝶画 蝴蝶首饰 冰箱贴 工艺品 纸贴画等等 不但两个小家伙 一人买了一个蝴蝶发卡 就连蓝彩仪 也买了一个蝴蝶的胸针 除此以外 还买了两副蝴蝶画 这个是用真正的 蝴蝶标本做成的 价格就有些昂贵了 另外还有蝴蝶插杆 蝴蝶蹬一些小东西 买了这么多东西 一群人心满意足 出了蝴蝶馆 等出了蝴蝶馆 小家伙这才反应过来 不对呀 我要看的是那种 真正的蝴蝶 能飞的蝴蝶 于是 他又斜着眼睛 看着方圆 方圆看他这可爱的小模样 忍不住捏了捏 他肉嘟嘟的小脸蛋 你想看真的蝴蝶 你要往前走 要是蝴蝶都在这个山谷里 那不早飞走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还能骗你 当然会 你骗我很多次了呢 你是大骗子 喂喂喂喂 小孩要诚实啊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这是 这是诽谤 你知道吗 肥胖 我才不肥胖 老爷爷说 我这是健康强壮 你这个大坏蛋 小家伙气哼哼的呀 伸出小爪子 就要戳方圆的肚皮 方圆一个闪身让过去 我没有说你肥胖 我说的是 诽谤 还撒谎 这不是个好孩子 看我不揍你屁屁 小家伙立刻向着方圆 追过去了呀 欣欣 等等我 瑶瑶在后面追着欣欣 董老师说 不能用手打人 打人不是乖孩子 嗯 那怎么办 小家伙停下来问他呀 董老师还真就这么说过 用棍子 瑶瑶举起了手里的蝴蝶插杆 既然是插杆 自然有一条长长的杆子 这杆子上头有个蝴蝶 一走起来上面的蝴蝶还会抖啊抖啊 就像是活了一番 哼 瑶瑶你真聪明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立刻挥舞着手里的蝴蝶插杆就追上去了 其实那个杆子呢 是塑料做的 打人不会真的疼 一直追到真正的蝴蝶园 一行人才停下 这里的蝴蝶 千姿百态 树干上 花朵上 草坪上 密密麻麻全是蝴蝶 但是这片山林呢 被一张大网给罩住 防止蝴蝶飞走 小家伙也顾不上找爸爸算账了 捏手捏脚的 想要抓住蝴蝶丛中的一只小蝴蝶 忽然方圆在他身后一声大吼 惊得所有的蝴蝶振齿高飞 小家伙连蹦呆跳 一只也没捉住 于是他立刻转过头来 凶狠地盯着爸爸 嘴里发出哼哼哼哼哼 坏蛋爸爸之类的声音 就在他准备转身的时候 忽然有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 在空中划过一个美丽的弧度 停在了小家伙的鼻尖上 小家伙好像被试了定身术 屏住了呼吸 一动都不敢动了 生怕惊走了这只蝴蝶 可终究他还是没有憋住气 一个吸气惊走了这只蝴蝶 只留下了小家伙遗憾的长探声 虽然小家伙没有抓到小蝴蝶 但他刚才的小模样 却被后面跑过来的瑶瑶给拍了下来 刚才在蝴蝶馆的时候 小家伙想要和一只蓝色的蝴蝶合影 就把相机交给了瑶瑶 于是这会儿啊 瑶瑶就用傻瓜式小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蓝彩一一走在最后面 看着前头 方圆带着两个小人嬉戏玩闹 整个蝴蝶谷里都是他们的欢笑声 这欢笑声惊得满谷的蝴蝶四处飞舞 无比的壮观 无比的绚丽 虽然小家伙仍旧想抓一只蝴蝶 但被方圆给制止了 因为蝴蝶谷里啊 是禁止不捉蝴蝶的 要不然你捉一只 我也捉一只 这些蝴蝶早就给捉完了 哪还能看到蝴蝶呀 这也是之前为什么小家伙想捉蝴蝶 方圆故意把蝴蝶惊走的原因了 不过因为这蝴蝶太多了 总有一些会停在他们头上 衣服上 方圆和蓝彩一这个时候啊 自然抓住机会给两个小人拍照 小家伙也不闲着 使劲拿着他的小相机到处拍 瑶瑶好奇的四处看着 蹲下来看看草丛里的嫩叶 弯下腰 吹一吹花朵上的花蕊 跑来跑去 追逐着五彩斑斓的蝴蝶 他成了心心镜头里最亮的仔 给心心提供了不少的素材 一行人从蝴蝶谷里出来 已经是中午了 方圆一行人也就没回去 而是在附近找了一家饭店 饭店不大 但意外的 有几个玻璃鱼缸 里头养着一些海鲜 现捞现烧 方圆捞了几只石斑鱼 一只大龙虾 又要了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还有个土豆丝 熄活 石斑鱼呢 不能太大 越小越好吃 一般在一斤二左右 最好啊 是八两 大龙虾大概三斤左右 他们两个大人带两个小孩吃啊 足够了 至于梁飞白他们在另一桌 想吃什么自己点 方圆只管结账 等菜上来以后啊 方圆发现两道海鲜意外的 味道很不错 特别是蒜蓉大虾 瑶瑶跟欣欣都特别喜欢吃 土豆丝也不错 蓝彩一喜欢 只有那道西红柿炒鸡蛋的 太难吃了 主要西红柿的硬邦邦的 不说它有一股酸味 和鸡蛋炒出来以后 蛋是蛋 西红柿是西红柿 没有丝毫食欲 所以这盘菜到最后也没人吃 倒是方圆怕浪费 吃了几筷子里面的鸡蛋 其他几道菜全给吃个光光 两个小家伙重点照顾 大龙虾和石斑鱼 石斑鱼的菜呢 本来就少 再加上方圆蓝彩一细心 帮他们踢好了 两个小家伙自然吃得 异常的高兴啊 最后两桌一结账 五百块钱都不到 很实惠了 饭饱菜足 小家伙捧着小肚皮 卖着小布子 不愿意这么早就回去 他还想再玩一玩呢 于是方圆和蓝彩一合家 那就玫瑰谷逛一逛呗 实际上啊 这旁边还有一个森林公园 但是那儿山市比较陡 而且还有吊桥啊 玻璃窄道 很刺激 但方圆怕累着两个小家伙 还是去玫瑰谷好一些 于是呢 去车前往玫瑰谷 五公里不到的路程 十分钟也就到了 古典古人很少 同样是买票进圆 隔着老远就能闻到淡淡的花香 现在啊 正是玫瑰花开启的时节 整个玫瑰谷里 叉子烟红 各种品种的玫瑰花 争集斗艳 其实啊 玫瑰谷不但瑶瑶来过 欣欣自己也来过呀 但欣欣上次 是跟老爷子一起 还有外婆她们来的 去年十月份左右吧 虽然那会儿有玫瑰 但没现在多 于是一行人 在玫瑰谷里溜达一圈 拍了不少的照片 最后买了几瓶玫瑰香水 一盒玫瑰饼 玫瑰饼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尤其是云南啊 那是香花饼的代表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东西呢 名声大于口味 小家伙啃了两口 就不愿意吃了 然后让瑶瑶也啃了一口 瑶瑶也不太想吃 最后全进了方圆肚子 方圆把剩下的饼吃了以后 把剩下几乎一整盒的 玫瑰饼默默收好 准备回家呀 小敬方爸爸 不能浪费了 从玫瑰谷里出来 两个小家伙表情 依旧是精神饱满 等上车以后啊 再回去路上 就悄咪咪睡着了 别说他们呀 就是蓝彩医都觉得 有点累 有点乏了 今天走的路 走的有点多了 于是蓝彩医 靠在方圆的肩上 也睡着了 苍原轻轻的 把两边的车窗 都给关小了些 怕风把他们吹感冒了 自己掏出手机 准备到网上冲浪 还没开始冲浪呢 就收到一条 何欣平的信息 他有些奇怪 平时何欣平 很少私下和他联系 就是有联系 也是在那个 五人群里聊 我跟你打听个事情 何欣平发过一信问 啊 有什么 你问 我想问一下 你们公司里 有没有一个叫 夏美军的 夏美军 这名字一听 就是一个女孩 方圆不由心生八卦之心呢 这是何欣平第一次 打听有关女孩的事 对 你帮我查一下 好 你等我一会儿啊 方圆按耐住心里的好奇 通过手机 联系了三岁 几千人的公司 他哪能知道 到底有没有啊 但不管是公司的正式员工 还是实习员工 三岁的服务器里 应该都有完整的 大案资料 有三岁帮忙 很快就找到了 夏美军的资料 资料显示 夏美军 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今年22岁 川属人 今年刚毕业 进入方兰集团销售部实习 还不足一跃 他应该是宁宇婷的直属下属 见到川属人 方圆若有所思了 因为何欣平也是川属 难道是老乡吗 怎么样 你查到了没 这个时候啊 何欣平又发了一条消息追问 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 他心情是真的很急切 查到了 刚来公司 还在实习 方圆直接把资料 发给了何欣平 何欣平秒回一声谢谢 不是 多问一句啊 他和你认识吗 要不要在公司里 关照一下 方圆试探性的问着 但过了好一会儿 何欣平却没有回复 就在方圆准备收起手机的时候 收到一条新的信息 明天周一 中午我找你 咱们见面聊 行 中午见 兰采一和两个小家伙 在车上一觉睡到家 然后被方圆咬醒 到家了 两个小猪猪下车了 方圆先下车 然后把两个小家伙 从车上抱下来 两个小家伙这会儿 还有点迷雾 站都站不稳 一个人抱着方圆一条腿 晕晕乎乎的 方圆怕他们两个摔了 也不敢动 等他们两个先晕好 兰采一从车上下来 把买的东西也拿下来分好 瑶瑶那一份啊 等一下他得自己拎回去 到家了呢 瑶瑶迷迷糊糊的 瞪他眼睛 对到家了 方圆摸着他的小脑袋 小家伙呢 这时候也清醒了 放开方圆 对着瑶瑶说道 我们一起去玩吧 这小家伙呀 睁眼不是玩 就是吃 这个时候方爸爸 从屋里走出来呀 都回来了 今儿在外头 玩得开心吗 开心 小家伙大声地回答呀 睡了一觉的小家伙 再次精神饱满 瑶瑶啊 今儿就在我们家吃饭吧 你方奶奶做了 可多好吃的呀 方爸爸转头 又对着瑶瑶说着 瑶瑶仰着脖子 扎巴一下眼睛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外公外婆 还有妈妈 一定想我了呢 真是个乖孩子 那让方爸爸送你回去 啊 看着他乖巧的小模样啊 方爸爸满心的欢喜 今天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蓝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56集 方爷爷再见 蓝妈妈再见 七星再见 小家伙不说还好 一说就越发地迫不及待了 转身就往院外头跑 方圆赶紧跟上去啊 等等 把瑶瑶的东西带上 蓝彩医也出声喊着 瑶瑶等等我 欣欣焦急跑过来凑热闹 瑶瑶回家你过来干嘛呀 方圆回身 接过蓝彩医手里的袋子问她呀 我送送她呀 小家伙说得理直气壮的 瑶瑶听说欣欣要送她 立刻在门口停下来了 既然这样 你把瑶瑶送到他们家门口 爸爸在这看着你们 自己去吗 小家伙精力 当然是自己去了 早上瑶瑶都是自己过来的 瑶瑶闻言立刻自豪地点了点头啊 好的 那我送瑶瑶 你不要走开哦 小家伙大声说着 感觉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又不放心 方圆怕她会走了 放心吧 爸爸和妈妈一起在这里看着你 蓝彩医走过来笑着呀 那 这个袋子 你们两个一起拎 方圆把塑料袋打开 让他们一人抓一个耳朵 于是两个小家伙兴致勃勃就往前走 走到一半的时候呢 小家伙有些不放心 拽着瑶瑶停下来 转过身来 看爸爸妈妈果然还在看着她 不由松了口气 还对他们招了招手 这才继续往前走 妈妈 我回来了 走到家门口 瑶瑶颠着脚尖 摁了摁门铃 宝贝回来了 欣欣妹妹也在哦 宁宇婷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来 门禁是可视的 她早就下班在家里等女儿回来了 哎呀 还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宁宇婷打开门 赶紧接过两个小家伙手里的袋子 欣欣是送瑶瑶回来的吗 你真棒 然后啊 还夸了一下小家伙 宁阿姨夸的呀 小家伙高兴着笑 宁宇婷摸了一下 她的小脑袋问她 你一个人送瑶瑶的忙 爸爸妈妈呢 欣欣指了指路口的方向 宁宇婷抬头看过去 这才发现 方圆蓝彩衣都在门口看着这边 向他们挥了挥手 打了个招呼 行了 你现在完成任务了 自己回家去吧 瑶瑶 跟欣欣再见 宁宇婷笑着呀 欣欣再见 拉着妈妈手的瑶瑶 闻言也乖巧地说再见 瑶瑶再见 明儿影再见 小家伙说完 双手向后 跟火影忍者似的哈 低着头 就往自己家的方向跑 宁宇婷看她走了 方圆蓝彩又在看着 也就拉着瑶瑶回到家 远门啊 哐当一声关起来了 小家伙听到声音 回头一看呢 见瑶瑶和她妈妈 已经回去了 正继续往前跑 忽然发现 路啊 静悄悄的 风吹过树梢 地上的树影婆娑 像是这个恶魔张牙舞爪 他感觉背后有人呢 魔鬼 爸爸 小家伙拔腿就往家里跑 好像真有个魔鬼 在背后追的一样 方圆蓝彩远远看着 忽然就看小家伙 大呼小叫跑过来 有些不明所以啊 他这是怎么了 小孩子谁知道啊 方圆嘴上这么说 人确实已经迎上去了 他蹲下身子 一把把一脸惊恐的小家伙 搂在怀里 小家伙搂着爸爸的胳膊 跟个小猴子一样 一下子窜到爸爸的身上 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 你说这怎么了 爸爸 爸爸 后面有魔鬼 魔鬼 哪有什么魔鬼啊 这个小家伙又开始胡思乱想 自己吓自己 小家伙闻眼往后看了一眼 空荡荡的 路上什么也没有 原来没有魔鬼呀 小家伙松了一口气 你这个小傻瓜 你世上哪有魔鬼啊 看着小家伙 蠢蠢蠢蠢的小模样 方圆忍不住 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 谁知道呢 不过有爸爸 魔鬼我也不怕 小家伙搂着方圆的脖子 开心的说着 但这话呀 着实把方圆给暖到了 糟了 我们也进去了 方圆抱着小家伙 往家里走 等进了家门 正在看电视的老爷子 见到小家伙 立刻把他拉过去 现在是一天没见着 老爷子都想着慌啊 小家伙嘴巴甜又会说 嘚巴嘚巴 跟老爷子说了 今天的经历 方圆把袋子里的 玫瑰饼拿出来 递给旁边的方爸爸 啊 这个是欣欣买给你吃的 买给我的 方爸爸有些疑惑的 接过去 怎么 你不要啊 那还我啊 要要要 欣欣给我的嘛 她的一片心意 要 方圆为言松了口气呀 蓝彩衣在旁边有些想笑 但是硬生生给憋住了 方爸爸拿着盒子看了看 然后转身去了厨房 对正在做饭的方妈妈说呀 哎呀老婆子 欣欣给我买了一盒这个 玫瑰饼啊 我不爱吃甜的 给你吃吧 方妈妈文言 抬头看了一眼方爸爸 欣欣给你的 不是 方圆给我的 哦 那你放哪里吧 方爸爸文言啊 把盒子放在旁边案板上 转身出了厨房 坐在桌子前头 拿起今天的报纸开始看 方圆正河水呢 心里头还是有些嘀咕 早上送的报纸 这会儿还没看完呢 这时候啊 方妈妈拿着玫瑰饼 从厨房里出来了 回来了 哎 妈 你做饭哪 等下我弄就行了 这玫瑰饼不便宜吧 请居里的那怎么可能便宜 方圆随口说着呀 那这给你吃吧 这么贵的东西 我可舍不得吃 说着 方妈妈就把玫瑰饼 塞到了方圆的手里 不等方圆再说话 转身又回厨房了 旁边呢 方爸爸放下报纸 哼着小犬 向着老爷子的方向走去 方圆看着手里的玫瑰饼 陷入沉思 这这 问题出在哪呢 同样在旁边喝水的兰彩 一忍不住 就开始笑 小家伙正在兴致勃勃的 跟老爷子说他的见闻 瑶瑶呢 也在家里 向着妈妈 外公外婆 说他今天去了哪里 玩了什么 中午吃了什么 可谓是事无巨细 不但如此啊 瑶瑶还给外公外婆 还有妈妈 都带了礼物 都是在蝴蝶馆里买的小东西 当然 虽然瑶瑶出门的时候 照例小背包里 有宁宇亭放的两百块钱 但是有方圆在 怎么可能让他付钱呢 东西虽然不贵重 但小人出去玩 还能想着给他们带礼物 这可把几个大人给感动坏了 因为今天玩了一整天 方圆没有允许小家伙晚上出门玩了 而是让他看了一会儿动画片 又在家里玩了一会儿 就让他洗澡睡觉了 但真不得不说 小孩这精神是太好了 方圆身体强壮 那还好蓝彩 已经昏昏欲睡 但小家伙仍然就在床上 滚来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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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把小脚丫子放在爸爸身上 一会儿把小脚丫子搭在妈妈身上 一会儿把小脚丫子放在自己面前 抠啊抠啊 拜呀拜呀 你不睡觉你还干嘛呢 赶紧把眼睛给我闭上 可是我睡不着 闭上眼睛你很快你就睡着了 嗯 那好的 小家伙乖乖的闭上眼 他没过五秒钟 他就开始哼歌了 小脱子挖挖 把门儿开开 不开不开就不开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唱歌呀 你唱歌你还能睡得着觉吗你 当然可以呀 我唱歌把自己哄睡着 是吗 那你小声点啊 方圆实在拿这小人没办法了 小家伙呢果然声音小了些 方圆本来也准备想睡 但小家伙在旁边小声的念叨念叨 他越是不想听 这声音就越往耳朵里头钻 感觉一脑子嗡嗡嗡嗡嗡嗡 再加上方圆本身听觉灵敏 更是心生烦躁 旁边蓝彩仪都睡着了 这小家伙还在唱 已经唱第三首了 最后方圆实在忍不住的想发火的 那又不能啊 他想跟小家伙商量一下 能不能别唱了 实在不行 对吧 方圆准备给他讲个故事也行啊 但就在这时候啊 小家伙停止了唱歌 呼吸平缓 真的自己把自己给哄睡着了 但是没有小家伙唱歌了吧 方圆他又睡不着了 怎么 昨晚你没休息好啊 第二天早上 精神饱满的蓝彩仪 看着方圆精神不好啊 他有些奇怪 按理说昨天睡得很早啊 嗯 昨天失眠了 昨天 昨天方圆折腾了很久 没睡着 索性 起床到书房 马带马去了 谁知道这一写带马 时间给忘了 等天亮才反应过来 又回到床上补了一小叫 实在不行 你今天就不要去公司了 在家休息一天 这段时间呢 方圆一直都很忙 好不容易昨天休息 又带孩子出去玩 所以他有些担心方圆的身体 没事 我恢复得快 早上去趟办公室再咪一会儿 就没事了 方圆说的也是实话 虽然他看着像是没睡饱 但是实际上情况不严重 毕竟人身体素质好啊 爸爸 我睡得很好哟 小家伙忽然插嘴 爸爸知道啊 你啊 睡得像个小猪猪一样 比小猪还好 是是是 你比小猪好 走吧 下楼了 方圆说着 把小家伙给抱了起来 好的 小家伙开心的答应一声啊 今天怎么一起床心情就这么好啊 有什么开心事情啊 方圆看着小家伙满脸笑容 自己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 因为今天上幼儿园了呀 我又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了呀 喜欢上幼儿园啊 当然了 幼儿园里有很多好朋友 我可以跟他们一起玩 是吗 你开心就好 我天天都很开心啊 那就真好 爸爸希望你每天都这样 嗯 爸爸妈妈也要开心哦 大家都要开心 小家伙呀 认真地点着头 只要你开心了 爸爸妈妈就都开心 大家也就都开心了 嗯 小家伙听到这话傻笑啊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 但他喜欢这种很快活的感觉 于是 一手拉着妈妈 一手拉着爸爸 踹着他们的胳膊就开始跳啊 哎 飞咯 方圆和兰采一配合着 一起使劲 把他从楼梯上拎了下去 哎呀哎呀 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小孩子胳膊不能这样拎哪 脱臼了怎么办 小孩子脱臼容易造成习惯性脱臼的 以后经常脱臼 那就麻烦了 方妈妈在楼下见到了呀 冲着方圆就是噼里啪啦的一顿鼠落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拜拜 猪起来还容易掉头发 哎 彩衣 你站在这里干嘛 你带欣欣去刷牙洗脸去啊 哦 妈 那你继续 蓝彩衣笑着把小家伙给拉走了 小家伙临走的时候 爱对着方圆兔舌头 半鬼脸 不是妈 我也要刷牙洗脸啊 方圆叫起了撞天驱 知道了知道了 不是妈说你啊 你白天工作那么忙 晚上就不要再干活了 昨天晚上那都几点了 我看你还在书房干活 方圆本来以为呀 方圆妈妈要继续教训她呢 没料到老妈话锋一转 却关心起她来了 不是妈 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有点失眠 我就起来干活了我就 昨晚我起早看见的 你那可不是一会儿 妈又不懂 怕打扰到你 就没叫你 不过你工作 自己要有个度 劳意结合 方妈妈伸手 把方圆有些凌乱的 眉角给妈平 然后看了看自家儿子 满一点点头 自家儿子 就是帅啊 方圆听到这话 心里很感动啊 方妈妈知道方圆不是一会儿 那是肯定起来好几次了 好妈知道了 方圆伸手包了一下方妈妈 方妈妈却是嫌弃的把方圆给推开了 行赶紧刷牙去吧 妈给你包了莲子百合瘦肉汤 等会儿多喝点 好嘞 这个时候啊 方爸爸也从院子里进来 他有些奇怪 干啥子呀 干啥子 干啥子啊 一天天呢 赶紧去叫老爷子和柳青妹子 回来吃饭 方妈妈摆他一眼去厨房里了 厨房煲了汤 方圆既然起来了 现在端下来凉着 等会儿正好喝一口 方圆赶紧跑了呀 方爸爸摸了摸脑袋的 有些莫名其妙 自己是 什么情况 早上方圆在方妈妈的监督下 硬是喝了两大碗莲子百合瘦肉汤 方妈妈说这个对熬夜失眠的人特别好 说的就跟灵丹妙药一样 小家伙喜欢吃 但不太喜欢喝汤 也从来不喜欢吃汤泡饭 特别讨厌汤汤水水的东西 那这个习惯呢 像方爸爸 方爸爸就喜欢吃干饭 不喜欢吃稀饭 不喜欢喝汤 一辈子都这样 所以吃早饭的时候啊 他把汤里的莲子肉丝 全烙了吃了以后 剩下的百合汤 也全都交给方圆喝了 等吃过早饭呢 方圆送女儿上了学 似乎觉得自己肚子里头 还在哐当哐当哐当的响 里头全是水 等把小猪猪送上了校车 方圆跟兰仔一起去了公司 路上遇到同去公司的宁宇亭 两个车一前一后 到了公司 方圆回到办公室里 却没休息啊 他现在精力 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给他睡他也睡不着 还不如干活呢 于是打开电脑 连上服务器 继续昨晚上还没写完的代码 他现在所有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在服务器上操作 本地电脑啊 也就是个链接作用 这样既方便 又有效率 省得上传和整合了 不过公司其他程序员 就不行了啊 都是按照方圆指定的 格式首次来写 然后再上传到服务器里整合 其实写代码跟写作一样啊 一个人一个风格 要没有标准的流程文档 大家随便来写 那整个后台无数吧 方总 您的茶 方圆刚打开电脑 陈婉营啊 就把方圆的茶给泡好了 这基本上是他每天必做的工作之一了 哦 今天不喝茶 你去蓝总办公室 从他那儿给我搞点咖啡过来吧 方圆头也不抬 看着屏幕说着 说实在的啊 方圆跟蓝彩仪两个人 很多生活习惯的真不一样 甚至性格上 都有很大的差异 方圆喜欢喝茶 蓝彩仪喜欢喝咖啡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吧 大家刚好互补了 两个人反倒相处得很和谐 很舒服 当然两个人都不是那种 你必须要服从我 你必须要跟我学的那种矫情性格 甚至都会为对方考虑 先为对方考虑 这是和谐的秘诀 曾婉营文言的转身出去 不一会儿啊 蓝彩仪端着一杯咖啡进来了 怎么了 上午状态不好吗 怎么想到喝咖啡啊 不是说早上来先休息一会儿吗 蓝彩仪直接绕过办公桌 把咖啡放在了方圆的手边上 人就坐在方圆办公桌上 一边捧过方圆的脸 凑到自己眼前仔细瞅 没事 这是把他当欣欣嘛 方圆想要争夺呀 他经常就这样捧着 小家伙的小脸蛋 肉嘟嘟软乎乎 喜欢 别动 让我看看 蓝彩仪娇称啊 方圆见真不脱 那就顺势上去要亲一口 要死了 这是在办公室呢 蓝彩仪被亲了一口啊 红着脸 放开了方圆 办公室的 也是很有情趣的嘛 方圆是满脸坏笑 看来你是真的没什么事 蓝彩仪无语 本来就没事 好了 你忙你的去 呃 或你要是想在这儿陪我 哦 我也真不反对 方圆说着 伸手想把蓝彩仪搂过来 蓝彩仪确实没让他得逞 直接站起身来 上午还有自己的事情呢 你的咖啡放在这里了 不加糖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亲我一口 比喝咖啡效果好多了 方圆点着脸啊 他本来只是开玩笑 还没想到蓝彩仪真的捧起他脸 重重亲了一口 就在方圆两手不太老实的时候 蓝彩仪又着急退回去了 我回去工作了 也不管方圆的小声嘀咕 说完这话 蓝彩仪转身就走 其实蓝彩仪自己也有些害羞 有些不好意思 等跑出办公室 这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方圆呢 因为很少喝咖啡 所以感觉咖啡对他的效果呢 还不错 至于茶的基本上已经免疫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 何欣平给方圆发了一条消息 不忙吧 不忙 你直接过来找我就完了 要不我找你 哪能劳你大驾呀 我过去找你 去你们食堂等你 正好中午侧你炖饭 那你来办公室呗 然后一起去食堂 那行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过来 OK 和何欣平聊完 方圆也没继续在工作 伸展了一下身体 在落地窗前都看着那辽阔的海面 就是天气好啊 海面上波光淋淋 海鸟飞翔 但是 他却困在这个三百多平的办公室里干活 有点太憋屈了 然后方圆就觉得自己很憋屈 很憋屈 他想要自由 就在这个时候啊 内部坐机响起来了 方圆按下接听键 方先生 有个何先生找您 说已经跟您约好了 对 你让他直接上来 不一会儿啊 陈婉宁就领着何欣平进来了 现在要见你一面呢 真的是要通过蹭蹭关卡呀 何欣平开着玩笑 那当然了 所以你得珍惜机会 方圆也在开着玩笑 方先生 何先生 你们聊 我去给何先生倒杯水 陈婉宁在后面问着 不用了 我过来蹭饭的 不是过来喝水的 走 食堂去吧 边吃边聊 何欣平说的 陈婉宁看了一眼方圆 方圆摆了摆手 曾婉宁就转身出去了 走吧 食堂 方圆说着也转身向外 何欣平赶紧跟上 哦对了 要不要把那个 夏美军也叫上 忽然方圆回过头来 眼角带着一丝隐晦的笑意 不是 我跟他真的没什么的 我说你们有什么了吗 我说不过你 走吧 别耽搁时间了 等会儿我详细跟你说 我早上还没吃饭呢 哦 大师这么扣我 早饭都不给工啊 哎呦不是 是我睡迟了 你这么勤快的人还能睡迟了 失眠了 方圆大有深意啊 何欣平知道他什么意思 邪灭他也没搭理他 等两个人来到食堂 因为还没到下班时间 食堂里人不多 两个人各自拿了餐盘 找了几个自己喜欢的菜式 这才坐下来 准备好好聊聊 何欣平的故事也不复杂 他四川人嘛 准确的说是四川威州人 他有个女朋友 女友家跟他虽然不在一个村 但两个人是一个小学 一个初中 一个高中 还都在一个班 08年的时候 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到来 女朋友把生命留给了他 在往外逃的时候 把他一把推了出去 何欣平活了 他女友没了 那场灾难 不仅夺走了他的女友 还夺走了他的父母 人没了 家也没了 何欣平在医院里 躺了整整一个多月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好在这个时候 二叔和二婶收养了他 他们的儿子 也就比何欣平小一岁 那个比他小一岁的堂弟 也死在了那场灾难里 从此二叔二婶 把他当作亲儿子养 后来他们又给何欣平 添了个新弟弟 但即便如此 他们对何欣平的爱 却从未减少 他女友夏采霞一家呢 说起来 比何欣平一家要幸运一些 女友的妈妈妹妹 也都活了下来 只是女友的妈妈 在那场灾难里 失掉了一条腿 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 女友的妹妹也刚上中学 那段日子是最苦的 何欣平自己也只是个高中生 什么忙也帮不上 只能利用休息时间 去他们家帮忙干些农活 后来加上一些国家的帮助 这才勉强熬股 当上了大学 何欣平就拼命地打工赚钱 赚钱都寄给了女友家里 女友的妹妹夏美军 因此才没有辍学 而何欣平之所以报考 穷州大学也是因为 女友以前和他有个约定 大学毕业以后 两个人要一起去看海 内陆的孩子 总是对大海有着莫名的向往 关于何欣平女友夏采霞的事情 方元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 但也只是从何欣平的 直言片语里知道 何欣平从来没有像是 这么详细地和别人诉说过 方元本来以为何欣平在说起的时候 应该很难过 但是何欣平从头到尾 很平静 好像在说着别人的故事 他甚至一边吃着饭 一边说着 没有停顿 是不是觉得我应该 要痛苦流涕啊 才符合我说的那些内容 好像看出了方元的疑惑 何欣平放下碗筷 笑眯眯地说着 方元也点了点头啊 这样的事 他 不该难过吗 今天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 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景焕宇 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58集 都这么多年了 我哭还有什么用呢 难过有什么用呢 活着的人的 终究要面对生活 往前看 就看开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那个夏美军怎么回事 她是采夏的妹妹 我知道 我不是问你这个 我是问你 方元一时有些词穷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 是要问什么呀 没等方元问 何欣平自己开口说了 还记得上次 在机场接胖子的时候 我说我看到熟人了吗 当时我没看错 那就是美军 她今年六月份毕业 不过最后一学期 出来实习找工作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怎么想的 就跑路实来了 上回我以为看错了 昨天我给我二嫂打电话 二嫂跟我说 她真的来了 那这是好事啊 我公司也不差吧 她能进来 那说明她很优秀吗 能来你公司那是好 但是范安逸 她一个人在家里 我怕没人照顾她呀 那 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没有 何欣平摇头 她本来和夏美军 联系就很少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 两家离得很近 有事直接上门找就行了 需要什么电话呀 那你现在怎么说 要不要把她叫过来 见见 还是说让我关照一下她 关照一下吧 其他一切就按正常来 只要不是说 让她在工作里 受什么委屈就行了 何欣平想了想啊 这个世界 就是个人情社会 有关系不用 那才是傻子 行 等吃了饭 我跟宁总打个招呼 只要能力跟得上 都给她些机会 凭何欣平和方元的关系 这些都是小事 但是方元觉得 这姑娘跑到路市 又到了自己公司来实习 怕不是单纯的 为了这份工作而来 说完这事啊 两个人又随便聊了一些 其他的 但这次都是方元在说 何欣平在听了 本来何欣平就是 少言寡语行 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上次甜胖子他们来的时候 方元已经和他们提过有关 第二地球这款游戏的事 所以现在两个人也聊这个 别看何欣平在卢手艺公司 写社交软件代码 但他之前在工作室 做了好几年的辅助程序 一句话说的好 那最了解你的人 那就是你的敌人 而最了解游戏的 除了游戏开发者 那就是游戏辅助开发者 虽然这行当犯法 但一般工作室做了内部使用 那也没人管 可是你要对外销售 那风险就大了 风险在小呢 他也违法 说不定哪天就给进去了 这也是何欣平 洗手不干 洗手上岸的原因了 基本上市面上比较火的游戏 他都盲儿清 对代码做过反编译 所以哪些玩法 哪些设计 他都很清楚 所以方元跟他是越聊越投机 通常方元说一个想法 何欣平立刻就能说出 他延伸的思路 并且告诉他 这个怎么实现 哪个环节逻辑容易出问题 等等 最后方元实在忍不住了 你要别在大师那公司干了 你来我这儿得了 何欣平有些尴尬地看向了方元的身后 方元有些诧异回过头来 卢手艺一脸阴沉地站在了方元的身后 大师来了 坐 方元假装毫不在意跟他打了个招呼 不是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卑鄙 我一不追你就翘我墙脚 这话怎么说的 什么叫翘墙脚 人家何欣平又不是妹子 也不是你的 人家自由人想去哪去哪 总之不行 我现在在海外项目那还指望他呢 你把他挖走了 我搞啥呀 我哪知道你搞啥呀 另外你有翻卡吗 要不我请你吃饭 还有 你怎么跑我公司食堂来了 方元骑了个怪了呀 公司食堂呢也不是随便进的呀 必须有方蓝集团的工作牌 才进得来 要没工作牌 在方蓝集团里寸步难行 除非像欣欣那样 有特殊权限 卢手一文言得意地 把工牌往他面前一甩 嘿呦 方元惊了呀 这工牌啊 他绝对意想不到 就在情理之中 这是杨建秋的工作牌 上头不但有小秋的半身照 还有他的公号所属部门等等 小秋什么时候成我公司员工了 我怎么不知道 方元骑了个怪了呀 而且这小秋还在行政部 行政部什么嘴都呀 没意思呀 这是狼入洋窝了呀 而且现在张希 升为了总柱 他的办公室好像 就在行政部吧 方元忽然觉得卢手一头上呢 有点略有有点 那您卢先生吃饭了没呀 邀请你吃饭吗 不用 我用小秋的就行 卢手一瞪着他呀 那行 你赶紧的 多吃蔬菜 特别什么青菜呀 西兰花什么的 都挺新鲜 方元说的很认真啊 卢手一和何欣平 何欣平因为不知道 小秋的事 所以一脸莫名其妙 但卢手一哪能 不知道方元的意思呀 心头哪个去 伸手就要掐方元脖子 就在这个时候啊 杨浅秋 张希月 一起端着餐盘走过来了 没什么闹着玩呢 卢手一善善地 放开了方元 多大的人啊 而且也都是有身份的人 就不能注意点 我这份给你 把我的工作卡给我 我再去打一份 杨浅秋把手上餐盘 放在卢手一的跟前 那你那份 怎么打的卡到我这 小月给我刷的卡 杨浅秋从卢手一手里 把自己工作牌 给拽过去了 张希月微笑 坐在卢手一对面 也就是在何欣平旁边坐下 怎么的全是蔬菜啊 卢手一看着餐盘里 满是绿色蔬菜 再看着对面坐的张希月 他真的有种 溺血上涌的感觉 蔬菜健康 肉还是少吃一点好 小秋随口回了一句 转身给自己打饭去了 看着满盘子绿色蔬菜 卢手一有些后悔着 当初就不该同意 小秋到方圆这上班呢 卢手一好像认命了 夹了一大筷子 珠菜C嘴里 狠狠地嚼着 还眼神凶狠地瞪着方圆 坐在对面的张希月 有些莫名其妙啊 这两个不是铁哥们儿吗 这是咋的了 何欣平也是挺感动的啊 还以为卢手一是为了他呢 原来自己对卢手一 这么重要啊 欣平说好了没 说好了我办公室坐坐 方圆站起身了 他被卢手一盯着浑身不自在 哦 好 卢手一也赶紧站起来 说实在的张希月坐在身边啊 他也有些不自在 张希月虽然一副童颜 但气场很强大 一般人坐在他身边啊 真感觉有压力 你等会我找你们去啊 卢手一悠悠开口 方圆没搭理他 转身就往外走 正好迎到回来的小秋 哎 你们吃好了吗 啊 吃完了 我跟欣平来得早 方圆说了呀 这会儿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很多员工都来吃饭了 那行吧 我吃我的去 小秋说着 端着餐盘和方圆挫身而过 方圆赶紧问他呀 不是 你来我公司你不跟我说一声 这么小的事情跟你说干嘛 我可是凭本事进来的 而且这事才也知道的 小秋翻了个白眼 杨浅秋说完直接坐在卢手一身边 把自己餐盘里几块肉 夹到卢手一盘子里 肉还是少吃一点 你最近偷懒运动又少了 卢手一压根就没听见杨浅秋说什么 得意的向着方圆挑了挑眉毛 方圆无奈摇头 也不懂这个有什么好得意的 走走走走 欣平咱上去了走 两个人从食堂出去 路过超市门口 忽然几个女孩从超市里走出来 其中一个见到何欣平 立刻激动的开喊了 欣平哥哥 正在和何欣平说话的方圆呢 闻声转头 就看说话那姑娘个子不高 一米六的样子 圆圆的脸蛋有些肉肉的 五官也很精致 但皮肤特别好 所以白遮三丑 皮肤白皙的人呢 怎么着都好看 方总好 其他人认出方圆来 赶紧跟方圆打招呼 你们好你们好 吃饭了吗 方圆见他们从超市出来 随口一问 虽然一个也不认识 但毕竟是自家员工嘛 还没 我们正准备去吃呢 其中一个姑娘抢先回答呀 那就不耽误你们了 快吃饭去 方圆客气地说了呀 然后看向旁边 正在说话的何欣平和夏美军 没想到就这样就遇上了呀 欣平啊 我先上去你们先聊啊 方圆打着招呼 方总 夏美军这时候也反应过来 赶紧跟方圆问好 方圆摆了摆手 转身尽职离开了 等上了楼 路过蓝采一办公室 都敲了敲门 走进去 见蓝采一还在工作呢 怎么不吃饭啊 现在人太多了 而且我也不太饿 等会儿再下去吧 你吃过了 嗯 何欣平刚过来 我俩提前下去吃饭去了 何欣平 他找你有什么事吗 蓝采一有些奇怪 何欣平来路市这么久 就没主动找过方圆几次 于是方圆把事情原委 和蓝采一说了一遍 这事我知道了 等下午我跟雨婷说一声 你行 那你忙你的 我先过去了 但你急着吃饭 从我不能不吃饭呢 知道了 大忙人啊 蓝采一拍了一眼方圆 娇成说着 方圆回到自己办公室 人还没坐下 微信就响了 打开一看 卢守义在五人群里 发条消息 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 然后是一张何欣平 下美军面对面 坐在一起的照片 没想到人何欣平 一直想隐瞒的事情 被卢守义直接 啵 抱出来了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老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景换宇 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59集 果然呢 微信群里 甜胖子催矮子 立刻炸了 要知道何欣平 从大学开始 他们就没发现过 这何欣平 对哪个女孩有兴趣 大家甚至一度怀疑 她兴趣下 也是因此 这才知道 她跟过去女友之间的事情 后来大家也很默契的 没有在她面前再提这事 再拿这事 跟她开玩笑了 而现在何欣平 和一个女孩坐在一起 这不惊讶才怪呢 所以卢守义 这照片一发出来 甜胖子催矮子 立刻激动啊 铁树开花了 这不对不对 老棒生猪 屁 这叫老树发牙 这俩家伙是越说越过分啊 卢守义也跟在后头起哄 一连又传了好几张照片出来 各个角度都有 好了 别议论了 那妹子 我公司员工 是何欣平前女友的妹妹 认识 没关系 方元看她们越说越过分啊 帮何欣平解释了一句 很显然 这三个人 她明显不信啊 卢守义很快跑上了 一副坐腾八卦 要吃瓜的样子 不是 你很闲啊 你有这时间 你不如多陪陪小秋 省得你陪了夫人又折兵的 方元有些不耐烦了 说到小秋 卢守义又开始窝火了 他又想过来掐方元脖子 但这次方元可没让他得逞 一巴掌 摁在他头上 你关我屁事 你小秋来我这上班 我又不知道 你自己的事 你赖我身上 卢守义文言愣住了 哀声叹气 不是 你说小秋 他是不是故意玩我呀 此话怎讲 你说说 那当初我不搭理他的时候 他恨不得一天 二十四小时跟在我后头 现在我搭理他了 他对我爱搭不理了 欲情故踪 方元文言有些懵啊 感觉跟这个有点像 那想想还真有可能 有可能啊 小秋觉得自己太容易得到 这个卢守义就不珍惜 所以他现在要反制卢守义 不过这些都是卢守义的破事 方元也不想管 反正这家伙以前没心没肺的 也不知道上多少女孩的心 让小秋制止的你挺好 算算算算 不跟你说小秋的事 你跟我说说何欣平 卢守义主动不提小秋了 继续问起何欣平的事 这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何欣平也没有让方元帮他瞒着 所以方元也就跟卢守义聊了一下 卢守义也是情场老手了 听闻此言立刻 若有所思啊 不是 那夏美军跑路时来 又进你公司 怕不是为了一份工作吧 聪明 跟我想的差不多 那就不知道何欣平 明不明白人姑娘意思呀 我看难了 你别看他天天在群里聊 天天聊得可骚了 但除了他高中那女朋友 你见过他接触别的女孩吗 你要不然咱推他一把 我看行 他那女朋友也去世那么多年了 也应该走出来了 那这事交给我了 不过这 小姨子这想想刺激啊 才正经几分钟的卢守义 立马又开始见笑了 行了行了行了 回你公司去啊 我工作了 工作了工作了 方元见他又不正经 立刻开始轰人了 说的我稀罕在你这儿待着 我办公室不知道多痛快 走了 卢守义满脸义愤站起身来 又像是想起什么 不是 何欣平现在在我公司那重要职务啊 重要职务啊 你别给我撬了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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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滚蛋 等卢守义出去 方元看了眼 时间也站起身来出去了 再次去了一趟蓝彩衣办公室 蓝彩衣办公室外头是助理办公室 也就是戴小蓝的办公室 彩衣吃饭了吗 没呢 蓝总说他胃口不太好 不想吃 蓝彩衣赶紧站起来呀 私底下 他跟蓝彩衣以姓名相称 但工作中还是要称呼蓝总 好 那行 我知道了 你去食堂给他打一份上来 打点清淡的嘛 好的 方总 我这就去 戴小蓝说着呀 转身亲自去了食堂 方元这才推开门 走进蓝彩衣办公室 你昨晚没休息好 怎么不去休息一会儿 又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蓝彩衣听到动静 拍起头来有些诧异地问着 我来检查你吃饭了没有 蓝彩衣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呀 有什么好笑的呀 你跟我说怎么又不吃饭呢 没什么胃口 方元没说话 就继续盯着他 好了好了 我想控制一下体重 蓝彩衣放下手头工作 一脸娇撑 你现在的体重已经很好了 有什么需要控制的呀 当然需要控制 要不然等婚纱做好了 我穿不上怎么办 方元文言也是无奈 坐过去 坐在蓝彩衣身边 摸了摸他那精致 而又顺滑的脸蛋 但是你不能不吃饭呢 你别到时候 婚还没结成 自己身子先垮了 那我多难过呀 我会很自责的 方元对蓝彩衣 说出了这样的话呀 因为平时他很少这么说话 所以突然冒出一句情话来 显得很珍贵 也很打动人 蓝彩衣脸上立刻就绽放出了 无比幸福的笑容来 这么在乎啊 那是当然啊 你是我老婆 我不在乎你 我在乎谁啊 我们婚礼还没办呢 谁是你老婆 这话说的 正都领了你 不是我老婆 你谁老婆呀 国家说的啊 国家认可 国家最大 说着 方元伸头 亲了一下蓝彩衣 这次蓝彩衣也没躲 那在你心里 你最在乎的人是谁啊 忽然蓝彩衣问道 啊 宋命提撒字 就在方元脑海里高高飘起呀 这就跟你妈跟我调这个水里去了 就谁是一样的呀 嗯 当然是 欣欣啦 方元为自己机智点赞呢 虽然方元说的不是他 但蓝彩衣心里还是很满意方元的答案 不过也忍不住摆他一眼 这个小男人大大的狡猾 但他也没再继续问了 再问那就不叫撒娇了 那就叫租 总之 你要知道你在我心里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就可以了 所以饭要按时吃 不要为了控制体重去节食 好不好 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吃饭 蓝彩衣说着站起身来 就准备要出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 戴小蓝拎着饭盒进来了 是不是打扰你们恩爱了 戴小蓝看着搂在一起的两个人 笑着调侃 蓝彩衣红着脸 把方元给放开 晚上方元下班 还没进家呢 就听到了钢琴的声音 还有小家伙的唱歌声 方元一进门 小家伙的注意力 立刻被吸引过来 歌声就断了呀 继续 蓝妈妈却在一边严肃的说着 嗯 小家伙乖乖的又开始唱 因为平时 外婆都特别的好说话 但一到上课时间 就非常的严厉 满脸的严肃 小家伙都有些怕她呢 然后小家伙的歌声 又继续响起来 方元在她旁边坐下 开始倾听 很简单一首儿歌 重要的是呀 用钢琴给自己伴奏 小家伙肥嘟嘟的小手指头还是很灵活 在琴键上不停的废物 方元心怀大胃 小家伙努力也没白费 但小家伙这会儿啊 心思已经完全不在钢琴上了 眼睛斜斜看着爸爸一副想跟爸爸玩的样子 但嘴里唱的呀 手里弹的呢 却是一点没出差错 就连蓝妈妈在旁边也是满意点头 也没呵斥的 这一曲弹完了 小家伙乖乖巧巧的 看向了旁边的外婆 今天就到这里吧 跟你爸爸去玩吧 蓝妈妈笑咪咪的 摸了摸小家伙的小脑袋 小家伙立刻欢呼啊 而且你谈得很棒 要继续努力保持下去哦 蓝妈妈继续表扬他 嗯 小家伙重重点头 更开心了 不要吝啬对孩子的表扬和夸奖 夸奖比批评 更加能够激励孩子上进 那当然你不能无条件的 无限制的随便夸啊 有的时候呢 你就尽量少夸 比如说你夸他好看 夸他衣服漂亮 甚至夸他聪明 这些不是通过孩子努力获得的成果 没有什么好值得夸赞的 反而你夸多了 让孩子觉得他天赋一柄 他自身拥有天赋的宝藏 可以不去努力 爸爸 我是不是很棒 小家伙跑到方圆跟前 满脸骄傲 对 棒得很 说明你这段时间学习很认真 要保持啊 方圆捏着他肉嘟嘟的小脸蛋 嗯 我会加油的 小家伙握起拳头 给自己打气 嗯 爸爸相信你 你是最棒的 看着小家伙这小模样 方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那么 爸爸现在陪我玩吧 小家伙拉着爸爸的手啊 你在幼儿园玩一天了 还没玩够啊 方圆顺势站起身来 当然不够 当然不够 要是可以 我想一直玩下去 可是太阳公公好像不太愿意呀 总是想要回家睡觉 小家伙很苦恼啊 你不累呀 方圆哭笑不得呀 方圆哭笑不得呀 站着玩累了就坐着玩 坐着玩累了就躺着玩 这样就不累了呀 小家伙得意呀 那躺着玩又玩累了怎么办 那就要睡觉做梦玩呀 你还真是个快乐小孩啊 方圆捏着小家伙的耳朵呀 我是快乐的小孩子 我天天都很快乐 爸爸 现在你跟我快乐的玩耍吧 那你想玩什么呀 我们来玩寻宝游戏 寻宝游戏 怎么玩啊 方圆忽然想起以前 和小家伙玩过一个寻宝游戏 小家伙自制了一个藏宝图 要跟他一起去寻找宝藏 结果就是很坑 他们都掉到池塘里淹死了 所以这回的不会还是藏宝图游戏吧 很快方圆发现呢 不是 小家伙找了一块他珍藏的 圆不溜溜的红色羽花石 指着石头 他对方圆说呀 这是一个红宝石 不是 他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啊 方圆装傻充愣 我知道他是石头 但现在我们当他是红宝石 哦 但他还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啊 我不是说了吗 现在当他是红宝石 小家伙有些不耐烦了 但他就是石头 怎么当他是红宝石啊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六十集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小家伙插着腰啊 气哼哼地蹬着爸爸 什么故意的呀 你在说什么呀 方圆抓着脑袋 一脸忙然地问他 你是笨蛋吗 我都说了这么清楚 你还不知道 你才是笨蛋 你个小笨蛋 因为我是故意的 方圆说完 自己先绷不住笑了呀 然后转身就跑 你是个坏家伙 小家伙气哼哼地追呀 你追不上我你 你还追啥呀你 方圆回过头来无情嘲讽 但小家伙一点不生气呀 甚至放慢了脚步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方圆察觉不对劲 刚一回过头来 就看方爸爸拦在他前头 他还没说话呢 方爸爸眼睛一瞪 怎么走路的啊 猫猫操操的 不知道看到啊 这倒打一耙的功力呢 绝对是身后无比 这么一耽搁 自然就被小家伙抓个正着 小家伙抱着方圆的腿 张口就咬 方圆被他吓一跳 别咬你 你这跟谁学的 我陪你玩行不行 对呀 你干嘛用嘴去咬爸爸腿啊 你爸爸腿多脏啊 那都是继菌 方圆真的不想大理他爹了啊 而是继续想抱住 自己大腿的小家伙问道 那你说你想怎么玩 我把这个红宝石 这个的 行行好好好 你继续说 你说 我把这个红宝石藏在家里 你来找 然后你藏 我来找 这简单啊 但家里太大了呀 你这个东西这么小 你藏起来不好找啊 这样 我们限定一个地方 不准藏在院子里 不准藏在楼上 只能藏在楼下 你看行不行 这小家伙真要藏起东西来 这家这么大 想找到这么一小块石头 那真不容易 好的 小家伙反正爸爸只要陪他玩 哪有不答应的呀 那你藏去 方圆抖了抖腿 示意他可以去藏了 那你不准看 把眼睛蒙上 小家伙也乖乖的 翻开了爸爸的腿 好嘞好嘞 我把眼睛蒙上啊 那你快点啊 我要数个数了啊 数到十 二十才行 不准偷看哦 放心 我绝对不偷看你的啊 那我跟上数了啊 好的 你数吧 小家伙捏手捏脚啊 就想悄悄离开 二十 这一下午呀 两个人就开始嬉闹 每天下班回来呀 跟小家伙玩 是方圆最放松的时刻了 吃饭了 蓝妈妈从厨房里来招呼了 她没事的时候也去厨房 给方妈妈打个下手什么的 但很少啊 一般都在照顾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好了好了好了 吃饭了吃饭了 走了 方圆转过身 把在他屁股后面 追逐的小家伙给横抱起来 你还没陪我玩呢 不是一直在跟你玩吗 小家伙一想 好像也是 但又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可是你没跟我玩寻宝游戏 那你等吃了晚饭 我跟你玩好不好 方圆把小家伙 放在自己的专属座位上 是郭帆 我才不跟你玩呢 我要找羊羊去玩 小家伙一脸嫌弃啊 那刚才你跟我玩的时候 你怎么不这么说啊你 利用完了 翻脸不认人啊 方圆掐了一下 小家伙的小脸蛋 那是当然的了 我不要跟你玩 还要你干什么 小家伙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啊 那行 等我明天下班回来 你别求着我跟你玩啊 才不会呢 你一点也不好玩 明天的事情 明天再说 对小家伙来说 当下快乐最重要 好了 跟孩子叫什么家 吃饭 蓝采一把两个大老爷的饭给盛好 放在他们跟前 谢谢妈妈 小家伙呢 嘴巴甜得很 坐在对面的方爸爸也接过了方妈妈递过来的晚饭 不满地说着 你看看你 彩仪还给你盛饭 你好意思啊 你是个小宝宝呀你 还没欣欣有礼貌 欣欣还知道说个谢谢 方圆也不说话 就盯着方爸爸手里那饭碗 就这 你好意思说别人 吃饭 方妈妈在小家伙身边坐下 不满地说着 吃饭 小家伙也学着奶奶的语气说话了 大家都笑了 特别是坐在对面的老爷子 对对对 吃饭了 少说话 老爷子笑呵呵的呀 爸 你尝尝这鱼的味道怎么样啊 蓝妈妈夹了一个鱼腹肉 放在老爷子碗里 怎么 难道是你做的 我今天跟梁姐姐学的 你尝尝味道 蓝妈妈有些不好意思的说着 那真不容易啊 我来尝尝 老爷子文言高兴啊 大家更是直接把筷子 伸到那盘鱼上 都想尝尝这味道 那够不着的小家伙 立刻急了 开始嚷嚷 我也要尝尝 我也要尝尝 外婆做的鱼鱼肯定很好吃 这么给外婆面子呀 那自然要让她尝尝 蓝彩仪给她加了一块鱼腹肉 这个部位呢 刺大 把大刺给挑走 就剩下肉了 嗯 味道不错的嘛 小家伙一下子把这肉 塞到嘴里啊 还没尝味道 就先夸呀 大家也都觉得不错呀 方圆尝了一口 真不错 就为了烧淡一点 下次再放一点点盐就行了 你知道个什么你 淡点好 吃咸了不健康 没看电视上天天宣传 要少盐 要少油啊 方爸爸本来想说 你知道个屁 但想到小家伙在身边 所以这个屁啊 硬生生咽回嘴里 变成你知道个什么 大家笑笑不说话 都习惯了这对父子的交流方式了 特别是蓝采一 他特别喜欢方圆和方爸爸方妈妈的交流方式 很有生活气息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老爷子开口了 嗯 真忠这个话呀 是说的对 现在电视上 那放酱油广告都宣传是 无盐酱油了嘛 社会在进步 人的饮食习惯呢 也在改变 得了 老爷子一锤定音 方爸爸得意的向着方圆挑了挑眉毛 然后这话题就彻底跑偏了啊 从口味 说到健康饮食 又说到饮食 要少吃多餐这才健康 又从少吃多餐 说到寺庙里的合上 那小家伙一边吃饭 一边竖着耳朵就听 时不时的还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比如说在幼儿园中午吃了什么菜 他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或者哪个小朋友他吃不掉 他做好事 帮忙给吃了 这时候啊 大家也都会停下说话 来专注的听小家伙说 这是兰采医要求的 小孩在说话的时候 大人要注意倾听 不要忽视他的存在 开始大家有些不习惯啊 但后来啊 发现听欣欣说话还挺有意思 同言同语 总会说出让人惊奇 或是让人发笑的话来 对了 明天新兵和小蕊过来 方妈妈忽然出声了 新兵哥来啊 过来玩吗 他们是老爷子也好奇啊 是方元大伯家的二儿子和他女朋友 说是过来送情帖的 方爸爸放下碗块 方元有些恍然 到时候我们直接过去就行了 人还专门跑过来送个情帖啊 我也是这样说呀 但你大娘说 其他人打电话通知都可以 唯独我们家要亲自送过来 还说要特别感谢你 这都是一家人那么客气干嘛呀 随他们去吧 正好新兵和小蕊过来 也可以玩一玩 就当是新婚旅行了 现在年轻人不就流行这些吗 对啊 采一啊 你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咱们也出去玩呗 方元听了方妈妈这话呀 忽然想起来 自己没跟蓝采一出去旅过游呢 蓝采一还没说话呢 小家伙先把手举得高高的 我也要去 带我一起去 好了好了好了 带你带你 采一 有想去的地方没 你现在工作那么忙 还有空跟我出去玩 只要你想呢 工作不都能挪开吗 方元一脸认真啊 当着大家的面 她这么认真地说 蓝采一却是闹了个大红脸 都有些不好意思 但坐在旁边的蓝妈妈 却很满意啊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方元很爱自家女儿啊 但小家伙呢 很没眼力见儿啊 大声嚷嚷 妈妈 你脸怎么这么红呀 她这一嚷嚷啊 蓝采一脸更红了 众人怕蓝采一面子上过不去呀 把笑都憋着 小孩子 好好吃饭 别说话 蓝采一瞪了一眼小家伙 我吃完了吗 小家伙说完还晾了晾他的小空碗 这下子大家再也憋不住了都开始笑 小家伙见大人都笑了 他也跟着乐 等大家笑过了 蓝采一反倒是放开了 能去哪里 国外现在肯定是别想就国内转转呗 方元现在这情况虽然具体的大家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至少大体心里都清楚 上头宝贝着呢 怎么可能让他往国外跑啊 再说出去也不安全 大厦这么大 好玩的地方也多 干嘛往国外跑 可以好好想想你们两个去哪里度蜜月 蓝妈妈帮腔了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我也要度蜜月 小家伙听着急啊 这怎么能是两个呢 还有他呢 众人文言都乐了呀 这小拖油瓶 怕是甩不掉了 晚上吃了晚饭 大家要带小家伙出去溜达一圈 这是惯例了 就跟遛狗似的 每天晚上都得放放风 但家里有孩子基本也差不多 当然上小学例外啊 以前经常出来玩的苏元苑等人上了小学以后呢 出来次数就少了 要做作业了 不过好在天海国际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普通学校不太一样 更加注重孩子的兴趣培养 素质教育和行动能力 作业是真的少 那要真上普通学校 那没时间玩了 所以方元带着小家伙 到了喷泉广场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人在的 骑自行车的 玩滑板的 跳绳的 踢球的 各有各的玩法 小家伙也不例外啊 骑上他的小三轮 风驰电车在整个广场上绕了一圈 然后发现了他的目标 艾菜正和瑶瑶对坐 不知道在干什么 小胖子 杜天浩 小卷毛 关永瑞 都蹲在一边看着 小家伙蹬着三轮车就过去了 好奇的伸长脖子 欣欣 见到小家伙呀 杜天浩 惊喜的喊了一声 然后站起身来 你们在玩什么呀 小家伙很好奇呀 我们在玩公主卡牌 这是今天我妈妈给我买的 艾菜洋洋 手里一大碟的精美卡片 嘿 小家伙三轮也不急了 直接把这车往旁边一丢 就凑上去了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宇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61集 方元看着小家伙这动作 三轮都不齐了 他也好奇地走过去 指甲艾菜的手里 拿着一个粉红色的盒子 里头呢 有一包一包的塑料的小包装 盒子里面一共36包 每包里面装着六张卡片 卡片上绘着各种各样精美的人物 而且卡片的颜色也各不一样 然后这个卡片又分成 普卡跟闪卡 一包里面五张普卡 一张闪卡 普卡呢 就是普普通通的卡嘛 闪卡又有R级 SR级 SSR级 而且里面所有的卡片都是随机的 所以呢 一盒虽然有36包 216张 数学真好啊 但是有很多重复的 所以艾菜刚才呢 就是把重复的挑出来 然后送给瑶瑶 方元在了解事情原委以后 这直接 这个套路他有点熟悉啊 这不就是卡牌游戏里面的抽卡吗 36包 216张 实际上就相当于游戏里面 36次六连抽嘛 游戏里头人还十连抽呢 这个比游戏还狠 一次只有六次机会 欣欣 欣欣 你要吗 我送给你一些呢 可好看了 艾菜洋乐洋的手里那一叠卡片 有蓝的 有紫的 有银的 还有金色的 上头啊 都有非常精美的卡通人物 风格也各不一样 的确这卡片画得还挺漂亮 小家伙还没说话呢 关永瑞已经开始嚷嚷了 我要我要 也给我几张吧 才不给你 你让你妈妈给你买去 艾菜直接把手里卡片 往怀里那么一藏 好像生怕被关永瑞给抢了 关永瑞 这些都是女孩子玩的 你要她干什么 又不是奥特曼 杜天号在旁边 小声嘀咕 可是 我觉得很好看 关永瑞说得理直气壮 艾菜没搭理她 而是继续问小家伙呀 欣欣 你要吗 方圆觉得 恐怕她又要破费了 但没想到 小家伙摇头啊 不要 你给摇摇和关永瑞吧 为什么 艾菜很奇怪 就连方圆也觉得奇怪 这小家伙 为什么不想摇啊 还是说 准备直接让自己给她买 因为我不喜欢啊 小家伙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为什么不喜欢 这个很好看啊 艾菜诧异了呀 瑶瑶也很惊奇啊 她也觉得这个 这个卡片她很好看呢 就是一张画 又不能说话 也不能动 有什么好玩的 一点意思都没有 小家伙两手脱塞 本来还兴致勃勃的艾菜跟瑶瑶 听到这个话也觉得有些 兴慰索然了 而且 我可以让我爸爸 把他们坐成能动的呀 这样就有意思多了 对不对啊 爸爸 小家伙说的 看向了旁边的爸爸 对 你想要爸爸能给他们做成会动的 方圆立刻 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方叔叔 真的可以吗 艾菜眼睛里发光啊 当然是真的了 方叔叔 方爸爸 艾菜跟瑶瑶一人一边 一把抱住方圆的腿 仰着脖子 看着方圆 发出了眼神攻击 你们两个干什么 这是我的爸爸 小家伙立马紧张了 赶紧把两个人给拽开 然后自己抱着方圆的腿 坐在方圆脚面上 面带警惕 看着艾菜跟瑶瑶 嘻嘻 你让你爸爸做个会动的吧 艾菜笑嘻嘻的说的呀 瑶瑶也默默点头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仰着脖子 向方圆发动眼神攻击 好 我给你们 把他们都做成会动的 但要等几天啊 好 几个小人高兴啊 方叔叔 你能把奥特曼 也做成会动的吗 杜天昊在旁边问呢 奥特曼 他不是本来就会动吗 呃 哼 笨蛋 关永瑞逮着机会 就开始无情嘲讽 可是 可是这个公主卡片 也是会动的呀 电视上有啊 杜天昊辩解啊 原来啊 这是一套公主卡片 是一部叫做 叶罗莉动画片里面的角色 我们说的是卡片 又不是动画片 艾菜比试啊 杜天昊小嘴嘟囔 他不说话了 他说的 他也是卡片啊 想让这些卡片的人动起来 你们要先把卡片里面 重复的 全都挑出来 然后把剩下的卡都交给我 过几天再还给你们好不好 方圆思索了一下 说着 好的 艾菜跟瑶瑶高兴回答 小家伙这个时候 他也来兴致了 帮忙 把重复的选出来 艾菜剑 欣欣欣不要 于是又 满足了 关永瑞的要求 把一些三张 重复的卡都送给他了 对关永瑞来说 这是意外之喜 实际上 想让卡片的人物会动 甚至会互动交流 办法有很多 比如 用方圆的全息投影设备 就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这一点 但小朋友的玩具 他不准备这么麻烦 用手机 直接在网上 订购了几台Gatebox 然后 替换掉里面的形象和智能程序 就可以了 对三岁来说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进来 方圆听到门外有敲门的声音 头也不抬得说着 都吃饭了 你在忙些什么呢 蓝彩医从外头走进来 因为方圆不是在电脑上工作 而是在桌上摆弄一个热水壶一样的 怪模怪样的东西 再给星星他们做小玩具 方圆抬头看了一眼蓝彩医 他一边说的 一边把连接在电脑上的数据线 给拔了下来 什么东西啊 小卡片上的人物 他们想动起来 方圆指了指桌上的一叠卡片呀 你要就惯着他吧 蓝彩医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却很高兴 方圆真是个好爸爸 又不是多大的事 方圆随口说着 随手打开了Gatebox的开关 立刻一个公主打扮的小女孩 就浮现出来了 你好呀 小主人 我是叶罗林仙子 角色转了一圈 裙脚飞扬 很是可爱 这是全息投影 算是 不过是 借助里面的投影实现呢 给孩子玩玩还行 方圆不在意的说着 日子都这么猛 就别给他搞这些哦 没事 三岁搞的 我又不帮什么忙 走 吃饭 方圆说着呀 把桌上的Gatebox拿下来 放在了旁边的箱子里 蓝彩医对里面看了一眼 有些惊讶呀 这么多 瑶瑶爱菜都想要啊 所以我就多买了几个 给豆豆小山也送一个玩 蓝彩医闻烟恍然 方圆和蓝彩医到食堂的时候 正是下班的时间里面全是人 两人一路走过来 员工们都和他们打着招呼 蓝彩一眼角无翼 扫到一个角落 一个小人蜷缩在那儿 看样子呀 像是豆豆 今天是休息日吗 豆豆没去幼儿园呢 怎么在这里 怎么可能 周三啊 早上我爸还送了星星去学校吗 方圆也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还真是豆豆 生病了 方圆皱起眉头 端着餐盘走过去 等二人走近 就见小然儿把小脸贴在桌上 面色超红 有气无力的样子 豆豆 你这是怎么了 蓝彩一彩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摸了摸她的额头 爸叔叔 蓝阿姨 一直眯着眼睛的豆豆 有气无力的睁开眼来 弱弱的打了一声招呼 哎呀 怎么发烧了 去看医生了没有啊 小然儿可怜兮兮的说着呀 嗯 妈妈带我去看了 我这样呀 真是小可怜 既然感冒我 就回家好好休息吧 蓝彩一把她抱在怀里 方圆抬头 私下里看了看 果然看不远处 刘向红正在收拾桌子 刘向红见到他们 毕竟女儿生病在 所以她虽然在干活 也时不时地向这边看一眼 于是方圆向她招招手 让她过来 豆豆病了就别上班了 你请假 回去好好照顾她 等刘向红走过来 方圆对她说着 没关系的 方先生 豆豆现在就是有点低伤 不影响工作的 刘向红赶紧说的呀 方圆文言皱了皱眉 我不是说她影响你工作了 主要任务还是要照顾好豆豆嘛 你活什么时候都能干 你带豆豆回去休息 好好陪她 孩子本身就需要人陪 何况还生病了 等豆豆好了你再来上班 对了 去医院看了没有 医生怎么说 病毒性感冒 他们幼儿园的孩子 好几个都感冒了 不过 医生说关系不大 正在吃药呢 病毒性的感冒可大可小 外面的小门诊不行 就带她到楼上医务室看 医务室那个杜医生 年纪大点 但以前在儿童医院干过主任的 好的 方先生 我下午就带豆豆去看 还下午 现在就过去吧 方圆看着蓝彩一怀里 小家伙那萎靡的样子呀 心疼得不行 以前没孩子不觉得 自从有了欣欣以后 见到别的小孩 生病啊 难受啊 总是不自觉 带入到欣欣的身上 她心里也就不舒服 啊 好 检方员有些不快 刘向红显得有些 手足错了 赶紧从蓝彩一怀里 把豆豆接过来 一直闭着眼的豆豆 突然被挪动 睁开眼来 妈妈 然后她搂着刘向红的脖子 把小脑袋放在 刘向红肩膀上 见小家伙这 有气无力的样子呀 刘向红也有些担心啊 这是又起烧了 快去看 方圆在一边赶紧催促啊 哦 好 我跟孙经理说一声 我跟他说你赶紧去 刘向红听到这话 抱着豆豆就上了医务室 哎 这怎么照顾小孩的 你看豆豆 看着刘向红匆匆离开的背影 方圆有些生气 你啊 也别怪刘向红 孩子感冒发烧很正常 而且我能理解他 蓝彩一在旁边笑着 刘向红其实 很感激方圆为他 为豆豆做的一切 但他又没有能力报答方圆 所以就只能努力地工作 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感激 感谢 算了吃饭吧 方圆虽然理解 但仍旧有些快活不起来 这时候啊 有另外的服务员过来 把刘向红落下的餐车给推走 正好 方圆让他把孙心发给叫过来 哎呦 方总 其实我都跟他说了 让他回去照顾好 豆豆好了 他再过来上班 他就他不听啊 孙心发一过来 先开始叫去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又没说你什么 你先把刘向红的工作 安排给别人做 等他把豆豆照顾好了 再叫他回来上班 这胖子就是一人筋 八面玲珑 有方圆发话 这孙心发还有不答应的呀 又跟方圆聊了两句 转身离开 也没耽误这两口子吃饭 等方圆和兰采一吃过饭 上了楼 路过医务室那一层 两个人一起啊 去看豆豆怎么样了 到了医务室 发现豆豆躺在病床上 正吊着水呢 刘向红在旁边坐立不安 宋学也在 正忙着配药呢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62集 豆豆怎么样了 严重吗 方圆走过去就问呢 都是我不好 刘向红红着眼啊 宋学在旁边接了口 本来没什么大事 吃药就行 可是豆豆本来体质就不好 之前又做过手术 所以有点抵抗不住 不知道啊 医生说感冒吃药就可以了 没事的 刘向红在旁边带着哭腔 昨晚上豆豆发烧 刘向红立刻 带她到家附近的小诊所里 医生一看感冒 开了些小儿退烧药 抗病毒的药也没在意 却没想到豆豆的体质问题 刘向红那就更不知道了呀 那没事吧 方圆有些担心啊 还好送来及时 她是呼吸道感染 很容易造成肺炎 那就麻烦了 听到宋雪这话 方圆松了一口气 等下午下班的时候 方圆又去了一趟医务室 正好把豆豆小山的Gatebox 给他们一起带过去 豆豆这会儿已经退烧了 精神也好多了 坐在床上看着动画片 小孩就这样 一烧就蔫吧 一好就精神 状态差别非常大 方圆给Gatebox插上电 然后和豆豆说了怎么操作 其实也简单就一个开关键 其他的都是通过语音控制 不但可以给角色更换衣服 还可以更换好几种的人物形态 除此以外还可以唱歌 跳舞讲故事等等 对孩子来说呢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玩伴 果然豆豆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电视也不看了 就跟Gatebox里面的叶罗莉 就开始聊天了 Gatebox里面原有的智能程序 被方圆给删个干净 用的是大白的智能程序代替 其智能程度自然低不了 所以起码陪小孩聊个天呢 什么的 戳戳有余了 见豆豆玩的高兴 方圆也没打扰他 而是看向了刘向红 我跟孙经理说过了 这几天呢 你就留在家里 照顾豆豆 小孩体质差呢 家里被吸药 特别是退烧药 送去 你帮豆豆妈妈背一点 好的 我知道了 宋雪答应一声 去背药去了 方圆又跟他们聊了一会儿 这才回了家 爸爸 你回来了 方圆刚一进家门啊 就看小家伙跑过来 一下子扑到他怀里 爆米花跟在小家伙身后啊 窜啊 跳啊 摇尾巴呀 对啊 爸爸下班回来了 你在家里干什么呀 方圆一把 把小家伙抱起来问他 我在和爆米花玩 小家伙举起手里的一个仓树玩偶 向着身后丢过去 爆米花立刻窜出去 又把那玩偶给叼回来 呵呵 可以啊 爆米花棒啊 方圆蹲下身子 摸了摸狗头 好了 进屋 别躲在门口 蓝彩一一从后头出来了 嗯 爸爸 梁叔叔手里拿的是什么 忽然小家伙发现梁飞白手里 抱着一个大箱子 满是好奇啊 之前你们不说 想让那个公主卡片里的公主动起来吗 爸爸给你们做好了 方圆把小家伙抱到屋里 小家伙听到这话高兴啊 挣扎着要从爸爸身上下来 梁哥 你放地上就行了 麻烦了 方圆顺势 把小家伙放下来 对着梁飞白说着 不麻烦的方先生 梁飞白轻轻把箱子放下 小家伙呀 跑去掀盖子去了 里头有三个长方形的盒子 包装看着很精美 小家伙想抱一个出来 但是啊 太沉了 呵呵 爸爸来 方圆走过去 帮他拿出一个 这玩意儿啊 9600一台 包装自然精美 而且呢 很厚实 很扎实 小家伙蹲在一边 拖着塞 满脸好奇地看着爸爸打开 可真等方圆打开以后呢 他不免有些失望 挥不溜丢的 一点也不好看 还不如跟爆米花去玩呢 小朋友 要有点耐心 方圆敲了一下他的小脑袋 然后把Gatebox通上电 打开他的开关 你是谁啊 小家伙把小脸贴上去啊 我是叶罗里仙子 你被爸爸关在里面了吗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那小家伙突然抓着Gatebox就一阵猛谣啊 哎哎 干嘛呢 粗暴的还弄坏了 方圆赶紧制止他呀 那么爸爸 你能把他放出来吗 这样我就能成为他的主人 我就可以使用魔法了呢 谁说的呀 你是上方的呀 你现在就是我的主人啊 方圆还没说话呢 叶罗里首先回答了 那我现在能使用魔法了吗 小家伙惊喜啊 当然不行了 这是个投影设备 跟三岁妹妹差不多啊 这样啊 小家伙听到这话有些失望啊 他又不会魔法 那他能干什么呢 他兴致缺缺的问着呀 他能干的多了 能唱歌 能跳舞 能讲故事 能学习 能叫你起床啊 真的吗 小家伙听到这话又高兴了 当然是真的 叶罗里回答了她的问题 随着叶罗里的声音 她的衣服变成了公主裙 场景变成了一个绚丽的舞台 开始又唱又跳了起来 哇 好厉害 比三岁妹妹都厉害 三岁忽然钻出来了 正在跳舞的叶罗里 好像被冻结了一样 哪里比我厉害了 我可比她厉害多了 小家伙惊喜啊 哇 三岁妹妹 我可厉害了 我也会唱歌跳舞的 三岁的衣服 变成了草莓图案的公主裙 也在那扭着屁股唱起歌 那小模样啊 逗得欣欣啊 笑得东倒西歪 方圆有些哭笑不得 她也没想到 三岁通过网络 把自己的形象 传输到了gatebox上头 不过这样也好 通过这个端口 她可以跟欣欣交流 聊天 但方圆也警告过她 除了这个端口以外 其他设备 禁止出现 三岁很听话 也乖巧的 执行了方圆的命令 见小家伙跟三岁在那玩 方圆也就没管他们了 这时候方心斌 胡小蕊回来了 他们来陆市好几天了 天天一大早出去 天擦哈儿才回来 这次陆市之行 他们除了给方圆一家送情帖 那就是当他们的新婚旅行了 回来了 今天去哪玩了呀 方圆随口问了一句 今天去猴岛了 方心斌高兴了 小猴子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惊呼了 三岁立刻变成了小猴子模样 但脸还是人脸 也就是欣欣的小脸 小家伙再次被兜笑了呀 猴子妹妹好玩啊 搞笑 他也不想想 三岁跟他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新兵回来了 方爸爸也从院子里走进来 三叔 外头热一身汗吧 洗个澡 吃碗饭了 你看 阿姨给你带了什么 忽然胡小蕊又拿出一件小东西 偷偷递到欣欣的手上 小猴子 小家伙惊喜呀 说完又赶紧捂住自己的小嘴 然后把胡小蕊手里的小猴子 公仔接过去 也就钥匙扣一样大小 很精致 这几天 他们出去玩 回来总给小东西带一些小东西 大家说过他们好几次 但没用啊 因为有方心斌他们 所以吃晚饭 稍早一些 乡下和城里不一样 天还没黑 就开始吃晚饭了 等天黑呢 就该上床睡觉了 所以吃过晚饭呢 时间还早 方圆叫上小家伙 两个人把剩下的两台getbox 送给爱菜跟瑶瑶 小家伙想帮方圆拿箱子 撅着屁股往外拖呀 不是 你一个都拖不动 你拿两个干嘛呀 方圆看着小家伙使出了吃奶的劲啊 走过去把那箱子给抱了起来 那你放在我头上吧 我顶着去 我的头可厉害了 小人说着 凑近方圆 按他这个的 方圆保持箱子正好 能放在头顶上 方圆把箱子在他头顶虚放一下 你确定啊 这箱子重得很 等下把你脑袋给压扁了 你就成个扁头小孩了 想变扁头小孩吗 扁脑袋 小家伙 他想不出扁脑袋什么样子呀 就跟那个海绵宝宝 他被压扁了一样的 眼睛鼻子嘴巴挤到一挤了 哇 哇 小家伙一声怪叫就跑了 那就太丑了呀 于是方圆抱着箱子走前头 小家伙跟在后面 但他也不好好跟着啊 走着走着啊 就没事了 方圆一回头 就看他掘着屁股在地上 不是捡石头 就是捡树叶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啊 很重呢 还有啊 你这么喜欢捡东西 捡过去放哪啊 收破烂吗 好呀好呀 只要能捡到很多好宝贝的呢 还有不听话的小孩子 小孩 哪有小孩给你捡 再说捡回来你拿什么养啊 你有钱给他们买吃的吗 当然有啊 被丢掉的不听话的小孩子 我会好好教训他们的 然后让他们干活挣钱 小家伙很认真地说着呀 让小孩干活 你怎么想的你 那你怎么不干活呀 你天出了吃就玩 因为我是天花的小孩子呀 小家伙这逻辑无敌了 而且我也有干活呀 才不是吃喝完呢 他还不满意了呢 那你什么时候干什么活了呀 我现在就在干活呀 陪爸爸把东西送给安菜姐姐和杨杨 那你这活干的不怎么样啊 拖后腿 方圆说的 转身就往前走 小家伙赶紧追上来 跑到他前头 一脸严肃地往前走 你在干什么呀你 我在给你带路 他们首先 到了艾菜家门口 毕竟是隔壁邻居 最近嘛 小家伙垫起脚尖 按了按门铃 然后转头啊 看着方圆 你看 我又帮你干活了 是 是 辛苦你了 太客气了 不辛苦啊 这个小人 你拿的真没什么好办法 哎 方圆 门进后头 想起了小艾的声音 接着是开门的声音 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 小家伙赶紧跳着 举手啊 在镜头前头舞 他太矮了 站得离门又太近 摄像头里 压根拍不到他 但小艾开了门以后啊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呀 好了 知道你来了 你赶紧进去 哎 哎 小家伙吃力推着院门 也是为难了小宝贝呀 方圆看他这吃力的模样啊 悄悄用脚帮了个忙 把门给他撑开 小家伙以为自己推开的呀 得意的不行啊 这个时候啊 小艾已经从屋子里出来了 哎 星星也来了 艾菜 星星来了 看到星星 他回头对着屋里喊了一声 然后就看艾菜蹦蹦跳跳 从屋里跑出来 小家伙快快呼呼迎上去 然后啊 静止就想往里跑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为你演播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63集 等等星星 还去摇摇家呢 不是过来玩的 方圆赶紧叫住他呀 然后把箱子放下 从里面拿出一台 Gatebox递到小艾的手里 Gatebox 这是什么 小艾看了一眼包装的 有些奇怪呀 方圆没说话 而是把艾菜的那叠公主卡 给拿出来 递到了艾菜的手里 之前艾菜想卡片上的角色 可以动 我帮他弄好了 你回去给他插上电 他就可以玩了 你重新编写了 里面的智能程式吗 没有 用的大白的 就换了个形象 换了个声音而已 方圆说的轻松啊 但从事程序工作的小艾 知道这不简单啊 艾菜 还不快点谢谢方叔叔 谢谢方叔叔 小艾乖巧的说着呀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给你添麻烦了 不客气 秦秦 走了 可是 我想在 在姐姐家里玩 小家伙 练练不舍呀 那姚姚家不去了 刚才石说的 要帮我干活啊 好吧 好吧 爸爸 中了 还要小孩子帮忙 小家伙一脸无奈 和艾菜说了再见 走吧 我继续给你带路 转过头来呀 他就带头 往前头走了 方圆哭笑不得跟在他后头 小家伙半路啊 又看到一片好看的树叶 想弯腰去捡 但他又想到刚才的对话 忍住了 回头看方圆盯着他呀 他叹了一口气 继续在前面带路 方圆是又好气又好笑 等走到瑶瑶门口 依旧是有小家伙摁的门铃 方爸爸 瑶瑶欢快的声音 从门禁里传出来 这次是瑶瑶接的电话 小家伙不等方圆说话了 努力垫着脚尖对着镜头 瑶瑶瑶 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 然后就听门禁里头 瑶瑶大声喊呀 妈妈 星星和方爸爸来了 快点开门 知道了 看你开心的 宁宇婷的声音传过来 然后院门就被打开了 关海花园的别墅呢 根据面积大小 房型也就三种 所以基本上家家户户差不多 像这些什么 院门啊 门禁啊 都是统一的 星星 等方圆他们进去 瑶瑶首先冲上来 两个小人抱在一起可高兴了 这方圆就不懂了 这不是刚从幼儿园校车下了一小会儿功夫至于这么激动吗 方圆 你怎么来了 听到宁宇婷的问题 方圆又跟他解释一下原由 把手里盒子递到他手上 然后小家伙又不愿意走了 要不进来坐会儿吧 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去广场 会不会打扰你们吃饭啊 方圆有些犹豫啊 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 你们呢 我们也吃过了 你们也这么早啊 我们家一向吃饭吃得比较早 杨阳在幼儿园经常吃不饱 放学回来就要吃零食 为了让他少吃点零食 所以晚饭就提前了些 吃不饱 方圆看向正在和欣欣玩的小家伙 他感觉有些疑惑 为什么小家伙从来没有在学校里说吃不饱啊 也没见他放学回来就说饿呀 方圆听到宁宇婷这话呀 心里想的就有点多了 他想到前几天 小家伙还说了 他在幼儿园里啊 帮别的小朋友吃掉了他们不喜欢吃的菜菜 那该不会 小家伙是给瑶瑶帮了忙 然后瑶瑶这几天天天吃不饱 这么一想的真有这可能性啊 他小心翼翼的问啊 你们家瑶瑶是从上幼儿园就吃不饱啊 对啊 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这样 宁宇婷也没在意直接回答 方圆文言松立口气 这样就好呢 问题应该不是出在小家伙身上 那为什么吃不饱呢 问过老师吗 问过 主要还是瑶瑶自己 吃饭一项不行 而且幼儿园怕小朋友浪费 碗都很小 不够在家 瑶瑶一般都是吃一小碗就不吃了 不饿才怪 宁宇婷一边说着啊 一边带着方圆进到了屋里 但方圆心里依旧有些担心 但没有现在问小家伙 而是帮瑶瑶把那个getbox先打开 教她怎么使用 瑶瑶早就等极了呀 因为宁宇婷家里装了智能家居系统 所以方圆直接用getbox 接管了这些智能家居 这样就可以通过getbox 让家里的智能设备进行管理 比如让她打开电视 窗帘 灯光 都可以语音控制 小家伙就很惊讶 特别是让叶罗莉仙子帮忙开电视 还能帮忙换台 那就是魔法呀 自己家那个怎么就不行呢 对小家伙的疑问呢 方圆尽可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和她解释了一下什么叫智能家居系统 并且告诉她 因为家里房子装修好了 再改造很麻烦 小家伙听了一番解释 哦 恍然大悟 总结了一句 爸爸真没用 瑶瑶特别喜欢这个小玩具 一会儿让叶罗莉跳个舞 一会儿让她唱个歌 一会儿又让她控制家里的灯带 那闪烁的速度家里都要成低厅了 瑶瑶的外公外婆也很好奇这东西 坐在一边乐呵呵看着 时不时的还下些指令 其实这些东西 女亭家里那大白也能做到 但大白这耗电量太大了 干家务活什么的还行 但时时刻刻都等着主人指令 那就得一直插在充电头上 于是方圆动了些心思 公司是不是也该开发一款这样的全息投影家庭管家呢 等晚上睡觉的时候 方圆准备详细问一下小家伙在学校的饮食情况 以前方圆也没在意 老师也没反应过 现在他觉得该上个信了 于是他对着披着毯子 扮作公主群的小家伙问他呀 欣欣 你是不是经常在幼儿园里帮别的小朋友吃东西啊 比如帮他们吃碗里的午饭 午饭 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吃午饭 小家伙转动身子 心不在焉的回答 方圆给他拽着 把他搂在怀里 那你之前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你说你有帮小朋友吃不喜欢吃的菜菜 蓝仔一见方圆忽然问这个问题 他有些好奇啊 也在旁边听 不知道方圆到底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对啊 但是也要我喜欢吃的菜菜 我才会帮他们吃掉 啊 小家伙一争言辞 那 那瑶瑶妈妈说 瑶瑶每天中午都吃不饱 你能不能吃得饱啊 方圆想了想啊 换了个说法 当然能了 我每天都吃得饱饱的 小家伙拍拍自己的小肚皮 非常高兴 仿佛这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那 那为什么呢 因为 瑶瑶每天只吃一碗饭饭 我吃两碗呢 可厉害了 哦 你每次都吃完了 再去找老师要 那是当然了 我没吃饱 当然叫老师要了 老师说我很棒呢 给我多多的肉肉吃 哦 原来如此 方圆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又有些担心啊 原来小家伙天天在幼儿园里吃肉啊 之前因为担心小家伙吃肉太多 所以家里的饮食结构都调整了 每天蔬菜最多 肉类一般以鱼类为主 或是牛肉 猪肉少了很多了 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控制小家伙的体重 一直没有什么效果 搞到半天 中午在幼儿园里大吃大喝 补充动物蛋白去了呀 蓝采医在旁边 大概也听出原因来了 等会儿我在微信上问问东老师吧 平时给他少吃点 方圆也点了点头 这叫什么事 别人家担心孩子吃不饱 他是怕自家孩子吃多了 为什么让东老师给我少吃点 我正在长个子呢 不吃宝宝怎么行 要不然以后我会变成一个小矮子的 小家伙听了不高兴啊 没关系啊 我觉得小矮子挺可爱的 方圆在旁边笑了 其实按方圆和蓝采医的 身高来看 小家伙呀 矮不到哪儿去 不怕他长不高 就怕他胖啊 万一刚刚十岁 就长个一百二三十斤 那怎么得了 没说不给你吃饱 就是让你肉少吃一点 嗯 你们怎么总是不让我吃肉肉啊 你们这样做很开心嘛 我可是很不开心 小家伙撅着嘴巴呀 满眼都是委屈 这大人怎么老跟小朋友做对呢 爸爸妈妈不是因为开心才这样做的 我们是怕你长得太胖了怎么办 你看你小胳膊都多小肉肉了 蓝采医呀 捏着小家伙肉嘟嘟的小胳膊 我这是鸡肉 鸡肉 小家伙做了一个健美动作 赶紧解释呀 我还压肉呢 爸爸这个才叫鸡肉 方圆做了一个健美动作 然后二头肌立刻就鼓起来了呀 你摸摸我这个才摸摸你那个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拿出小手指头 戳了戳爸爸的二头肌 嗯 好硬 但是这么硬啊 一点都不好 再戳戳自己的 又Q又软 嗯 还是自己的肉肉好 所以你这儿全是肥肉 再碰下去 你会变成米其林的 米其林是谁 米其林就像这样 蓝彩医拿出手机来 把米其林的logo搜给他看 我才不会的呢 我是可爱的小爸爸 才不会这么闯呢 小家伙急了呀 怎么不会 你爸爸之前不就是这样吗 你是他的女儿 长成你爸爸之前的模样 也不奇怪啊 蓝彩医说的呀 说就说你带着我干嘛 我现在这身材 说着方圆就掀开衣服 露出他那八块腹肌 蓝彩医白他一眼啊 但还是伸手 在他腹肌上摸了一把 手感挺好 但小家伙这会儿已经呆了 满脑子都是自己爸爸 以前那个胖胖的样子 自己要变成那个样子的话 真要变成大胖子宝宝 小朋友们一定都不跟他玩了 但是不让他吃肉肉 这就不快乐了呀 所以他开始发愁啊 他真的愁 这就是小孩的烦恼 哎呦真烦恼 第二天一大早 蓝彩医到公司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在微信上 联系了董老师 不管多牛 一般这个 对上老师啊 家长都很尊敬 所以蓝彩医也很客气 董老师忙不忙 不忙想跟你聊几句 不忙的 有事你说 董老师几乎秒回啊 蓝彩医把事情原委说了一下 然后董老师沉默了 欣欣妈妈 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多运动 饮食这一块 别抱太大希望 运动 我觉得星星每天 运动量还是挺大的 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说 不用顾忌我 蓝彩医心里有些诧异啊 这个董老师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蓝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64集 既然这样 星星的体重不是控制饮食就能控制的 零食还是要让他少吃 零食 我们家很少买的 一般都是水果居多 但是他在幼儿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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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而且,我认为吃饭什么的,不要控制它,我们幼儿园的饭菜营养搭配还是很均衡的,主要还是零食,尽量少吃。 放心吧,我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欣欣妈妈不好意思,我说错话了。 没事,董老师也是关心孩子,不打扰你工作了。 放下手机,蓝彩衣他也头疼,晚上回去怎么跟小家伙说呢? 这个小家伙他到底像谁这么贪吃? 头疼,不过想一想方圆之前的体型,还是可以理解。 好在小家伙现在每天上窜下跳,运动量也很大,要不然估计就跟吹气一样的长啊。 想了一会儿,蓝彩衣起身到了方圆办公室。 怎么了,什么事儿,正在埋头工作的方圆抬起头来,有些疑惑地问他。 没事我就不能来呢。 哪儿能啊,之前我还想跟你在一个办公室呢,是你不愿意啊。 你现在也是身价千亿的大老板,跟我共用一个办公室,算是怎么回事儿? 千亿?我有这么多钱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这是估值,不过这些风头也是太坏了,方蓝集团怎么可能只值千亿? 蓝彩衣不满地说了呀,那他估他们呢?我们又不带他们玩,不,不,不过,咱什么时候能挣他一千亿啊? 谁让你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 会花那才会挣嘛。 对啊。 大白在线销售有多少台了? 不用查,今天早上我刚看,一共二十多万台。 这么多? 二十多万台,要按照十八万八亿台来算,这就三百多接近四百亿了。 全国有多少人,这点下去,实际上浪花都不打一个,如果把大白当作汽车,你知道去年一年全国汽车销售量吗? 接近三千万辆。 虽然大白不是出行工具,也不是必需物品,但是二十万台真心不多。 方元听到这话,削了呀,削得可高兴了。 才二十万台,就把你乐成这样? 我不是因为这个高兴,是因为穷州政府当初免了我们三年税,他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这个销售额不得回死啊,说到这儿啊,蓝彩衣也笑了。 当初穷州政府大概也没想到大白能这么快投产,按他们估计,最少也要两三年时间才能上市吧,所以才给你占了这么大的便宜。 其实蓝仔一说的真有道理啊,当初穷州政府差不多也是这么想的,谁也没想到这产品如此之快就投放市场了。 对国家来说呢,也不在乎这么些利益,只要不要把这个资金投到国外去,肉嘛,都烂在锅里也没什么影响。 那这么多钱,方元又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我跟你说,你别用大手大脚的乱花,上次见我爸爸的钱还没还呢,你又想折腾什么? 蓝彩衣见方元这表情啊,就有些紧张,这家伙的挣钱厉害,花起钱来更厉害,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呀,这么大个公司,每天的运行都是一大笔的开支,作为公司财务总管,他得管好钱袋子。 当然蓝彩衣也就是这么一说,方元真需要钱,他还能不给啊,而且方元虽说每次花的都很大笔的资金,但这些钱呢,都是用在了刀刃上。 好了,你不用这么紧张,这么多钱我还能一下子给他花干净了呀。 对了,你过来找我什么事啊? 还不是新鲜? 蓝彩衣在方元对面坐下来,把刚才和董老师沟通的事情和方元说了一遍,这下方元也愁了呀,号称本世纪最厉害的科学家被女儿吃零食的这个问题难住了呀,那怎么让女儿少吃零食或是不吃零食成了一个大难题? 两个人商量半天也没商量出个结果,最后决定,等小家伙放学了跟他好好谈谈,看他自己怎么说。 对了,明天新鲜哥他们要回去了,下午你要是有空,陪我逛逛街,我给二嫂买个礼物。 不需要了吧,你等结婚了送不行吗? 他们好不容易来一趟,总不能让他们空手回去吧。 下午有事儿啊,再说你们那些东西我也不懂,要不然让女婷陪你去。 那你要报销。 全公司的钱都在你手上,你找我报销你。 公司的是公司的,你是你的,你说你报不报销吧? 报报,报报,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你自己也买,你报啊。 方元从钱包里啊,掏出一张卡来,递到蓝彩仪手上。 蓝彩仪也不客气,伸手就拽过来,然后摇曳身姿走出了方元的办公室。 蓝彩仪缺这些钱吗?不缺。 但夫妻相处呢,是门学问。 要真的说你花你的钱,我花我的钱,分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好事儿。 适当撒撒娇,花花老公的钱,反而可以增进感情。 下午下班,方元回家的时候发现蓝彩仪已经回去了,在沙发上和胡小蕊聊着天。 因为明天就要回全城了,所以今儿下午这两口子没出去,小家伙的笑声呢,从院子里传出来。 方元走出去,发现小家伙坐在秋千上,让方心斌帮忙推他,每次高高荡起都能引起小家伙一阵欢笑。 蓝妈妈,老爷子都在修剪院落里的花枝,而方爸爸方妈妈正在给家里的小动物打扫笼子,一片和谐。 在空中荡起来的小家伙呀,无意发现了方元立刻惊呼一声,想从秋千上跳下来,把他身后的方心斌吓一跳,生怕给他摔了,赶紧双手稳住绳索。 方元迎上去,把跑过来的小家伙抱起来,哎哟,你慢点,你小心摔了。 没关系的,底下还软软的。 小家伙魂不在意呀,不过这也是,地上全是绿色的草地,真摔一跤,也摔不疼,一身都是汗,回去喝水去。 这时候方心斌也从后座上来了。 方元,下班了。 嗯,不多玩几天。 不了不了不了,这都出来十多天了,回去长假有事呢。 方心斌赶紧说了呀,说实在的,要不是因为结婚,他绝对不会休息这么多天的。 现在厂里,全线生产,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都是为自己干活呀,积极性超强。 那行,那有空过来玩,一定啊,陆陆是是好地方,漂亮好玩啊。 方元一边说着,一边跟方元进了屋。 方元把小家伙放下来,用他的小杯子给他倒了一杯水。 小家伙抱着杯子,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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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喝了个底朝天。 啊! 喝完还长舒一口气,渴了你就要跟大人说,小孩多喝水。 方元把他小杯子放在桌上。 秦秦,过来,妈妈有话跟你说。 坐在沙发上的蓝彩衣,对着小家伙招了招手。 这时候胡小蕊被方心斌叫走了,沙发上就他一个人了。 方元有些差异啊,挑了挑眉毛,眼神失忆,还没谈啊。 心有灵犀的蓝彩衣轻轻点头。 小家伙很寂静啊,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 你们在干什么? 没什么,你过来,妈妈跟你说话。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偷偷瞒瞒着我? 小家伙一脸狐疑。 没有,爸爸妈妈能有什么秘密瞒着你? 蓝彩衣见他过来啊,把他抱坐在自己腿上,让他跟自己面对面。 怎么没有,你们还偷偷地惊惊,别以为我不知道。 小家伙得意了呀,蓝彩衣闻眼满脸尴尬,方元直接无脸,好在家里别人都不在啊。 你还真是一个小精灵鬼,那妈妈也亲你一下。 蓝彩衣说着呀,在他的粉嫩小脸上亲了一口,小家伙被妈妈逗得磕磕笑,方元走过去,在蓝彩衣身边坐下。 好了,别笑了,妈妈有事情跟你说。 看着蓝彩衣这认真的表情,小家伙也停下了笑。 妈妈,我还睡小孩子,不能搬上很多门呢。 方元跟蓝彩衣直接就囧了呀。 妈妈没想要你帮忙。 那好吧,你说吧。 小家伙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你在幼儿园是不是有很多好朋友? 他们经常给你带很多零食吃啊。 蓝彩衣直奔主题。 对呀,好多好吃的呢。 妈妈知道,你在幼儿园很受欢迎,但是也不要吃太多别人的东西,这样不好。 再说零食吃多了,不健康。 为什么不好? 他们很喜欢跟我玩,才带给我吃的脑。 我不吃,他们会很伤心的。 小家伙说得很认真呢,其实这个情况不但是孩子大人有受也是啊。 比如你想跟某个人交朋友,所以请对方吃东西,但对方毫不在意,那个时候大人就会感觉到失落,更何况是小孩了。 他们肯定会把难过表现在脸上呀。 作为一个朋友就是要互相有付出才行,不是说只有一方给予,其他小朋友给你东西吃,你有没有给他们什么东西吃呢? 前一句话小家伙是没听懂,后半句听懂了呀,摇头,表示自己没给他们分锅吃的。 这就对了呀,不能平白无故地要别人东西,你可以跟对方说,我不吃你的东西,也跟你做朋友。 要不然大家以后都会认为,星星是个吃货,只要给他好吃的,他就跟你做朋友,你想这样吗? 我想。 小家伙想也不想大声回答呀,他是可爱漂亮的小公主小宝宝,怎么会是个吃货呢? 爸爸才是吃货,爷爷说的。 那你以后就不要吃别人的零食,知道了吗? 那,那他们非要给我呢? 小家伙虽然不想成吃货,但是又有些舍不得呀。 要是非要给你的话,你就放在书包里带回来,妈妈帮你看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好不好? 都能吃的啊。 小家伙的前台词,还是想吃啊。 妈妈当然知道都能吃,但有的吃了会容易长胖哦。 说到长胖,小家伙呀,就想起昨天说的米其林了,又想到爸爸之前的样子,有点害怕,于是他万分不舍地说了呀。 那好吧。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谢谢狼阿姨老叔叔们捧场,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喜马拉雅出品的《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六十五集 那我们拉勾 蓝彩与文言啊,伸出了小手之痘 我能不能吃一点点 小家伙又想反悔啊,开始讨价还价了 妈妈没说不让你吃,你带回来让妈妈看看再吃,妈妈帮你筛选一下。 蓝彩与这话呢,就是套路,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那不是他说了算。 嗯,也对哦。 小家伙文言恍然大悟,开心地跟妈妈拉了钩。 拉过钩了,说话就一定要算数。 以后幼儿园其他小朋友或者老师给的零食,能不要就不要,要了就放书包里带回来,要不然妈妈会生气的哦。 蓝彩与言肃盯住啊。 放心吧,我是诚实的哈爸爸,说话算话。 小家伙自信满满地说着。 妈妈相信你。 一定能做到。 蓝彩与把脸伸过去,用自己鼻尖,碰了碰小家伙的小鼻头。 小家伙高兴得磕磕笑,方元在旁边默不作声。 唉,就不知道小家伙反应过来还能不能这么快乐。 第二天一大早,方新斌、胡小蕊离开了。 方爸爸开车送他们去的机场。 小猪猪在床上赖着床还没起来,等吃过了早饭,发现这几天天天见的二伯二娘不见了呀。 他有些难过,这几天呢,二娘每天回来都给他带小礼物,他还挺喜欢二娘的。 好了,你别难过,再过俩月,爸爸带你去全城看他们,好不好? 方元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让他上校车。 真的吗?那能见到佳佳姐姐吗? 那肯定见得到,不止佳佳,小倩他们,你都见得到。 好。 小家伙听到这话又高兴了呀,心情变得比六月的天气都快。 见着小家伙蹦蹦跳跳往校车里跑,方元又交代他呀,你要记得昨晚跟妈妈约定啊,别吃别的小朋友的零食,带回来,知道吗? 好的,我知道了。 小家伙文言啊,回过身来向爸爸挥了挥手,然后进了校车。 等他坐到位置上,又通过车窗向着方元挥了挥手,方元这才转身回去。 他特别喜欢送女儿上学,特别是女儿上了校车以后,还跟他挥手示意那样的呀,在他脑子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美好的印象。 等回到家,已经收拾好的兰仔一出来,他们一起去上班。 你给胡小蕊送的什么礼物啊?方元再去公司路上,随口问着。 给他买了一个帮帮和一条项链,你看,我这帮好看吗? 兰仔一把自己包也拿出来给方元看,嗯,挺好看,方元略做思索,然后肯定地说着,兰仔一闻言高兴得不得了啊。 我的眼光好吧,第一眼看到他,我就喜欢上了。 你眼光一向好啊,你喜欢的肯定错不了,说实在的,方元哪个搞得清楚这包好看不好看呢,而且对他来说包,能装东西,OK。 其他的,他懂个屁,但他不傻呀,在兰仔一面前他不能这么说,而且不能直接说好看,还得先思索一下,然后用很笃定的语气说。 两个人在车上说说笑笑到了公司,方元刚来没一会儿,黄浩东领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找过来了。 这位老人呢,叫淮明春,今年已经77岁了,据说是淮祥后人,淮祥很少有人知道啊,淮祥啊,是明代的一个建筑匠师。 据说啊,古宫都是他设计的,所以淮明春老人的设计风格,有着很浓郁的大厦传统设计风格。 虽然没得过普利兹克奖,也不是享誉全球非常著名的设计师,但他设计出来的东西,蓝彩一眼相中。 任何一个建筑,都有自己的风格,英伦风,法国风,美国风,大厦风等等,每个国家,每个地域,都有自己不同的建筑风格。 而方元想要修建的翡翠岛,也得有自己的风格呀,像迪士尼,全世界很多家,每处的建筑样式都有所区别,但总体来说那是欧式,然后混搭一些本土的风格元素。 所以翡翠岛的建筑,也要有自己的主题风格,而作为大厦人的方元,自然首选大厦风。 所以当确定淮明春先生作为此次设计大赛的获奖者以后,方元当面和他进行一番详谈。 因为方元虽然要建筑有大厦的风格,但却要以更夸张的形式来表现,符合儿童幻想才可以。 方元怕老先生年事上去了,想象力有些不够, 所以一直努力和他做着沟通,同时还采用了全息投影等设备来辅助设计,难度也很大。 为此,凯明春在方兰集团待了快两个月了,不是在翡翠岛里实地考察, 就是用全息投影设备观看一些个神话副本里面的建筑风格, 再结合一些上古神话传说设计出他的建筑设计作品,今儿他就是来教成果的。 方先生,设计方案完成了,你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商量,继续改进。 凯明春坐下来,迫不及待地把方案交到方元手上。 对于做了一辈子设计的凯明春来说,他当初之所以要参加这个设计大赛,倒不是为了那五千万。 他年纪大了,钱也够花,精力大不如前,没必要跟全世界的设计师去参与一个竞赛。 但作为一个设计师,建筑是他生命的符号,他做了一辈子建筑,受限于风格,也就在大厦有些铭记。 在全世界来说,那根本就是名声不响,所以他想在死前留下一个最璀璨的符号, 让这个世界记住他,而翡翠岛无疑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他参加了设计大赛,但心里啊,确实没抱多大希望。 年纪一大,看事情那就看得开,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却没想到,他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办方的认可,并因此获得了大赛第一名。 他也看过其他设计师的设计作品,也知道自己的设计作品不是最好的。 主办方看重的,也是他作品当中的大厦风格。 但他既然接了这个活,就要拿出最好的状态,设计出最好的作品来。 为此不带女儿来录事,照顾他生活起居,他甚至把一大堆弟子都找过来了。 从事建筑行业这么多年,老先生带了不少弟子, 现在在建筑领域已经有所成就的很多,甚至有些弟子成就已经超过他了。 方圆接过方案没立刻看,而是通过内线,把兰采一眼喊过来, 然后开始一起翻看这设计方案。 黄浩东快明春捧着茶杯在一边,静静等着。 设计方案呢,完全是手绘风格。 整个设计方案不只是一栋建筑,包括了主建筑,副建筑, 庭院,翡翠街等等等等,非常的繁复。 整个就是一个小型的城镇的设计方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的设计。 翡翠岛地形特殊,入谷口会有个大门,上头会有繁星王国四个字。 整体风格采用了大量的云纹,牡丹,灵芝,荷花,龙,鹤等传统图案元素, 并以夸张的形式加以表现显得非常的俏皮可爱, 在庄严肃穆中夹杂了一丝莫名的喜意。 总之,方圆蓝彩一都很满意,快明春也松了口气, 这不是第一份设计了,已经是第八份了, 终于得到了方圆和蓝彩一共同的认可。 不过这只是设计方案,后面还有施工图设计, 那工程量不小的。 但是这后头的事儿,对快明春来说那反倒是轻松的, 因为在设计方案的时候,他已经考虑好了建筑用的材料, 建筑的结构等等实现的方案。 他的设计图旁边有很多的备注, 点明了他的设计思路同时, 还说明了和全息投影以后可以达到一些奇幻效果。 整个设计方案除了主建筑以外,最高也就两层。 华夏的传统建筑本来就不是以楼高建长, 高的那是佛塔,最高的就是主建筑了, 但也不是他的层数,而是人地积高啊。 在设计方案中,他坐落在整个翡翠岛的最中央, 十九阶台阶要十阶而上, 为什么不是二十呢? 因为这个积数为羊, 藕数为阴, 阳是给人住的, 阴呢是给死人住的。 所以阳宅一般用积数, 阴宅才用藕数呢。 或者是一些寺庙、宗教场所为了表达对美好的期许, 偶尔也会采用偶数台阶。 快明春作为传统建筑大师, 即使在设计当中添加了很多的夸张表现方式, 但一些传统设计的理念仍旧埋在他骨子里, 不可避免地也融入在了设计当中。 觉得怎么样? 等看完了整套设计, 方元征求蓝彩衣的意见, 蓝彩衣直接点头, 表示很满意。 那么, 宽老爷子, 那就期待你的施工设计图了, 希望可以尽快出来, 需要什么人力物力。 您和黄总对接, 争取咱们以最快的建设速度, 把它建起来, 方元把稿件递还回去。 我自己有个施工队, 但是工程太大了, 想要快速建设完成, 怕是不行啊。 设计师一般都会有自己的施工队, 因为长期的磨合, 这些施工成员也能够更快地理解设计师的理念, 更准确地还原设计师的设计。 那就, 再招人嘛, 扩大团队, 费用我们承担。 我这边也有一支施工队, 你们负责监管, 让他们也加入到建设里面来。 那就没问题, 我尽快地把施工设计图给弄出来。 快明春文言爽快点头, 只要资金到位, 一切谋门腿。 黄总, 这事您就多上心了, 争取尽快建设好, 需要多少费用, 你找兰总。 方元又向着黄浩东盯住啊, 见到方元如此郑重, 黄浩东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但也上了心, 决定自己要跟紧点。 那我们就不打扰方先生了, 我先回去休息一下, 这几天可把我忙坏了。 快明春站起身来, 方元兰才一赶紧跟着站起来, 把老先生给送出去, 不管如何人这么大一把年纪, 还如此敬之敬业, 就值得尊敬。 快明春的女儿在密书间一直等着父亲出来, 见他出来赶紧上前搀扶啊。 爸, 事情办妥了吗? 其实快明春出来, 见他这满脸笑意, 就知道事儿啊, 八九不离十了。 走走走, 中午啊, 我得好好吃一顿, 然后再睡的一下午。 快明春挣托女儿的手啊, 大踏步地往前走。 要把师兄他们都叫上吗? 快明春女儿追上去问他呀, 叫啊, 都得叫, 哎呀, 今儿给我高兴。 哈哈哈哈哈哈, 方元他们在后头看着呀, 这老爷子, 这么大年纪了, 精神都旺盛啊。 对啊, 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这么努力, 那我就得更努力了。 方总啊, 蓝总, 我也工作去了, 黄浩东说完自己就回办公室了。 等他们都走了, 蓝才一折才问他。 干嘛要那么快建行? 这样建筑成本会增加很多的。 我当然有用了。 什么用? 呃, 秘密。 快点告诉我, 我想知道。 说了是秘密, 我怎么会告诉你, 你到时候你就知道。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狼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六十六级, 蓝采一海响继续问, 方圆却查开了话题, 交给你个任务。 任务? 什么任务? 现在设计方案都出来了, 之前说让小家伙设计的, 繁星王国的国旗跟国徽, 是不是要让他开始画了呀? 你真让星星来画啊? 当然真的, 有问题啊? 这也太儿戏了吧, 他那画画水平真的能拿出手? 有什么拿不出手的, 本来就是儿童乐园嘛, 旗帜啊, 徽章啊, 越同居越好, 怎么叫儿戏, 我觉得星星画的比毕加索画的好看啊。 那是你不懂欣赏? 那你说的对啊, 欣赏的话你欣赏不懂。 反正我是说不过你, 走了, 我也要回去上班, 努力工作。 蓝彩一说着握紧拳头, 做了一个加油的姿势, 转身回自己办公室了, 怎么跟欣赏一样啊? 蓝彩一出去, 方圆看着她的背影摇摇头, 等说完这句, 她发现说错了, 应该是, 欣赏跟她妈妈还真像啊, 等晚上下班, 方圆蓝彩一刚一到家, 小家伙立刻兴冲冲就上来了, 今儿没扑到方圆怀里, 而是抱着蓝彩一的腿。 妈妈! 小家伙仰着脖子喊啊。 怎么了, 是想妈妈了吗? 蓝彩一蹲下身子, 把小家伙额前凌乱的头发给绿了绿。 不是, 妈妈, 我把零食带回来了, 我是不是很棒啊? 小家伙满脸期盼地问着呀。 哇, 你真的是一个诚实的宝宝, 那你告诉妈妈, 你要不要偷偷地吃啊? 才没有。 小家伙伸出手, 骂了骂嘴巴, 急切地说着。 好吧, 妈妈相信你, 那我们来看看你的零食, 哪些能吃, 哪些不能吃吧。 蓝彩一站起身来, 拉着他的小手。 好的。 小家伙急匆匆地, 把蓝彩一拉到沙发上做好, 把自己的小书包给拽了过来, 方圆好奇也走过去看呢, 蓝彩一伸手一拎, 吃惊啊。 这么多? 这得有半书包啊, 蓝彩一打开, 首先拿出了一包薯片来。 薯片? 这些蓬化食品, 一点营养也没有, 不健康。 这么大一块巧克力, 吃了你估计要长几斤肉, 还是算了吧? 这是什么? 牛肉棒? 你天天中午都吃那么多肉了, 还吃? 薇化饼干, 蓬松鸡太多。 包里的零食, 一件一件被蓝彩一拿出来, 每一件他都能说出缺点来。 小家伙被妈妈疏愣了呀, 最后就只剩下包底下有根棒棒糖了, 小家伙眼睛手快一把给他攥在手里。 棒棒糖, 太甜了, 会长猪牙的。 蓝彩一轻描淡写的, 从欣欣手里又把这棒棒糖给抽了回来。 哼, 竟然一个也不留, 坏妈妈, 爸爸生气了。 小家伙觉得妈妈做得有点太过分了呀, 所以他很生气, 养着脖子气鼓鼓决定, 不搭理妈妈了。 好啊, 你别生气, 妈妈也是为你好。 我不要你为我好。 小家伙任性地说着呀。 你是我的宝宝, 我不为你好怎么行, 要不这样, 你晚上想吃什么好吃的, 让你爸爸做给你吃怎么样? 你爸爸做的难道不比这些零食好吃吗? 蓝彩一夜怕乌鸡必反, 到时候这小家伙不把零食给带回来了, 他也没辙呀。 真的? 听说晚上让爸爸给他做好吃的, 小家伙这态度立马软化。 当然是真的, 这样吧, 只要你每天把零食带回来不吃, 你每天都可以要求爸爸给你做一道你自己想吃的菜, 怎么样? 真的吗? 爸爸。 小家伙问旁边的方圆啊, 当然了, 妈妈说的就等于是爸爸说的。 说实在的, 方圆也不想小家伙难过, 谁不希望他天天高高兴兴呢? 但零食是真的不能多吃, 这吃多了只会害了他呀。 那说定了, 拉钩。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高高兴兴要跟方圆拉钩, 两个人拉完钩盖完手叶, 方圆笑着。 那么, 大老板, 你晚上要吃什么呀? 爸爸去给老板做。 嗯, 我想要吃八丝红薯。 小家伙特别喜欢吃这道菜呀, 之前方圆带他在外头吃过几次, 印象很深刻, 但因为那个太甜了, 所以方圆很少在家里做给他吃。 红薯啊, 现在这个季节红薯少哦, 家里也没有现成的红薯啊, 要不然爸爸给你做个拔丝苹果, 怎么样? 苹果也可以, 好吃吗? 当然好吃了, 苹果也可以做呀, 味道跟红薯一样的, 比红薯还好吃一些。 那好吧, 我要吃八丝苹果。 小家伙一生欢呼啊, 从这天开始, 小家伙每天也遵守约定, 把零食带回来, 方圆依照约定, 给他做一道他想吃的菜。 但渐渐的呀, 零食开始变少了, 到最后几次都没了, 因为小家伙的拒绝, 小朋友给他带零食也就带的少了, 但方圆每天给他做一道爱吃的菜, 确实没停下。 少吃零食, 只是妈妈对他的一项要求, 而学会拒绝别人, 是小家伙的一次成长。 不知不觉就到了四月一号, 愚人节这一天到了, 大白也开始面向全国铺货, 方兰集团, 愚人节不骗人。 之前提前付款的用户, 当天统一发货, 线下体验店也正式开业。 为此这个早上方圆都没去公司, 直接去了设立在陆市的大白体验店, 参加了店的开业典礼, 也就是大嫂销林那店, 可谓是给足了大嫂面子, 不但方圆来了, 老爷子方爸爸他们在家也没事, 全都来了给大嫂捧场。 穷州电视台, 陆市电视台, 甚至CHTV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大白正式走进千家万户, 宣告人类进入智能2.0时代, 具有化时代的意义。 大嫂自然非常高兴啊, 堂哥何向荣今儿也在, 不过他也就打打下手, 帮不了什么实际上的忙。 大嫂特地办了个简短的剪彩仪式, 宣告正式开业, 中午呢也没在酒店招待大家, 而是在自己家, 吃了一顿家宴, 方爸爸他们之前被老爷子去过, 方圆跟蓝仔衣啊, 还是第一次登堂哥门, 大堂哥不善言辞, 但中午啊, 却是好好敬了方圆一杯酒, 感谢他的帮助。 其实对方圆来说, 他也受大救的招呼很多, 要不然他的事业没现在这么顺利, 做人要懂得感恩, 互惠互利, 关系才长久。 等下午方圆悠哉悠哉回到公司的时候, 整个公司都一片忙碌, 今天大白销量大增, 各地代理商打电话提出了家货的要求, 特别是宁宇亭管理的市场部门, 以前那一项清闲现在是彻底忙起来了, 这些呢, 也跟方圆没有多大关系, 他只负责开发, 具体怎么执行, 怎么卖出去, 那都不管, 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张远, 怎么样, 交互系统测试了吗? 方圆走进实验室, 张远正抱着虚拟头盔连接在电脑上, 对代码进行一一测试, 方先生, 我还在测呢, 顺便也学习一下, 张远憨厚地笑着, 体验怎么样, 非常棒, 脑波操控灵敏度, 最起码提升了百分之两百, 已经不会有延迟卡顿的现象了, 真的是, 心随意动, 非常棒, 张远说起这个显得非常的激动, 科幻作品当中的科技, 没想到有一天在他手里实现了, 这种成就感啊, 不是言语两三句能表达得出来的, 不过方圆正, 还是有个问题, 张远稍一犹豫, 还是说出来了, 什么问题, 网速跟机器, 它跟不上思维速度啊, 行吧, 方圆一脑门子黑线, 之前解决了脑波感应器, 放大和处理的速度, 但是没想到, 这速度太快了, 机器又跟不上了, 他想了想, 那你看我们能不能先做个缓冲区, 就相当于电脑的缓存一样, 用户先调用缓存区的预存信息, 根据人类的思维动作, 设置个法职, 随着方圆的话语, 张远的眼睛越来越亮啊, 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办法提出来以后, 方圆也没事了, 提出一个想法, 交给张远他们就行, 等下午下班的时候, 蓝彩仪心情显得特别好, 怎么了, 今儿这么高兴, 能不开心吗, 你知道我们今天一共出了多少货吗, 蓝彩仪笑音音的, 他这财务大总管的钱包啊, 终于算是鼓起来了, 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对了, 现在有钱了, 慈善基金的事, 你得加紧啊, 知道了, 大忙人, 蓝彩仪看方圆一点没询问大白销售情况的意思, 也没询问他销售额, 说实在的, 他都觉得方圆心大呀, 让两口子回到家, 就看小家伙站在沙发上, 方妈妈站在他对面不远处, 两个人手上拽着一条长长的床单, 原来今天洗了床单被套, 方妈妈正收拾, 小家伙呀来帮奶奶叠进来, 见到爸爸妈妈回来, 小家伙一蹦啊, 手上床单一不稳, 掉在地上了, 见到床单掉地上, 小家伙惊讶的呀, 赶紧从沙发上跳下来, 然后又一脚踩了回去, 好在家里经常打扫, 小家伙双脚也干净, 拍拍挥也就没事了, 要在院子里, 就得重新洗了, 你看看你, 说是给奶奶帮忙, 现在是不是在帮倒忙啊, 方圆走过去, 把小家伙抱了起来, 谁说的, 他可给我帮了大忙了, 你看, 这些都是他帮我叠的, 小家伙话还没说完呢, 方妈妈指着叠好的床单被套, 已经开始反驳了, 小家伙听到这话, 插着腰啊, 仰着脖子呀, 好像在说我厉害吧, 我能干吗? 方圆把头凑过去要亲的, 小家伙一把给他推开, 一脸嫌弃, 我是女孩子, 才不能随便给男孩子亲亲呢, 你走开, 哦, 爸爸都不信啊, 那你是男孩子吗? 是啊, 那就不行, 等老师说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 但是, 但是我是你爸爸呀 你是男孩子 我是你爸爸 男孩子 通戏, 方圆忽然凑个脑袋呀, 不等小家伙反应过来,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哇, 你这是犯罪的, 警察叔叔会把你 抓起来的, 小家伙吃惊啊, 警察才不会抓我呢, 我亲的是个小胖猪, 不对, 不对, 你亲的是我, 我是女孩子, 对啊, 我亲的就是你啊, 你就是个, 小胖猪啊,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宇丰与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六十七集, 哼, 你这个坏蛋, 我要代表警察叔叔惩罚你啊, 小家伙从沙发上跳下来, 追着方圆要教训他, 方圆跑到蓝彩衣跟前, 躲在蓝彩衣的身后, 小家伙不甘失落也跟着追了过来, 然后两个人就围着蓝彩衣不停地转着圈, 蓝彩衣头都被他们转晕了, 我说你们两个能消停一会儿吗? 这个要问你女儿, 她在追我呀, 可是爸爸说我是小胖猪, 他还偷亲我, 这是犯罪, 小家伙气鼓鼓地说着呀, 你也是的, 一下班回来干嘛就逗他, 蓝彩衣插着腰, 瞪着方圆, 对, 一下班回来就逗我, 小家伙从蓝彩衣身后跑出来呀, 也插着腰, 瞪着方圆, 一大一小, 姿势简直一模一样, 行行行行, 好吧, 我道歉, 我不该说你是个小胖猪, 方圆嬉笑出声, 其实跟小家伙斗圈,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放松了, 还有你亲了我, 要受到惩罚, 我是你爸爸, 我亲你一口都不行啊, 当然不可以, 你也是男孩子呀, 星星,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你现在还是小孩子, 爸爸可以亲你的小脸蛋, 蓝彩衣在旁边说的呀, 要小家伙以后真不让方圆亲了, 估计方圆就该难过了呀, 嗯, 爸爸不是男孩子吗, 儿童的自我保护, 东老师教的没错, 但小家伙年纪有些小, 所以蓝彩又耐心地和他解释了一遍, 他现在还是个小宝宝, 所以爸爸可以搂他抱他亲一亲, 但是别人不行, 等他长大了呀, 爸爸也不行了,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稍微有些明白, 有些疑惑地问妈妈呀, 妈妈, 那为什么爸爸抱着你亲戚, 你是大人嘞, 他是不是犯罪了呀, 警察会不会把他抓起来, 小家伙一想到爸爸真的会被警察抓起来, 就有点紧张了, 正在叠衣服的方妈妈听到这话呀, 忍不住就偷笑, 蓝彩一更是尴尬呀, 那是因为爸爸是我老公, 就是我的王子, 所以他可以亲我呀, 哦, 我知道了, 方长大了, 只要自己的王子可以亲自己, 小家伙恍然大悟, 王子亲吻了白雪公主, 然后娶了她做王后, 哦, 就跟爸爸妈妈是一样的, 真聪明, 蓝彩一也松了一口气, 跟小家伙解释这类事情, 还真的很伤脑筋呢, 好了, 现在我可以给你亲戚了, 小家伙听完蓝彩一的解释, 跑到方圆跟前, 一副我大方, 我赏你的小模样, 我现在不想亲你了, 方圆拿起果盘里的橘子呀, 开始剥了, 啊, 小家伙立刻张大了嘴呀, 好像是凹带捕的小鸟一样, 但是方圆直接把剥好的橘子呀, 全塞到自己嘴里, 然后满脸奇怪的看着小家伙, 你干嘛, 你是不是又在逗我玩, 逗你, 什么逗你啊, 小家伙听到这话更疑惑了, 难道是自己想错了呀, 想了想, 他说呀, 我想吃橘子, 哦, 方圆听到这话呀, 拿起一个橘子剥开, 然后在小家伙满脸的期待中啊, 又放到了自己嘴里, 我说我想吃橘子, 不是你自己吃, 你想吃橘子你就自己拿呀, 我拿的当然我吃了, 方圆满脸奇怪呀, 说了又开始剥橘子, 准备往自己嘴里送, 你小家伙一时, 他也想不到反对的理由啊, 想了想他, 又有些疑惑的问, 你一定是在逗我玩, 对不对, 方圆听到这话一脸严肃, 一脸认真的说着, 对呀, 我就是在逗你玩啊, 你这个大坏蛋, 小家伙立刻就扑上去啊, 小嘴巴张的老大大老虎要吃人了今, 方圆赶紧把手里的橘子呀, 塞到他嘴里, 好吃, 真甜, 小家伙高兴啊, 但接着又反应过来不对, 还没教训爸爸呢, 于是又继续追方圆, 来来来来, 我都给你吃东西了, 但是你刚才动我, 我要惩罚你, 然后小家伙就追着爸爸满屋子到处跑啊, 方圆下班, 回来了, 坐在院子里听着收音机的老爷子, 忽然问道, 肯定的, 不是他回来, 谁跟欣欣闹得这么欢, 蓝妈妈在旁边跟他说呀, 都这么大一人了, 还这么幼稚, 整天跟孩子闹, 方爸爸正在整理花盆, 文言不满啊, 老爷子看了他一眼, 没搭理他, 这不叫幼稚, 这是方圆对孩子的爱呀, 老爷子一辈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 方爸爸这性格的呀, 他太了解了, 刀子嘴, 豆腐心, 心里对方圆满意的不行, 但嘴上啊, 却是不饶人, 但刀子嘴, 那也是刀, 只要是刀, 就没有不伤人的, 要不是方圆满脾气, 父子俩不闹的断绝父子关系, 那才怪了, 随着大白的发售, 大街小巷里, 大白的身影就多起来了, 一天遇上好几个大白都不稀奇, 为了展现自家大白和别家大白不一样, 用户们也是想尽了办法, 除了各种大马的衣服之外, 还有人在大白的外层皮肤上啊, 印上各种各样的图案, 过去手机贴膜, 用保护壳, 现在大白也贴膜, 你还真别说, 人民群众的力量很强大, 搞了很多很有特色的大白膜, 网上销量很不错, 另外就是大白起名的问题了, 成了当下最热门的话题, 大白出厂设置, 是按照编号来的, 比如大白567, 代表的是第567号下线的大白, 用户需要自定义一个, 自己听着感觉舒服的名字, 于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名字就出了, 什么白飞呀, 白胖子呀, 二狗子呀, 反正按网上启明的习惯来, 没有调调框框, 随便挤, 街上喊一嗓呢, 回头率十足, 这天早上吃过早饭, 方元准备送小家伙上学, 蓝采一忽然在旁边说了呀, 你上班去吧, 等会儿我送他去, 方元听到这话惊了呀, 每天都是他送, 蓝采一有时候跟他一起, 很少会单独送小家伙呀, 怎么, 我就不能一个人送女儿去上学啊, 我要妈妈送我, 小马屁精立刻抱着蓝采一的腿呀, 你小妈妈送你啊, 蓝采一摸了摸小家伙的小脑袋, 对呀, 我最爱妈妈了呀, 不是, 你不是说你最爱爸爸吗, 方元又惊了呀, 嗯, 妈妈在我就最爱妈妈, 妈妈不在我就最爱爸爸, 小家伙理直气壮啊, 那行吧, 那你送我心上学, 我等你回来一起上班去, 不用了, 今天采一陪我和你妈一起去逛街, 你一个人去上班吧, 蓝妈妈呀, 忽然在旁边说着, 啊, 移什么移, 一大早上都移了几次哦, 我陪妈妈他们逛街不可以吗, 蓝采一教程说着, 可以呀, 当然可以, 那我上班去了啊, 方元能说什么又敢说什么呀, 只能一个人去公司了呗, 上班忙起来, 他也把这事给忘了, 等中午吃饭才想起这事了呀, 采一他, 一早上没过来, 方元向着蓝采一的助理, 戴小兰问着, 没有啊, 你不知道吗, 知道是知道, 没想到他们逛了一上午啊, 算了, 我下去吃饭去了, 一起吗, 不了, 我手头上还有点事情, 等弄完了再下去, 方元文言也不强求, 转身就出去了, 忽然他发现, 在戴小兰桌上放了个礼物盒, 哎, 追求者送你啊, 不是, 没有的事情, 戴小兰文言赶紧晃晃晃晃的, 把礼物盒往桌子底下收了手, 好事啊, 你紧张什么呀,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你还不是得开始新生活呀, 没有的事, 方元, 你要吃饭就赶紧去, 别八卦我的事情, 方元听他都叫自己方元的名字了, 知道这姑娘心虚了, 也就没再多说, 静止离开了, 等下楼在食堂随便吃了些, 又回来投入到忙碌的工作礼, 当初那没钱的时候, 天天上班, 有的时候还能摸个鱼, 休息休息, 现在有钱了, 还是天天上班, 这连摸鱼的时间都没了, 恨不得一天工作, 他四十八个小时, 所以说, 方元想, 我挣这么多钱干嘛呀, 虽然那么想了, 这活还得干呢,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哦, 进来, 方元恍然惊觉, 舒展了一下身子, 蓝彩一推门进来了, 回来了, 买什么啦, 方元随口问着, 蓝彩一却没立刻回答他, 而是转身, 对着门外的陈婉莹说的, 陈助理, 给方总倒杯水, 这才回过头来, 无非就是衣服包包呗, 没有什么东西啊, 方元闻言也没在意, 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快四点了, 那这样你就别来公司了呀, 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反正回去也没事, 顺便过来, 跟你一起回去, 那行, 现在走呗, 星星也该放学了, 陈助理啊, 水不用倒了, 对了, 星星说, 想吃食堂里陆师傅做的面包, 我们顺便带点回去吧, 蓝仔衣忽然说着, 陆师傅是方蓝集团的糕点师傅, 做的蛋糕很好吃, 很多员工经常一买, 买一大口袋回去当早餐呢, 不是, 我做的也很好吃啊, 知道你做的很好, 但是你要有时间做才行啊, 走了, 蓝仔衣拽着方圆静直往食堂走, 等到了食堂, 方圆觉得有些不对劲, 食堂里太安静了呀, 食堂那一向是热火朝天那样的, 现在入口紧闭不说, 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 方圆一把拉住蓝仔衣, 把他挡在身后, 干什么, 蓝仔衣故作奇怪地问他, 其实心里挺感动的, 他知道方圆察觉了异常, 但是方圆的第一反应, 是把自己护在身后, 没什么, 我们现在先回家吧, 正要推门的方圆忽然, 缩回着自己的手, 他知道, 现在很多人在打他的主意, 他不想涉险, 更何况身后还有蓝仔衣, 不能让他冒险啊, 真是的, 奇奇怪怪的, 但是蓝仔衣忽然从他身后绕过去, 推开这门直接就走了进去, 不是等等, 方圆焦急呀, 不是彩燕, 他刚从光亮的地方走进去, 眼前一片漆黑, 有些不太适应,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光明大放, 一群人拥了上来, 生日快乐, 方圆惊讶地张大了嘴, 爸爸, 生日快乐呀, 站在人群最前头的欣欣, 笑嘻嘻地说着, 方圆看着他身后, 小山痘痘摇摇, 三个小家伙都在了,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老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第五百六十八集, 站在人群最前的欣欣笑嘻嘻地喊着, 方圆看他身后, 小山痘痘痘痘, 三个小家伙都在, 再往后, 蓝彩衣, 方爸爸方妈妈, 蓝妈妈老爷子, 卢首义, 陈超丁和平送雪等等, 他认识的人呢, 几乎都来了, 我, 我, 我生日, 方圆有些疑惑呀, 众人闻言笑了, 爸爸笨笨, 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嘛, 小家伙笑得有极大声啊, 当然是你生日, 你是老娘我生的, 还能搞错了不成, 方妈妈在旁边笑咪咪地说着, 今天四月十八啊, 对啊, 所以今天是你生日, 生日快乐, 蓝彩衣走过来, 拉着方圆的手, 方圆也笑了呀, 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 过过最隆重的一次生日了, 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生日, 只要人在路市的, 和方圆关系不错的人都来了, 公司几个管理层也在, 除此以外, 金药, 江涛, 周小雅, 李亚南, 李游威等等都来了, 总共五六十个人, 食堂也布置了一下, 喜庆啊, 你们下午请假啦, 方圆摸着欣欣的小脑袋, 向几个小家伙问道, 我今天没去幼儿园呢, 我给你准备生日礼物了呀, 小家伙得意呀, 我也给方爸爸准备了礼物呢, 瑶瑶迫不及待地说着, 还有我, 小山也把手举高高, 表示他也准备了好些天呢, 豆豆在最后面啊, 也小声地说着, 凡叔叔, 我也要礼物送给你, 好, 乖孩子, 谢谢你们啊, 既然这样, 就让我们先把礼物拿出来吧, 蓝仔衣在旁边笑着呀, 几个小家伙听到这话高兴, 精心准备的礼物, 就等这一刻呢, 大家纷纷拿出礼物来, 包括了戴小蓝, 原来方圆中午在他桌上看到那个礼物盒子呀, 就是送给方圆的, 所以说, 今天方圆生日, 除了他自己, 所有人都知道, 只不过因为蓝彩仪给他们打了招呼, 所有人都悄悄地瞒着他, 要给他个惊喜, 大家的礼物呢, 是真的精心准备, 不在乎价格, 只在乎心意, 第一个是欣欣的礼物, 小家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特别郑重地递给了方圆, 方圆打开以后, 满满一张纸上全是字, 这些都是欣欣口述, 我给他代笔写的, 没有一点更改哦, 蓝彩仪在旁边笑着呀, 于是方圆就仔细地阅读了起来, 爸爸,你好呀, 妈妈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想要给你一份惊喜, 我本来想把我最喜欢的小兔兔送给你, 可是我觉得你是大孩子了, 肯定不会喜欢小孩子的玩具。 方圆看到这儿, 脸上不自觉勾起了一丝笑, 然后他接着往下看, 我想给你画一幅画, 可是我已经画过很多画了, 怎么能算是惊喜呢? 所以,我想给你写一封信, 可我认识还不是很多, 现在正在跟奶奶努力学习拼音, 等我学会了拼音, 我就能用拼音给你写信了, 奶奶说,所有的字都是小拼音的。 好吧好吧, 妈妈说让我不要说废话, 那我说些什么好呢? 很久很久以前, 也不是很久, 在我还是小爸爸的时候, 妈妈给我看了你的照片, 说照片上的那就是爸爸, 虽然我没见过你, 但是我想你一定是最好的爸爸, 可是妈妈说你工作很忙, 所以一直没时间回来看爸爸, 终于有一天, 妈妈带我来找你了呢, 虽然你长得跟照片上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一下子就认出你来了呢, 我是不是很厉害? 因为我在梦里面见过你很多次, 你还跟我一起玩, 虽然你是个大胖子, 但是你跟我梦里的爸爸一样, 带我玩, 给我吃好吃的, 然后你慢慢都就变成我梦里一样的爸爸了, 你给我骑大马, 给我讲故事, 带我捉迷藏, 做好吃的给我吃, 跟我一起玩, 谢谢你能成为我的爸爸, 我是最幸福的小孩子, 因为你是最最最好的爸爸, 最最最棒的爸爸, 我是最幸福的小孩子, 我很开心, 很高兴呢, 爸爸, 我爱你呀, 爸爸, 爸爸相信开乐, 爱你的宝宝心心, 这心看完啊, 方圆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特别是那句, 谢谢你能够成为我的爸爸, 他也想对小人说呀, 谢谢你能成为我的女儿, 我是最幸福的爸爸, 好了, 不要这样, 生日呢, 您该开开心心的, 兰采医在旁边, 在方圆背上一推, 拍了拍安慰他, 自己呢, 也是眼角湿润, 这封信是他帮忙写的, 当然知道内容了, 不好意思啊, 有点失态了, 方圆赶紧接过方妈妈递来的纸巾, 擦了擦眼睛, 郑重地把信叠好, 放进了口袋, 大家也自然不会笑话他, 只是好奇, 这信里写了什么, 这信里, 方爸爸满是好奇, 想要询问, 但还没开口, 直接被方妈妈一眼给瞪回去了, 爸爸, 你怎么哭了, 是我说的不对吗? 小家伙见方圆满脸都是累, 仰着脖子怯生生地问他呀, 他还以为, 是自己心里哪说的不对, 把爸爸惹哭了, 没有, 爸爸说的对, 说的好, 爸爸这个是高兴, 方圆赶紧把他抱起来, 在小家伙脸上亲亲亲了一口, 小家伙听到这话也才高兴了起来, 宝宝, 爸爸也谢谢你当了爸爸的女儿, 爸爸也很幸运哪, 方圆在小家伙的耳朵边上轻声地说着, 嗯, 你很幸运哪, 哎, 小家伙毫不客气点了头, 方圆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才是他的闺女啊, 好了, 妈妈抱抱, 让爸爸继续拆姐姐们的礼物吧, 蓝采一见小山他们养着脖子满是期待, 赶紧地把心心从方圆怀里给揭了下来, 好了, 接下来你们三个谁想给我礼物啊, 方圆平复了一下情绪, 看向三个小家伙, 三个小家伙都想方圆先看自己的, 那咱们这样, 咱们从小看到大, 好不好, 方圆蹲下身子, 三个小家伙听到这话乖巧点头, 然后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他们不知道谁最小啊, 逗逗最小了, 逗逗你先来, 逗逗送方叔叔什么礼物啊, 方圆把站在最后头的逗逗拉到前面问他, 小家伙手里拎着一个袋子, 那这个给方叔叔, 妈妈说要说生日快乐, 谢谢你啊, 那这里面是什么呀, 方圆也没客气直接接过来了, 是帽子, 逗逗诚实地回答, 那叔叔看看, 是个什么样的帽子啊, 是遮太阳的帽子, 方圆也觉得逗逗实诚地可爱, 忍不住笑啊, 打开里带, 这是一顶米色的遮阳帽, 也叫鱼肤帽, 很普通一顶帽子, 在陆市旅游景区, 很多这样的帽子卖, 但方圆也没闲见, 顺手戴在头顶上, 怎么样, 方叔叔好看吗, 哇, 方叔叔戴得正好呢, 妈妈说的对, 我还以为会很大呢, 逗逗惊讶呀, 那谢谢逗逗啦, 谢谢你给我买的帽子, 嗯, 这是我用妈妈给我买零食的钱买的呢, 我攒了好久的呢, 那你为什么不买零食啊, 因为我要留症, 以后饿肚肚的时候买饭饭吃, 逗逗天真地说着, 方圆轻轻搂住他, 放心吧, 有你妈妈在, 有方叔叔在, 保证你以后永远不会再饿肚子了, 好的, 逗逗开心地笑了, 笑得很纯, 笑得很真, 拆完了逗逗的礼物, 接下来是瑶瑶, 但方圆头上的帽子没拿下来, 就这么戴在头上, 逗逗很高兴, 瑶瑶, 你给方爸爸准备什么生日礼物了, 方圆把旁边已经期盼许久的瑶瑶拉到他跟前, 我换了一幅换送给方爸爸, 瑶瑶开心地说着呀, 我也画了画呀, 小山在旁边惊讶呀, 没关系呀, 虽然都是画, 但你们每个人画的肯定都不一样啊, 方圆在旁边赶紧说了呀, 小孩一般都喜欢画画送给大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还不会写字啊, 画画是最好的表达情感的方式, 来, 那我们先看看, 瑶瑶画的是什么呀, 方圆抓过瑶瑶, 一直拿在手里的那幅画, 嗯, 这个画的是海底, 瑶瑶的画整幅画呀, 都是蓝色作为基调, 里面有小丑鱼, 章鱼, 大鲨鱼, 珊瑚, 海藻, 等等的海底动植物, 除此以外还有海绵宝宝, 还有派大星,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大人, 一个小孩, 两个人头上都带着一个玻璃罩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是你跟我妈, 方圆对瑶瑶问呢, 小儿高兴点头, 那你画的是我跟你, 在海底潜水对不对, 对呀, 潜水可好玩了呢, 可是妈妈不让我去, 我想去看小鱼呢, 我也要潜水, 我也要潜水, 欣欣在旁边文言立刻高声喊呀, 上次他想潜水, 就没潜成, 因为太小了, 人家不让, 既然你们这么想潜水, 过段时间带你们几个一起潜水, 好不好, 方圆说这几个小家伙一阵欢呼啊, 他们太小了, 下水不太好吧, 蓝彩衣有些担心啊, 水下压力大, 虽然大人一直在旁边照顾着, 还是有风险的, 没事, 我们到时候弄个私人的那种, 小型的潜水艇, 就安全了嘛, 现在科技发达, 私人潜水艇呢不奇怪, 这种可以容纳三五个人的小型的潜水艇, 潜水的深度可以到一千米, 汤内供养可以维持十多个小时, 足够在海底大饱眼福, 最酷的人家是三百六十度全景圆顶, 视线非常开阔, 毕竟小家伙呀, 以前就吵着想去潜水, 好几次都没成功, 上次还用全息投影, 给他在岸上过了一把去海底的饮, 但毕竟啊, 没去过真正的海底, 但真正的潜水对小孩来说又太危险, 所以这种小型的潜水艇是最好的选择了, 为了孩子, 你也太奢侈了吧, 蓝彩衣白了一眼方圆, 这种小型潜艇啊, 是前沿商品, 世界上现在卖的不多, 所以价格可不便宜, 迟早得买啊, 等翡翠岛建好以后, 我们多买几台, 再弄一个深海观光的项目, 就何在的人太少了, 然后租赁给游客, 让他们下去看看海底嘛, 蓝彩衣听到这话, 觉得这方法真的可行, 好了好了, 过生日谈什么工作, 小山还等着让你看他送给你的礼物呢, 方妈妈见方圆跟蓝彩衣说个没完, 在旁边提醒, 对对对对对, 不说这些了, 总之啊, 答应你们带你们去潜水, 就一定说到做到, 耐心等着, 小山, 来, 给干爸看看你画的什么,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喜马拉雅出品的《我的奶爸人生》, 第569集, 方圆打开小山的画却是愣住了, 因为小孩的画一般都是很阳光的, 比如欣欣他画的都是花草, 小鸟, 树木等等, 阳光明媚, 就连刚刚, 摇摇画的大海在右上角都有一个圆圆的, 像是尖弹一样的太阳, 但小山这幅画很压抑, 当然用压抑这个词, 他也不准确, 方圆一时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如果说摇摇画的那幅画的主色调是蓝色, 那小山画的这幅画的主色调就全是黑色, 他画的是夜晚, 黑色的天空上有一个圆圆的黄色的月亮, 周围还有几颗小星星, 看上去不错, 但再接着往下看, 却画了一个小女孩, 穿着红色的衣服坐在地上, 抬头看着天空, 在小女孩的四周, 有稀奇古怪的黑影张牙舞爪, 很恐怖的样子, 但在女孩的对面, 有个穿着黄色衣服的巨人, 她顶天立地, 双眼放光, 背后伸着一双翅膀, 牢牢地把小女孩护在了身下, 这是方爸爸, 这是小山, 小山伸出手, 指了指画, 和方元作者解释, 谢谢, 谢谢小山, 方爸爸会永远保护我们小山的, 还有你爸爸, 和宋, 和你妈妈, 我们都会保护你, 永远不会让你再受伤害的, 旁边的众人也一直在看着, 这个时候都有些沉默无言了, 孩子不知道隐藏自己的情绪, 所以他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那些张牙舞爪的黑影, 实际上是他内心深处对着世界的看法, 而方元就是他的救世主, 但这不是什么好事, 说明小山的内心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悲观的情绪, 不过想想也是啊, 时间才过去多久呢, 一个六岁的女孩, 在困苦的生活里苦苦挣扎, 每日食不果腹, 瘦尽白眼, 她要能对这世界充满爱, 那才叫奇怪了, 嗯, 我相信方爸爸, 小山笑脸炎然, 她以前是不相信方叔叔的, 她以为都和以前碰到的叔叔阿姨一样, 只要时间长了, 就不喜欢她了, 可她后来发现方叔叔太棒了, 除了帮她治好了爸爸, 还帮她找到了妈妈, 还给她很多好吃的, 好玩的, 好看的衣服, 所以她相信方叔叔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人, 是她最好的方爸爸, 方元把小山抱起来, 递到旁边的陈超手上, 拍了拍陈超的肩膀, 挣钱重要, 配女儿更重要, 我更希望小山画的哪个大人, 是你, 陈超的眼眶也红了, 她搂着女儿, 我也希望是我呀, 都怪我没保护好她, 放心, 我以后一定, 好好陪她, 好好护着她, 爸爸, 爸爸, 不伤心哦, 你也是最好的爸爸呢, 我也爱爸爸, 小山搂着陈超的脖子, 本来强忍的泪水, 一下子从陈超的脸上滑落,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今天是开心的日子, 你看你们两个, 一个个的, 只是干什么, 方妈妈在边上, 拍了拍陈超的背, 然后对着小山说呀, 来, 小山, 给梁奶奶抱抱, 梁奶奶好久都没抱你了呢, 好了, 方元, 你就拆你礼物去, 看看我们都送你什么东西了, 卢首义在旁边大声地说着, 试图缓和着有些悲情的气氛, 大家也纷纷附和, 催着方元让他拆自己的礼物, 这话一说起来, 气氛再次变得欢快, 大家都说给方元送什么礼物, 是需要考虑的头疼的问题, 这不是谎话呀, 以如今方元的身份地位来说呀, 是真什么都不缺了, 再加上今天来的跟方元的关系都不错, 所以送什么礼物, 自然都得废一番心思, 卢首义送了方元一套领夹, 一共十几个款式, 每一款都非常的奢华, 黄金钻石宝石各种点缀, 丝毫不掩饰, 他的土豪作风, 虽然方元从来不穿西装, 不打领带, 但作为收藏品,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陈超送给方元一副弹弓, 钢丝做的呀, 上头秀气满满, 方元笑了呀, 陈超笑着跟他说呀, 我特意回了趟老家, 把这东西给翻出来了, 不是一直想要吗你, 现在给他送你了, 方元哈哈大笑着, 和陈超拥抱, 重重地拍着陈超的背, 众人见陈超送方元一个破旧的弹弓, 方元却这么高兴, 都猜到这弹弓啊, 一定是意义非凡呐, 这玩意还留着呢, 丁和平在旁边也是感慨啊, 实际上这弹弓啊, 对方元陈超丁和平来说是真有意义, 但你要说的意义非凡呐, 又不至于, 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弹弓, 是陈超爸爸给陈超做的, 方元当时羡慕极了, 一直想要, 但陈超自己也很喜欢, 没舍得给, 但到底好朋友, 三个人轮流一起玩, 镇上麻雀什么的那就糟粮了, 经常被他们打得叽叽叫啊,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丁和平送方元的是一枚勋章, 丁和平有些不好意思的挠着头啊, 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东西啊, 想想我把这个送给你了, 我得的第一枚勋章, 你可保管好了啊, 放心吧, 等你八十岁生日那会儿, 我再把它还给你, 方元笑着, 心里却是非常的感动啊, 对一名军人来说, 他获得的第一枚勋章,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而丁和平把它作为礼物, 送给了自己, 方妈妈送方元的是个体恤刀, 双面的, 还是那种老款的飞鹰袍, 除了上了年纪的, 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以前只给你外公和你爸爸买过, 现在也给你买一副, 你长大了, 谢谢妈, 实际上在场送方元剃须刀的, 那真不少, 但这把剃须刀啊, 却是意义非凡, 方元会把它好好地珍藏起来, 蓝彩医给方元送了一块表, 实际上方元的第一块手表, 也是蓝彩医买的, 这个也不算什么惊喜, 在场送他表的也不少, 说实在的, 男同志啊, 真苦, 收的礼物翻来覆去就那几样, 表, 打火机, 钱包, 领尖, 皮带, 送女孩那就不一样了, 啊, 丰富的选择, 不过蓝彩医啊, 悄悄在方元耳边上说, 还有个礼物晚上送的, 这让方元惊喜无比啊, 另外一个惊喜啊, 是方爸爸送的礼物, 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机, 方元特意打开看, 不会错错不了, 黑白屏只能玩俄罗斯方块, 见方元笑的样子, 方爸爸恼羞成怒地说的, 你要不喜欢你还我, 送出来的礼物哪有收拾的, 我就好奇你在哪儿买的这老古董啊, 你管我你, 你要的游戏机, 我给你买了, 我可没骗你, 方元听着方爸爸后半句嘀咕, 看了一眼手里的游戏机, 又看了一眼方爸爸, 谢谢爸, 方元没想到, 方爸爸还记得这事, 俄罗斯方块, 可以说是方元接触的第一款电子游戏, 当时这种涨机非常火爆, 风靡一时, 丁和平就有一个从夏京带来的, 这种游戏机对男孩的吸引力无与伦比, 那段时间方元做梦都在玩游戏, 心心念念想要一台自己的, 他就缠着方爸爸, 让方爸爸给自己买一台, 但这么一台, 那会儿要七十块, 在那个年代, 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啊, 方爸爸一个月工资都没七十块, 那就怎么可能来买个这游戏机呢, 有一次方爸爸出去执勤, 方爸爸被他缠得不耐烦, 就答应方元只要他乖乖在家听话, 回来就给他买一台, 方元当真了, 满心期待, 等着方爸爸把游戏机带回来, 结果我等回来的呀, 只有醉醺醺的方爸爸, 哪有什么游戏机啊, 失望至极的方元直接骂他是个大骗子, 方爸爸本身呢就是随口一说嘛, 在家上又喝了些酒, 听到儿子骂自己是个骗子, 生气把方元揍一顿, 从那以后方元再没提起过这事, 方元现在也早把这事给忘了, 他以为方爸爸也忘了, 没想到方爸爸还记着呢, 听到方元这声谢谢, 方爸爸少有的脸红了, 捏如半赏, 没说出一句话来, 好了, 你们父子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冤家, 方妈妈在一边看着呀, 走过来一手拉着老公, 一手拉着儿子, 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不是蛋糕呢, 蛋糕呢, 过生日能没了蛋糕啊, 卢手翼在一边大声嚷嚷啊, 当然有, 陆师傅把你做的蛋糕拿出来, 蓝仔一笑着, 对高典师傅说着, 嘿, 蓝总, 马上就过来, 人陆师傅还没说话呢, 孙心发抢着打呀, 陆师傅站在他身后是一脸无奈, 哦, 吃蛋糕咯, 说到蛋糕啊, 小家伙们就高兴了呀, 小孩那没几个不喜欢吃蛋糕的, 陆师傅做的蛋糕也简单就一层, 但上头啊, 却是一幅奶油做的世界地图, 呀, 这蛋糕意义非凡啊, 咱们今天要把全世界给吃了, 方元笑着, 方总, 方总, 咱方蓝集团那一定成为世界上顶强, 顶伟大的公司啊, 产品卖到世界每个角落去, 这次陆师傅抢在孙心发前都出声了, 呵呵呵, 借你吉言, 那, 咱们来切蛋糕吧, 方元笑着准备切, 蓝仔一却一把把他拦住, 别急啊, 还有许愿呢, 呵呵, 我觉得我的愿望都实现了呀, 方元看着他, 看了一眼, 盯着蛋糕一直看的小猪猪, 那也不行, 愿还是要许的, 行行行行, 许愿许愿许愿, 简兰才要求了, 方元只能按流程来, 许了愿, 呱呱吹蜡烛, 灯一开呀, 小家伙悄悄凑过来拽着方元的衣服, 让他弯下腰来, 然后在他耳边轻声问他呀, 爸爸, 你许的是什么愿啊, 能不能恰恰地告诉我呀, 不能告诉你呀, 方元也在他耳边轻声说着呀, 满是期待的小家伙, 气得眼睛瞪得溜元, 要找爸爸算账, 这时候瑶瑶走过来呀, 拽着欣欣, 欣欣, 方爸爸许的是什么愿望啊, 欣欣眼珠子一转, 跟瑶瑶说呀, 他就不告诉瑶瑶, 等大家吃过糕点, 也没继续待在食堂, 转站云堂大酒店, 毕竟这, 一会儿公司员工就得下班了, 总不能不让人家到食堂吃饭嘛, 现在杜宇堂跟方元那正密月期呢, 一起合作降料的事儿, 所以方元的生日哪格外热情, 不但给方元一行准备了最大的包尖, 还精心布置了一番, 费用还全免, 都算他杜宇堂的,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则仅换宇风声为你演播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七十几, 到了云堂大酒店的包间里, 最高兴的那就是几个小家伙呀, 有蛋糕吃, 还有好吃的菜, 还有礼物呢, 这些礼物啊, 是兰采姨特意准备的, 有小孩的, 也有大人的, 大人的都是一些电子产品, 小孩就是玩具呗, 不过小家伙心心念念的, 还是爸爸到底许了一个什么愿望啊, 就连摇摇逗逗小山都好奇呀, 一直缠着方圆, 好吧, 我许的愿就是所有人都身体健康, 你们也一直快快乐乐, 就是这个, 方圆蹲下身子, 把几个小家伙揽在怀里, 他真没撒谎, 这真是他的愿望, 现在他什么都不缺, 只是希望自己在乎的人身体都健康, 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我天天都快快乐了, 小家伙说着, 瑶瑶跟着点头, 我现在每天都很快乐, 小山表示他也快乐, 我每天只要跟妈妈在一起, 我就最快乐, 逗逗点头啊, 那就好啊, 就希望你们以后一直也这么快乐, 方圆笑着说着, 但几个小家伙却对他的愿望有些失望啊, 为什么不许愿他的宝宝成为超级宝宝呢, 或者是魔法宝宝也可以嘛, 身体健康, 快快乐乐, 现在不就是健健康康, 吃妈妈香, 身体棒棒呢, 每天也都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的, 这算个什么愿望, 生日宴在众人的祝福中结束, 然后各回各家, 几个小家伙还约好了, 星期天要一起玩, 因为今天是方圆的生日, 所以方圆还喝了些酒, 好在他甚好, 人也没醉, 但是有些微醺了, 回了家, 冲了个澡, 人就清醒了, 洗完澡出来, 就看蓝妈妈拉这小家伙正在说话呢, 星星, 今晚跟外婆就睡吧, 不要, 我要跟爸爸妈妈睡觉觉, 嗯, 小家伙摇头, 可是, 外婆想跟你睡啊, 外婆一个人好寂寞的, 蓝妈妈故作可怜啊, 嗯, 是, 嗯, 是, 嗯, 那好吧, 小家伙可是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在看着外婆那可怜兮兮的样子, 心底善良的小家伙就, 就只能同意了呀, 唉, 小孩子太受欢迎了, 也很苦恼啊, 蓝妈妈见方圆出来, 冲她露出一个大有深意的笑容, 爸爸, 今晚我不能陪你睡觉觉了, 我要去和外婆一起睡, 你自己一个人跟妈妈睡吧, 小家伙也看到方圆了, 一脸苦恼地跟她说着, 嗯, 好嘞, 你跟外婆睡觉要乖乖的啊, 方圆认真啊, 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那你要想我哦, 做梦要梦见我哦, 好, 爸爸一定梦见你啊, 嗯, 我会想着你的, 小家伙搂着方圆的脖子呀, 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 小姑娘呢, 就是会撒娇啊, 老爷子她一边笑呵呵的呀, 会撒娇的女孩才是最幸福, 蓝妈妈也笑了, 老爷子闻言笑笑没说话, 实际上, 不幸福的女孩, 她向谁撒娇啊, 好了, 我们走了, 蓝妈妈把小家伙从方圆的手里接过来, 让她自己走嘛, 她现在又不轻了, 方圆想把小家伙给放下来, 让外婆背吧, 蓝妈妈想想也没强求, 虽然距离不远, 但是要抱过去还是挺吃力, 啊, 外婆背我, 小家伙听到这话高兴啊, 方圆只能把小家伙放在蓝妈妈背上, 你可搂紧了啊, 方圆叮嘱完小家伙, 又看向蓝妈妈, 妈, 你要背不动你就让她下来自己走, 她不是走不了, 知道了, 你这爸爸真是操心, 爸爸真操心, 小家伙学着外婆的语气啊, 然后咳咳就开始笑, 走喽, 蓝妈妈背着小家伙往外走, 外公背着手跟在后头, 看他们一离开, 方圆直接冲上楼, 我视里只有一盏微弱的橘黄色的灯, 蓝采医背对着她, 站在房间的中间, 听到推门声回过头来, 她向着方圆妩媚一笑, 风情万种, 方圆吞了口唾沫, 赶紧地把门关了锁死, 一转头, 丝质的睡衣从蓝采医的肩头, 缓缓滑落, 啊, 以下省略两千字, 第二天方圆跟蓝采医就睡得很迟, 等小家伙把房门敲得胖胖响, 这才把他们惊醒了, 爸爸妈妈, 大蓝窗快起床, 一边敲小家伙嚷嚷, 方圆迷迷糊糊起身准备开门, 哎,突然看到这一屋子, 到处都是衣服, 赶紧收拾了一下, 这才给小家伙开了门, 一开门啊, 小家伙鼓着腮帮子, 一脸生气, 插腰颤在门口, 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 方圆笑着想摸他脑袋, 没想到, 小家伙一弯腰, 从他手底下钻过去了, 一脸狐疑, 对着房间里扫尸, 你们是不是在房间偷吃好吃的啦, 成天你就知道吃是吧, 爸妈房间里有什么吃的, 那是好玩的, 你们藏在哪里啦, 说着, 小家伙伸手就要掀被子, 已经醒过来的蓝彩衣摁住被子瞪他眼, 小家伙乖乖的缩回自己的小手, 爸爸妈妈都是大人了, 又不玩玩具, 有什么好玩的, 蓝彩衣说完这话呀, 起身开始穿衣服, 但小家伙依旧怀疑, 向着爸爸妈妈的被窝里瞅了瞅, 确实也没什么东西, 但他心里还是觉得哪儿不对劲, 气鼓鼓的跑到方圆跟前质问他呀, 爸爸,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做梦没梦见我, 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梦到你啊, 我梦到你啦, 骗人, 昨晚我做梦梦到跟杨阳, 小山姐姐他们一起捉迷藏, 可是没有你, 你说你跑哪里去了, 我, 我可能是藏起来了, 你没找到我, 正在穿衣服的蓝彩衣听到这话呀, 不止一声都笑了, 真的? 小家伙还是很怀疑, 当然了, 你知道爸爸最会藏了, 那好吧, 下次你不要藏得那么紧, 要不然我找不到你, 行, 然后小家伙就高高兴兴下楼了, 追着橘子满家跑, 爆米花在他身后汪汪叫, 又是个欢快的早晨, 小家伙果真是个快乐的宝宝哟, 方蓝集团的官网很简单, 开始呢, 只有一个蓝天白云背景图片, 后来有一个大白的宣传视频, 视频的下方只有一行字, AI改变世界, 我们改变AI, 后来随着扫地机器人大白的销售页面出现, 有多了一个用户交流的方蓝社区, 用户可以通过官网购买想要采购的产品, 但总体来说仍旧是十分简单的, 主要是因为方蓝集团也没有多少产品呢, 但人们不会轻视方蓝集团,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网页, 日均访问的IP数达到了2000万, 日均PV达到了7000万, 这样的访问量已经接近淘宝日访问量的一半了, 要知道淘宝有十几亿的商品, 而方蓝集团只有两种, 这搞得方圆都想在官网上挂广告了, 这都是钱呢, 当然他也只是想想啊, 要真这么做了, 那方蓝集团就有点low了, 方蓝集团之所以每天有这么多的访问量, 一方面是不但大厦的用户每天密切地关注官方的动态, 海外也有大批用户在关注着方蓝发布的消息, 之前方蓝集团在大白的发布会上展示了全息投影设备, 之后就没消息了, 所以大家一直也很期待, 全息投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正式投入市场呢? 方蓝集团好像就成了用户的发泄地, 每天都有上百万的发帖量, 刚发一个帖子烧不住一尘了, 不过今天大家打开方蓝集团的官网, 就发现有些不一样了, 在原来放着大白宣传视频的地方变成了一张静态图, 那是一个充满了科幻感怪模怪样的头盔, 在下面还有两行字, 第一行是新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 第二行是五月一日不傲减, 方蓝集团改成卖头盔了? 这是用户的第一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就是觉得第一个念头有些荒唐, 那么难道这个就是全息投影设备? 许多的用户带着同样的疑惑打开了方蓝社区, 方蓝社区现在可以算是全球最大的交互社区之一了, 每天不但有中文铁英文铁, 还有其他各种语言铁乱得很, 最后啊, 方蓝网站的维护人员直接按照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开辟了英语法语汉语俄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专区, 这些个人天天在社区里都打嘴炮, 看不懂, 没关系有人翻译实在不行, 那不是有翻译软件吗, 虽然不太准确, 但大致意思明白不就行了吗, 然后就是一顿喷欢式, 这网站的管理人员也随他们, 反正这网上开嘴炮谁怕谁啊, 你不是隔着大西洋就是隔着太平洋, 你还能线下约架, 闹出人命不成啊, 火猴是汉语专区最活跃的用户之一了, 这个火猴啊, 就是原来CBB论坛那个首班大佬, 有钱有闲那富二代, 也是第一批大白体验用户, 通过世界短视频APP, 聚拢不少粉丝, 他现在不混CBB了啊, 常驻方蓝社区汉语区, 自称方圆脑残粉, 甚至还加入了方圆的粉丝会, 同前会, 虽然他加得晚, 但凭借着有钱有闲的身份, 在同前会里也属于副团长了, 团长那是同前会的发起者, 那也是个大佬, 而现在方蓝社区最火爆的话题, 就是猜测, 官网发布的那头盔照片,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人觉得这就是全新的, 全息投影设备, 类似于3D眼镜那种, 也有人觉得不是, 因为方蓝发明的全息投影是裸眼3D, 不需要什么眼镜头盔什么的, 配上一个设备, 那边脱了裤子放屁嘛, 不过也有人猜测, 说不定是一个虚拟设备头盔, 毕竟是有科幻作品的里面演过嘛, 全息投影有了, 虚拟设备应该也不远了吧, 但有人觉得不太可能, 按照现在的科技发展水平, 不至于这么快, 跳得太远了, 于是令你帮人不答应了, 大白都出来了, 你跟我说科技敢不上, 大白出来之前人工智能有那么厉害吗, 于是方蓝社区里,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炒成一国粥了, 不过方蓝集团除了放出这个照片以外, 就没有发布任何的官方消息, 而方元这个时候正在实验室里, 对着虚拟头盔做着最后的测试, 不但张远在, 罗嘉诚也在, 还有一大群研究人员, 正在研究触感穿戴设备, 感觉怎么样, 方元取下罗嘉诚头上的头盔问他呀, 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 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 方元研究一些什么他一直很清楚, 但从来没有自己体验过,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着虚拟设备, 着实被震撼了呀, 你现在戴的这个头盔就相当于是一个集成的电脑, 不过操控的方式呢, 是用人的脑波, 体感上来说还差了很多, 等我们这个触感穿戴设备研制完成了, 那个才叫真正的真实。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则仅唤语风声为您演播喜马拉雅出品的《我的奶爸人生》, 第571集。 那这套穿戴设备研究很麻烦吗? 罗嘉试看了一眼着人来人往的研究室, 不是, 很简单因为这个本身它有研究基础,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优化, 成品应该很快, 方圆摇了摇头, 又拿起了旁边的一副眼镜,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简易版本, 虚拟眼镜, 罗嘉诚顺手拿过来戴在头上, 这款眼镜有些类似于AR眼镜, 虽然很大, 像是滑雪镜, 但很轻巧, 满是科技感。 这个是一款虚拟增强的眼镜, 可以通过脑波控制, 功能少一些, 没有头盔那么灵便, 不过携带方便, 基础操作也都可以高用。 好东西啊, 不过里面3D场景太真实了, 这个就是一直我们做的游戏吗? 对, 它本身就是以现实为蓝本, 当然真实了, 再配合我们的虚拟设备, 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那这么精细的场景, 怕需要很强的电脑设备来配合这个虚拟眼镜吧? 罗嘉诚虽然对计算机领域了解的知识不会很多, 但大概的还是知道啊。 哦, 玩家不用电脑, 它直接通过虚拟设备连接到我们方蓝的数据中心, 所有的数据处理都会在中心处理好, 再传输到他们的设备里面去。 过那边的会场我也给你租下来了, 不过发布会过后, 这个产品准备什么时候投入测试啊? 六一, 六一开始封测, 算是给依旧有童心的大孩子们送一份六一节礼物。 那行, 到时候我安排一批人帮你测试。 罗嘉诚陈思一下说着, 房源文言有些意外啊, 我还准备在社会上招一批人呢, 不影响。 对了, 你准备多少人参加封策呀? 一万个, 那留五千个名额给我怎么样? 我之所以会面向社会, 就是想通过这群人来采集各年龄段各阶层人士的身体数据优化设备。 你找的那群人参考性不大, 最多给你一千个。 三千。 不行。 最多两千。 那行, 就两千个。 张远, 你出去一下, 我有话要跟方先生谈一下。 罗嘉诚忽然看向了张远。 哦, 好嘞, 张远文言转身就出去了, 并且帮他们关上了门。 现在整个办公室里, 就只剩下了罗嘉诚, 方元两个人。 方元一脸好奇地看着罗嘉诚, 罗嘉诚一脸严肃地看着方元。 我想说, 既然能够通过脑波和互联网操控游戏里的虚拟人物, 那他能不能在现实里操控一些东西? 比如说机器人。 方元直勾勾地看着罗嘉诚, 渐渐地他笑了起来。 外婆, 老爷爷, 今天是你们来见我吗? 小家伙刚从小车上下来一眼, 就看到站在一边的老爷子, 还有外婆, 立刻连蹦带跳就跑过来了。 怎么着, 抬老爷过来见你, 不高兴啊。 老爷子弯着腰, 笑呵呵地说着。 开心, 爸爸还在上班班吗, 还有爷爷呢。 小家伙很好奇啊, 因为方元平时只要不忙都会来接他, 要不然就是方爸爸, 所以他见到老爷子有些奇怪啊。 你爸爸今天已经回来了, 不过正和你爷爷在家干活呢。 蓝妈妈在旁边笑着说着呀。 嗯, 回来了怎么不见我啊。 小家伙鼓着小嘴巴, 有些生气。 外婆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爸爸跟爷爷忙着干活呢? 老爷子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 顺手啊, 把他小书包给拿了下来。 欣欣, 走了, 回家喽。 这个时候, 爱菜也开始催促。 好的。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转眼把爸爸的事儿给忘个一干二净, 三个小家伙蹦蹦跳跳, 一会儿前一会儿后的, 就开始往家里跑, 好像是有发泄不完的经历。 爸爸。 等到了门口, 小家伙立刻冲着屋里大喊啊, 但没人答应他。 人哪里去了呢? 小家伙一脸疑惑。 你爸爸和爷爷在地下室干活? 方妈妈收拾完了衣服, 从楼上下来。 奶奶, 我去找爸爸。 小家伙说着就往地下室跑啊。 干活脏死了, 你去干嘛? 方妈妈赶紧制止, 但小家伙已经嗖嗖的溜了, 爆米花也跟在他后头偷偷摸摸地跑过去了。 爸爸。 小家伙从楼梯上跑下去, 半途就迫不及待地弯腰望下看了。 咦, 不在工具房呀。 看着黑漆漆的工具房, 小家伙有些疑惑, 反倒是工具房隔壁的这个房间, 灯亮着。 小家伙赶紧跑过去, 路过窗口的时候, 垫着脚尖往里头瞅了一眼, 果然, 爸爸跟爷爷在里头干活呢。 爸爸。 爸爸。 小家伙惊喜大喊, 欣欣, 放学了? 对呀, 爸爸, 你在干什么呀? 小家伙这时候已经跑到门口, 好奇地问着呀, 爸爸给你弄个游戏室, 方元笑了呀。 游戏室? 小家伙听到这话, 眼睛里满是惊喜, 他当然知道什么是游戏呀, 现在小孩接触的电子产品多, 就没几个不知道游戏的呀。 你按我说给小孩玩什么游戏呀, 和游戏室, 这玩意儿一点好没有。 方爸爸不满意了呀, 方元装作没听见, 继续对着小家伙说呀。 对呀, 等游戏室穿好以后, 你就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好奇打量四周, 房间弄得有些像是外婆家的儿童房, 四周包了一层黑色的软皮, 用手一按就凹下去一个窝, 特别软和。 地上也铺着一层黑黑的东西, 有些像是蹦蹦床, 房顶上挂着一个大大的球, 四个角落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个游戏室一点也不好看, 小家伙有些不满意呀。 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跳跳玩吗? 等会儿, 等爷爷跟爸爸弄好啊。 方元笑了呀, 继续跟方爸爸安装这个墙角的插座, 这插座高, 小家伙是绝对够不到的。 小家伙等得有些无聊, 一屁股坐在地上, 感觉屁股上有点弹, 于是干脆躺下, 在地上开始打管。 还是很舒服的嘛。 小家伙心里想着, 忽然, 小家伙见到头顶那个圆圆的球, 感觉有些眼熟啊, 爸爸之前好像用这个, 让他跟梅丽达通过话呀, 于是小家伙一咕噜爬起来, 跑到方圆跟前。 爸爸, 那个是魔法球吗? 对, 对, 有这个魔法球, 你以后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了。 真的吗? 真的? 爸, 跑了没有? 跑了跑了, 照什么急? 不是我急, 是你孙女儿急。 好了, 你打开试。 方爸爸听到这话不作声了, 把插头直接给插上, 等十秒钟就行了, 方圆看了一眼手上的腕表。 十秒钟?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数十下。 小家伙高兴啊, 举着手, 表示他很聪明, 他知道的知识很多。 那行, 你数到十, 方圆放下手腕, 笑嘻嘻地说着。 一, 二, 三。 小家伙数得很认真啊。 现在可以了吗? 刚一数完, 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方圆摸着他的小脑袋, 没有立刻回答他, 而是对着空中说着。 三岁, 连接成功了吗? 连接已成功, 爸爸请指示, 三岁的声音, 从墙上的音响里传来。 那, 启动游戏。 好吧。 随着三岁的声音, 房间里的灯全灭了, 一片漆黑, 吓得小家伙一把抱住方圆的腿啊, 干什么? 方爸爸话还没说完呢, 从头顶上, 落下一道道蓝色的光芒, 在空中交织, 像是流水一样铺开最后, 变成了一幅街景。 他们站在一处大厦的顶楼, 天空上白云朵朵, 脚下车水马龙, 隐隐还能听见喇叭声呢。 这是, 全席投影啊? 对, 这就是全席投影, 欢迎来到第二世界。 忽然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他们身边, 长得跟欣欣一模一样, 衣服都一样, 方爸爸惊得嘴巴张得老大呀, 他, 他, 这个是方蓝, 也叫方三岁, 你可以叫他三岁, 你别看他小, 他是我们方蓝集团的大脑。 方圆下意识想摸摸方三岁的脑袋, 但是却从他头上一穿而过, 这看着有些吓人呢, 小家伙也高兴, 想拉三岁妹妹, 但又拉不到。 好了, 等爸爸给你弄一套触感装备, 这样你就可以拉到三岁妹妹了。 这种情况啊, 之前方圆没考虑到, 因为害怕虚拟头盔, 虚拟眼镜给孩子眼睛造成伤害, 所以方圆呢, 才特意打造了这么一间全席投影间, 但没考虑到交互问题, 这才发生了穿魔的现象, 但要戴上触感装备,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家伙呀, 方圆要不伸手摸呀, 他都分不清谁是谁, 方三岁, 小手一挥, 一众人出现在了街道上, 整个街道上有猫, 有狗, 但唯独没人, 紧悄悄的。 走吧, 我们去转转。 方圆拉着欣欣, 对着方爸爸招呼。 然后方爸爸就发现, 随着他走动, 周围的街景也在不停地变化, 好像真的走到街上一样啊, 我们脚下是装了类似于跑步机的那个传送带, 你看似在走, 实际上就是在原地, 只是周围的景色变了而已, 方圆看出了方爸爸的疑惑, 和他解释, 那小家伙对周围这一切都很好奇, 因为这个世界跟现实世界它有些不太一样, 这不他就看到一个毛茸茸的白色的小怪物, 从旁边的窗台上咕嘟咕嘟滚下来吓他一跳啊, 他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奇, 这玩意儿还挺真实的啊, 这分不清真假了, 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不给碰啊, 方爸爸说着, 对旁边的墙角捞一把, 立刻就穿魔了, 全息投影就这样, 毕竟是现实交互嘛, 你要是利用虚拟头盔还有眼镜的话, 就不会了, 方圆在旁边解释, 方爸爸听不太懂, 但是也没多说, 而是看向一条巷子里, 就悬在半空里的一个蓝色的漩涡, 他不玩游戏不知道, 但凡经常玩游戏的肯定知道, 这肯定是个传送门呢, 爸爸, 这是什么? 小家伙也拉着方圆好奇地问, 这个是秘境, 进去就知道了, 方圆拉着小家伙走过去, 然后众人眼前时光倒转, 他们立刻出现在了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坡上, 草坡上还有一棵巨大的桃花树, 粉红色的桃花瓣随风飘荡, 哇, 真漂亮呀, 小家伙又蹦又跳喜欢的不行啊, 那是黎母的尸角, 那就是黎母山, 三岁指着远处的一座山峰, 只见那高耸的山峰入云, 云雾缭绕, 看不清真容, 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压抑震撼, 黎母山啊, 方爸爸文言很是惊讶呀,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72集 在穷州住了这么多年, 黎母山的故事, 方爸爸自然知道, 据说呀, 黎母山的黎母就是黎族的先祖, 说起来方妈妈祖上的也是黎族人, 所以方圆还有黎族血统呢, 你们忙好了没有啊, 上来吃饭了啊, 就在这个时候, 空中忽然传来了一阵说话的声音, 奶奶? 小家伙听到这声音, 立刻抬头看向天空, 奶奶可不在天上, 奶奶在楼上, 方圆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对着三岁说道, 先退出去吧, 我们要去吃晚饭了啊, 好的, 三岁的小手一挥, 她跟景色都消失了, 然后房间的灯被重新打开, 众人依旧站在原地, 几乎就没有动啊, 方爸爸惊讶地看了看, 这游戏能做到这个程度啊, 这游戏到底如何, 怎么玩, 她完全不知道, 但就这景色和真实性, 已经让她很惊讶了, 上来了没有, 彩影已经回来了, 这时候又听见方妈妈下楼的声音了, 来了来了, 我们马上就过来了, 方圆喊了一声啊, 没等他们出去, 方妈妈就推门先进来了, 弄好了吗, 这都是什么呀, 方妈妈环顾了一下这房间, 好了好了上楼, 下次再来看还挺有意思的, 方爸爸从后头, 推着方妈妈往外走, 等上了楼, 果然蓝彩艺已经回来了, 妈妈, 小家伙立刻跑过去, 扑到妈妈怀里, 爸爸帮你的游戏是弄好了吗, 蓝彩艺把把她抱起来问她呀, 嗯, 弄好了吧, 小家伙也不知道什么叫弄好了, 什么叫没弄好啊, 那好玩吗, 好玩, 还有三岁妹妹呢, 我还看到一个小怪物, 长得好像美美宠呀, 可她是白色的呢, 她从窗带上咕咕咕咕地滚下来, 吓得我一大跳, 小家伙机里哇啦的兴奋得不行啊, 是吗, 那下次妈妈跟你一起玩好不好, 好的, 我还要叫上安菜姐姐和小山姐姐, 还有杨阳和豆豆, 我们一起玩, 小家伙高兴地说着, 等过两天吧, 还要让厂里定做几套跟你们这个身材符合的触感穿戴设备呢, 好吧, 小家伙痛痛痛快快答应一声, 虽然他也不知道爸爸说的是什么东西吧, 平时吃过晚饭呢, 就心念念的要跟小朋友出去玩的小家伙, 今儿就直接钻到了地下室, 方圆一把给他抓住, 想玩游戏可以, 但是你不能沉迷游戏啊, 你要是沉迷游戏了, 我就跟三岁说不让你玩了, 三岁才不会听你的呢,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一定会跟我玩的, 小家伙抓着脑袋反驳呀, 我是你爸爸也是他爸爸, 你说他会听我的话吗, 我也很听你的话的, 小家伙立刻脱口而出啊, 既然这样那就跟大家一起到广场上去玩, 爱他跟瑶瑶还等着你呢, 那好吧, 那我可以让安菜姐姐和洋洋一起来跟三岁玩吗, 不是说可以了吗, 但是要等几天知道吗, 几天是多长, 这么长还是这么长, 小家伙用手比着长短啊, 这么长, 方圆张开手臂呀, 哇, 这么长啊, 那还要等好久, 小家伙听到这话, 眉头紧皱, 很苦恼啊, 方圆只是调侃他一下, 哪有用长短来计算时间的呀, 可是小家伙却是很认真的样的, 方圆反倒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呀, 小孩记性好, 旺性也大, 刚到广场, 见到爱菜跟瑶瑶, 就把刚才纠结的问题抛出脑后, 你们在干什么, 小家伙见到一群人围在一起神神秘秘的, 也好奇地挤进去了, 熙熙, 我发现了一棵芒果树, 上面的芒果已经熟了呢, 苏圆圆高兴地说着, 芒果树, 小家伙想起在乡下的时候, 奶奶家果园里也有芒果树, 上面长了好多的果果呀, 这有什么呢? 你看, 我摘到一棵芒果哦, 善泽成拖着他手里一棵青黄相间的芒果说着, 芒果还挺大, 有他两个手上大呢, 我也想要去摘一个, 杜天昊羡慕地说着呀, 天昊哥哥, 你也帮我摘一个可不可以? 瑶瑶对杜天昊说道, 我不知道能不能摘到呢? 杜天昊有些为难啊 你肯定摘不到, 都很高档, 最低的这个被我摘下来了 善泽成很得意呀 可以让我爸爸去帮忙摘呀, 我爸爸很高的呢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习惯性想到了自己的爸爸 上大人帮忙, 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善泽成不屑地说着呀, 说实在的啊, 这群小家伙能缺了水果吃啊, 更少不了芒果呀, 但他们要的是亲自摘的这个过程, 好玩, 有趣, 要是让大人帮忙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小家伙听到这话也不作声了, 哼, 我比你高, 我一定可以摘到的, 卫消霜在一边啊, 不服气, 一群人就数卫消霜个子最高, 第二是苏圆圆, 然后才轮得到善泽成呢, 女孩发育就更快些, 小时候啊, 至于小家伙他跟瑶瑶两个垫底, 难怪方圆经常叫他小矮子, 他们的年龄当然也最小, 吹牛, 你去摘啊, 闪泽成一脸不屑, 手里拿着那个芒果, 好像拿了一枚勋章似的, 摘就摘, 卫消霜说的, 就像右手边一个花圃里跑过去了, 花圃的周围有一排果树, 那棵芒果树就在那, 除了芒果树还有椰树, 只不过那椰树下头, 有个小栅栏, 防止有人走到底下, 被成熟的椰果砸到了, 这棵芒果树呢, 其实并不高, 但是因为小区修剪的关系, 只留了几根主干, 所以主干顶上是挂满了芒果, 对小孩来说那就相当高了, 小区在晚上也是灯火通明, 看得很清楚, 几个小家伙围着树干子, 仰着脖子, 看着树上那硕果满满的芒果, 一个个嘴巴的张得老大, 我觉得我们要一根棍子, 把他们敲下来, 小家伙仰着脖子呀, 对, 棍子, 欣欣你真聪明, 杜天昊惊喜, 可是哪里有棍子, 善泽成白他一眼问他, 呃, 好像那真没有棍子, 因为小区里打扫卫生, 那打扫的叫个情况呀, 地上树叶都很少, 你何况是树棒子了, 那就用东西把它们砸下来, 小家伙继续说的呀, 对呀, 我们找找有没有石头, 几个小家伙闻言立刻在地上开始找, 花圃周围肯定少不了泥块, 周围还有一些镶嵌路边的小石杂, 被他们给拾了一大堆过来, 让我来, 让我来, 张龙先嚷嚷了呀, 小家伙们都不傻, 赶紧, 在他身后躲着, 要不然把自己砸到了怎么办啊, 看我的厉害, 张龙拿起一个石子, 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像这树上的芒果就砸过去, 然后, 就看不到这石头飞哪去了, 真没用, 看我的, 一向跟他不对付的善泽成, 立刻开启嘲讽模式, 一屁股把张龙给挤到一边去, 哼, 我刚才没瞄准而已, 但是善泽成根本不听他说呀, 拿几块石头就往上砸, 也没够到, 直接从下头擦空而过了, 于是你扔一块, 我扔一块, 几个小家伙一起使劲, 但准头真是太差了, 要不然就是力气不够, 砸上去也没用, 反倒是把一群小家伙折腾得筋疲力尽, 还是想其他办法吧, 我都累死了, 山泽成蹲在地上, 气喘吁吁啊, 不仅是他, 其他几个小家伙也都很累, 小家伙还生气, 直接跑过去往着树干上就踹了一脚, 虽然树干不粗, 但他那小脚丫子踢上去, 却是晃都没晃一下, 让我来, 杜天昊在旁边看的眼睛一亮了, 直接来个野蛮冲撞, 这大胖小子, 撞在树干上, 那树干子一阵晃动, 忽然小家伙感觉, 有什么东西, 从上头掉下来了, 还没抬头呢, 砸在他头上, 他想也不想啊, 先哭了再说, 正在跟人说话的方圆蓝彩一赶紧跑过来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他们早就看到几个小家伙, 在那砸芒果, 也没喊他们帮忙, 他们也就装作没看见, 毕竟不是什么事, 都要大人插手啊, 没想到忽然就听到小家伙开始哭, 方圆先吃了一惊, 以为他被石头给砸了, 这小石头, 虽然砸到人, 不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但绝对, 那也很痛啊, 好了, 先别哭了, 告诉妈妈, 怎么了, 蓝彩一走过去, 把小家伙搂在怀里问他呀, 方圆站在一边, 也是面露担忧之色, 不知道小家伙伤到哪了, 但小家伙光顾着哭, 也没说话呀, 蓝阿姨, 我不是故意的, 杜天昊在旁边委屈啊, 又很忐忑, 到底怎么了, 方圆在一边问他, 我刚才推芒果树, 一棵芒果掉下来, 拿到欣欣妹妹了呢, 杜天昊小声地说着, 方圆闻眼往地上一看呢, 果然在小家伙脚边上, 有棵芒果, 方圆哭笑不得给他捡起来, 好了, 别哭了, 你就是颗芒果砸在头上很疼吗, 方圆抬头看了一眼, 这果树它也不高, 砸到了应该, 也没什么问题呀, 蓝彩仪听到原油, 也松了口气, 来, 给妈妈看看, 你头上是不是砸了个包, 妈妈帮你吹一吹, 蓝彩仪扒拉着小家伙的头顶, 可实际上哪有什么包啊, 一点事儿没有, 好了, 妈妈帮你呼呼了, 没事了, 你也别哭了, 蓝彩仪对着小家伙头顶, 象征性地吹了几口气, 还疼吗, 方圆蹲在他身边, 随口问着, 小家伙停止了哭泣, 摇头, 不疼 不疼你哭什么呀, 他砸我的头, 把我担成笨蛋怎么办, 小家伙很委屈啊, 放心吧, 不会的啊, 为什么, 你都是个小笨蛋了, 不能再笨了, 妈妈, 爸爸欺负我, 小家伙抱着蓝彩仪的腿的可怜兮兮地说着呀, 嘿嘿, 方圆我也很惊讶呀, 按照他的猜想, 他说这句话, 小家伙应该追着他打呀, 没想到, 却是选择向蓝彩仪求助, 卖可怜了, 你也是的, 心情哪里笨了, 他聪明着呢, 蓝彩仪果然像这闺女啊, 瞪了一眼方圆, 而且在他胳膊上拍了一下, 小家伙得意洋洋, 冲着方圆笑啊, 方爸爸, 欺欺可聪明了, 才不是笨蛋呢, 瑶瑶在一边也说了呀, 刚才几个小家伙见到欺欺大哭, 他们也很紧张, 现在见瑶瑶没事, 也都松了口气, 对呀, 欺欺妹妹很聪明的, 都是她想的办法呢, 爱菜也在旁边说了呀, 对呀, 欺欺这么聪明, 方叔叔竟然不知道, 我看你才是笨蛋吧, 善泽成说完, 还一脸狐疑地看着方圆, 这孩子怎么就真不可爱呢, 方叔叔, 你不要说欺欺笨蛋, 这样不好, 欺欺是你的宝宝, 她是笨蛋, 你不就是笨蛋爸爸了吗, 杜天昊一脸认真地说着, 然后苏媛媛张龙几个小朋友, 都开始声讨方圆了, 好好好, 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该说欺欺是个小笨蛋啊, 方圆哭笑不得, 看来小家伙在一众小朋友心目中呢, 威望甚高啊,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冷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73集 小家伙那可得意了呀 哼, 看你还敢不敢说我是小笨蛋, 我的朋友可多了呢 哼, 大坏蛋, 把芒果还给我, 他气哼哼的, 一把从方圆手里夺过那颗芒果, 杜天浩子一边张了张嘴, 他想说那个是我撞下来的呀, 但想到刚才这芒果砸到了欣欣妹妹, 那还是算了吧, 算是自己道歉, 送给他了, 可没想到啊, 小家伙主动走到杜天浩的跟前, 把手里的芒果递到了杜天浩的手里, 天浩哥哥, 你的芒果呢, 你好厉害, 你帮我摘一个吧, 杜天浩听到这话高兴啊, 然后大方地表示, 这又送给你了, 我重新摘一个, 好, 谢谢天浩哥哥, 小家伙闻言也很高兴, 杜天浩转身就又想撞那树干呢, 你别撞了, 叔叔给你们摘好吧, 方圆赶紧拉住这小胖子伸手, 在树上拽了几棵下来, 那你们一人一个好不好, 几个小家伙闻言一愣啊, 然后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意思, 我不要, 善泽成撇了撇嘴啊, 我也不要了, 我家里还有好多芒果, 卫霄双说着, 那我们去其他地方玩吧, 苏圆圆表示换地儿吧, 我白天在那边看到一朵彩色的花哦, 你们想看吗, 张龙说着, 真的, 在哪里, 我们想看, 然后小家伙们呼啦, 全跑了, 小家伙临走的时候啊, 还把手里那芒果, 塞到了方圆的手里, 我做错什么了, 方圆一脸茫然地看向了蓝彩衣, 蓝彩衣摇了摇头啊, 我怎么知道, 说完这话, 他扑枝一下, 又笑出了声来, 你说说你刚吃过早饭, 面包你就别吃了呀, 那现在吃不掉了吧, 早上送小家伙去校车的路上, 方圆看着小家伙手里啃得坑坑洼洼的面包说着, 爸爸, 你很啰嗦哎, 奶奶说, 小孩子吃东西的时候不能说太多, 要不然对小孩子多多不好, 小家伙仰着脖子, 小脸上全是面包戏, 那你快点吧, 手里这东西吃了吃了马上上校车了, 校车上不能吃东西的, 方圆有些无语啊, 这小家伙现在是越来越能说了, 爸爸吃, 果然嘛, 小家伙吃不下了, 直接把手里吃剩下的面包碎到方圆手里, 方圆能怎么办, 只能给他吃了, 总不能扔了吧, 先不说浪费啊, 起码这对小家伙的教育那不好, 看你脸上脏呢, 包里带纸了吗, 方圆送他出门的时候可没带纸巾呢, 小灯呢, 小家伙得意啊, 他的小书包里头, 不但有餐巾纸, 还有湿纸巾, 都是奶奶给他准备好的, 要不是幼儿园里有水杯啊, 奶奶想把他那小水壶都给他装着, 方圆抽出一张湿纸巾来, 把小家伙的小脸, 油乎乎的小爪子, 都挨着擦了擦干净, 好了, 上车, 在幼儿园听老实话啊, 方圆在他小屁股上轻轻一拍啊, 好了, 我知道了, 你每次都要说这一句话, 我都烦死了, 小家伙嘟囔着, 你还嫌爸爸烦了是吧, 方圆做事要打他屁股, 小家伙磕磕笑着跑上了校车, 方圆跟于老师打了一声招呼, 转身挽回走, 熙熙, 我们老师说, 今天会有一个大事情宣布啊, 小家伙刚上车, 挨菜就跟他说着, 大事情, 什么大事情, 吴老师要生小宝宝了吗, 小家伙很好奇啊, 应该不是吧, 老师没有说呢, 不过, 今天去幼儿园就知道了啦, 哇, 那等你知道了, 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肯定是说流眼儿童节的事情啊, 张龙在旁边插嘴了, 他已经上一年级了, 知道的比小朋友们多些, 儿童节? 哎, 小家伙文言想起来了, 好像是有这么个节日呢, 儿童节有礼物呢, 小家伙忽然想到 这个问题呢, 就很开心, 果然到了幼儿园呢, 东老师跟他们说, 再过一个月, 就是六一儿童节啦, 你们喜不喜欢儿童节啊? 东老师站在讲台上问他们呀, 喜欢? 自己的节日小朋友 有不喜欢的道理啊, 所以回答得很大声, 儿童节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来幼儿园, 然后跟你们一起参加游戏节目, 到时候你们也要给爸爸妈妈表演一个节目, 好不好? 好! 台下的小朋友们都高兴得答应, 幼儿园的孩子还不懂老师的套路, 等一年级的时候估计就没这么高兴了。 既然这样, 你们想给爸爸妈妈表演个什么节目呢? 唱歌? 跳舞? 讲故事? 这下子台下的小家伙都开始议论了, 哎呦, 叽叽喳喳的, 教室里跟个菜市场似的。 好了好了, 既然这样, 老师来想个节目吧。 东老师拍了拍讲台, 让大家保持安静。 老师嘛, 幼儿园的时候微信可高了, 一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 哪个小朋友会唱蜗牛与黄铃鸟啊? 东老师提问了, 台下不少的小朋友举起手来, 包括了欣欣,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儿童歌曲, 所以东老师也不意外。 既然这样, 那我们让一个会的小朋友给大家唱一唱好不好? 哇, 哇, 哇。 台下的小朋友听到这话一个个, 把手举得老高啊, 有的甚至站起来努力让老师看到自己啊, 包括欣欣啊, 特别积极。 那就让方欣来给我们唱吧。 东老师想了想, 点了欣欣。 好。 小家伙听到这话高兴站起来啊。 到讲台上来唱吧。 东老师向着欣欣招了招手, 小家伙也不怯场, 来到讲台上那么一站。 就讲台有点高, 就只露出一个小毛头来。 东老师憋着笑啊, 赶紧把他往旁边拉了一点, 这才把人给露出来。 小朋友都开始笑啊。 好了, 安静。 小家伙学着东老师的样子, 一脸严肃, 敲了敲讲台的侧边。 你别说, 下面笑的小朋友, 还真就把笑给生生憋住了。 东老师无语的扯了扯嘴角啊。 小家伙见台下的小朋友都安静了, 就张开嘴开始唱。 这首歌呀, 不是妈妈教她的, 也不是外婆教的, 是奶奶教她的。 方妈妈当了那么多年的这个小学老师, 经典儿哥他肯定是会啊。 要知道过去, 农村小学, 一个老师顶几个的用啊。 那不光要教数学, 教语玩, 还得教音乐, 教美术呢。 小家伙那嗓音特别的好, 这一点呢, 遗传了蓝彩衣, 属于祖传的。 你要是换方元, 那就完蛋了啊。 实际上, 在没有开挂之前, 方元属于五音不全的那种, 唱啥啥破音。 好在方元很有自知之明, 从来不唱歌,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他是个五音不全的。 随着小家伙的歌声啊, 下头会唱的小朋友, 也都跟着小声的哼唱了起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小家伙挥舞着手臂说的。 这是当成开演唱会呢? 董老师在一边无语啊, 不过小朋友可不管这些, 有了欣欣的话, 立刻高高兴兴大声的跟着唱了。 一些原本不会唱的小朋友, 先是跟着轻轻的哼, 接着也慢慢开始大声唱起来了, 整齐画一, 非常不错。 一曲唱完, 董老师自己都开始鼓掌了呀, 小朋友们都很高兴, 自己给自己鼓掌, 觉得自己唱得真好。 董老师让欣欣回到自己座位上, 然后继续说着。 好了, 我们六一二童节就唱《蜗牛和黄鲤鸟》, 送给爸爸妈妈们, 好不好? 好! 但是只唱歌太单调了, 所以我们还要配上舞蹈动作, 让全班小朋友们一起排练好这个节目。 这个舞蹈有大树, 有黄鲤, 有蜗牛。 另外, 我们还要增加一些毛毛虫, 小蜜蜂。 实际上这个节目, 董老师早就设计好了, 只要挑选好小朋友, 直接就可以排练了, 之所以要征求小朋友的意见呢, 这个民主嘛, 对不对? 不能因为小家伙们年纪小就不做书啊, 现在这不就意见统一了吗? 就很好, 大家很有干劲。 方圆呢, 按照正常的时间下班, 回到家的时候, 小家伙放学到家已经很久了, 见到方圆回来, 一把抱着爸爸的腿。 爸爸, 董老师让你把我的身体尺子给他哦。 身体尺子? 方圆一脸疑惑呀, 是什么身体尺子呀? 是身体尺寸吧? 蓝彩医在一边笑着。 对, 尺寸, 妈妈真聪明。 小家伙恍然大悟啊。 不是妈妈聪明, 是你们老师已经在群里说了, 妈妈已经给他了。 蓝彩医摸着他的脑袋。 老师, 要欣欣尺寸干嘛呀? 方圆有些奇怪啊。 听说是为六一二童节节日准备的, 需要定着衣服。 蓝彩医随口说着, 今儿上班的时候, 无意翻看了一下家长群, 家长群都讨论开了, 所以蓝彩医也把新兴的大小尺寸都给抱上去了。 儿童节目? 你们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方圆好奇地问小家伙呀。 小蜗牛和黄鲤鸟。 唱歌啊, 这首歌方圆肯定是知道的呀。 还有跳舞一起啊, 羊羊是小娘, 我是小蜗牛。 小家伙说着高兴啊, 蜗牛, 那还有什么呀? 还有猫猫虫, 小蜜蜂, 大叔, 小蝴蝶。 小家伙掰着小手指头, 说了一大堆, 实际上这个节目主角就两个, 黄蜜鸟还有小蜗牛, 人家不但得负责演, 还要负责唱。 当然这黄蜜鸟呢, 肯定也不止两个, 蜗牛也不止一只, 除此以外其他都是和声, 或者是发出什么哈哈的笑声吧, 凑个数。 本来呢, 老师是想让欣欣演黄蜜鸟, 但是欣欣自己主动要求, 她要当蜗牛。 她觉得, 这小蜗牛爬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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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爬得就很有意思。 老师还说, 儿童节要爸爸妈妈和爸爸一起做游戏哦, 你会和我一起去做游戏吗? 小家伙养着脖子, 满脸期待, 当然了, 爸爸妈妈都会去的啊。 哦, 爸爸和我一起去幼儿园做游戏了。 小家伙欢呼一声又跑了, 至于吗, 这么高兴啊, 方圆有些哭笑不得呀。 至于。 蓝彩衣在旁边认真地说着, 怎么说? 虽然每年我都带小家伙过六夜儿童节, 但实际上, 新西兰三月第一个周日才是真正的儿童节。 那时候特别地热闹, 无论街上还是学校, 各种玩具, 城堡, 到处都是。 学校也会搞一些家长互动的游戏, 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带着, 他当然也想, 但我一直跟他说, 你工作很忙, 没有。 蓝彩衣很细心地和他解释, 开始的时候, 他也没想到这个问题, 等小家伙欢呼地在家里到处跑, 他这才反应过来。 欣欣, 欣欣别跑了, 爸爸这儿来, 来, 方圆文言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对着乱窜的小家伙招了招手。 怎么了, 爸爸? 小家伙快活地跑过来, 以头撞在方圆的怀里, 爸爸要去幼儿园跟你一起参加活动, 就这么高兴啊, 看着笑颜如花的小家伙, 方圆的心里, 却是有些心酸呢。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七十四集 嗯, 很开心。 小家伙点头啊, 那, 爸爸跟你拉钩, 以后只要幼儿园要让家长去, 爸爸一定都去, 好不好, 方圆伸出小手指头。 好。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开心地跟爸爸勾在一起, 并且给了爸爸巴大的一个摸摸打, 看着又跑到一边去玩的小家伙, 蓝彩一走过来, 笑着问他。 文艺没几天了, 发布会的衣服您准备好了吗? 衣服? 什么衣服? 上次那套不行啊, 方圆有些疑惑啊, 这个又有什么好准备的, 他又不是偶像明星。 你呀。 蓝彩一白了他眼不想说他咧, 他不在意, 但蓝彩一不能不在意啊, 要拉里拉他的肯定有人说闲话, 他这个当老婆的, 没照顾好老公啊。 明天上午我抽空去帮你看看吧。 这样啊, 那就买上次那种改良的汉服呗, 我觉得就挺好, 又宽松, 又舒服。 行, 明天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款式, 不行就让他们定做。 不过, 你这次记得要给田瑞云他们发邀请函了? 蓝彩一接着提醒啊, 说完自己先笑了。 呵呵呵, 这回忘不了, 这回忘不了, 邀请函前几天就给他们送过去了, 忘不了忘不了。 说到这事儿啊, 方元自己都笑了, 你也不晓得他们收到没收到, 说到这儿啊, 方元掏出手机来, 在群里问了一句, 你们邀请俺收到没啊, 能准时来参加不? 我收到了, 怎么就一张啊? 崔子恒手相回话, 对啊对啊, 怎么就一张啊, 我还准备带着女朋友一起呢, 田胖子也跟着问呢。 方元之前呢, 还真没想到这一点, 除了卢手艺给了两张, 那其他几个以前不都是单身狗吗, 谁知道他们还能有女朋友啊, 谁想得到啊。 哎哟, 那你们就一起, 在我这儿能不让你们进吗, 你们带过来。 哦对了, 坐等红杏, 你要不把你那小姨子也带着啊, 一群人又在聊天群里, 开始聊天打屁。 时间过得飞快, 一个星期, 眨眼就过了, 五一, 十一, 绝对是一年里大家最期待的两个小长假了, 春节不算, 因为你只要是个成熟的大人, 没几个喜欢过春节的呀, 今年五一大家除了期待自己原本应有的假期, 还期待着方兰集团的新闻发布会。 方兰集团新产品的话题现在在网上吵得可火了, 不但是国内, 国外也在这个问题上不停的讨论, 在国外一些地下黑市甚至还开了盘口, 竟猜方兰集团发布的新品到底是什么? 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虚拟头盔, 不过按照之前方兰集团发出的全息投影设备来看, 大家猜测这个头盔应该就类似于三地眼镜一样的是一个虚拟观看设备。 这次呢方元并没有提前去博傲, 而是第二天一早再过去, 上次的发布会是李兆峰安排的, 这次呢是罗嘉诚负责, 也没让方元操心, 一切行程安排得妥妥当当。 因为天不亮, 大家就起床了, 所以小猪猪还没睡够, 晕晕乎乎的被强行穿好衣服, 然后又晕晕乎乎的被抱上了车, 早饭都没吃, 但方妈妈给她准备了牛奶面包, 等她清醒了, 饿了就能吃了, 实际上呢完全没有必要啊, 等到了博傲肯定会有不少吃的, 但方妈妈怕嘛, 就一方万一还是给她背着, 等车子到博傲的时候, 小家伙迷迷糊糊的, 醒了。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在干嘛? 小家伙东瞅瞅, 西望望, 见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外婆老爷子都在身边, 哎呦, 安下心了, 慢慢的也反应过来哦。 原来是在车子上呢, 可是我们要去哪里呢? 爸爸, 我们去干什么? 小家伙有问题, 那就直接问了, 压根儿不自己想。 昨晚上不是说了吗? 今天一早, 我们去博傲, 谁让你昨天晚折腾那么晚啊? 方元在那小脑瓜子上轻轻一敲。 啊, 这种菜? 哦, 小家伙想起来了更高兴了, 你, 你成天就知道吃你, 方元哭笑不得, 昨天就是因为这个呀, 小家伙兴奋的睡不着啊, 在床上蹦来蹦去, 所以睡得很晚, 加上今天又早起, 所以就根本没起得来啊。 人活着, 那不就是为了吃啊? 这挺好, 挺好, 老爷子在一边笑着, 看着老爷爷支持他, 小家伙不由得意啊, 拍了拍自己小肚肚, 感觉瘪瘪的, 忽然想起一事儿了呀。 爸爸, 你吃饭饭了吗? 吃了呀。 咦? 那妈妈, 你吃饭饭了吗? 当然去了, 我们所有人都去了。 蓝仔一笑着说道, 所有人都去了? 小家伙听到这话的非常吃惊啊, 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的一眼, 一脸疑惑。 我早上有吃饭饭吗? 现在不是早上吗? 他疑惑地看着窗子外头, 见到他这副蠢萌模样啊, 大家都开始笑了。 妈妈说大家都吃了, 不包括你, 你睡着了怎么吃早饭啊? 蓝仔一笑着说着呀。 小家伙闻言恍然大悟, 原来他没吃啊, 他还以为自己吃了没记住, 是个笨蛋宝宝呢。 妈妈, 我饿, 什么时候才能吃自助餐呢? 小家伙一说就觉得更饿了, 肚子都开始咕咕响了。 饿了就吃点面包, 想吃自助餐, 那也要等到中午啊。 方妈妈把早就准备好的蛋糕, 面包, 牛奶拿出来了。 还要中午啊。 小家伙听到这话失望啊, 他现在是真饿了, 所以还是乖乖的, 把面包, 牛奶接过来, 啊呜啊呜开始吃。 你吃东西好好吃, 别搞得吃上全是面包屑。 方元看着小家伙座位底下, 全落的面包屑, 忍不住提醒他呀。 我也没办法呀, 我嘴巴没有这么大, 不能一口吞下, 我心里看, 啊呜。 小家伙养着脖子, 嘴巴张得大大的, 还用手里的面包比划着大小。 你个女孩, 你就不能斯文一点吗? 方元这话刚说出口, 老爷子在一边笑了呀。 哎哟, 小孩嘛, 活泼点好, 斯斯文文的干嘛呀, 啊, 外公, 采医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啊? 方元趁机提问呢。 外公, 不许说。 蓝采医把抓着外公的胳膊开始撒娇啊,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嘿, 别看采医现在规规矩矩的, 像个大家闺秀, 小时候可批了, 还经常跟别人打架呢。 哼哼, 老爷子没理蓝采医, 笑嘻嘻地接他老点儿, 方元听到这话惊了呀, 小家伙更惊, 眼睛瞪着大大的看着妈妈呀, 好像在说呀, 原来你是这样的妈妈呀。 你们不知道, 采医小时候不知道多皮, 我根本管不住他, 有一次。 蓝妈妈也趁机笑着补刀啊。 妈。 蓝采医娇撑着不衣了。 小家伙一脸不屑, 还打架呢, 那不是个好孩子。 等到了博奥, 走会场的特殊通道, 从车上下来, 蓝天恒已经带着一帮人在等着了, 都是方元认识的, 卢首义, 田胖子, 陈超他们都在, 小山跟瑶瑶也在人群里头, 心心一下车就见到他们了, 惊喜不已啊。 除了他们以外, 大舅, 大舅妈也赫然在列, 让方元非常意外啊。 我们是过来看老爷子的, 你舅妈也想子豪了, 正好顺带过来看看。 大舅指了指身后, 正拉着和子豪的大舅妈。 众人寒暄几句, 这才进到休息室里。 黄浩东等人就等在这儿了, 他们昨天就到了, 对会场布置和发布会的流程 做了详细的了解。 李超峰这次也来了, 但是今天上场主持的是黄浩东, 所以方元一到黄浩东立刻拉着他, 仔细跟他叮嘱上台要注意的事情。 爸爸, 豆豆今天会来吗? 忽然小家伙跑过来向着方元问道, 豆豆? 他不来啊, 他跟妈妈在家呢? 这是发布会, 又不是游乐场, 方元自然不会向刘向红发出邀请啊。 小山跟瑶瑶之所以出现在这儿, 那是因为陈超跟宁女婷自己带他们过来的。 那艾菜姐姐呢? 小家伙追问呢, 那这个我也我不知道, 他要是过来了, 应该在观众席上吧。 方元想了想说着, 艾菜找他要过邀请函, 但不知道会不会带着艾菜一起过来。 那我去看看。 小家伙说着就要往外跑啊, 你别乱跑你, 外头人多你小心跑丢了, 方元一把把他抓住, 我带他们去吧, 陈超在旁边说着, 虽然人很多, 但大家说的话他基本上插不上嘴, 不如带着孩子去前台待着自在。 那行, 那你带他们去吧, 把他们看好啊, 放心吧, 一定给他们看好, 陈超拍着胸部啊。 我们也一起去吧, 反正也没事。 宋雪在一边也没事, 那我们也出去走走, 田胖子也提议了, 他看黄浩东在旁边, 一脸焦急地等待, 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不如去前台呢。 有话你可以发布会以后再聊呗, 时间还多呢。 于是一群人呼啦一下全都离开了, 整个后台一下子空旷了, 除了今天的工作人员就只剩下了方圆, 大舅还有蓝彩一了, 蓝彩一陪着方圆, 大舅人是大佬, 大佬得最后上场嘛。 上次大白的发布会是十点开始, 这次依旧如此, 不过这次来的人比上次呢多多了, 整个大厅里坐得满满当当, 前排位置全是各行各业的大佬, 上次来的是互联网业的居多, 这次不一样了, 各种投资公司, 甚至一些实业公司也派了不少的人过来, 因为方蓝集团的产品具有花时代的意义, 其影响力已经影响到了各行各业。 第五百七十五集 怎么样,还行吗? 方圆换好衣服, 在蓝彩一身前转了个圈, 蓝彩一伸手啊, 帮他把衣袖理了理, 仔细地上下打亮一番,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化过妆后, 果然帅很多。 我不化妆也很帅的好吧, 因为镜头需要, 方圆虽然不喜欢化妆, 但还是在工作人员的知识下, 化了个淡妆。 是, 是, 你不化妆也很帅。 蓝彩一用一副硬副的口气跟他说了, 不是, 什么意思, 我要不帅你能看得上我呀, 你是不是在变相地夸自己眼光差呀? 方圆不满意了, 蓝彩一摆他一眼, 向四周看了看, 趁人不注意, 迅速在方圆脸颊上亲了一口。 加油, 别紧张。 我一点都不紧张, 方圆撇了撇嘴, 第一次的时候还真有些紧张, 那这次是完全没有, 因为他站得高了, 底气足了, 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所以他有什么好紧张的呀。 方总, 我先上去了, 您准备好啊, 这时候黄好东走过来交代, 方圆比了个OK的手势, 然后就看, 黄好东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走上台去。 我跟大舅去观众行啊。 蓝彩一和方圆说的呀, 方圆点了点头, 找了个位置坐下, 静静等待。 这次的发布会现场跟上次, 没有什么差别。 随着黄好东出来, 整个会场灯光暗淡, 唯有台前是一片光明, 原本喧嚣的会场立刻安静。 大家好, 我是方兰集团的执行副总裁黄好东, 欢迎大家来参加方兰集团的新闻发布会, 这是我们方兰集团的第二次大型的产品发布会了。 黄好东说了一大堆这个没什么用处的场面话, 就是什么感谢呀, 大家来呀之类的吧, 还谈了谈方兰集团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啊, 规划呀, 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使命啊, 要改变世界之类的吧, 实际内容不多, 台下的观众却听得很真真, 好像生怕low了什么似的。 说了这么多, 那我们继续还是要回归到主题上, 下面有请我们方兰集团的董事长方元方先生, 为大家介绍我们全新的科技产品, 掌声有请。 黄好东率先鼓掌, 台下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特别是小家伙特别兴奋的, 小手拍得啪啪响, 他旁边是瑶瑶, 另一边是小山, 然后是艾菜, 他呢果然跟着大姨小姨来凑热闹了, 几个小家伙见到方叔叔出来都显得特别兴奋呢。 大家好, 我是方元, 很高兴在这和大家见面,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的产品发布会了, 台下各位有来过一次的, 也有上次就在, 一直以来支持我们方兰集团的,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此次发布会, 谢谢你们。 方元首先也客气一番呗, 中人再次鼓掌表示对方元的尊重, 上次说啊, 大白的发明是源于我的女儿, 方元还没说完话呢, 台下有人喊了呀, 这次不会又是因为你女儿吧? 中人跟着哄笑, 方元也跟着笑了, 小家伙在台下跟着傻乐呵, 也不知道听懂没听懂, 方元伸手在虚空里虚暗一下, 这次的发明啊, 不是因为我女儿, 是因为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中人听到方元说, 他小时候的梦想, 都好奇的侧耳倾听啊, 方元这么牛的一个大科学家, 他的梦想也是很牛的肯定, 都很好奇, 我小时候啊, 特别喜欢打游戏, 为此没少被我父亲收拾教育, 他一边教育我一边还说呀, 打游戏能打出什么出息啊, 打游戏能生活吗, 能吃饭吗, 我想啊, 我想跟我同龄的人, 很多人都和我有相似的经历, 如果是一般人可能他就放弃了, 但我不是个一般人, 这下台下乐了, 感觉这发布会还挺有意思, 所以我心里就按下决心呢, 我长大以后不但要靠游戏吃上饭, 还要做出全世界最好的游戏, 中人文言心里有些懵啊, 难道今天的发布会是发布一款游戏, 但紧接着又想到虚拟头盔, 虚拟头盔是虚拟游戏的标配啊, 心里不由的激动起来了, 也因此呢, 我大学毕业以后, 就加入了一家游戏公司, 从事游戏行业, 我推翻了当初, 我父亲说打游戏不能当饭吃, 打游戏不能够生活的观点, 最起码那几年我过的还算不错, 台下众人文言再次开怀大笑, 方爸爸在台下文言忍不住一声笑骂, 当然我不是鼓励孩子们去打游戏啊, 你们要是没我这么聪明, 还是得听父母的话, 好好学习, 少打游戏, 能把游戏当成工作, 能把打游戏当成是养家糊口的饭碗的, 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是饿死了, 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不但台下的人乐了, 看直播的那些个观众也都跟着乐, 觉得这方圆有意思呀, 看他这新闻发布会就跟看德云社相声似的, 人家肚子饱了呀, 想法就多了, 你们吃饱了想什么我不知道啊, 我吃饱了我就想我当时小时候那梦想, 我得做一款全世界最好的游戏呀, 最好的游戏, 那什么是最好的游戏呀, 1932年阿道斯赫许黎的长篇小说, 美丽新世界给了我们一个很完美的答案, 虚拟现实, 所以方圆说到这儿, 停顿了一下, 拍下众人掀视鼓掌, 然后掌声逐渐停下, 屏住呼吸, 期待着方圆接下来的话, 爸爸快一点, 忽然一个萌萌的声音大声的喊着, 方圆向那个方向看去, 看来我女儿已经等不及了, 那么,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世界, 随着方圆的声音, 整个发布会现场猛然闪过一阵光芒, 众人下意识闭了一下眼睛, 等到再睁开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置身在一艘巨船之上了, 巨船行驶在海面上, 周围巨浪滔天, 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风雨倾泻而下落在甲板上, 发出了琵琶的声音, 炸开了朵朵的水花, 许多人发出惊呼伸手去挡, 甚至有人站起身来, 但等着雨水落在身上, 他们才发现这一切, 不过是假象罢了, 他们仔细地观察着四周, 这才发现, 这艘巨船竟然是木制的, 有见识地认出这艘船的款式, 应该是明代的正合宝船, 但更大, 也更华丽, 更繁复, 坐在前面的几个小人, 手拉着手, 满脸紧张地看着四周的滔天巨浪, 忽然一个巨浪迎面打来, 动人明知这是假的, 还是忍不住发出了惊呼声, 去令, 朕, 忽然一个雄浑的声音, 自前方响起, 这声音初听, 像是镇压的镇, 仔细听, 又像是镇好的镇, 众人寻声望去, 在方元的身边不知何时, 站了一位巫俄高官, 衣着华丽, 面容古朴的中年男子, 他全身上下, 散发着一种威严之气, 声音正是由此人发出的, 随着他的声音, 在乌云密布的空中, 出现了一个个的光运, 每个光运里, 都站着一位神人, 随着他们的出现, 空中出现了五彩霞光, 乌云消散, 一道彩虹高挂天穷, 彩虹之上, 烈日炎炎, 刚才还波涛汹涌的汉海, 变得波澜不惊, 波光淋漓, 海鸟围着桅杆翔翔, 发出了欢快的鸣叫声如此美景, 让众人如痴如醉, 而空中的神人, 也一个个隐于深厚漩涡当中, 众人甚至可以通过那漩涡, 一窥他背后之景, 那漩涡之后, 有巍峨高山, 有陵巡仙岛, 有一望无际的平原, 有张继弥漫的沼泽, 就在众人惊讶不已之际, 又是一声号角声响起, 一座庞大的港口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是陆氏港, 有人认出来惊讶出声啊, 众人本以为会出现一座古代的港口, 却没发现这是一个现代港口, 不但如此, 按上高楼大厦, 无一不告诉众人这是一座现代城市, 而就在此时, 站在方圆身边的中年人, 忽然抽出腰间佩剑, 咬指半空, 口中喝道, 是令乖, 随着他的声音, 众人脚下大船一阵变动, 众人凝神在看这哪是一条船呢, 而是一只巨龟, 众人是坐在巨龟的背上, 大喊龟, 最高兴能能救赎几个小家伙了, 现在他们也不害怕了, 满眼兴奋, 甚至要站起身来看个仔细, 却被身边的爸爸妈妈给拦住了, 台上的中年之人向着方圆行了一礼, 然后化作点点烟尘, 消散在空中, 但这大龟却并未停下, 而是直接从港口爬上了岸, 然后顺着公路一路前行, 带着大家领略路逝的现代风光, 这城市精致到无以复加, 几乎让人难辨真假, 唯一让众人察觉到不现实的就是, 路边的草丛, 花圃树梢, 甚至路边的电灯上, 会时不时闪现出一些小怪物来, 各位, 这里就是我的世界, 方圆这时候再次开口, 这会儿台下众人才反应过来, 然后整个厅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着掌声, 周围的一切逐渐的消失, 众人还在发布会的现场, 但是方圆的后头出现了一个大屏幕, 屏幕上的巨龟仍旧在四处穿行, 带着大家领略新世界的风光, 这款游戏叫第二世界, 那也叫第二地球, 或者叫Sikiners, 它呢, 是以现代社会作为背景, 然后灵气复苏了, 各种各样的神话重现人士, 等待着大家去探索和发现, 这时候网上看直播的观众也是一脸的震惊和气态, 这场景, 这特效太震撼了, 刚才的场景大家也都体验过了, 但它只是一个场景, 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完全进入, 并且和它产生交互的入口, 所以, 它诞生了, 随着方圆的声音, 屏幕上出现了虚拟头盔的, 三百六十度展示动画, 我想其实很多人也猜到了, 没错, 它就是一个虚拟头盔, 也是我们通往第二世界大门的钥匙, 它跟VR不一样, 在技术上它做到了全新的突破, 除了更加真实的全息投影技术以外, 完全摒弃了VR的手柄操作一切, 通过脑波来控制, 方圆的话还没说完呢, 台下的热烈掌声打断了它的话, 众人的心中难掩激动了, 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比如男孩的武侠梦, 女孩的公主梦, 但这些梦, 随着大家的成长, 认清现实以后, 把它们都深深地埋在了心底的最深处, 只当作是一个儿时的美好回忆, 但若是这个梦真的可以实现, 谁又不愿意呢? 而现在, 大家看到了现实里存在的追梦的机会, 难掩心头的激动啊, 方圆静静地等了一会儿, 等到大家安静下来, 冷静下来, 这才继续说道, 进入这个世界的钥匙有了, 场景有了, 现在这个安全的, 全新的世界, 欢迎大家去探索, 去发掘,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两种同类的产品, 就在这个时候, 工作人员把食物拿了上来, 方圆一一给大家做了展示, 现在坐在台下前排的一些大佬, 眼光浅得不屑一顾, 你觉得再牛逼那也不就是一款游戏吗? 但是眼光深远的, 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 特别是一些互联网行业的大佬, 因为虚拟设备, 重新定义了互联网, 人与人的交互, 不再局限于面对面, 是人和狗, 在网络上一见可知, 不但用户看得见, 甚至还能摸得着, 特别是TB网的马总, 此时面色难看无比, 他多聪明, 一瞬间他就想到了, 在互联网领域, 尤其是电子商务领域, 这格局会被悍然陷犯呢。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老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第576集 TB网那也不例外, 如果这样的虚拟设备被普及, 那虚拟社区就会成为新的用户聚集地, 如果方圆开放这个虚拟社区, 那还好, 要他要做一个封闭式的虚拟社区, 那现有的互联网企业, 很多都得关门歇业。 现在各家都在做自己的闭环嘛, TB网也不例外, 他也有自己的生态圈子, 谁也不愿意别人在自己的生态圈里插上这么一脚, 即便全社会的压力让方兰集团开放了虚拟社区, 那也会由方兰集团掌控一切, 统领整个互联网行业。 方兰将会拥有绝强的话语权, 不管现在的互联网行业里, 你现在有多高的地位, 都需要养齐鼻息, 但是这趋势能阻止吗? 方兰集团已成其事, 脚步已不可阻挡, 而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本无可阻挡, 在场的聪明人不在少数, 很多人都跟马总想到一块去了, 有的人脸色难看, 有的人无所谓, 有的人却很是兴奋, 一个行业的死亡, 代表着另一个行业的兴起, 也意味着全新的机遇, 本已形成格局的互联网行业将会被重新洗牌, 这对有野心的人来说, 这就是一次浪潮。 好了, 下面是提问环节, 按规矩啊, 我随机抽十位观众, 你们每个人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呢, 尽量回答你们。 方元华音刚落, 台下哗啦一片手, 全举起来了, 有普通的观众, 有记者, 也有行业大佬。 上次的选择机会交给大白的啊, 这次我们把选择交给后台系统随机选吧, 说着呀, 方元身后的大屏幕上, 跑马灯式的各种数据开始变换, 最终定格在96号, 那么有请96号观众, 提出你的一个问题, 方元笑了呀, 一束光打在96号座位上, 一个青年人他没反应过来呀, 我, 我吗? 对, 是你, 有什么问题吗? 方先生, 我, 我是火猴啊, 我是你粉丝团的副团长呢, 火猴站起来很激动啊, 为了能够来参加这次方蓝集团的发布会, 他着实花了不少的钱, 脱了不少的关系, 才搞到了一张邀请函, 作为方元的粉丝, 能和偶像近距离接触, 作为粉丝团的副团长, 能获得发布会的第一手资料, 这一切他觉得都值得, 何况还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这如此震撼的全息特效, 他又被第一个抽到提问题, 他感觉自己要快乐地晕过去了, 方元听说是自己粉丝, 还是自己这个粉丝团的副团长, 愣住了, 恍惚之间他想起了在夏京遇到的那几个姑娘, 而且听他自称是火猴啊, 方元还真想起这么个人来, 他听卢首义提起过这个人, 原名好像叫秋什么什么吉, 当初说是要花两百万, 参与大白和全息投影的首位体验用户, 后来卢首义免费给他一个大白的体验名额, 方元还加他了微信好友, 没想到这次提问还第一个把他给抽起来了, 更没想到的是他, 虽然是自己粉丝团的副团长啊, 于是方元的试探性地问他, 那个同前会, 对对对对, 同前会, 方先生知道我们啊, 火猴文言大喜啊, 发布会这些个观众听到这名字都笑了, 很多人其实还不知道, 方元还有这个粉丝团啊, 后援团什么的, 但转年一想也不奇怪啊, 之前我听说过, 但这题外话我们等, 发布会结束以后再聊吧, 你现在是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我想问一下, 这款游戏, 什么时候上线啊, 火猴质问主题, 他就是个玩家, 别的什么都不管, 就关心什么时候可以玩啊, 啊, 具体的时间呢我们还没有确定, 但在发布会结束以后呢, 我们会向全国征集八千名内测用户, 又一开始, 进行封测, 具体细节和报名的流程, 在官网可以查看, 好, 好, 谢谢方先生, 火猴很满意方元的答复, 坐下来把这个好消息, 立马就发到了粉丝群里头, 其实完全没必要啊, 对吧, 发布会全程现场直播, 粉丝们早知道了, 方元接着, 抽取幸运的观众, 458号, 是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 他的问题是, 虚拟游戏会不会影响到人的健康? 982号, 一位大厦本土的媒体记者, 他的问题是, 虚拟游戏会不会让人更加沉迷于虚幻世界, 而导致社会形态发生改变? 所有人的问题, 方元都认真做了解答, 不管是国内的, 还是国外的除了32号, 32号是一位来自陆氏的小猪猪, 他的问题是, 爸爸, 什么时候吃饭吧? 方元的回答是, 等中午。 中午还要多久?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了, 不予回答, 问妈妈去。 真小气。 方元没想到会抽到小猪猪, 他表示绝对没有搞暗箱操作, 不知道是不是三岁调了个皮, 要知道现场所有的智能控制, 实际上都是在三岁的操控之下, 这种事啊, 他还真干得出来, 等所有的问题全都解答完毕以后, 到了最后大家最感兴趣的时候了, 就是上台体验一下这虚拟设备, 但这次没有随机, 方元随意的指定了几个名额, 他怕三岁又调皮, 又选小猪猪, 再说他没有暗箱操作, 那也没人信了, 这次方元选的呢, 偏向于互联网业界大佬, 大马总, 小马总, 李总, 雷总四位互联网行业的大佬, 另外还给火猴一个名额, 谁叫这是自己的忠实粉丝呢, 自然要给他一个机会, 剩下的五个名额, 方元分别给到了五个国家的记者, 上来体验的用户, 可以选择头盔和眼镜两种样式, 至于触感设备呢, 穿戴太麻烦, 为此工作人员特意的准备了几把椅子上来, 让他们坐着体验, 不少人都选择了虚拟头盔, 因为虚拟头盔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 而虚拟眼镜戴着跟VR眼镜似的, 大家不太有兴趣, 随着大家穿戴完毕, 背后的大屏幕上出现了港口码头, 十个人影出现在了码头上, 现在呢因为是测试, 我们跳过了初始的角色创建这些不必要的步骤, 人物的等级呢也比较高, 自身也有一些比较便利的道具, 几位体验者能够听到我说话吗你们, 听得见方总, 这太棒了, 太真实了, 这时候啊, 大马总开口了, 他的声音也同步的从屏幕上传了出来, 屏幕上的角色, 开始东摸摸西捏捏, 时不时来回走动或是蹦蹦跳跳, 不需要方圆再多做解说, 十几个人开始互相交流, 现场的观众也能看到他们的互动, 其中这火猴, 他毕竟是游戏老手, 很快就呼出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并且找到了一件法宝葫芦, 骑上去了, 他也没吝啬啊, 他告诉了众人这操控的方式, 然后什么飞剑啊, 蒲扇啊, 云朵, 玉如意等等飞行法器都被预示起来了, 开始了他们的环岛之旅, 把宝飞行的速度很快, 从空中俯瞰整个穷州, 可谓是非常的震撼, 他们穿过了城市, 森林, 大山, 无数的美景, 在他们身下略过, 让他们忍不住发出了欢呼声啊, 除了火猴, 其他几个最年轻的也都三十多了, 现在却都跟孩子一样的高兴, 因为太过激动, 他们现实里的身体也下意识地动了起来, 好在现场有工作人员 一对一的照顾, 也没谁从椅子上给摔下来, 方元趁机做了一个解释, 就为了防止我们在游戏当中呢, 牵动现实里面的身体, 我们方兰集团呢, 也提供相应的一个座椅设备, 帮助大家固定一下身子免得掉下来, 门牙掉了, 方元的话, 不但引起了台下观众的笑声, 游戏里几个人也听见了, 然后游戏内游戏外, 无障碍地进行了沟通, 体验的时间很短, 也就十来分钟, 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他们取下头盔, 几个人这还意犹未尽呢, 实在是太真实了, 这个操作真的非常的流畅, 我一个念头啊, 就都完成了, 大马总很感慨啊, 非常棒,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游戏了, 就可惜没能试试那个触感设备, 不然应该会有更棒的体验, 小马总也很激动, 上次大白的发布会小马总没来, 这一次却是主动要来参加的, 小马总说的对啊, 无感呢, 我们可以通过模拟头盔模拟出来, 但是啊, 身体的触感必须要通过穿戴触感设备, 才可以获得, 那方总啊, 什么时候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触感设备啊, 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会有机会的, 会有机会的, 而且我们后面会陆续推出更多的款式, 还有更便捷的穿戴设备, 方总啊, 中午有时间吃个饭吗, 希望能够赏个脸啊, 忽然这李总在旁边插嘴说着, 算我一个啊, 算我一个, 马总脸皮厚啊, 直接开始嚷嚷了, 小马总, 雷总怎么能放过这机会啊, 自然也表示要参加要参加, 方元看向台下小猪猪的方向啊, 中午不行, 要你们方便的话, 晚上, 好, 那就晚上, 一言未定啊, 李总想也不想一口答应, 能约到方元那就不错了, 别说晚上, 就是半夜吃也消, 那他们也愿意啊, 方元又跟他们聊了几句, 并且跟火猴加了个微信, 对方还把他拉进了同前会管理群, 但现在方元忙啊, 没在里头说话, 等几个人下了台, 方元这台正式宣布, 发布会正式结束, 而此时, 整个互联网各个社交平台几乎都爆了, 无数讨论方蓝集团和虚拟游戏的话题, 甚至有数据地, 根据现场直播播放的游戏场景, 飞行速度, 时间等等, 对游戏的背景玩法, 地图大小, 进行了一一分析, 由利友军让人信服不已啊, 不得不说, 这网民的热情实在是太热情了, 方元在后台卸了妆, 就看一大军人乌羊一下冲云来了, 小猪猪手当其冲扑了上了一把抱着方元的腿, 他撅着嘴还不满意了, 吃饭吧, 知道了, 知道了, 马上带你去啊, 方元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早上小家伙早饭吃得其实也不迟, 主要是方元他们起得太早, 所以他吃了面包牛奶的时间也过了很久了, 小肚子早就饿了, 怎么样, 表现得还行吗, 方元看到蓝彩衣, 嘚瑟呀, 蓝彩衣白他一眼, 方元无奈地撇了撇嘴, 却没发现抱着他的腿, 坐在他斜面上的小家伙, 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表情, 走吧, 吃饭去, 心心都应该饿了, 老爷子开口了, 后台本来就不大, 现在乌羊来这么多人, 脑哄哄地吵得他头疼, 好嘞, 走喽, 吃自助餐喽, 方元要把坐在他脚面上的小家伙给拉起来, 但小家伙却挣脱了他的手, 跑去找摇摇他们去了, 这小东西, 方元不满地嘀咕, 本来还想抱他呢, 上次没过来, 这次长见识了, 吃饭的路上催测很感慨呀, 对对对, 这回那次你说什么, 给我哥俩留个名额啊, 甜胖的也是在旁边说着, 今天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第五百七十七集 确定要内测给你们留两个名额, 方元有些诧异啊, 当然了, 就是多好的机会, 有生之年能玩到这虚拟游戏, 做梦都没想到, 不是, 内测那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全封闭测试, 你确定你们两个能在陆市待这么久? 这两个人闻言不作声了, 他们一个自己开着店, 一个在政府工作怎么可能一走好几个月, 上次请假一周过来那都是极限了, 那还是算了吧, 田哥, 你要是真的来陆市, 店面我可以帮你照顾着, 田胖子的女朋友说着, 田胖子的女友, 林淑雅是方元的校友, 不过之前呢, 还听胖子信誓旦旦的说的, 喜欢上店里女顾客, 一见就扑通扑通扑通心跳, 准备要追对方, 没想到, 现在直接放弃, 选择林淑雅了, 不过这是胖子的私事啊, 方元也不好多嘴, 崔子恒那就更厉害了, 这家伙真找一大长腿的美女啊, 长相还行, 但身材那是真好, 这回也跟崔子恒一起过来叫乌媛媛, 个头比崔子恒的还高上一个头呢, 性格很内向一姑娘, 之前跟方元打了一声招呼, 就一直躲在崔子恒背后, 没说过话了, 但也就这性格, 崔子恒他妈妈才能满得意吧, 因为崔子恒他妈妈呢, 太强势了, 也就这种弱性子, 能和他相处, 一般人是真受不了, 但这这都是方元猜的啊, 等到了自住餐厅, 里头人都不少了, 说实在的, 这博鳌这地方餐厅不少, 不只是有自住餐可以选择, 但谁让小家伙喜欢呢, 他是老大, 他说了算, 等到了自住餐厅, 小家伙清澈熟路, 带着小朋友们去拿盘子取餐去了, 看他们踮着脚尖, 往那餐县上看的, 还真够吃力的, 最后还是大人帮他们拿, 说实在的, 这自住餐呢, 真不如方兰集团食堂的那菜品种多, 味道都不一定有食堂的好, 唯一比方兰集团食堂好的, 那就只能是装修的好一些, 全欧式装修, 相当的华丽, 也许这就是小家伙喜欢的原因所在, 好了, 差不多就行了, 吃完完再过来取, 多浪费了就不好了啊, 方圆看小家伙手不停的指来指去, 见什么都想吃, 无奈地说着呀, 那要是没有了呢? 小家伙见一边被端走的空盘子, 有些担心地问呢, 怎么会没有啊, 你这里头没有了, 一会儿新的就上来了, 你看那, 方圆指着一边, 正在上菜的工作人员说着呀, 那好吧, 小家伙满事不舍地说着, 方圆这做法是对的呀, 小家伙恨不得吃下一头牛, 但真给他吃, 他又吃不了多少很快小肚子吃的远古古踏, 然后就跟整个人融化了似的, 靠在椅子上摸着小肚子, 哼哼唧唧不动了, 你俩不能少吃点你啊, 你小孩吃多了容易积食, 方圆轻轻帮他揉着肚子, 有些不满地说着呀, 积食? 我是人呐, 怎么会有积食? 小家伙住着没呀? 我感觉嘟嘟里有很多臭臭呢, 那你赶紧去臭啊。 旁边蓝彩一听到这话呀, 赶紧站起来准备带他去厕所。 可是我的屁屁却没有感觉。 小家伙笑嘻嘻嘻地说着呀, 方圆直接无脸了周围正吃东西的众人, 忍不住都喷出来了, 呛着自己笑了一片, 反倒是几个小家伙一脸奇怪地看着大人不懂他们在笑什么呀, 大人好奇怪哦, 最终小家伙呀, 还是被妈妈拽到厕所去了, 不臭也得臭, 这让他很不高兴啊, 吃饭饭管, 拉臭肉也管, 大人可真烦。 一路上嘀嘀咕咕的, 直到兰才一瞪着他, 他才乖乖闭上嘴, 妈妈他惹不起呀。 欣欣实在是太可爱了。 林淑雅看着田胖子说着, 田胖子文言点头, 是挺可爱的。 林淑雅听到这淡淡的语气, 有些失望, 崔子恒呢直接多了, 对身边的吴媛媛说, 媛媛, 我们以后也生个闺女了, 又生个欣欣这么可爱的。 吴媛媛红着脸不作声了, 崔子恒嘿嘿笑着, 把自己餐盘里一块排骨, 架到对方的盘子里头, 方圆感觉自己吃的也差不多了, 放下筷子, 别说我不关照你们两个啊, 等虚拟头盔上线以后, 我赞助你们一批设备, 你们俩开个虚拟网吧, 当首个虚拟网吧, 我想应该有告头, 田胖子崔子恒文言眼睛一亮智还真有搞头, 虽然网吧现在不怎么赚钱了, 但是当初第一批开网吧的那基本上都发了, 而他们作为第一批开虚拟网吧的那一定也是赚的, 何况还是方圆赞助他们一批设备, 那就没了设备成本那又还能亏了, 那那那真的只能怪他们自己脑子缺, 而且开设虚拟网吧, 那找个稍大的房子就完事了, 坐等收钱呢, 没成本呢, 完全可以说这是方圆把钱塞到他们手里, 方总, 方总, 我这是当你一辈子田狗, 田胖子脸皮厚啊, 立马就开眼了, 你起开下起开下, 不要这么胖的狗, 方圆笑了呀, 众人也都跟着笑, 方圆, 开虚拟网吧这点子不错呀, 但你那设备价钱应该不便宜吧, 卢守义若有所思, 你这狗贼别抢我们饼吃啊, 田胖子听到卢守义问话紧张了呀, 以卢守义的经济实力, 他要搞这虚拟网吧, 他俩还混个屁呀, 想什么呢, 这么大一饼你们吃得下吗, 不怕自己撑死啊, 卢守义不屑的掰他眼, 这也倒是, 田瑞云想想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全国啊, 就不说全国了, 就他在那卢州, 他都吃不下, 方圆就这么说定了啊, 这次回去我把我那店面给对了, 我争取多开几家店, 我不要你赞助, 你给我优惠家就行, 田胖子也不是不吃好歹的人, 方圆给他们好处, 他们就逮着方圆使劲好啊, 这不行, 不是交友之道, 要真能搞起来, 我把我现在这工作辞了, 上班也真无聊, 崔子恒也高兴啊, 开网吧, 应该是很多男孩都有过的梦想啊, 天天啥事不做, 在网吧里头坐着打着游戏, 还有人陪他一起玩, 还收钱, 嘿, 完美的人生, 他们在这说着话, 小家伙已经回来了, 见到方圆他兴奋的说着啊, 爸爸, 爸爸, 你知道我刚才臭臭有多大吗? 方圆是一点不想知道, 可是不等他说话, 人小家伙自己兴奋的说着, 我刚才臭了一个这么大的臭臭, 说着话的时候还夸张地用手臂比划着呢, 这么大啊, 你果然是个臭小孩啊, 好臭, 方圆坏笑, 咦, 我才不是臭小孩? 你能拉出那么大一个, 把自己都能埋掉的臭臭你不臭小孩, 谁臭小孩啊? 小家伙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然后他就生气, 笨蛋爸爸, 我就快张一下, 难道你不知道吗? 在旁边还在吃东西的人都无语了, 这饭没法吃嘞。 本来中午吃过饭, 方圆下午就可以回去了, 剩下交给黄好东他们处理就完事, 但既然答应了, 李总他们晚上要吃饭, 自然是要守约, 都是有身份的人, 那本来想让老爷子带欣欣先回去, 但他们却想在博澳再逛一逛, 这里是亚洲论坛的永久性会址, 来的都是各国的领导, 还有世界的知名人士, 所以旅游业也是相当发达, 既然如此, 饭量就随他们去了呗, 他自己就没空陪他们了, 他还要跟黄好东他们提前开个会, 晚上几个互联网大佬想要干什么, 方圆用膝盖想都能想得出来, 虚拟社区肯定要对外开放, 这是一定的事儿, 他不能吃这毒食, 整个第二世界, 如果说是完全复制了现实世界, 那里面的贸易跟现实也是一样的, 方圆可以是里面的污蔑之王, 可以在里面增加税收, 限制各种各样的行为, 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 但他不能吃毒食, 不可能所有的行业都被他掌控, 而现实世界里这么多的国家, 也没哪个国家是这么干的, 实际上, 方圆只要控制好游戏内的经济体系, 征收代币税收, 这就是一笔庞大的财富了, 但要怎么实现, 是一次性收取入住费, 还是按比例分成, 这都需要研究, 另外如何保持游戏内的经济平衡, 也需要考虑, 方圆有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家团队, 专门研究和制定游戏内的经济系统, 今天发布会, 虽是黄浩东主持, 但是高层几乎都来了, 在博鳌这地方, 除了大的会议厅以外, 各种各样的中小型会议室那也多了去了, 这都是给小团体小组织, 或是私人准备的会议室, 方圆找到黄浩东准备的会议室的时候, 一行人已经在里头喝茶聊天等着他了, 捡方圆进来, 中人站起身来, 中午吃饭了吗, 吃得怎么样, 方圆笑着问他们, 哎呦, 也就那样啊, 不如咱公司食堂, 齐寒山笑了呀, 不好意思, 我女儿的非得吃那个自助餐, 我就带她去的, 方圆坐下来呀, 按说中午应该和他们一起吃饭, 等她独自跑去吃自助去了, 说起来还是有些失礼, 哎呦, 方总宁藤闺女这个的谁不知道啊, 我家那闺女啊, 小时候跟欣欣一样可爱, 现在大了呀, 哎呦, 成天跟我对着干, 不给我气死就不做了, 齐寒山一脸感慨啊, 哦, 齐总也是女儿啊, 方圆文言惊讶, 第一次知道, 多大了, 齐寒山是公司领导层里年纪最大的, 比蓝天恒都大几岁, 所以他方圆想来呀, 他女儿年纪应该跟他差不多, 马上就高三了, 哎, 要高考咯, 这么小, 还上学呢, 众人文言都很惊讶, 哼哼, 他上头还有个哥哥, 已经工作了, 自己搞了个法律咨询的工作室, 齐寒山解说, 众人恍然, 搞了半天二胎, 生得迟, 众人就这样闲扯了一会儿家常, 慢慢地话题转移到了工作上, 方总, 告诉您一好消息啊, 截止到下午一点三十分, 内侧的报名用户, 已经是三十一万人了, 这么多, 方圆惊讶, 要知道, 官方的报名通道, 是在发布会以后, 也就是十二点钟以后才开通的, 也就是说一个半小时之内, 有三十一万人参与了官方的内侧报名,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了, 要知道这是为期一到两个月的封闭测试啊, 方兰集团除了包吃包住, 来回交通以外, 就一笔不太高的生活补助费用, 其他的福利什么都没有, 还这么多人报名啊, 现在社会闲散人员都这么多了啊,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则仅唤语风声为您演播喜马拉雅出品的《我的奶霸人生》。 第578集 方总你选的是六一节嘛, 你要选七一恐怕人更多, 现在正好暑假呀, 黄好东解释啊, 哦, 这个我倒没想到啊, 这次有很多学生报名吗? 方圆文言恍然啊, 要知道学生那是游戏最大的用户群体, 内测自然不能少了他们呀, 呦, 最多的是应届毕业生, 六月七月对他们来说没差呀, 都在找工作, 所以报名的是最多的, 内测报名, 不但需要身份证, 还要填写年龄职业, 所以这些信息都很方便统计出来, 方圆听到这个才放心, 虚拟内测已经成为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 特别是一些没结婚, 没孩子的年轻人, 他们有着一颗自由的心呢, 工作那是想干就干, 不想干那就不干, 毫无牵挂自由自在, 像一只飞翔的小鸟, 所以这一批年轻人, 也是报名参加内测的最大一批用户, 只要选中了人立马就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内测名额, 全球限量八千个, 想被选中那跟谣讲差不多, 全靠脸, 所以现在网上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 方蓝集团抽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还是说是完全随机, 很多明星不知道是为了蹭热度啊, 还是真的想参加内测, 都在微博上at欣欣爸爸, 包括方圆认识的那几个啊, 不过方圆在了解了一些情况以后啊, 就直接放下了, 大家一起商量起今天晚上的饭局, 那几个互联网大佬该怎么应对, 最后的商议结果就是一切, 以黄浩东为主, 方圆为辅, 不许诺, 不承诺, 但是开放社区可以透露一下, 除此之外, 后续合作, 双方的团队再仔细协商吧, 总之, 饭可以吃, 酒可以喝, 其他的免谈, 方圆这边和大家在绞尽脑汁商谈工作, 小猪猪他们那就快活了呀, 一路上又有的吃, 又有的玩, 但是啊, 小家伙有些想念爸爸了, 因为一路上有很多吃的他想买, 但中午他已经把小嘟嘟吃的宝宝的了, 开始蓝彩医还给他买一两个, 但每个他尝一口的就吃不下了呀, 后面妈妈就不给他买了, 所以他就开始想念爸爸了呀, 有爸爸在吃不掉的就可以给爸爸吃, 爸爸超厉害多少都可以吃得下, 咦? 不然呢, 小家伙在一个路边的小摊上, 发现一个眼熟的东西立刻就跑过去了, 别乱跑, 蓝彩医花音没落呢, 挨菜几个也是一拥而上跟着就跑了, 幸亏今天出来的人多, 要不然真管不住这几个小东西, 原来小家伙见到一个小摊上, 放着很多的木质小玩具, 其中就有一把超级无敌大宝剑, 就跟爸爸送他那个一模一样, 之前他天天戴在身上, 用来戳爸爸屁股, 但小孩嘛一天一个样, 买来的时候兴致勃勃, 玩了一段时间呢就腻了, 后来就给忘了, 再想起来玩一段时间, 然后又扔掉, 如此反复, 摊位上除了跟熏熏一样的大宝剑之外呢, 还有小葫芦, 小松仔, 小蘑菇, 所有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胖, 矮嘟嘟的, 胖嘟嘟的, 又萌又可爱, 你别说孩子了, 大人看着也喜欢呢, 几个小人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都觉得喜欢, 蓝采一从后面走上来, 见到一个小匕首模样的东西, 拿起来啊, 他笑着说道, 你爸爸送给你的, 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啊, 那肯定也是在我这买的, 这东西都是我手工做的, 就我一家才买, 摆摊的老板是个胸肌很大的胸台, 那胳膊上能站匹马, 一看就是玩健身的, 妈妈, 妈妈, 我要买这个, 小家伙抓着一朵矮胖矮胖的蘑菇, 他顶在头上说着, 爸爸, 我也要这个小葫芦, 小山也向陈超说着, 买买买, 老板, 你这些我全要了, 自从康复以后, 陈超对女儿的要求那是有求必应, 为此宋雪说了他很多次了, 但他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觉得能够弥补一些对女儿的亏欠, 老板摊位上东西不多, 毕竟手工那么耗时耗力的, 所以几个小家伙一人挑了几件, 这就买光了, 老板高兴, 小家伙们也高兴, 一人买好几件他能不高兴吗, 还不谢谢陈叔叔, 蓝彩一向小家伙们说着呀, 谢谢陈叔叔, 陈超坚持要付钱, 蓝彩一也没拦着, 这些小东西虽然不便宜, 但对现在的陈超来说, 完全可以承受, 做工程那确实很辛苦, 但也真的赚钱嘛, 几个小家伙手持大宝剑, 头顶小蘑菇, 一路上嘿嘿哈哈, 那是好不快活, 我告诉你们啊, 已经买了这么多了, 今天不准再买东西了, 路上啊, 蓝彩一说着, 为什么不可以, 小家伙听一脸奇怪啊, 因为你已经买了这么多了, 还问问什么, 第一, 这个不是我要买的, 我就要买一个小蘑菇, 这是陈叔叔送给我的, 第二, 这个是陈叔叔买的, 也不是妈妈你买的, 所以你又没给我买很多东西, 为什么你就不能了呢? 小家伙掰着手指头, 跟他一一理论啊, 蓝彩一有些雌穷, 旁边的人笑得不行, 不管是谁给你买的, 陈叔叔买的那也是花了钱的, 钱都是陈叔叔辛辛苦苦挣来的, 小孩子也不能随便浪费。 这小鸡, 我有很多钱, 只不过早上睡觉假忘记了。 小家伙差了腰, 一副我是有钱人的小模样。 而且挣钱哪里辛苦了呢, 爸爸天天不是大吃大喝, 就是在那里打电脑, 可快活了呢, 我以后长大了, 要像爸爸那样, 快活得装钱。 小家伙高高兴兴地说的呀。 你爸爸也很辛苦的哦, 之前他上班一连上了很多天都没回来, 你不记得了吗? 而且今天你看啊, 你在这里逛街吃好吃的买好玩的, 他还在工作哦。 蓝仔衣试图和他解释。 那呢, 之前他上班都忘记了他的爸爸, 我都还没跟他算账呢, 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爸爸。 小家伙说着, 还啪的一巴掌拍在自己小额头上, 哎呀, 好像特别的苦恼, 蓝仔衣被他气了呀, 伸手在他肉嘟嘟的小脸蛋上一掐呀, 小家伙的脑袋被摇的都晕乎了, 他想挣脱。 哼, 说不过就动手, 算什么本事啊? 什么说不过? 妈妈跟你说的是一个问题吗? 是你自己跑偏了? 你是大人啊, 还跟小孩子轻轻计较, 你不害羞吗? 旁人听着这母女对话乐得不行。 欣欣啊, 你长大了想要跟爸爸一样轻轻松松地挣钱, 你首先要特别的聪明, 其次还要读很多的书才可以哦, 要不然你就跟陈叔叔一样了, 就要干辛苦的活儿, 挣很少的钱了。 陈超这个时候啊, 笑着帮蓝采姨说了一句话。 哦。 小家伙闻言松了口气, 然后接着说呀。 那就行了, 我很聪明的, 现在就剩下多读点书, 就可以和爸爸一样了。 不过, 我现在已经读了很多书了呢, 家里的书, 奶奶和外婆都读给我听了呢。 小家伙忽然就高兴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可以跟爸爸一样那么轻轻松松地, 挣很多钱买好多好东西了呢? 想着天天大吃大喝, 打游戏, 玩电脑, 日子过得别太美啊, 以至于小家伙呀都乐出声了。 傻乎乎的乐些什么, 叫你还聪明? 蓝仔衣在他小脑瓜子上一敲啊。 哼, 我是笨蛋, 你就是笨蛋的妈妈。 小家伙皱着小鼻子, 捂着脑袋不满地说着呀, 这边小猪猪还在跟他妈妈理论他是不是笨蛋的问题, 那边小山却是一脸难过的, 拉着陈超的手啊。 爸爸, 你干活很辛苦吗? 那你不干了吧, 我不想你辛苦。 没事啊, 爸爸是个大人, 每个人都要有每个人的价值, 爸爸建房子, 方叔叔搞发明, 我建房子换了钱, 就可以买方叔叔的机器人, 方叔叔把机器人卖了, 就可以买爸爸建的房子, 只是分工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有很努力的工作呢。 嗯, 那宝宝们呢, 宝宝们干什么呢? 小山文言好奇地问呢, 你们呢, 你们现在就是开开心心地长大, 然后学很多的知识, 做你们想做的事,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 陈超蹲下身子, 轻声地问着, 我想当医生。 小山想也不想就说着, 陈超不用问, 他也知道是为什么, 他默默无言地把女儿搂在了怀里, 轻轻拍打着他小小的脊背, 那你要努力学习, 长大了就当个超级厉害的医生。 当医生可要学习很多知识呢, 小山你要加油努力哦。 方妈妈在旁边感慨呀, 小山文言笑了笑, 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长大了, 想当芭蕾舞演员, 然后去全世界的舞台去跳舞啊。 艾菜在旁边大声地说着啊, 是吗? 那你也要加油努力啊。 还有我, 还有我。 瑶瑶也举手了呀, 那你长大了, 想当什么呀? 我长大了, 想当律师。 爷爷说, 爸爸一定是一名很厉害的律师, 我要跟他一样。 宁宇婷听到瑶瑶的话, 也默默地把他抱了起来。 律师? 我爸爸就是律师, 才不好呢。 艾菜文言很不虚, 因为律师很忙, 经常没时间带他玩, 对不对? 欣欣啊, 那你长大了, 想当什么呀? 开开心心的大人。 众人再次笑了呀, 是啊, 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只要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那也希望, 他们永远都这样开开心心吧。 第二世界的风策, 到晚上六点时候, 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400多万, 这个数字真的非常的恐怖, 但实际上, 对于大厦整体的游戏用户来说, 也就是三五十分之一左右, 整个大厦的游戏用户呢, 有五亿多人呢, 方圆都在考虑, 要不要提前结束啊, 人太多了, 虽然这八千的风策的用户, 有一定要求, 但这么多人, 光挑出来都得费好大的事啊, 这次报名的人, 年龄最小的只有八岁, 年龄最大的八十四岁了, 涵盖了各个阶层, 各个年龄段的人, 这也是方圆特别想要的一个结果, 八千人员会按照年龄, 职业进行分类, 以此评估虚拟游戏对不同人群的影响程度, 因为游戏太过真实,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人过于沉迷, 导致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甚至可能会引起一些心理疾病, 都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所以方圆此次的封闭内侧, 还专门组建了一支心理干涉团队, 随时观察内侧人员的心理状况, 经过此次的测试, 方圆也可以采集到一些自己想要的数据, 然后对虚拟设备进行重新的调试, 或者对游戏内容进行调整, 避免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当然任何一个新的事物出现, 对人类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比如汽车, 每年死于车祸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也没见哪个国家禁止汽车上路, 对不对,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方圆需要让这个东西, 尽可能的安全。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我的奶爸人生》。 第579集 方总啊, 你算是我们互联网行业里最年轻有为的了吧, 大马总举起杯子要跟方圆喝一个, 这个行为打断了方圆的思绪, 方圆拿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然后说道, 互联网行业里面比我年轻的多的是, 但比你有作为的, 那没有了。 大马总笑着, 今天晚上的饭局, 说是李总组织邀请方圆吃饭, 但整个饭局都是大马总在那聊, 巨能说, 超能忽悠, 关键是他说话也好听, 而且好像说的这个很有道理的样子, 怪不得有句话说呀, 一个好的领导者, 首先是一个好的演说家, 但一个好的演说家, 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啊, 大马属于前者, 虽然长得类似于一个外星人, 但是, 这嘴是真的能说会道, 极具个人魅力, 他要生在古代, 他也是个青史留名的纵横家了, 但他再能说, 方圆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圆在破炎中, 千摩万机还监禁, 热耳东西南北风, 他强由他强, 清风扶山岗, 他横由他横, 我就不理他, 嗯, 反正他就多吃菜, 多喝酒, 少说话, 这让这群老总啊, 无从下手, 所以就不停的向方圆敬酒, 想把他灌醉, 方圆呢, 讨厌喝酒, 所以酒量一向不大, 但那是以前, 现在架不住人体质好啊, 这干功, 圣功, 也都很好来啊, 呼啪呼, 来者不惧, 酒到杯干, 到最后, 方圆还没事儿呢, 这几个有点扛不住了, 黄浩东先开始, 还担心方圆啊, 给他挡了不少, 后来发现, 方圆根本不需要他帮忙一个人, 就把所有人干趴下了, 但今天晚上啊, 李总, 马总一行, 也不是没有收获, 最起码从方圆的嘴里, 他们知道, 虚拟社区是准备要对外开放的, 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至于怎么合作, 那就后面谈了嘛, 无非就是利益, 互相怎么分配的事儿, 虽然他们心里确实还是有些不爽不痛快, 他们在互联网里打拼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做出一个自己的生态闭环了, 现在来了个横的, 愣是咔鸡, 让他们多年心血付诸东流, 哥谁身上谁他也不爽啊, 但是反抗不了, 那就只能收着, 要不咋办呢, 等方圆从饭局里出来, 发现外公他们还没回去呢, 方圆有些诧异啊, 我们说要回去, 外公说要等等你, 方妈妈见方圆出来跟他说着, 等我干嘛呀, 你们都吃过了吗, 方圆有些感动啊, 又有些愧疚, 外公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要等他呢, 都吃过了, 反正回去早了, 也睡不着觉, 跟着你一起回去就行了, 外公从椅子上站起来, 方圆赶紧上去给他扶着, 这个时候啊, 基本上人都回去了, 只剩下方圆一家在等着方圆了, 小山, 爱菜, 瑶瑶都坐车回去了, 虽然小朋友们都走了, 但小猪猪也没闲下来, 他仿佛是有发泄不完的经历, 在旁边啊, 一边扭屁股一边唱歌啊, 乐呵高兴, 刚才一大家子呀, 都在围着他乐呵呢,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不开不开就不开, 见到方圆过来啊, 小家伙高兴啊, 爸爸, 你问我, 我是不是小白兔呀, 哦, 那, 你是不是小白兔啊, 藤原看着他可爱的样子, 顺着他的语气问他呀, 是啊, 我是一只小白兔, 爸爸, 你再问我, 你是不是一只长颈鹿呀, 那, 你是不是个, 长颈鹿啊, 你傻呀, 我是小白兔, 小家伙说完就跑到蓝仔衣的后头, 得意的说的呀, 我聪明吧, 比爸爸都聪明, 一家人饿得不行, 只有方圆是一脸郁闷, 哎呀, 被这个小家伙给套路了, 好了, 你都回来了, 咱们也就回去了, 方爸爸这时候开口了, 实际上啊, 老爷子都犯困了, 走吧, 回去休息了, 这一天我也有些乏了, 蓝天衡也站起身来, 他是从夏京直接过来的, 准备在陆市待一段时间, 跟蓝妈妈一起回夏京, 老爷子也准备要回去一趟, 因为过段时间, 方新斌结婚, 方妈妈, 方爸爸都要去全城, 家里也没人了, 他们呢, 也正好和蓝爸爸一起回夏京, 待一段时间, 至于大舅跟大舅妈呀, 早跟着大嫂回陆市了, 他们在陆市可能会待个一两天, 一方面呢, 是看看何向荣夫妻俩, 一方面是看看孙子, 但是大舅是真忙, 能在陆市待个一两天, 已经很不容易了, 回去路上啊, 小家伙在车上就睡着了, 玩了一整天, 突然闲下来, 人就犯困, 这真是早上睡着来, 晚上睡着回, 幸福, 而且小家伙睡得还特别沉, 方元一路上把他抱在怀里, 到了家进了门, 小家伙都没醒, 要不要把他叫醒洗个澡啊, 今天一天疼了很多汗呢, 算了吧, 拿温水给他擦一擦, 明天早上再给他洗, 方元看着小猪猪睡得特别的香, 也不忍心叫醒的, 就把他放在了沙发上, 然后这小猪猪就跟小咸鱼一样, 被爸爸妈妈翻来翻去, 用湿毛巾擦完前头擦后头, 擦完脖子擦屁屁, 就这样个擦法也没醒, 嘟着嘴啊, 睡得格外的香甜, 微风从海面上吹起, 吹起几道涟漪, 一路向前走着, 吹过了海边的树林, 吹落了几片树叶, 再从窗户的间隙, 吹到了房间里, 吹乱了小家伙额前那几缕调皮的头发, 也吹醒了小家伙, 小家伙揉着眼睛坐起身来, 伸了一个懒腰, 嗯, 他往私下看看, 爸爸妈妈一起床了, 就剩下他一个, 他撅着小屁股, 从床上爬起来, 做了一个跳水的姿势, 一下子蹦到床底下, 然后再看床铺, 他露出了得意的笑, 风吹动窗帘, 发出了哗啦啦的声音, 小家伙就好奇, 打开玻璃门走出去, 哇, 又是一个阳光明明, 开开心心的一天呢, 碧蓝的天空, 像是水洗的镜子, 几只海鸟在不远处的海面上翱翔, 不时还发出了, 啊哦哦哦哦, 这样的声音, 哦哦哦, 哎, 小家伙就学着这海鸟叫啊, 向着天空叫了几嗓子, 正在楼下浇水的外婆, 听到这声音抬起头来, 就见小家伙正在阳台上, 对着天空乱嚎呢, 欣欣, 起床就下楼来吃早饭了, 外婆, 你在干什么呀, 小家伙凑到阳台蔚蓝玻璃墙边上, 脸贴在玻璃上望下看呐, 外婆在浇花, 你要跟我一起来吗, 好呀, 那你就快点下来, 好的, 小家伙答应得可痛快了, 然后就穿起他的小睡衣, 丢丢丢丢丢丢, 跑到楼底下去了, 哎, 星星, 你醒了, 等你妈妈他们锻炼回来, 正好带你洗个澡, 洗澡? 小家伙看看自己这, 这一大清澡, 起来就洗澡, 正说着话呢, 就见方圆跟蓝彩衣, 从门外头进来了, 哎, 你起床了, 跟妈妈洗澡去, 蓝彩衣走过来, 一把给他夹在腋下, 不要, 我要跟外婆去给小花浇水呢, 小家伙小腿乱蹬啊, 但蓝彩衣给他夹得老紧了, 他根本就挣脱不开啊, 等洗完澡再去, 方圆, 你去把他的衣服给拿下来, 真是的, 衣服也不换就往下跑, 记得给他拿条小内裤, 蓝彩衣一边抓着他去浴室里面, 一边就交代, 知道了, 方圆耸了耸肩, 就准备上楼, 爸爸, 救命啊, 你老婆抓小孩子了啦, 小家伙立刻向爸爸求救啊, 啊, 啊,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啊, 你说什么, 方圆侧着耳朵大声地说着, 假装自己听不见, 我说你快点救救我呀, 啊, 啊, 我还是听不见哪, 然后, 小家伙还想喊, 但已经被妈妈抓进浴室了, 方圆就在那笑啊, 高兴, 跟小孩似的, 妈妈, 爸爸他是不是聋了呀, 进到浴室里头, 小家伙一边脱衣服, 一边担心地问哪, 怎么说话呢, 你爸爸无缘无故的, 怎么会聋了, 男仔一白他一眼, 那为什么我那么大声, 他都听不见呀, 那是因为他是故意的, 不想理你, 为什么呀, 小家伙很惊讶, 也很难过呀, 爸爸他为什么不想搭理自己呢, 我猜啊, 是因为你昨天说他是傻瓜, 蓝彩医蹲下身子, 刮了一下小家伙的小鼻子, 嗯, 小家伙闻言有些恍然, 哦, 原来是这样, 他就松了口气, 接着说道, 我跟他开玩笑的呢, 竟然还生气, 真是下气鬼, 等洗碗澡, 我要好好教训他, 你呀, 还是跟妈妈先洗澡再说吧, 蓝彩医一把给他拎到了浴缸里头, 小家伙气哼哼的, 在他胸口抓了一把, 抓妈妈哪里呢, 蓝彩医顺手, 就在他小屁股上啪啪两下, 谁让他现在光屁屁呢, 手感好, 方圆上去帮他们拿衣服, 递进去让他们换好, 小家伙先出来, 一直用眼睛盯着爸爸呀, 方圆假装没看见, 正准备转身离开, 就听蓝彩医说呀, 你用毛巾帮他把头发擦一下, 小朋友洗完头发呀, 能不用电吹风, 最好就别用, 尤其是现在天暖和嘛, 就拿毛巾擦一擦就行了, 让他自然干, 哼,哼,哼, 方圆一边帮他擦着头发, 小家伙就一边哼哼唧唧的, 最后方圆受不了了, 你是个小猪嘛, 你一直哼哼哼唧唧的, 我生气了, 那你为什么生气呀, 你跟我说说啊, 你这一大早就生气, 就会变成一个小老太太, 你知道吗, 你刚才为什么装作没听见, 刚才, 我是真没听见你说人吗, 哼, 我都知道了, 你是故意的, 怎么会啊, 我无缘无故的, 我干嘛装听不见啊, 妈妈说, 是因为我昨晚说你是傻瓜, 当然不是啊, 因为我又不是傻瓜, 你才是啊, 小家伙听到这话反应过来, 气得望吼一退, 要用自己的小屁股撞方圆呢, 方圆也后退一步躲开了, 小家伙却是坚持不懈, 非要用屁股撞, 也不知道就转过身来拿头顶, 就是个小笨猪, 星星, 你不是说跟外婆交花的吗? 这时候啊, 外婆从外头进来了, 咦, 对呀, 小家伙这才想起来呢, 外婆, 那我们快点去吧, 说了也不跟爸爸闹了, 转身就往院子里头跑, 不用了, 外婆已经交过了, 外婆摆了摆手, 那就再交一遍, 那怎么行, 就跟你吃过饭, 还能吃下其他东西吗? 花也一样, 也会喝不下的, 不会呀, 吃过饭吧, 我还能吃其他东西的。 小家伙得意呀, 这个有什么好得意的啊, 方圆忍不住揉揉他的小脑袋, 这个时候方爸爸老爷子, 还有外公, 从地下室里走上来了, 这, 四一大早的你们都去地下室了? 方圆有些惊讶呀, 去你给欣欣搞的那个游戏师看了看, 太棒了啊, 等回夏静你也给我搞一个, 这样我这不出门, 就能有变全世界了。 老头子兴致勃勃呀, 对他这样的老人来说呀, 出门旅行, 那可能性不高了, 体力跟不上, 很多地方都去不了了, 来路市, 那是因为一大家子照看着, 来的路上还是私人飞机包过来的, 要不然呢, 就很少有出游的机会, 而虚拟设备对老人来说这是福音呢, 坐在家里就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好, 外公, 到时候我安排人给你装装, 方圆文言立刻点头啊。 好了, 好了, 我要吃饭饭了呢, 我肚多饿了, 吃过饭饭, 我还要去幼儿园呢。 小家伙呀, 拍着肚子, 不满意地开始抗议了。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老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八十集, 小家伙拉着爸爸的腿就开始抗议呀, 因为大人们刚才说话把他给忽略了, 放假了你去什么幼儿园啊你? 小家伙这才想起来, 老师说劳动节所有人都放假呀, 但他就觉得奇怪了呀, 既然是劳动节, 那不是所有人都干活的日子吗? 那平时就该放假, 劳动节就应该干活来庆祝。 爸爸, 你今天也放假吗? 小家伙忽然就想到老师说所有人都放假, 对啊, 不但爸爸放假, 妈妈也放假, 我们所有人家都在家里, 方圆滤了滤, 小家伙额浅有些凌乱的头发。 那爸爸带我出去玩? 行啊, 想去哪儿玩? 嗯。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歪着小脑袋就开始思索, 但他没想好去哪儿呢, 蓝彩衣说话了。 出去玩什么? 这两天放长假, 到处都是人, 去哪儿玩都是看人头。 也对, 方圆文言也想起来了, 陆氏, 那是有名的旅游城市, 只要是节假日, 拿出门, 人山人海, 锣鼓喧天, 扁炮齐鸣, 反正就人很多。 当地人这个时候, 没人愿意出门溜达。 那, 也总不能就宅在家里吧, 方圆想了想。 那我们去图书馆转转吧, 图书馆应该人赏。 蓝彩衣想想说的呀, 图书馆? 嘿, 行, 这个好。 方圆文言也很惊喜, 其实之前, 方圆看过一篇文章, 说一个合格的家长, 必须要带孩子去仨地方, 其中第一个, 就是要去大型图书馆。 图书馆可以让孩子, 体验读书的气氛, 让孩子养成一些好的品格, 例如在公众场合, 不要大声叫喊, 要保持安静, 要遵守规则, 通过这种气氛呢, 去影响它, 比大人的说教会更有用, 而且还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一举多得呀。 所以吃了早饭, 方圆兰仔一开着车, 就去了图书馆了。 而且家里啊, 方爸爸他们也没闲着, 虽然在陆市旅游的人多, 但出了陆市那就好多了, 所以他们一行人开车, 直奔五指山要去那逛逛, 五指山在华夏, 那真的多了, 叫五指山的景点, 除了这个穷州的五指山, 川鼠也有五指山, 冀州也有五指山, 到处都有五指山, 这个什么花果山, 全国各地也到处都是, 穷州的五指山呢,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所以冬暖夏凉, 不受寒暑亲事, 也不受台风影响, 而且处在热带雨林里, 物资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那地想要移居穷州的, 你其实没必要去这个陆市啊, 椰城买房子, 虽然那两个地方名气大, 但气候真不是最好的, 还经常遭那台风呜呜呜呜的吹, 所以去五指山背面的一些个城市, 买房定居, 比如东方市啊, 那地方从来没遭过台风, 当然雨也很少啊, 气候非常的干燥, 特别适合喜欢艳阳天, 或是夏天的朋友去那定居, 方元和蓝彩衣说是带小家伙去图书馆, 其实去的不是政府部门办的那种, 可以借阅的这种图书馆, 而是新华书店, 这儿啊, 也能看书, 所以时间一长, 好多人说起图书馆都, 都觉得是默认新华书店了, 至于原本的很多图书馆呢, 给他加个老字, 以做区分, 汤圆一行人来的也不算迟, 但是店里人都满了, 家长带孩子的居多, 小家伙也很惊讶呀, 这么多小哥哥小姐姐, 还有那一眼望不到头的书, 除此以外呢, 书店里啊, 还卖各种各样可爱的这个学习用品, 小家伙很感兴趣啊, 看看这个丑丑那个, 方圆兰才也没催他看书, 就跟在他后头, 同时给他解答一些疑惑, 我妈那边已经给新卿弄了一个儿童游乐房了, 你看我们这边的游乐房还有必要吗? 什么意思啊, 方圆有些差异, 他们住的房间很多, 因为房间多, 所以特意留了一间, 给小家伙做了游乐房, 那当然肯定没有外婆那边装得好, 就铺了一层毯子垫呢, 但小家伙很少在里头玩, 基本上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玩具储藏室。 既然游乐房用不上, 我们想想把那间房子弄成一个小书房, 儿童书房, 书架, 桌子, 椅子都按照儿童的尺寸来, 慢慢培养他的阅读习惯。 蓝采医解释啊, 这个是好事儿, 我看行, 方圆文言赞同啊, 实际上方圆之前有过这样的想法, 读书是个很好的习惯, 多读书, 不光会增加知识, 也会增长见闻, 小家伙不能总让他疯玩啊, 看电视什么呢。 爸爸, 这是什么呢? 小家伙忽然举起一个小瓶子, 方圆看了一眼, 里面呢, 是各种水果形状的橡皮擦, 这个啊, 这个叫橡皮擦。 嗯, 还有这样的橡皮擦? 小家伙忽然很惊讶啊, 橡皮擦他知道啊, 家里有一个, 外婆有的时候就画画就会用, 但那是长长的, 白白的, 哪有这个好看啊? 当然了, 你看, 那边全都是橡皮擦, 方圆指着旁边的物品台, 上下几层, 都是各种各样的橡皮擦。 爸爸, 我想要这个。 小家伙呀, 把橡皮擦的瓶子抱在怀里, 满眼期待, 仰着头看着爸爸, 当然可以了, 嗯, 但是啊, 橡皮擦只能买一个, 其他的就不能买了, 自己选一个啊, 方圆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小家伙闻言高兴, 点头, 拿着他的橡皮擦瓶子呀, 就继续开始看, 但他很快就失去兴趣, 因为越往后啊, 就是一些个什么作业板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他不感兴趣了。 走吧, 我们去那边看书。 蓝采一这时候走上前来, 拉着他呀, 向着儿童读物区走去, 这边就热闹了, 不像其他区域那么的安静, 因为很多孩子呀, 都是被家长带着, 就在这儿给孩子读故事的友, 虽然压低了嗓音, 但架不住人多呀, 一下子就感觉有点吵, 小孩的书呢, 都是花花绿绿, 颜色特别的信任, 小家伙一进来, 惊呆了呀, 没见过这么多书啊, 他还看到了迪士尼公主的书, 只要是迪士尼的动画片, 这这这这怎么全都有啊, 上头的图案和电影上一模一样, 所以小家伙就感兴趣啊, 挑挑拣拣, 最终拿了一本长发公主的绘本, 要爸爸读给他听, 方元在旁边找了个小马渣, 给他骑上, 小马渣啊, 那是真的小马渣, 就是一个塑料的小马, 小家伙抱着小马脖子, 骑在上头, 滴根儿驾, 滴根儿驾, 往前走啊, 小野马, 驾驾驾驾驾, 好开心呐, 方元就直接坐在地上啊, 轻轻的读给他听, 蓝彩一悄悄的把这一幕给拍下来了, 小家伙听故事的时候, 一般都特别的专注, 也很认真, 等一本书读完, 方元觉得有些口干舌燥啊, 早知道出门的时候带杯水, 现在他们就只带了小家伙那小水壶, 小家伙可不管方元可不可啊, 听完这个故事, 兴冲冲又拿一本过来, 这本书有意思, 叫揭秘海洋, 是个系列书, 还有揭秘太空啊, 揭秘地球等等, 科普读, 为什么说的有意思呀, 因为这本书, 纸页都很厚, 上头还有很多能够翻开的小窗口, 比如, 揭秘海洋的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 上头就有七八个小窗口, 打开以后啊, 就可以看到另外的一幅画面, 海洋动物, 从平和的游动状态, 变成捕猎状态, 上面还有文字, 大致介绍了各种的海洋动物, 有趣又好玩, 特别的适合孩子, 方圆看了一眼蓝彩衣, 想让他来, 但蓝彩衣假装没看见啊, 悄悄地转过了身子, 爸爸, 快点读呀, 小家伙就开始催了呀, 好啊, 方圆就只能乖乖继续咯, 不等方圆读完, 却不知蓝彩衣从哪儿断了一杯咖啡过来, 这让方圆很惊喜呀, 上午的时候, 一家人就在图书馆里度过, 所以下午呢, 总不能还继续待在这个新华书店里头吧, 于是去外头吃了个午饭, 下午两个人带着小家伙去看了一场电影, 名字叫疯狂外星人, 方圆在手机上买票的时候, 特意查了一下, 感觉这个宣传很少, 热度也不多, 但看的时候意外发现是一部很不错的动画片, 果然梦工厂出品的动画片, 绝对差不到哪儿去, 终于不由让方圆想起了自家公司那个动画团队, 自从上次方圆跟动画投影部的经理聊过以后, 方圆也没有因为对方暂缓, 方跳跳跟美小璐的故事而斥责对方, 因为方圆心里也知道, 方跳跳跟美小璐的故事只是她对女儿的一个承诺, 是想给女儿一份美好的回忆, 但要真想把这个动画给发展起来, 全指望一部低幼年龄段的作品那肯定是不行的, 即使它是用最新的技术拍出来, 但内容故事永远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特效再好, 没有故事那也是白搭, 所以方圆同意动画投影部的经理的要求, 以上古神话为蓝本, 制作神话宇宙,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女娲造人, 再从风神演绎到西天举精, 这里面那是有大量的内容可以去挖掘, 几乎每一个人物稍稍扩充一下, 都可以独立的搞一部电影出来, 但想都制作出来就需要大量的钱和时间, 但方圆不缺的是什么呀, 是钱, 所以他就同意了, 而且这是一个长久性的文化输出工作, 真要操作好了, 肯定是亏不了本的, 让方圆特别惊喜的是, 动画里外星主角的小欧的配音是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 这是方圆最喜欢的一部美剧, 从头到尾一记都没落下,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小女孩主角小钱, 大致的剧情是说呢, 一群四处漂泊的波波外星人, 为了躲避这个死敌瓜星人的追击, 占领了地球, 准备把地球打造成一个完美家园, 并且把人类赶到地球的另一边去, 整个影片的脑洞大开, 又Q又萌, 特别是波波星人就住在泡泡里头, 而且这部动画片的内容小家伙也看过, 因为这是出自一本叫, 斯麦克杰的真正意义的儿童读物, 等看到电影, 觉得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波波星人啊, 看完这电影还学会了一句新词, 插嘴牛物, 他觉得爸爸就是一个插嘴牛, 经常在他说话的时候打断他的话, 而方圆却觉得呀, 小家伙就是一个插嘴牛, 经常要打断他的话, 于是回去的时候, 两个人就谁是插嘴牛的这个问题, 争论不休, 讨论来讨论去, 最后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那个插嘴牛, 最后一致决定, 在一边看热闹的那个妈妈, 蓝彩一是个插嘴牛, 众人嘻嘻闹闹的回到家里, 已经快五点了, 方妈妈他们已经回来了, 见到欣欣回来, 立刻把他拉过去一天没见, 想得厉害, 问他今天去哪儿了, 干了什么, 中午吃了什么, 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没有啊, 总之一大堆, 恨不得呀, 把全天的行程, 一针一针的观看才好, 小家伙那真是,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呐, 方圆也乐得轻松, 正准备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但这屁股还没落下呢, 田胖子电话打过来了, 发布会以后啊, 他们也没着急回去, 留在路市, 带着各自女朋友玩几天, 方圆就觉得奇怪了, 崔子恒那情有可原, 毕竟他女朋友第一次来路市, 田胖子那女友林淑雅在路市工作好几年了, 哪儿没去过呀, 田胖子打电话过来, 说是和崔子恒一起要请他吃饭, 并且把卢首义和欣平也都叫了, 因为他们都带着女朋友, 所以让方圆把蓝彩一也带上, 一起吃个饭。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老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我的奶爸人生》。 第581集 彩艺, 田胖子他们晚上请吃饭, 叫你一起去, 去吗? 方圆队正在喝水的蓝彩一问道, 他们的女朋友也去吧。 蓝彩一放下杯子, 对, 都去, 怎么可能就你一个女的去啊? 那行啊, 晚上我跟您一起去吧。 虽然他跟田胖子他们不熟, 但既然是方圆的朋友, 他也没拒绝。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啊。 小家伙听了, 立刻高声叫着跑过来了呀, 喀吧, 是跟朋友吃饭, 你去干什么呀你, 方圆有些无语啊, 一群人吹牛皮吹惯了, 这不适合有孩子在啊, 限制车速啊。 我也可以跟他们做朋友呀。 你是小孩, 田叔叔他们是大人了, 你怎么跟你做朋友, 谁跟你做朋友啊? 怎么没有, 鲁叔叔就是我的朋友呀, 还有小秋阿姨, 爸爸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们都是大人呢。 方圆忽然觉得有些无言以对呀, 难道他说, 鲁叔叔跟他, 小秋阿姨跟他, 都不是好朋友, 自己也跟他不熟, 那小家伙会伤心的。 带他一起吧, 我们这几个女的在, 也不能都听你们吹牛皮吧? 蓝采义在一边说的呀, 行吧, 但你要乖乖听话, 知道吗? 放心吧, 我是最乖的小孩子, 请叫我乖乖心。 你呀, 方圆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把他的小碗筷带上, 沙烤什么的少给他吃, 我只是尽量给他喝仙炸的。 人还没去呢, 方妈妈就开始先交代了, 妈, 知道了, 又不是第一回带他出去了, 方圆有些不耐烦呢, 因为老爷子他们都在, 方爸爸不好说方圆, 但还是悄悄声的瞪了他一眼。 方妈妈那直接多了呀, 身头就在方圆脑袋上来一下呀。 你呀, 现在就嫌老娘烦了呀。 哎呦, 怎么会呀妈, 我就,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少操点心, 就一直很年轻。 妈妈, 我只是觉得你少操点心。 小猪猪在旁边啊, 抱着蓝彩仪的腿, 学着他爸的样子呀。 你是小坏蛋, 你学我说话, 生气了啊, 晚上不带你去了, 方圆样装生气呀。 爸爸, 不要这么小气嘛, 爸爸跟你闹着玩呢。 小家伙跑过来, 抱着方圆的腿, 又是亲亲又是抱抱, 那生意腻了死了。 你这些都是跟谁学的你啊, 方圆实在扛不住他撒娇啊, 就给他抱起来了问他, 小家伙听到这话呀, 斜着眼睛, 看着妈妈, 蓝彩仪闹个大红脸, 一屋子人都在这儿呢。 大概是因为都带了女朋友, 所以晚上, 田胖子没有找大排档吃烧烤, 或者吃海鲜什么的, 而是找了个粤菜馆, 这个也是陆市最多的菜了, 毕竟地理位置能挨得近, 这馆子环境也不错, 亮它, 卫生, 而且很安静。 方圆他们一家到的时候, 店里人不少了, 人来人往的, 但都刻意降低了噪音, 给人第一感官呢, 就相当的不错。 而且田瑞云呢, 他们订了包厢, 门一关就听不见一丝声音了, 除了田胖子, 崔子恒这两段以外呢, 和欣平一个人来的, 方圆推门进来, 他独自一个人坐在那儿, 一边一脸不爽地喝着茶呢, 田胖子崔子恒坐在他对面, 故意就跟女友窃窃私语啊, 你浓我浓啊, 也没人搭理他。 这他们要叫杀狗啊好吗, 不是虐了。 呦, 方圆彩一来了, 呦, 小可爱一来了, 见到方圆一家进来, 众人停止玩闹, 赶紧站起身来, 叫叔叔叫阿姨, 方圆对小家伙说着呀, 小家伙听到这话乖乖的, 叫了一圈人, 吴媛媛, 林淑雅, 昨天见过小家伙一次, 但却没说上什么话, 今儿算正式认识了, 小家伙长得肉乎乎的, 那真是人见人爱, 所以两个人都稀罕得不行啊, 给他拉到一边, 和他们坐到一起, 小家伙也不认生, 嘴边又能说, 巴达巴达巴达, 他就跟两个阿姨聊起来了, 还说要跟他们做朋友, 一下子这气氛就欢乐起来了, 众人正说话呢, 卢首义带着小圈也来了, 大家都知道小秋啊, 但是卢首义还是第一次, 把杨浅秋啊, 带到大家的跟前来, 参加这样的聚会, 那可以看得出, 小秋的心情很好, 今儿呢, 也不是以往的那种中性打扮, 少有的穿了一件, 和叶岭的短袖衫, 下身是碎花长裙, 戴了一条耳坠项链, 之前呢, 他送给过蓝彩衣一条, 但蓝彩衣呢, 从来没戴过, 现在看杨浅秋戴的, 特别潮, 很有时尚范, 这个耳坠项链呢, 是有几个小怪物造型 连在一起的, 所以一开门啊, 小猪猪就盯上了, 小秋, 来我这儿坐, 蓝彩衣向小秋招了招手, 把他介绍给吴媛媛和林淑雅, 一个圆桌, 现在变成男女各伴, 请问你们需要点餐吗, 服务员过来问了呀, 胖子, 你点呗, 那不行, 今儿我跟崔子恒请客, 你们点, 想吃什么别客气啊, 尽管点啊, 钱瑞云豪气挥手啊, 你不点我来了啊, 卢手艺也不客气, 直接拿过菜单来,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吧, 这几个不要, 其他都来一份, 众人震惊啊, 你至于吗, 你没吃过饭啊, 方圆无语啊, 笑着把菜单从卢手艺手里抢了过来, 我真没吃过他们请客吃的饭啊, 多少年了, 终于让我逮着了, 虽然他这么说啊, 也没去抢那菜单, 他就开个玩笑, 田胖子跟崔子恒两个人也满不在乎, 我俩穷了, 我自然吃, 吃你这大户啊, 你吃我们的, 你好意思吗你, 怎么不好意思啊, 哪不好意思了呀, 你俩要请客, 我天天来, 美的你的, 再说了, 上学那会儿, 我给你带多少次早餐, 你给狗吃了, 崔子恒直接开怼了呀, 就是, 要说从来没请过客的, 何欣平, 田胖子帮腔啊, 把何欣平拉下水了, 我穷啊, 何欣平说的是, 理直气壮面不红心不挑, 我穷我有理, 你们怎么着, 反正就死猪不怕开水汤, 哎呦, 我说真的啊, 何欣平, 什么时候找女朋友啊, 点完菜, 方圆随手把菜单递到服务员手里, 看向了何欣平, 方先生, 请问你们要喝酒吗, 服务员呢, 小声地问着, 他把方圆认出来了呀, 不过也是啊, 现在, 全大厦估计没几个人不认识方圆的, 可以说方圆现在就是陆氏的一面形象招牌, 不但陆氏啊, 整个穷州他都是代表人物, 你出局问你哪儿的呀, 通常说穷州的, 不知道穷州的, 就说天涯海角的, 大厦最南头的, 那现在不一样了啊, 现在都说方蓝集团知道不, 方圆知道不, 我老乡, 哎, 那就倍儿有面, 来香啤酒吧, 再来两茶鲜榨果汁, 喝白了吗你们, 方圆要完啤酒啊, 抬头看着几人, 算了吧, 算了吧, 就啤的, 大家也都摇头, 多年朋友好相聚, 大家喝的都随意, 那行, 那就这样, 不够我们再点, 好的, 方先生, 您稍等, 服务员说着转身出去了, 这时候众人再次, 把目光对到何欣平的身上, 一直装作沉迷手机的何欣平, 被他们定得实在是有些不自在, 无奈叹了一口气, 放下手机来, 目前没有这个想法, 不是兄弟, 你都已经放下了, 那就重新开始啊, 卢首义拍着他肩膀, 我也想, 天天在公司写代码, 哪有空找女朋友啊, 有喝, 这还怪我身上来了, 何欣平还没答话呢, 甜胖子接过话茬来, 不管你怪谁啊, 你卢八皮, 何欣平啊, 要不然你来我公司, 给你安排, 跟那夏美军一个部门哦, 哎, 房源笑了呀, 我跟你说了, 我跟美军没关系, 呦呦呦呦, 呦, 美军美军呢, 还是没关系呢, 崔子昂立刻阴阳怪气了, 真没有, 那谁跟你有关系啊, 不是, 等会儿, 你该不会喜欢小爱吧, 卢首义忽然恍然大悟一般呢, 他们公司开发组绝大部分男性, 少数几个姑娘, 小爱是其中之一, 而且是颜值最高的, 不但是开发组啊, 整个公司, 那都算是数一数二的大美女追求者一大队呢, 但小爱朋友不多, 而何欣平恰好是其中之一, 小爱, 方元文言也愣了一下, 你要喜欢小爱, 你可得试点力气啊, 真好姑娘, 长相才气, 家庭, 一等一等, 方元语重心长啊, 当初她可是通过网络, 查过泪姐一家的底细, 更何况后来罗嘉诚给她一份详细资料, 这家人哪真不简单, 何欣平要想跟小爱在一块, 那不一定吃得住, 别看小爱成天没心没肺的, 那只是表象, 瞎说什么呢, 我跟她就朋友, 再说了, 他们家那条件看得上我啊, 嗯, 这倒也是, 卢首一跟方元一起点头啊, 所以我觉得你跟夏美军就挺合适, 最合适, 我说了, 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人夏美军为什么来入市啊, 方元微笑呀, 何欣平文言沉默了, 他又不是傻子, 怎么能看不出来啊, 自从夏美军和欣平相见以后, 夏美军一有空就来找他, 休息天, 买好菜, 上门给他做饭洗衣上, 他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他呢, 就是心里还卖不过那个坎儿, 众人聊着, 菜也就上来了, 粤菜啊, 广播其异, 花样众多, 而且很是繁复, 这菜系真什么都吃啊, 但方元没敢点那些奇奇怪怪的, 怕把小家伙吓着了, 都是一些重规重矩的菜式, 粤菜口味清淡, 力求是清中求鲜, 淡中求美, 穷州文昌鸡做主料, 做的阳城文昌鸡, 这是方元点给蓝菜一的, 他喜欢吃, 就不知道这个阳城的文昌鸡, 对不对他胃口了, 另外还有福龙虾, 这是给小猪猪点的, 此外呢, 还点了一盘生菜龙虾, 用的是锦绣龙虾和生菜拼切, 这道菜呢, 小家伙肯定喜欢, 实际上方元也真希望他多吃鱼虾, 少吃猪肉类的菜, 不管怎么说, 鱼虾虽然也是肉类, 但吃了不容易胖啊, 除此以外呢, 方元还点了烧田鸭, 百花鱼堵秘汁, 叉烧卤水拼盘的这些特色菜, 小家伙出门自带碗块, 小碗小勺子小叉子三件套, 一手拿着叉子一手拿着勺子, 已经是严阵以待, 准备开吃了。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您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582集 方元点的菜, 都很符合小家伙的胃口, 不过这话说也白说, 就没见过小家伙挑食, 再加上旁边的妈妈阿姨, 这个给他加一筷子, 那个给他添一勺子, 小家伙很快就吃得宝宝的了, 那果然呢, 和爸爸出来大吃大喝是对的, 所以他决定要跟这些叔叔阿姨当好朋友, 下次再跟他们一起出来大吃大喝, 所以他拿起果汁杯子。 叔叔阿姨, 我们干杯吧。 正在说话的众人文言愣了一下, 然后轰然大笑, 都拿起杯子来, 那我们就, 就干杯吧。 所有人都站起来, 举起手里的杯子, 只有小家伙一个人是坐着的, 因为他是宝宝椅, 站起来不方便, 就只能坐着, 于是就成了一群小弟 给大佬敬酒的样子了。 小家伙喝了一口果汁, 学着爷爷的样子呀, 大口扎了一下嘴, 然后对着众人说呀。 现在我们是好朋友了。 当然了, 当然了, 我们现在可是最好的朋友了。 众人也不吝啬哄他呗, 小家伙听到这话高兴极了呀, 食言不惠。 既然是好朋友, 你们下次大吃大喝的时候, 记得要叫上我呦。 桌上的人都笑得不行了呀, 只要你爸爸不反对, 以后我们每次都把你叫上啊, 甜胖子说的呀。 问妈妈。 小家伙看向蓝彩衣, 意思很明显, 家里问爸爸没用, 妈妈同意就行, 众人就更乐了。 那你还不谢谢甜叔叔? 蓝彩衣笑着呀。 谢谢甜叔叔。 小家伙乖乖巧巧道了戏, 方圆看得是哭笑不得呀, 你是该好好谢谢啊, 上次你那个兔兔屋, 就是甜叔叔送给你的。 小家伙听到这话很惊讶呀, 思索起来他到底要不要跟这个甜叔叔做朋友, 上次就是因为那个兔兔屋, 被妈妈狠狠地揍了一顿屁股呢, 但他, 但他还是很喜欢那个兔兔屋啊, 而且, 跟甜叔叔做好朋友, 还能大吃大喝, 嗯, 权衡利弊以后, 他决定啊, 甜叔叔, 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 甜若云文言一脸懵啊, 什么话都没说呢, 怎么就还是做好朋友啊, 之前不是啦, 但他也没多想啊, 笑着答应, 说和小猪猪啊, 是最好的朋友, 只有蓝彩衣和方圆, 看了一眼这小家伙, 还真是个小机灵馆, 小家伙跟几位女士啊, 很快就吃好啦, 方圆他们边吃边聊, 时间要久些, 吃饱了小家伙就有些, 坐立不安呢, 特别是这个宝宝椅, 上头有个防摔的横杠, 卡得他不舒服, 小屁屁在凳子上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我看他们几个有的喝, 要不我们逛街去吧。 蓝彩衣提议啊。 好啊, 自从上班以后, 我也很长时间没去逛街呢。 小秋先响应了, 林淑雅吴圆圆自然也不反对, 于是蓝彩衣和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几个女士带着小孩就先走了, 小家伙那早就磨皮擦痒, 迫不及待了。 方圆他们也巴不得他们赶紧走啊, 女朋友, 老婆, 孩子都在, 他们聊得也不太畅快啊。 一顿饭吃了俩小时, 这才准备结束, 但也没喝多少酒, 就一箱啤酒, 中途没再要, 众人状态还很好啊, 这卢手一嚷嚷聊到酒吧去蹦个地啊, 好长时间没出去疯了。 哎, 算了, 我就不去了啊, 方圆直接摇头拒绝, 一, 他不太喜欢那嘈杂的地方, 另一方面呢, 他现在这个身份往那儿跑不太好, 崔子恒也摇头啊, 说自己在外头玩了一天累了, 要回去洗个澡睡觉了, 睡一觉, 田胖子一脸见笑, 要过去啊, 崔子恒保证是第一个积极响应啊, 泡巴呀, 但现在和乌圆圆练肩情热, 怎么可能是蛇本竹末呢, 人要回去睡觉了, 你别扯我, 你跟那个林书雅怎么回事, 来真的啊, 这回是真来真的了, 胖子叹了一口气啊, 你上回来的时候不是说看上一个女顾客吗, 什么一见钟情啊, 怎么, 没开始就放弃了, 也说说而已, 而且我觉着吧, 与其找个我喜欢的, 不如找个喜欢我的, 我得轻松些, 人林书雅也不差呀, 我挺喜欢的, 对我呢也更是掏心掏肺的, 还折腾啥呀, 田胖子交的女朋友不少, 所以看得很通透, 人嘛, 奇怪的动物不但喜心厌旧, 还逢心念旧, 就是个很矛盾的综合体, 所以要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别总贪恋下一个, 田胖子呀, 现在是活明白了, 众人正聊天呢, 逛街的几位, 大包小包回来了, 方圆一眼就注意到, 原本刮在小秋耳朵上的, 项链耳环, 到了小家伙脖子上了, 欣欣怎么又找小秋阿姨要东西呢, 还给小秋阿姨, 方圆把她拉过来, 这不是什么好习惯, 上次的十字架项链, 这次的耳坠, 这样下去还得了啊, 我没这样小秋阿姨要, 这是小秋阿姨给我的, 小家伙可怜兮兮的说的呀, 小秋阿姨给你的你也不能要, 你要真的喜欢你要跟爸爸说, 爸爸给你买一条, 方圆伸手, 就要把她脖子上的项链给解下来, 至于吗, 她喜欢就给她得了, 杨浅就在一边摆着手啊, 不是至不至于的问题, 这个习惯不好, 何况还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玩意她一看, 也不便宜啊, 真不是她找我要的, 是我主动送给她的, 再说, 刚才才艾姨姐还送了我一个包呢, 算是扯平了, 杨浅秋笑着呀, 实际上虽然不是小家伙主动要的, 但她都快把那小脸贴到小秋的胸口上了, 谁还能看不出她喜欢呢, 不能这么算, 方圆坚持把这项链解下来, 递给杨浅秋, 你也真是的, 我又不缺这个, 大不了再买一条, 杨浅秋有些不满意嘀咕, 不是你缺不缺的问题, 这个是原则问题, 你既然能买一条, 我不能买一条啊, 不能让小朋友啊, 养成老拿别人东西的习惯, 妈妈, 小家伙向着蓝彩衣喊了一声, 瘪着嘴, 委屈啊, 他觉得自己冤枉啊, 我又没找小秋阿姨呀, 是小秋阿姨主动给我的呀, 我不是我等错, 好了, 这是耳坠, 要把耳朵穿一个洞, 可是很疼的, 而且你要是真的想要, 妈妈帮你买个一模一样的, 你爸爸说的有道理,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不管别人主动给的, 还是你自己主动要的, 都不行, 蓝彩衣也开始教育闺女了, 就跟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吗, 小家伙有些恍然呢, 对, 对, 就跟小朋友给你零食一样的道理, 你之所以跟他们做朋友, 不是因为他们给你带好吃的吧, 蓝彩衣欣喜啊, 当然不是, 小家伙立刻肯定地回答, 他可不会因为吃, 就随便和人做好朋友, 不会的, 应该是不会的吧, 对啊, 上次妈妈跟你说过, 你做得非常好, 妈妈还一直想, 怎么样给我家宝贝一个奖励呢, 要继继续保持下去哦, 蓝彩衣先是一顿夸呀, 说得小家伙喜笑颜开的, 不负刚才的委屈, 夸奖式教育嘛, 主动夸他, 他还能做得更好, 还能接受你的意见, 嗯, 那我以后也不要大人的东西了呢, 那好朋友呢, 爱菜姐姐他们想要给我好玩的呢, 小家伙接着问道, 好朋友之间赠送礼物当然可以, 但是你接受了别人的礼物, 就要同样要送给别人, 不能只拿不送, 这样不好, 另外大人给你东西, 你要问问爸爸妈妈, 我们要是同意了, 你也是可以接受的。 蓝彩衣细心地和他解释, 之前小秋把耳坠送给小家伙的时候, 他其实知道, 但没在意, 但等方圆说起来的时候这才反应过来, 这样下去真不太好, 于是耐心地跟女儿做起来解释啊。 真好, 我也想要一个新兴这么可爱的女儿啊。 看着小家伙认真听妈妈说话的萌萌的样子呀, 小秋几个姑娘羡慕得要死, 恨不得把小初初抱回家养啊, 吃完饭就走吧, 别站着人家桌子, 方圆站起来提议啊, 见小秋他们回来了, 卢首义这家伙也不提泡巴这事了, 但小秋他们反倒是提议去开哥去, 这主意也好啊, 找个包厢, 轻轻静静, 也没人打扰, 现在时间也确实早, 八点多一点, 方圆也同意了, 于是找包厢这任务就交到卢首义手里了, 他找了一个环境相当不错的KTV, 小家伙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啊, 特别兴奋, 唯一不满的是为什么大家都有好好看, 五颜六色的饮料喝, 他就只能喝牛奶啊, 小孩还真是没人权啊, 不过开心果呀, 杏仁挺好吃, 小家伙努力啊, 埋头啊, 就在那一直掰, 但芒果半天最后还是让爸爸帮忙, 他就负责吃, 等开唱啊, 田胖子这麦怕先冲上去, 点了一首王杰的浪子, 鬼哭狼嚎的, 全场微笑的大概就小猪猪了乐得不行啊, 田胖子好像找到知己了, 跑过去跟小家伙积了个掌, 好朋友, 一辈子, 然后卢守义小秋, 合唱一首, 小秋应该是学过, 那什么歌声啊, 吐气什么的, 都很专业, 呃, 卢守义就拖后腿了, 扯着嗓子喊就完了, 比田瑞云也好不到哪去, 除此以外, 蓝彩一不用说了, 唱歌人专业的, 从小就练, 张口就来, 开口就脆啊, 那是非常的惊艳, 接着是吴圆圆, 这湖南姑娘说话细声细语, 唱起歌来那也是温柔甜美, 甜到人心坎里了, 翠子横听的呀, 高兴, 就连小猪猪都觉得呀, 这个阿姨唱歌和妈妈一样好听呢, 然后她强烈要求, 她也要唱一首, 让大家看看她的实力, 但她不认字, 也不知道要唱什么歌, 最后是蓝彩一带着她, 唱了一首捉泥酒, 小孩唱歌嘛, 大家肯定都说她唱得好, 把她给高兴坏了呀, 得意洋洋看着方圆啊, 爸爸, 我唱得好听吧, 是不是比你唱得好听, 那是因为我没唱, 我要唱了, 你就得靠边站, 方圆故意气的呀, 而方圆你来一首, 卢首义在旁边叫了呀, 他们可从来没听方圆唱过歌呀, 他们当然没听过了, 因为方圆心里特别有那AC术啊, 知道自己唱歌烂成什么样子, 所以从来不唱, 但现在情况是不一样的呀,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团圆创作, 泽锦焕与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大家都起哄让方圆唱一首啊, 方圆现在那是真不怕这个, 我是怕我一开口, 你们就不想唱了好吧, 我信你个鬼啊, 你要唱什么歌我给你选, 赶紧的, 卢首义很积极啊, 就想看方圆出丑, 周董的青花词, 你行不行啊, 卢首义一脸怀疑, 周董的歌那大家都会唱, 但要唱得好, 那还挺难的, 但等方圆开口唱的时候, 卢首义等人立刻就怀疑着, 是不是搞错了, 方的圆唱吧, 一情人好几次打断方圆的歌声, 这才确定真是他唱的, 不过小家伙一脸不屑啊, 这唱的都是些什么呀, 难听死了, 果然爸爸唱歌, 没有宝宝唱得好听, 那这一想就更得意了, 果然自己才是最棒的, 小家伙呢, 虽然想和大家一起玩, 非常渴望, 也玩得很高兴, 但他的生物钟呢, 十点钟就开始犯困了, 小脑袋就跟小鸡啄米一样, 一点一点的, KTV里声音那么大, 他睡得着了他, 星星都困了, 我们回去吧, 小邱提议了, 行吧, 咱们就先结束了吧, 卢首义站起身来拍拍手, 众人文言也没反对, 站起身来收拾自己的东西, 其实大家到KTV, 就呆了一个多小时, 没唱几首歌呢, 不好意思, 扫大家信了, 蓝彩医把小家伙抱起来呀, 满是歉意, 我来我来, 方圆赶紧把小猪猪接过来, 现在小家伙可不轻了, 蓝彩医抱一会儿可以, 抱久了呀, 胳膊疼, 众人纷纷都说, 没事没事啊, 孩子最重要, 下次再找个时间剧, 话虽然这么说, 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现在大家工作都忙, 要瞅着这样的团聚的机会, 真不多, 小猪猪睡得沉呐, 到家了也没醒, 昨晚上这样, 今晚上也这样, 于是就跟昨晚上一样, 帮他擦了擦身子, 给他转运到床上那么一放, 全程一点反应没有, 睡死了, 像个小猪一样, 第二天一大早, 小家伙依旧是第一个醒来的, 迷迷糊糊, 看看四周, 一如既往, 从床上跳下去, 一如既往的完美落地, 一如既往的开心得意, 然后他想起什么, 跑到阳台上啊, 向着院子里看, 咦, 外婆呢? 小家伙有些疑惑啊, 挠挠头啊, 转身回到屋里往下跑, 外婆, 你在哪里, 我们一起给小花浇水吧, 小家伙人还没下楼, 就开始大声嚷嚷了, 下了楼梯发现今天家里人好多呀, 不但爷爷奶奶都在, 还有老爷爷, 外公外婆, 大舅爷爷, 大舅奶奶, 甚至还有子豪哥哥的爸爸妈妈呢, 哇, 家里也好多人呢, 秦夕啊, 太老爷今儿, 可要回家了, 老爷子笑着呀, 啊, 那外婆一起回家嘛, 等一会儿我去找你玩呀, 小家伙快活地说了呀, 他还以为, 是要回小区里外婆的房子呢, 不是哦, 我们是要回夏京, 蓝妈妈接过花茬来呀, 回, 回夏京, 小家伙听到这话, 眼睛瞪得大大的, 然后一下子扑了, 他就抱着老爷子的腿呀, 老爷爷, 我不要你回去, 还有外婆, 我不想你们回去呀, 小家伙他说着说着, 呜呜就开始哭了呀, 好了, 别哭了, 等有空, 妈妈带你回去看他们好不好, 而且等过一段时间, 外婆和太老爷还会过来的, 蓝仔衣安慰他呀, 实际上, 外婆肯定还是会过来的, 老爷子, 那就真不一定了, 那外婆和老爷爷什么时候回来, 小家伙哽咽着问呢, 两位老人家在这儿住的时间长了, 小家伙跟他们都有了感情, 听他们要走, 那自然是万分不舍的, 放心吧, 很快的, 蓝妈妈在旁边安慰他呀, 好了, 别哭了, 等你放暑假了, 要是外婆太老爷还没有回来的话, 我们就去夏京看他们呀, 方圆也在一边安慰呀, 等什么时候放暑假, 小家伙仰着脖子, 可怜兮兮地问着, 很快的, 就一个多月吧, 方圆尽量地把时间缩短一些, 一个多月, 小家伙闻言抓了抓脑袋, 那一个月是多久啊, 一个月大概有三十天, 蓝彩一随口说的呀, 三十天, 小家伙闻言又掰起手指头, 哇, 两只手都不够了, 这好多时间啊, 不要, 太长时间了, 小家伙这次, 转而去抱外婆的腿, 不让外婆走, 见到小家伙哭得这么伤心啊, 蓝妈妈老爷子心里也是说不出的甜蜜, 这小家伙啊, 不枉这段时间对他这么好, 但老爷子呀, 更在意的是方圆之前那话, 方圆哪, 你说放暑假, 要让欣欣来下惊啊, 对啊, 欣欣放假的时候我应该也不忙, 到时候跟才一起, 带着欣欣去您那儿住一段时间, 外公, 欢迎吗, 那时候啊, 正是虚拟世界封测的时候, 他的事呢, 也确实不多, 至于数据收集什么的, 有三岁再比他强多了, 怎么能不欢迎啊, 想住多久都行, 老爷子那是爸爸的方圆一家, 在夏京定居算了, 小家伙见爸爸跟老爷爷说起话了, 嗓音提到了八度的哭, 好了嘛, 别哭了, 让妈妈带你洗个澡, 然后我们去送外公外婆, 还有老爷爷他们上飞机, 好不好, 方圆抱起小家伙呀, 小家伙哭了一会儿, 这会儿已经是只小花猫了, 但小家伙不一呀, 仍旧哭个不停, 谁哄也不行, 蓝彩一辈的哭得有点上火了, 既然这样, 那你就跟外婆一起去夏京算了, 哎, 哎, 小家伙听到这话不哭了啊, 哽咽着问道, 那上幼儿园怎么办啊, 不上了, 那妈妈你和爸爸跟我一起去吗, 当然不, 我们要上班, 那爷爷奶奶呢, 当然也不去, 爷爷奶奶有爷爷奶奶的事情, 那, 那, 那什么呢, 妈, 你等下把星星带到夏京去, 我现在就去给他收拾衣服, 蓝彩一说着, 做事就要上楼, 不要, 小家伙赶紧说着呀, 我还要去幼儿园, 我也要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 他不满意地叫啊, 这会儿连哭都忘了, 好了, 那既然这样你就乖乖的, 你哭成这样, 外婆他们也难过是不是, 对呀, 外婆和太老爷爷很舍不得你呢, 你这样一哭, 我们就更难过了, 蓝妈妈把小人从方圆手里接过来呀, 小人听到这话呀, 终究没再哭了, 而是搂着外婆的脖子不放手啊, 老爷子其实心里也是万分难舍呀, 家里女孩从蓝妈妈开始, 到蓝彩一再到小猪猪, 那是一只独苗啊, 格外的稀暗, 以前蓝妈妈小的时候, 她就独宠蓝妈妈, 那真是食指不沾阳春水呀, 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一点家务活不会干呢, 在那个年代不干家务的女性那真不多了, 等蓝妈妈长大了, 嫁人了, 她又把所有爱啊, 倾注在蓝彩一的身上, 等蓝彩一长大了, 结婚了, 现在呢, 就是小猪猪来接班了, 所以外公对她呀, 是疼爱得紧, 见小家伙哭得伤心呢, 老爷子心里也不是弯儿啊, 虽然再不舍, 但分别终究会到来, 小家伙挨个亲了以后啊, 牧师他们进了候机厅, 好了, 别难过了, 妈妈不是答应你, 暑假带你去老爷爷家了吗? 蓝彩一见小家伙兴致不高啊, 就哄他呀, 哪还要好久? 小家伙情绪仍旧有些低落, 好了, 别难过了啊, 爸爸带你买冰淇淋去, 怎么样, 方元蹲下身子给他抱起来啊, 好, 小家伙立刻快活地说呀, 方元得意对蓝彩一条了条眉毛, 蓝彩一无嘴笑着, 这小吃货啊, 果然没有吃解决不了的事, 要有呢, 一定是吃得不够, 三天的假期很快过去, 上学的上学, 上班的上班, 但田瑞云他们呢, 也没着急回去, 都是带着女朋友来的, 加上又是节假日, 机票超贵呢, 不多玩几天, 那不划算呢, 这期间又找方元吃了一次饭, 当然也把小猪猪带上了啊, 但他们也就多待了三天, 也就回去了, 日子依旧如往常一般的忙碌充实, 网上内测用户的报名呢, 已经提前结束了, 报名用户太多了, 已经进入了筛选阶段, 有三岁在啊, 筛选很简单, 按照方元规定的职业年龄, 生活程式等等, 随机进行挑选就行了, 即使这样, 符合测试条件的人员依旧庞大, 最后那就只能以抽奖的方式来抽了啊, 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 方元并没有因此忙碌, 反倒是蓝彩一最近比较忙, 社会上征集的八千人, 加上罗嘉诚提供那两千, 足足一万人, 分测期间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得提前准备啊, 测试场地呢好准备, 方蓝产业员还有很多闲置的车间, 那改装一下就行, 但吃跟睡那就麻烦了, 最后还是附近的诸军部队提供了帮助, 提供了一队数百人组成的后勤人员, 除此以外还提供了一万人睡的架子床, 方蓝集团也不能一毛不拔啊, 也为诸海部队提供了一批物资, 其实罗嘉诚提供的两千人力啊, 很大一部分都是附近的诸海部队的现役军人, 虽然这是一款游戏, 但它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款游戏, 上头已经专门组建了一支队伍, 过来和方蓝接触, 至于要干什么呢就不多做赘述了, 这天早上蓝仔衣从梦里醒过来, 习惯性向旁边看了一眼, 果然呢, 除了睡姿奔放的小人, 方蓝已经不见踪影了, 他也不奇怪, 方蓝总是想他多休息一会儿, 很少主动地叫他起床, 蓝仔衣从床上坐起来, 微笑看了一眼小人, 只见他怀里抱着自己的小枕头, 一只小脚放在方蓝的枕头上, 那小脚高高翘了呀, 搭在床头的靠背上, 小脸红扑扑的呀, 招人怜爱, 伸手给他抱证了, 又在小家伙脸上亲了一口, 妈妈, 小家伙迷迷糊糊叫了一声人, 转身啊, 又接着呼呼, 蓝仔衣松了一口气, 轻手轻脚下了床, 正准备换衣服呢, 感觉到有一丝异样啊, 方蓝并没有换下他的睡衣, 于是蓝仔衣抬头, 看向那半眼的玻璃门, 他微微有些疑惑, 走出去果然见到方蓝正在阳台上, 愣愣地看着远处的大海呢, 怎么了? 蓝彩衣从背后走过去, 搂住方圆的腰, 把头贴在他肩上, 轻轻地问他, 方圆回过头来, 亲了一口蓝彩衣, 没事, 真的? 好好好, 就是有点伤感, 伤感? 昨天, 梦到外公了,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 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泽锦幻语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第五百八十四集 你说, 要外公活着, 该多好? 方圆有些难过地说着, 蓝彩衣却是没有回答的,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没有如果, 蓝彩衣只是默默地搂着方圆, 从背后给她温暖。 人真的是妄性大, 外公刚去世的时候, 我基本上每天做梦都梦得见她, 就好像她还活着一样, 但渐渐地我, 一个星期, 一个月, 甚至半年都梦不到她了, 每次梦到她都唠唠叨叨地 跟我说一大堆的话, 但醒了呢, 有什么都没记住。 外公要是真的活着, 看着你成功, 看着你帮她完成了心愿, 她一定也会很欣慰很开心的。 是啊, 我昨天梦到外公了, 虽然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但我记得她很高兴, 笑得很大声。 很美的一个梦, 不是吗? 蓝彩衣踮起脚, 亲了一口方圆。 哼哼, 你们又在偷偷玩亲戚游戏。 小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呀, 站在玻璃门前头, 食指张开遮着眼睛大声叫着呀, 二人文言都有些不好意思呀, 但是蓝彩衣呢, 没放开方圆, 小家伙起冲冲跑过来, 挤到两个人的中间, 强行把他们给分开了。 几个小灯泡啊你, 方圆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哭笑不得呀。 小灯泡? 小家伙听到这话, 她有些疑惑呀。 咦? 难道我会发光? 那不是很厉害, 那我不就是发光爸爸? 越想她越高兴啊, 看这小家伙一脸傻乐的样子呀, 方圆, 跟蓝彩衣相识一笑, 小家伙看爸爸妈妈笑了, 也跟着开始笑啊, 越笑越大声。 一大早的, 你们三站在阳台上笑什么呢? 院子里听到声音的方妈妈抬起头, 向楼上问着呀, 没什么妈, 妈, 今天我们看外公去吧。 外公? 方圆突然来这么一下, 方妈妈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下楼跟你说, 方圆说的呀, 把小家伙抱起来, 和蓝彩衣一起进到屋子里头。 爸爸, 我们去夏京吧。 小家伙快活地问他呀, 说到外公, 他想的是在夏京的蓝天恒, 这外公刚走几天, 他们就要去夏京了, 这一个月过得好快呀。 不是你外公, 是爸爸的外公, 你要叫外曾祖父啦, 或者外太老爷。 外太老爷, 那不就是老爷爷吗? 老爷爷也在夏京呀。 小家伙得有些犯迷惑, 大夏这个家族关系确实有点复杂, 而且各地的称呼还有差别, 这就麻烦啊。 方圆也没跟小家伙多做解释, 帮他穿起衣服, 外公的墓地就在陆氏的公墓里。 当初为了买这块墓地, 几乎是花光了外公剩下的所有积蓄, 外公这一辈子也算是干干净净来, 干干净净去了。 那公墓当然不可能是在市中心, 开车去得一个小时, 所以早上吃过早饭, 一家人就出发了。 虽然去给外公扫墓,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方爸爸还是觉得方圆呢, 想一出事一出就因为做个梦, 自己不上班就算了, 老婆也不让上了, 孩子也不上学了, 但他不敢说啊, 只要敢说这话, 方妈妈绝对给他好看, 小家伙那倒真无所谓, 反正爸爸妈妈带他出门, 他就高兴, 对他来说只要出去, 不管是干嘛呢都是玩, 所以小家伙一路又是唱歌呀, 又是扭啊, 硬生生把原本稍微有一些悲伤的气氛 变得有些欢快, 帮妈妈把小家伙搂在怀里呀, 原本有些稍微低落的情绪也逐渐开怀了, 逝者已逝, 生者要过得高兴, 才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呀, 虽然父亲不在了, 但有个小人来陪伴他了, 还有什么好不满足的呢? 说起来方圆和蓝才一的姻缘也跟父亲有关系呢, 也许是父亲把小人送到他身边的呢, 一路上方妈妈想了很多, 但心情却并不悲弃, 看着唱着歌张大嘴巴傻乐呵的小人, 他心里是说不出的满足啊, 公墓在山上, 车开不上去, 山底下有个停车场, 旁边呢, 就是些卖祭品的名店, 一新人去店里买了不少的这个贡品名钱, 方圆几乎每年来个两三次, 对这一块也熟悉, 反倒是方爸爸方妈妈来的次数还没方圆多, 毕竟呢, 以前方圆在陆市上班呢方便, 长长的台阶弯腌而上, 小家伙在前头蹦蹦跳跳, 时不时回过头来看看后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脸上的表情有些疑惑, 到了这地方即使小人再活跃, 大家心里也有些沉重啊, 小家伙呢, 很敏感, 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所以虽然依旧在前头跑, 但总是不停地回头, 方圆, 你把星星抱着吧, 在这些地方还是安安静静地好。 好, 方圆没反对, 三步并坐两步, 上前把小家伙给捞起来, 搂在怀里, 小家伙意外地也没挣扎, 搂着方圆的脖子, 看着方圆的眼睛, 他有些疑惑呀。 爸爸, 你们说咱不开心吗? 是有一点儿。 为什么呢? 小家伙很困惑, 一家人出来玩, 那就该是开开心心的呀, 因为大家都想外公了呀。 爸爸的外公吗? 对, 爸爸的外公, 你也见过呀, 在乡下的时候, 爸爸桌上那个照片, 还记得吗? 全天堂了的老爷爷。 小家伙恍然大悟, 他想起来了。 对, 就是那个老爷爷。 那我们现在是去天堂看老爷爷吗? 当然不是啊, 我们活得好好的怎么去天堂啊? 那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小家伙就更疑惑了呀, 人死了呢? 灵魂去天堂, 但是身体会被埋在土里, 我们到这儿来呢, 是因为外太老爷被埋在这儿, 方圆耐心地和他做着解释啊, 有些东西, 那需要慢慢地让小孩知道, 让他知道死亡是什么意思, 总不能让他永远活在童话里。 小幽灵? 小家伙立刻害怕地搂着爸爸的脖子呀, 动画片里放过呀, 小精灵披着白色的床单在空气里头飘来飘去, 吓人呐, 都上天堂了, 哪来的什么幽灵你? 小家伙闻颜松了一口气呀。 爸爸, 如果有小幽灵, 你会保护我的对不对? 当然了, 爸爸保护你啊。 嗯, 爸爸是最棒的。 说着小家伙, 要呸唧一口啊, 亲在方元的脸上, 蹭他一脸的口水。 阿贝, 阿妹, 今天啊, 我们全家来看你来了呢。 方妈妈在坟前, 雨季有些沉重, 外婆过去啊 是不葬在这儿的 外公去世以后 重新起了坟 捡了尸骨 把两个人合葬在了一块 小家伙有些疑惑地 看了一眼奶奶 没听懂她在说什么 阿公阿婆 我带彩衣和欣欣来看你们了 方圆也开口说着 小家伙看着呢 墓碑旁边有两个小石头狮子 看得很仔细 他又仔细地 瞅着瞅那墓碑上的照片 老爷爷他认识 那老奶奶是谁啊 这个呢 是爸爸的外婆 也就是你的外太姥姥 方圆揉着小家伙的脑袋 和他解释啊 爸爸的外婆 他跟奶奶长得好像呢 那是当然的了 因为他是奶奶的妈妈呀 蓝彩衣把他拉过来 准备跟他随便聊聊 岔开这个话题 防止他乱说话 虽然说着同言无忌 但能不说这些话呢 最好 方妈妈这时候啊 拿出已经带来的毛巾 擦起墓碑来 长时间没人来 风吹雨淋的 墓碑上一层灰 墓碑前头放骨灰盒的地方 也都是一层落叶 按说春天呢 方圆应该带蓝彩衣 一根心心来上坟的 但今年春节 去了泉州 后来又去了夏京 方妈妈当时在全城老家 屋子厚头 画了几个圈 烧了纸 让小猪猪磕了几个头 也就没来了 方妈妈一边收拾 一边嘴里念叨 但她说的是当地的方言 蓝彩衣跟小家伙 是完全没听懂 方爸爸也在旁边 默默帮着忙 眼神里也少有的露出 一丝忧伤之色 方爸爸当时 孤身一个人到穷州来 外公对他那就跟父亲一样 没瞧不起他穷 不但把闺女嫁给他了 更是在生活上 给他很多的帮助 所以一向脾气很臭的父亲 从来没跟外公骑过眼 即使在外头喝个烂醉回来 外公凶的 唠叨他 他也是傻笑一对 老了以后 也是把外公当做 亲生父亲的赡养 蓝彩衣一边跟欣欣说话 一边也弯下腰来帮忙 小家伙见了呀 也撅起小屁股 帮忙捡食了一些落叶 只有方元呢 站在那儿 盯着墓碑上那几行简单的字 就那么站着 也不说话 也没动 外公 好久不见了 方元他 无声地说着 方元别傻愣着呀 把纸钱和贡品都拿出来 方慢慢一抬头 见方元愣愣站在那儿啊 出声招呼他 哦 好 方元反应过来赶紧的 把旁边铁桶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铁桶是楼下明店老板借的 因为他们买的东西多 可以免费用 平时还租呢 五块钱一次 之所以要铁桶是因为 为了防止火灾 明纸都得在桶里烧 方元把贡品拿出来摆好 明纸也拿出来 这明纸不能一下子塞进去 一把火点着了 那样烧不透 烧不透 那仙人不是就收到破钱了 这个钱钱还是很好看的吗 小家伙蹲在那儿啊 看着花花绿绿的这些纸钱 平头论足的 方妈妈不但买了传统的草纸 也买了那种印刷的明币 不管下头流行哪种吧 那都不会缺钱花是不是 方爸爸在旁边点着纸钱 方元也帮忙往里放 那小家伙见了来凑热闹 小朋友玩火尿床啊 方元吓唬他呀 他不会 我是大姐姐了 不会尿床的 小家伙说得信誓旦旦呢 是吗 我怎么记着有人前两天 才尿了两次床啊 你看见了吗 小家伙不满的嘟囊 方元当没听见 谁一晚上盯着他呀 没看见 你怎么知道我会尿的呢 小家伙得意的说着呀 为自己的机智点个赞 信信到爷爷这儿来啊 别听你爸爸乱说 方爸爸伸手啊 把他从上风口拉了过来 方的时候你得速度快点啊 别给自己烧着了就行 方爸爸给他示范了一下 往铁桶里头烧纸 铁桶里火势旺盛 不停地涌向童口 被风吹得不停地摇摆 小家伙看得很兴奋呢 方元有些不满的嘀咕 这会儿又乱说了 我小时候你们不都这么跟我说的呀 方元 过来给外公上香 方妈妈招呼方元了 方元放下手里的名纸 接过方妈妈手里的献香 按过去的传统啊 上香祭拜 都是由家里男性来做 因为外公没了儿子 每年啊 都是方爸爸 或者方元代劳了 方元把献香插在香炉里头 然后跪在地上 恭恭敬敬地 给外公磕了撒头 今夜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 欢迎收听儿童团团圆创作 则仅唤语风声为你演播 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的奶爸人生》 爸爸 你在干什么 小家伙看着爸爸磕头 他好奇呀 我在让太老爷 保佑你健健康康地长大 来 给太老爷磕头 方元对着小家伙招了招手 去吧 方爸爸主动啊 接过小家伙手里的名钱 你学爸爸刚才的样子 磕三个头 轻轻地告诉太老爷 想让他保佑你什么 啊 什么叫保佑 嗯 就是愿望吧 就小声地说出你的愿望 跟过生日一样吗 差不多吧 于是小家伙呀 学着爸爸的样子 给老爷爷磕了头 然后双手合十 像模像样地小声说着 老爷爷 我的愿望 嗯 不对 你要保佑 爸爸开开心心 天天都有好吃的 好玩的 有好多好多朋友 说完他又想了想 又补充着 那要所有人都开开心心的 还有你自己 在天堂也要开开心心的 小家伙说话的声音呢 也并不小 何况周围 除了火苗 舔尸空气的声音 几乎没有其他的杂音了 所以大家听得都很清楚 说第一个愿望的时候 大家都笑了 果然呢 很小猪猪 但等他说到 让太老爷在天堂也开开心心的时候 众人却沉默了 人们求佛 求神 求祖宗 让他们保佑自己 满足自己的欲望 那谁又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呢 那也许只有像小家伙这样的 小朋友 心灵纯真的人 才会发自内心的 希望他们一切安好 放心吧 太老爷在天堂听见你的话 他一定也很开心呢 蓝彩一摸着他的小脑袋 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拍了拍他膝盖上的灰尘 然后自己啊 也给外公磕了个头 外公 当初你让我自己选择 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谢谢你对我的宽容和照顾 蓝彩一心里默念着呀 抬头看了一眼在旁边 正和女儿说话的方元 又补上了一句 所以 我回来了 方元 你和彩一带心心先下去吧 我跟你爸在这里 跟外公说说话 等名前烧得差不多了 方妈妈对方元说着 好 那我停车场等你们啊 方元把小家伙抱起来 方元知道 方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支开 几乎每次来上坟都这样 主要呢 是怕方爸爸 妈不开面子 这不刚走一劫 方元悄悄回头看 就看方爸爸跪下来 就在那跪坐着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蓝彩一也好奇地 跟着回头看 不太清楚 方元在看些什么 我爸性格别扭 我们在那儿 他不好意思跟外公唠嗑 蓝彩一文言有些恍然 搂着方元脖子的小家伙 听见了 大声地反驳 爷爷是最好的爷爷呢 爸爸没有说爷爷不好 不过爷爷要听你这么说 他一定高兴的 真的吗 那等爷爷回来 我说给他听 是吗 那你要怎么跟他说呀 我说 爸爸说你不好 但是我认为 你是最好的爷爷 小家伙说得很大声啊 我没说你爷爷不好 你这个叫乱说话啊 要方爸爸听了这话 他高不高兴呢 不知道 但方元知道 自己肯定高兴不起来 你这样 我没有 你这样 说了没有啊 好了别争了 真是的 我脑壳都给你们吵的嗡嗡的 两个人一直重复 蓝彩又受不了了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傻笑呗 你们两个 蓝彩一娇撑地挥起拳头 要给他们一人来一下 方元赶紧抱着小家伙往前跑啊 别跑 你们两个坏蛋 给我打一下 别 紧搂着爸爸脖子的小家伙 对着后面追上来的蓝彩一吐着舌头 不跑是傻瓜吗 实际上呢 小家伙经常对方元说同样的话 但是他看到妈妈怎么越追越近了呀 爸爸加油 快点跑呀 妈妈追上来了 他大叫着呀 大笑着 谁让你太重了你 抱着你我跑不快 要不然我把你放下来 我自己跑好不好 不行 爸爸你要相信自己 加油 小家伙说着呀 还给方元一个爱的亲亲作为鼓励 但因此也被蓝彩一给追上来了 在他们两个脑袋上一人敲了一下 你看看你看多怪你 给我视线挡住啊 明明是爸爸你跑得太慢了 是你 是你 就是你 因为你 嗯 方妈妈站在墓地前头 听到下面传来的欢声笑语 微笑着 转过身来 看着那墓碑 阿伯 现在一切都很好呢 给外公上坟回来以后 日子平平淡淡过了好几天 这天呢 方元下班回来 意外发现小猪猪竟然没出来迎他呀 他心里有些奇怪呀 平时只要一听到一点动静 小家伙就跟小狗子似的一下就窜出来 扑到他怀里了呀 而且他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但今天 他的小狗子呢 跟在后头的蓝彩一眼差异呀 这小家伙是跟着爷爷奶奶出去了 等进屋了就看客厅里呀 趴着一只小蜗牛不停地往前蠕动 我趴 我趴 我使劲地趴 原来小家伙呀 穿了一身蜗牛造型的衣服 头上还戴个小帽子 帽子上有两根长长的小触角 背上背着一个蜗牛壳造型的背包 上身是黄色的短袖衣服 下衫是绿色的灯笼小短裤 脚上一双绿色的鞋子 绝着屁股就在地上学蜗牛 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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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元想起上次啊 老师说的六一儿童节那个表演啊 但他故意还是问呢 不是星星啊 你在干什么呀 我不是星星 那你是谁呀 我是小蜗牛 行 那小蜗牛 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呀 我要去沾葡萄 小家伙说着呀 终于蠕动到方元的身前 顺着他的腿 拽着他的裤子往上爬 方元赶紧双手把裤子给扶住 防止他把裤子给拽下来了 你穿这么多你热不热你 现在已经入夏了呀 天气炎热 家里虽然有冷气 但穿这么厚一套衣服 那肯定热呀 谁说不是 他非得穿呢 方爸爸从院子里走出来呀 那你不听话咯 方元低头瞪了一眼小家伙呀 伸手摸了摸他后脖梗 果然汗津津的 小家伙左摇右晃的 要挣脱爸爸的手 你还是拖下来吧 我要我要排练节目 老师说我们回家也要好好练一练 小家伙转身就跑 结果没跑掉 被方元一把拽住他的蜗牛壳了 你练就练你也不用穿着演出服练呢 不穿我还怎么是想我娘呢 你心里想着就完了呀 心里想着 那不行的 怎么就不行了呀 我心里还想着你不要拉着我呢 可是你不还是拉着我吗 方元文言松了手 小家伙拔腿就跑 方元傻了这 被小家伙给套路了 方爸爸跟蓝彩医在一边都开始笑啊 这小家伙现在脑子好使了呀 看着往二楼跑的小家伙 方元就想追 去抓这坏小孩 好了 随他去吧 家里有冷气 他又能热到哪里去 再说了 夏天孩子疼点汗 也不见得是坏事 蓝彩医抓着他呀 方元想了想的也对 这季节呀 流汗才是对的 但小家伙一天 无论是在学校啊 在家呀都是冷气 基本上流不了汗 小家伙趴在二楼 最上面一层台阶望下看 见爸爸没追的 又开始往二楼走廊里 卖悠悠的爬呀爬呀 我是一只小蜗牛 我爬 我爬 我爬呀爬 他一边爬 还一边唱 这小家伙 听到楼上里欢快的声音啊 方元也只能摇头苦笑 随他去吧 他又在沙发上坐下来 掏出手机 准备玩一会儿休息一下 以前呢 真的啊 给人打工的时候啊 一天闲的呀 手机不离手 天天玩到吐 现在有钱了吧 一天到晚 除了接电话 你那基本上不摸手机呀 所以说挣钱为了啥呀 来 喝点水吧 兰采医端了一杯水过来 递到了方元的手里 爸 我妈呢 方元接过水了 忽然想起来 没见到方妈妈呀 家里酱油没了 他买酱油去了 在超市呢 方爸爸嘴里这超市呢 当然不是山底下那些超市啊 要去山底下买 方爸爸早去了 他说的是小区里那个超市 超市不大 但一些生活用品 还是挺齐全的 方便住户 物业自己搞的 兰采医顺手 把方元喝完的空杯子 又拿回去 方爸爸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啊 别嘴 这傻小子呢 人傻有傻福 就怎么找到兰采医 这么好的媳妇的啊 方元没管他 怎么想啊 继续翻手机 今儿方蓝集团正式对外 公布了内测人员名单 他看看这网上反应怎么样 打开微博 自己的 现在方元这微博呀 比方蓝集团的官网的微博 关注度都高 方蓝集团有什么事 全都跑到方元微博底下来了 反倒是 方蓝集团的官微有点冷清了 看着这留言啊 一个叫爱心觉罗痛惊的人说着 柠檬树上柠檬精 我算了 名单上没我 现在允许你们这些奴才称呼 我爱心 觉罗柠檬 颜知会会长说呀 我长这么帅 没我 黑幕 我要抗议 我要投诉 还有全村的希望说呀 这个方总 方大科学家 您知道吗 我背负着我全村的梦想啊 就因为你这个草率的决定 你断了我们村 千年希望啊 人生有几个数千年呢 我代表全村恨你 名单有我 有我 好开心啊 我现在就要庆祝一下 烟酸绿病 今天是舍不得吃 今天我要吃上一瓶 一名 ID叫精神病院的你啊 留言了 方元看着这些个评论乐得不行啊 众网友不但人好 说话还好听 蓝仔维也好奇 坐在方元身边来 凑过来看 方元把手机往他那挪了挪 让他也看清楚 蓝仔维随便选了几条 也跟着开始乐 楼上那爬呀爬呀的小家伙 听到底下有人笑啊 瞧不瞧从楼上往下看 见爸爸妈妈肩并肩 头对头一起笑嘻嘻的 不满意嘀咕一声 这蜗牛也不办了 等等等 从楼上下来 挤到两个人中间来 今月份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了阿姨老叔叔们捧场 拜拜